很快,群里许多人都被湘德兽给炸了出来 眨眼间,群里面就多了几十条消息 湘德兽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在群里面嘚瑟 湘德兽,小师姐送我的 落天涯,送进来你放屁 湘德兽看着群里的师兄弟炸毛,心里乐得不行 他站在角落,拍了一张小团子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顺手把消息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 晚晚人小,时不时地看看大家画的符 他人实在是有些矮 但是时不时地走走停停,像个小大人一样,看着有些喜感 只不过,今天没人把五雷浮化成 晚晚叹了口气 临走时忍不住道 师弟,晚晚没想到还有比你画得更差的天师 湘德兽老脸一垮,眼神有些忧怨 晚晚看了他一眼,接着道 师父那里有很多画幅的书,应该对他们有用 等下次我带来送给你 湘德兽心里的不开心,瞬间烟消云散 只不过有些犹豫 师父留下来的,还是你自己留着比较好吧 晚晚摇了摇头 那些内容,晚晚两岁就会了 还没等湘德兽说话 晚晚忽然道,虽然我还小 但是道理晚晚都懂 师兄师弟们都是大英雄 以后要是有需要晚晚的地方 晚晚也一定跟师兄弟们冲在前面 湘德兽正正地望着晚晚,眼眶一热 晚晚见湘德兽要哭 赶紧爬在湘德兽身上给他擦眼泪 为了,与其还有些无奈 师弟还是和以前一样哀哭 湘德兽红着眼,抱着苏晚晚 眼里充满了疼爱 谢谢晚晚 此刻湘德兽就像个长辈 眼中充满了宠溺 他把晚晚交给了苏继舟 离开时,他忍不住道 我师父他老人家两年多以前算了一挂 挂上显示,晚晚命格特殊 这才从李春梅手上收养了晚晚 晚晚从小被师父他老人家宠着长大 所以有些,调皮,你这个当父亲的,得多迁就迁就他 湘德兽有些不放心晚晚 拉着苏继舟交代了好一会儿 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话有问题 苏继舟嘴角一抽,可是心里却十分感激 晚晚是我女儿,自然会对她好的 还请您放心 虽说是晚晚的师弟 但苏继舟对她却十分尊敬 湘德兽心里总算是放心了几分 他看着苏继舟的面相早年丧妻 但儿女双全,品行不差 他说的话有八成可信 忽然想到了什么 湘德兽忽然道 小师姐,以后你画的符可不能在家里用 知道吗? 晚晚摇摇头,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呀? 湘德兽想到在倒冠的时候 眼角一抽,颇为头疼 他揉了揉晚晚的小脑袋 语气却十分无情 因为这样,小师姐以后 可能要和你爸露宿街头了 晚晚脑海里瞬间想象到 爷爷爸爸和哥哥们一起露宿街头的场景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表示道,晚晚不回答 湘德兽这才放心下来 正好瞧见苏季周疑惑的眼神 悄悄解释道 晚晚以前在倒冠的时候 每天都画五雷符 结果把师父他老人家的倒冠给披磨了 苏季周,最后 苏季周点了点头 语气却十分认真 没关系,我们家房子多 湘德兽,宠孩子 也不能这么宠啊 告别湘德兽后 妇女二人回到别墅 一天没见小孙女的老爷子 眼巴巴地看着门口 听到汽车尾气的声音时 直接站在大门口等着 爷爷,晚晚一下车 直接朝着老爷子的方向冲了过去 只不过晚晚想到绵绵老师说的话 在老爷子面前 竟然来了个急刹车 晚晚轻轻地抱住老爷子 道,爷爷 晚晚好想你挖老爷子心里软成一片 弯下腰一把把晚晚抱起来 老爷子拖着晚晚的小屁股 轻轻地颠了两下 感觉小团子这半个月 似乎常中了不少 晚晚似乎明白自己爷爷心里面的想法 抬起头 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满是认真 爷爷 是晚晚长高了 老爷子听着小孩子的狡辩 心里乐得不行 搂着孩子哈哈大笑 对 是我们宝宝长高了 晚晚嘿嘿一笑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老爷子见晚晚的帽子有些歪了 替他戴好帽子 进屋后 老爷子问道 不是说中午回来吗 苏继周 路上遇到了晚晚的师弟 晚晚跟他聊了一会儿 老爷子沉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点了点头 语气酸酸的 晚晚是不是把爷爷忘了 晚晚心里有些愧疚 连忙摇了摇头 没有啊 是师弟里的烧鸡和蛋糕太好吃了 晚晚没忍住吗 老爷子 说得像他饿小孩一样 只不过晚饭时 餐桌上多了一只烧鸡和一个小蛋糕 晚晚在老父亲和爷爷身边转了一圈 吃得满嘴是油 忽然想到了什么 晚晚嘴里嚼着肉 口齿不轻道 爷爷 大锅捏 小团子这时候 终于发现家里少了一个人 公司有事 你大哥今天在公司不回来了 晚晚有些失望 紧接着又问道 那大哥明天回来吗 老爷子一顿 可是看着晚晚希望的眼神 还是道 你大哥明天一早就回来 就算回不来 也得给他赶回来 晚晚一听 大哥明天一早回来 拍了拍手 那晚上 我要自己睡 老父亲一听 瞬间不高兴了 宝宝 你还小 自从他跟宝贝女儿 从C室回来后 他就没跟宝贝女儿 一块睡过 还不容易熬走了大儿子 没想到小团子 却要自己睡 老父亲一抹心酸泪 他轻轻又哄道 宝宝 像你这样的小孩子 应该跟爸爸一块睡 晚晚一抬头 养着小脑袋 一本正经地说道 爸爸 晚晚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 老父亲 对 你现在三岁半了 不管老父亲怎么哄 晚晚就是要自己睡 老父亲没办法 给晚晚洗漱完后 就把小孩带到了房间 临走时 老父亲还是有些不舍 今天晚上晚晚 还是跟爸爸一块睡吧 晚晚摇摇头 他以为是苏继周 害怕一个人睡 语重心长地说 爸爸 你已经是大人了 要习惯一个人睡 你要是真害怕 就去找爷爷吧 苏继周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 明白过来后 老父亲哭笑不得 苏晚晚坚持要自己睡 老父亲也没有办法 离开时一步三回头 然而小女儿 却坐在自己床上选娃娃 老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房间后 晚晚终于从自己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个白色的小熊娃娃 晚晚把他装进自己的书包 准备周一去幼儿园的时候 送给孤芳池 第二天一早 晚晚起来一大早 天刚蒙蒙亮 周围白茫茫的一片 晚晚穿着睡衣望着窗外 看到外面下雪后 急忙穿上棉拖鞋 跑到了老父亲的门前 昨天晚上 苏继周怕宝贝女儿找他 因此并没有关门 晚晚一推门就打开了 晚晚进去的的时候 老父亲还在睡觉 晚晚静静地趴在床边 双手夹着小脑袋也不说话 苏继周似乎有所察觉 一睁开眼 就对上了晚晚那双纯净的毛子 饶事如此 老父亲还是被吓了一跳 宝宝 怎么起得这么早 他看了一眼房间的闹钟 才早上七点钟 老父亲最晚大半夜没睡着 于是打了个哈欠 把晚晚抱上床 爸爸 下雪了 苏继周往窗外一看 窗户已经结了一层冰 虽然看不大清楚 但是也能看到窗户外白茫茫的一片 帝都美到这个时候总会下雪 苏继周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不过看着晚晚的眼神 忽然想到宝贝女儿住的C室 似乎几十年也未必能看到一场雪 怪不得女儿会这副模样 苏继周瞬间没有了困意 问道 晚晚是不是想出去玩 晚晚眼睛一亮 脑袋重重地点了点 晚晚想出去练剑呀 他回家 已经快半个月了 很久没有练习师傅 教给他的功课了 老父亲洗漱后 给晚晚换了一身白色的佳容运动服 一大早就带着晚晚出去锻炼 他本来以为宝贝女儿只是随便说说 哪里想到晚晚是来真的 一到附近的公园便开始练剑 小团子身上裹得厚厚的 但是动作却无比灵活 身弱犹龙 一朝一世看到 让人赏心悦目 练完一套剑法后 晚晚微微喘着粗气 跑到苏继周面前 爸爸 我热 小孩在空地上练了半小时的剑 此时微微喘着粗气 脸颊两边通红一片 额头上的碎发 因为汗水贴在小孩的额头上 晚晚说话的时候 奶生奶气地 卷翘睫毛下的那双大眼睛 正可怜兮兮地望着苏继周 苏继周心中一颤 赶紧给女儿把外套脱了 爸爸 你要不要跟晚晚一块练 晚晚可以教你的呀 对于宝贝女儿的一切要求 老父亲从来不会拒绝 直接点了点头 结果 等到他跟着小团子一块学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崩溃的 爸爸 这只脚要提起来啊 爸爸 这里的腰要低下去 爸爸 你这样很像只鸡了 公园里面的人越来越多 围观父子二人老爷子老奶奶 也多了起来 看着小团子 教自己爸爸练剑 还时不时地语出惊人 把大家给逗乐了 小娃子这动作可真标准 只不过看起来也不像太极啊 小女娃子实在是太逗了 可惜我家只有几个孙子 我家那孙女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孙女也不一定是小棉袄 苏继周反应过来时 周围已经围了一圈的老爷子老太太们 即便他能对着几百个人开工作会议 但是对着面前这番景象 还有些不知所措 只是听见面前这些人夸自己女儿 苏继周一脸得意地 看着这群老爷子和老太太 我家丫头平日里是很乖 看我身体不好 非要让我跟着强身健体 苏继周说完 还得意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些人 晚晚脸上带着笑 看着面前的这些人 道 爷爷 晚晚练得不是太极 这是师父自创的剑法 的确可以强身健体的 这套剑法是最基础的 后面还有一百多招 但是师父临走前告诉过他 大城市不让飞檐走壁 不然要被警察叔叔抓起来 前面几十招剑法是最简单的 说是用来强身健体 也不为过 苏继周看着女儿没一会儿 就俘获了一群老年人的芳心 整个人都惊讶不已 临走时 还和这群老人约定 下次有时间一块在公园里练剑 一下子就成了忘年之交 苏继周牵着晚晚回家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回到别墅 老爷子看着父子二人头上 全是汗水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今天下着雪 晚晚还这么小 你带着他出去干什么 苏继周摸了摸鼻子 把目光看向苏晚晚 苏晚晚瞄懂 迈着小短腿 跑到老爷子身边 道 爷爷 是晚晚让爸爸陪我一起出去的 晚晚一点也不冷 不信爷爷爷摸摸 老爷子不过是随口一说 其实心里一点也不生气 只不过看着晚晚的模样 老爷子还是板着脸 摸了摸小孩的小脸 晚晚脸上一凉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但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满是讨好的笑意 爷爷 晚晚不冷吧 老爷子点点头 恩了一声 把晚晚一把抱在腿上坐着 晚晚今天出去 都跟着爸爸玩了什么 我教爸爸练剑 晚晚叹了一口气 但是爸爸好笨哦 学不会 老父亲 老爷子心情大好 抬眸看了一眼苏继周 随后道 晚晚说的没错 你爸爸就是太笨了 晚晚撅着嘴 拉了拉老爷子的衣袖 看了一眼老父亲的脸色 瞧瞧说道 爷爷 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 爸爸好像要哭了 苏晚晚自认为自己的声音很小 实际上苏继周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 老父亲嘴角一抽 走过去拍了拍小团子的小屁股 突如其来的的巴掌 让晚晚有些猛 小团子站在沙发上 双手捂着小屁股 小嘴撅着看着苏继周 爸爸 你坏 苏继周哭笑不得 明明只是在他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只是小团子的眼里满是控诉 苏继周以为自己真的把小团子给打坏了 赶紧把小团子抱在怀里认错 结果好半嗓都没有听见小团子的声音 老父亲心里一紧 低头看了下去 怀里 小团子低着头 只能看见乌黑柔软的小短发 他喊了几声 晚晚都没有反应 老父亲越来越担心 这时候小团子忽然抬起头 晚晚露出两排小牙齿 嘿嘿一笑 爸爸被晚晚骗到了吧 老父亲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就知道欺负你爹 苏继周揉揉晚晚的脑袋 随后站起身去吃早饭吧 晚晚一听 小肚子十分给面子地想了起来 他这次倒没有不好意思 爸爸 肚肚饿了饿了就吃饭 因为晚晚饭量大 家里的饭菜比以往还要多准备些 可即便如此 家里的饭菜每天都是见点的 爸爸 大哥呢 晚晚的小短腿站在椅子上 一手拿着一个大大的肉包子 小嘴吃得满嘴是油 苏继周坐在苏晚晚旁边 拿着纸巾给晚晚擦擦小嘴 你大哥 他一会儿就回来 话音刚落 别墅大门便被推开 晚晚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 听见熟悉的脚步后 连忙把包子放在碗里 自己从凳子上爬了下去 大哥 晚晚好几天没看见大哥 心里想得惊 一时间忘记自己的小手 还满是油子 他一手抓着苏启怀的裤子 黑色的西装裤上 立马就出现了几滴肉眼可见的油子 晚晚睁大双眼 赶紧把自己的小手背在身后 脸上有些愧疚 大哥 对不起 他想给苏启怀擦擦 结果两只手都是油 晚晚抬着头 看了一眼苏启怀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胖手 随即兴兴地缩了回去 苏启怀见晚晚小心翼翼的样子 心里十分心疼 他主动牵着晚晚的手 道 晚晚不是故意的对不对 晚晚赶紧点点头 那大哥不生气 晚晚一听 两排小牙齿瞬间露了出来 用小脸贴了贴苏启怀的大腿 像只轻腻的小奶猫 谢谢大哥苏启怀心里团成一片 洗完手 晚晚一个劲儿 在苏启舟怀里塞包子 大哥呀 今天是香菇馅的 可香了 你尝尝 苏启怀吃了四个包子变饱了 倒是苏晚晚一口一个 吃得贼香 吃完早饭 晚晚便去书房化服 晚晚手太软 毛笔捏着没劲 好在没有一张符纸被浪费掉 五百张符纸 晚晚画了整整五个小时 画完后 整个人都咽啪啪的 只是看着满屋子的符纸 晚晚心情还是很不错 把符纸随便装在了一个黑色口袋里 然后塞到了书包中 第二天 晚晚被老爷子送到了幼儿园 顾方池一直站在幼儿园门口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 忽然看到一个蹦蹦跳跳的身影 顾方池的脸上 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晚晚 顾方池牵着苏婉婉 心情十分不错 婉婉嘿嘿一笑 抱着顾方池不撒手 小池哥哥 今天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醒得早 实际上是因为失眠成宿 睡不着觉 他牵着苏婉婉来到班上 刚坐下 苏婉婉悄咪咪地抱着书包 一脸神秘 顾方池垂眸 怎么了 小池哥哥 婉婉有东西送给你哦 说完 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熊娃娃 这是婉婉最喜欢的东西 以后婉婉每天给你带一个 顾方池一愣 他一早就发现 苏婉婉的书包里脏鼓鼓的 没想到 竟然装的是个小熊娃娃 这个娃娃并不大 比巴掌大一点点 看起来十分迷你 只不过顾方池却十分喜欢 谢谢你 顾方池到底还是个小孩 即便看起来像是个成熟的小孩 可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他礼物 因此 结果娃娃使手上显得小心翼翼 小池哥哥 你喜欢吗 顾方池嗚了一声 喜欢婉婉 婉婉挠了挠头 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但一时间又说不出来 忽然想要了什么 婉婉连忙道 还有这个 下午的时候 你带回老宅贴上 顾方池低着头 便看着苏婉婉 从自己的恐龙书包里 拿出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他不解地问道 这是什么 婉婉画的符啊 苏婉婉解释说 老宅里面全是阴气 必须要用清新符和转运符 不然的话老宅还是不能住人的 说完 婉婉见顾方池不伸手 解释说 这可是婉婉画了好久的 顾方池漆黑的目光 看着苏婉婉 如同一潭死水 忽然有了波动 他没再犹豫 接过婉婉的塑料袋 认真道 谢谢 婉婉摇摇头 我们是朋友吗 不用说谢谢的 顾方池脸上柔和 嘴角聊起了一抹笑 婉婉正好看见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 整个人都看呆了 倒是顾方池有些不好意思 转过头 但是耳根红得透彻 小池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 婉婉喜欢 顾方池 要是家族里面的小孩这么说 估计早就被他揍了 但是婉婉不一样 小孩眼神纯净 小乃因十分认真 顾方池实在没忍住 摸了摸小孩的脑袋 忽然问道 你想不想和我一块读书 婉婉啊了一声 反应过来后点了点头 我想啊 那以后上课认真听讲 婉婉不明所以 只不过插着腰挺着小肚子 认认真真 又一字一句地在顾方池耳边道 婉婉上课很认真大 从来没走过神 呵 顾方池实在没忍住 上课偷吃东西的是谁 上课偷玩玩具的是谁 上课连一加一都不知道的 又是谁 顾方池越说 婉婉的脸就越红 顾方池心里好笑 没想到他还能看见小团子脸红的样子 别说 还挺可爱的 顾方池正准备开口 婉婉却突然捂住了他的嘴 小团子今天估计喝了不少牛奶 衣服上一股奶味 小手软软的 卷翘的睫毛一眨一眨的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显得有些紧张 婉婉整个身子都靠在顾方池的身上 他低声道 小池哥哥 这么丢人的事情 别让其他人知道好不好 婉婉也是要面子的呀 顾方池的眼里 闪过一丝笑意 他拿开苏婉婉的双手 见苏婉婉交集的小模样 有些好笑 婉婉偷偷道 有些生气 小池哥哥 婉婉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了 以后不准再嘲笑我了 顾方池眯着眼 瞥了他一眼 那二加二呢 不 婉婉连忙低下头 开始扳着自己的小手指头数 数了半天才数出过结果 末了 还一脸得意地看着他 顾方池 算了 还是以后慢慢教吧 小孩看起来挺聪明的 应该不会太难教 顾方池看着小团子的小模样 忍不住捏了捏婉婉的小奶镖 以后好好学习 知道吗 婉婉嗡嗡两声 乖得不行 中午吃饭的时候 婉婉拿着碗 去阿姨那里添饭 阿姨一脸为难 婉婉 今天没有饭了 要不阿姨给你打碗汤 每个班级都饭菜都是固定好的 奈何小团子实在是太能吃了 一个人能顶十个小朋友的饭量 有时候自己不够吃 还要去吃人家顾方池的 今天饭菜有些少 婉婉加饭 没饭菜了 婉婉阿姨说 没饭时 婉婉张大嘴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水汪汪地看着对方 婉婉阿姨有些无奈 婉婉支着小脑袋 看着盆里面渣渣都不剩的饭菜 一脸失望 让婉婉阿姨 把最后一碗汤盛给她后 婉婉咕咚咕咚两口 就给喝完了 婉婉抱着空碗 感觉还没吃饱 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老师 还有婉婉阿姨 婉婉还没吃饱啊 婉婉的语气软软糯糯的 再加上 那双要哭不哭的大眼睛 瞬间让人心疼得不行 老师拿着婉婉的饭碗 去隔壁教室转了一圈 结果一层楼的饭菜 都被吃光了 老师没办法 只能让婉婉先去玩玩具 婉婉肚子还饿着 连玩具都不想碰了 小吃哥哥 婉婉没吃饱 今天早上练完健后 就没什么时间了 只是随便应付了几口 现在中午饭没吃饱 婉婉觉得自己更饿了 小吃哥哥 我们去买吃的好不好 顾芳池问 你要去哪 婉婉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此刻肚子饿了 脑袋转着特别快 大哥说去隔壁小学有小卖部 我们待会儿去吧 顾芳池本来想拒绝 但是这些天 他看得出来 婉婉对吃的 这一块特别执着 要是没吃饱 估计得闹腾好一阵子 你书包里面的零食呢 我要装娃娃和服 零食就装不下了 早知道今天出门前 给自己算一挂 不然的话 无论如何 他都要带零食来学校 顾芳池没想到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导致婉婉没带零食 想了一会儿 还是同意了 幼儿园其实是和小学连通的 只不过平日里都有老师守着 也不知道 今天是不是运气太好 婉婉和顾芳池出去的 十分顺利 婉婉拿着大哥给他准备的票子 买了一大口袋的零食 绵绵老师发现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声 直到两个孩子偷偷跑出去后 直接把两个小孩 罚站在墙角处 婉婉还不知道 自己惹了多大的货 他捏着自己买来的零食 看着班上小朋友一样的目光 忍不住问道 小吃哥哥 婉婉是不是又犯错了呀 顾芳池没说话 绵绵老师还在生气 结果听到苏婉婉这句话时 一口老血 差点喷涌而出 感情这小孩 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婉婉 你过来 婉婉听到绵绵老师点名 让自己过去 有些犹豫地 看了一眼顾芳池 顾芳池朝他点点头后 婉婉这次放心地 走到绵绵老师身边 绵绵老师 什么事啊 今天去小卖部的主意 是不是你出的 婉婉歪着头 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是婉婉呀 绵绵老师一顿 心里立马有些犹豫 不敢置信地 把目光移到了顾芳池的身上 可是几次张口 绵绵老师都不知道怎么说 倒是一旁的婉婉 看见老师一直看着顾芳池 忍不住问道 绵绵老师 你一直看着小吃哥哥干什么呀 绵绵老师深吸一口气 是谁让你去小卖部买东西的 是大哥呀 绵绵老师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 绵绵老师一脸震惊 忍不住又询问了一句 婉婉解释道 婉婉中午没吃饱 太饿了 就用了大哥给我的钱钱 去隔壁小学买零食吃了 说完 婉婉从众多的零食中 拿出了一包最大包的薯片 开心地递给了绵绵老师 绵绵老师 婉婉请你吃 绵绵老师 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不过 还是得告诉小孩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还好婉婉听得进去 表示以后自己再也不跑出去了 下午放学时 老师特意把婉婉留到了最后 说了一下今天的事情 老爷子对老师充满了愧疚 连连道歉 绵绵老师见老爷子这个态度 瞬间松了一口气 他在幼儿园也没几年 遇到过不少极品家长 像苏婉婉这种孩子 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又是老莱德女 家里肯定宠得不成样子 没想到婉婉爷爷还挺好说话的 老师心里不免对婉婉又多疼爱了几分 因此 婉婉在幼儿园十分快乐 最近他发现 小吃哥哥对他更好了 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会拿着勺子喂他 婉婉吃的是一口比一口香 只不过他发现 班上的一些小朋友 看他的眼神有些变化 苏婉婉想不明白 干脆就不想了 下午有户外活动 婉婉排在最前面 由老师拉着手 婉婉虽然在班上是最小的 但是体力好 班上就他经历最旺盛 跟他同组的是个小姑娘 长得白白净净的 头发上扎了两个小辫子 叫夏之宇 夏之宇本来就讨厌苏婉婉 尤其是苏婉婉 整天都跟顾方池那个小瘸子在一起后 他对苏婉婉更加不满了 他们二人被分到一组做游戏 结果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 夏之宇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 直接把手里面的玩具 摔了得稀巴烂 指着苏婉婉骂道 你到底会不会玩啊 婉婉还在兴致冲冲地玩游戏 结果夏之宇突然把他们组的玩具摔碎 婉婉整个人都梦了 然而夏之宇仍然不依不饶 都是因为你才让我当了倒数第一 蠢货 怪不得我妈说你是灾星 生下来客死自己亲妈不说 现在竟然还害我不能得第一 话音刚落 顾方池便脸色阴沉地走过来 因为走得急 他走路的姿态暴露无疑 不少小朋友害怕地纷纷躲开 然而顾方池脸上却没有一丝变化 他快步走到婉婉面前 把婉婉挡在了前面 一双漆黑的眸子 如同鹰笋一样 直勾勾地盯着夏之宇 脸色阴沉地快滴出水来 夏之宇 你找死 顾方池本来就要 比班上的任何人都要高 此时他沉着眸子凝望着夏之宇 十分吓人 夏之宇不自觉地后退两步 眼神惊恐 顾方池 你要是打我 信不信我让我妈打你 顾方池眼神忧深 看着夏之宇半天没说话 夏之宇今年不过四岁 如今被这么直勾勾地盯着 辛苦忍不住害怕 老师立马察觉了这边的不对劲 连忙上前阻拦 老师 顾方池欺负我 夏之宇一看到老师 连忙扑了过去 看起来要多委屈 就有多委屈 绵绵老师不在这儿 任凭苏婉婉怎么解释 老师都不相信 婉婉嘟着嘴 老师 是夏之宇骂我 我没有 夏之宇看了苏婉婉眼 紧接着反驳道 是苏婉婉玩游戏的时候太笨了 我说了他两句 顾方池看见了 就想打我 那老师一听 瞬间皱了皱眉头 苏婉婉的家长 给幼儿园投资了不少钱 这是幼儿园都知道的事情 因此 他不敢对骂苏婉婉 而他则是把贤恶的目光 转向了顾方池 顾方池在幼儿园里名声挺大的 明明今年应该上小学 结果一直在小班 只不过平时低调 少言寡语 老师对他并不是很了解 因此 顾方池此刻成为了最好的责怪对象 顾方池给夏同学道歉 顾方池后背挺得直直的 眼神淡漠 对于老师说的话 就像没听见一样 这让老师更加生气 夏之宇脸上带着笑 紧接着又换了一副面孔 老师 我害怕 瞧着夏之宇那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晚晚只觉得有种享誉的冲动 老师 夏之宇胡说的 是他先侮辱我 顾方池才来帮我 老师黑着脸 要不是苏婉婉背后有人罩着 他都想直接打人了 而一旁的小朋友这时候也道 老师 就是顾方池欺负人 老师 我也听见了 顾方池说 要打死夏之宇 我也听见了 婉婉红着眼 心里委屈得不行 可是身体 却挡在顾方池的面前 倔强地不肯掉眼泪 好在这个时候 绵绵老师终于赶了过来 听见张老师的吐槽 不禁皱了皱眉头 张老师 我相信 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说完 把婉婉和顾方池 拉到一旁询问 顾方池仍然一句话不愿意说 冰冷的脸上 看不出多余的神情 倒是夏之宇见 绵绵老师不相信她 直接大哭大闹起来 一哭就是一个小时 最后只好叫来家长 夏之宇妈妈来的时候 气势冲冲 绵绵老师脾气好 给家长倒了一杯水 耐心地解释道 在您来之前 我们幼儿园已经查看了监控 的确是夏之宇先摔玩具 并且对苏婉婉 进行了言语上的侮辱 侮辱 夏夫人看着站在办公室里的 苏婉婉和顾方池 冷笑一声 我女儿侮辱了她什么 绵绵老师一顿 忽然觉得自己 请来家长是徒劳 毕竟夏之宇这些话 可都是这个家长嘴里 说出来的 绵绵老师一时间无言 只能转移话题 夏夫人 之宇现在年纪小 又是成长的关键期 所以教导十分重要 有时候您 绵绵老师的话还没说完 夏夫人立马打断了 对方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这个当母亲的 没教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绵绵老师有些头疼 她最怕遇到这种极品家长 但是面上又不敢说什么 婉婉背着小手在办公室里 听见自己最喜欢的绵绵老师 被坏阿姨说叫 心里不是很高兴 小眉毛一拧 真诚道 阿姨 就是你没把你家小孩教好啊 我师父说了 这种情况叫做 上梁不正下梁外 夏夫人看了一眼 白白净净的苏婉婉 脸上阴沉 她低下眸子嘲讽道 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孩子 婉婉更不高兴了 二话不说 就撸起袖子 饶氏顾方池也吓了一跳 她赶紧拉住苏婉婉 低声道 婉婉 不能打架 婉婉一定 头上的火焰瞬间熄灭大半 更多的是委屈 这时候 办公室门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着几个男人 绵绵老师一眼就认了出来 还没开口 就见婉婉飞快跑了过去 抱住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呜 爸爸 任谁也没想到 小团子会在这时候哭 苏继周感应很快 一把将婉婉抱起来 垂着毛子 手忙脚乱地给婉婉擦眼泪 怎么突然哭了 婉婉放声大哭 结结巴巴地道 你们怎么 怎么才打啊 老父亲心疼极了 赶紧低声道歉 然而 小团子越哭越伤心 一同来的顾婉婉 站在顾芳池身边 忍不住问道 怎么回事 顾芳池不说话 只不过一双眸子 紧紧地盯着夏夫人 绵绵老师 赶紧又把今天的经过解释了一遍 苏继周听完 顿时火冒三丈 苏启怀脸色也不大好 晚晚不是克星 这个话阿姨污蔑我 老父亲脸色一沉 就连顾婉脸色也是为之一变 哼 某些人就算有娘娇 也没见得交得有多好 顾婉婉最不客气 骂得夏夫人直接炸毛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 我老公是谁 我老公 顾氏集团是厂部的经理 夏松阳 夏夫人一顿 脸色惊恐 你怎么知道 顾婉婉冷哼一声 不好意思 我是顾氏集团董事长 顾婉婉 自己属下的女儿 妻子竟然欺负到自己 两个孩子身上 简直是找死 从明天开始 你老公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夏夫人脸色惨白一片 婉婉见此 赶紧开口 干爹 这个坏阿姨 还说 要打小吃哥哥哥哥 夏夫人瞪着双眼 忍不住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夏之语就是这么说的 夏夫人还没有从 顾芳池的身份中反应过来 听到苏婉婉的话 下意识地反驳道 你放屁 婉婉插着腰挺着小肚子 我才没放屁 是你放屁才对 话音刚落 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尴尬的放屁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夏夫人 夏夫人脸色通红 刚想开口 办公室门口 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 小胖子第一次来办公室 有些害怕地站在门口 不敢进去 小胖 你来办公室干什么 绵绵老师立马认出来 这是自己班的学生 小胖看了一眼大人 又看了一眼婉婉 怯生生地说 老师 夏之语说谎 我都听见了 绵绵老师一愣 小胖就接着道 婉婉和夏之语是一组 但夏之语不配合 所以婉婉他们这一组 当了倒数第一 夏之语生气 直接把手里面的玩具摔坏了 还骂婉婉是笨蛋 小胖有些生气 婉婉才不笨呢 班上玩游戏 婉婉是玩得最好的 是夏之语不配合 把责任怪到了婉婉身上 还骂婉婉 小胖子说着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老师都是夏之语的错 你能不能不打婉婉啊 你要打就打夏之语吧 他该打 这下子真相大白 绵绵老师听了小胖子的话 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他拍了拍小胖的脑袋 忍不住道 老师不打小孩 小胖坚持道 老师 夏之语您可以揍 实在不行我 帮您摁着他 绵绵老师 他看了一眼夏夫人 只见夏夫人的脸色又轻又紫 估计被气得不轻 夏之语一直躲在自己母亲身后 自从婉婉和顾芳池的家长 来了以后 更是一言不发 绵绵老师 不想双方在幼儿园 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同时也生气夏之语的这种行为 小孩子闹矛盾 他可以接受 小孩子之间互相说人坏话 他同样能够理解 但是夏之语小小年纪 却能说出这话 即便现在还小 但以后呢 在这种家庭环境和氛围中 夏之语真的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吗 夏之语 你出来给苏婉婉道歉 绵绵老师很少生气 一般生气后 都是和小朋友讲道理 还从来没有脸色这么严肃过 夏之语拉了拉下夫人的衣袖 但是他今天出了丑 心情都还没有平复 根本没控管自己女儿 夏之语都快哭了出来 只是自己妈妈不理 他没办法 只能站出来 一脸委屈 绵绵老师道 夏之语 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夏之语张了张嘴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似乎真正受委屈的 是他一样 绵绵老师心里有些不高兴 可是语气有些柔和 不管晚晚做了什么 你都不应该对他进行言语侮辱 我没有 夏之语下意识地反驳道 绵绵老师此时已经心平气和了 他问道 那小胖刚才有没有说谎 夏之语摇摇头 他也知道自己今天必须道歉 咬咬牙 走到晚晚的面前 小心翼翼地开口 晚晚 对不起 苏晚晚望着夏之语的面向 山根浅薄 夏恶短 又刻薄小人之相 晚晚向旁边走了一步 认真道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 说完 晚晚叹了口气 你要是不愿意道歉 别委屈了自己 夏之语 说完 晚晚拉了拉干爹的手 悄悄道 谢谢干爹顾廷元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小团子 是在感谢为他出头这件事 顾廷元摸了摸小团子的脑袋 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干女儿 是世界第一可爱 夏之语见没人理他 委屈极了 他从小就被宠着长大 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嘴角一撇 不高兴地道 顾方持欺负我 他怎么不道歉 顾廷元乐了 他也不介意 跟一个小女娃子斗嘴 自己妹妹受欺负了 不出来帮忙 那当个屁的哥哥呀 说完 拍了拍自家儿子的后脑勺 儿子 干得不错 顾方持淡淡点头 嗯 众人 绵绵老师想要开口劝两句 别这么宠孩子 可是看着小团子软软的小脸 最后还是把话憋在了心里 还是他家有这么可爱的小团子 估计他也往死里宠 从办公室出去后 夏夫人带着夏之语回了家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也没见到人 因为夏之语的事情 晚晚和顾方持 被搬上的小朋友 都没怎么玩了 有的小朋友 甚至会在上课的时候 拽晚晚头发 或者抢晚晚的饼干 只不过和小胖子的关系 还算不错 晚晚 以后你别理张扬他们那帮人 晚晚眼神不解 为什么呀 小胖子看了晚晚半天 发现对方是真的不懂后 重重地叹了口气 夏之语是张扬的表妹 他因为你转笑了 张扬是想报复你 晚晚听完 皱着眉头 但是小胖子的话 他还是听进去了 你放心 要是他再找我麻烦 我就用拳头揍他 小胖子想到晚晚的力气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那你轻点 别把人打残了 张扬他妈妈是大明星 嗯嗯 虽然不知道 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可苏晚晚 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 下午放学 老爷子没能来接晚晚 苏继周得知消息后 连忙给晚晚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 苏继周解释道 晚晚 爷爷去钓鱼还没回来 爸爸现在在外地晚上才能回家 待会儿你干爹接你回家 好不好 晚晚一向好说话 听到自己能和顾芳吃一块回家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顾婷元亲自来幼儿园接孩子 晚晚站在最前面 看见顾婷元的时候 朝他挥了挥手 干爹 小团子声音响亮 顾婷元即便被淹没在人群中 仍然一眼就看到了晚晚 顾婷元一只手抱着晚晚 另外一只手牵着顾芳驰上了车 他也没忘记自己和小团子的约定 一上车就递给了小团子一个拳头大小的小蛋糕 晚晚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地吃 吃得满嘴都是奶油 因为回来的时间还早 顾婷元就让两个小孩子去房间做家庭作业 晚晚拿着铅笔 一脸深仇大恨地看着面前的本子 小池哥哥顾芳池早早地就把作业做完了 此刻正对敲着键盘 听到苏婉婉叫他 顾芳池合上电脑 不小心撇到了婉婉本子上那歪歪扭扭的数字 小池哥哥 婉婉手软 顾芳池看着苏婉婉伸出来的手 立马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重重地叹了口气 任命地帮苏婉婉揉手腕 揉了一会儿后 婉婉道 小池哥哥 我们出去玩吧 顾芳池低着头看了一眼苏婉婉的作业 道 那待会儿吃完饭再继续做作业 婉婉撅着嘴 委屈地点头 见顾芳池同意后 穿好小鞋子就跑了出去 结果刚出门 就撞到了准备拖着行李离开的曹叔 曹叔身材高挑 婉婉得抬起头才能看得到他 曹叔被苏婉婉撞得后退了几步 当看到是苏婉婉时 整个人都阴沉下来 你来我家干什么 曹叔脸上的温婉已经消失不见 两边嘴角向下 连时常挂着的笑容也没有了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她的眼角清黑 长发杂乱 婉婉看见她时吓了一跳 一句女鬼瞬间脱口而出 曹叔听到这话 差点被苏婉婉给气死 她伸出一只手 想要推开苏婉婉 结果面前的小团子 就跟一面水泥墙一样 推不动不说 还把自己给推了一个亮墙 曹叔脸色疏得一下就吓沉了 谁让你来这儿的 婉婉 干爹接我来的呀 说完 目光有些嫌弃 似乎再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到 曹叔一口老血闷在胸口 想要伸手揍人 可是顾及到了什么 又把手缩了回去 苏婉婉眉头拧着 她能够感觉曹叔对她不好 看了一眼地方的行李箱 苏婉婉突然笑了 阿姨 你打算离家出走吗 曹叔 她咬了咬牙 低声道 滚开 你说什么 忽然 顾方池打开门 脸色阴沉地站在门口 漆黑的眸子 看向曹叔手里提的行李箱 顾方池问道 你行李箱里装的是什么 曹叔脸色煞白 一只手死死地握紧行李箱的把手 没什么 说完 曹叔的眼神多了一抹埋怨 现在我被你爸赶出去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 顾方池古坛般的毛子 忽然抬了起来 漆黑如炬的瞳孔 直直地盯着对方看 突然 顾方池脸上多了一抹嘲讽的笑 你真以为山鸡能变凤凰 也不看看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曹叔脸色瞬间一变 下意识地抬起手 突然 他面前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 巴掌还没落下去 就被苏婉婉拦了下来 你干什么 软软糯糯的声音带着一丝怒气 苏婉婉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生气 他看着曹叔的面相 突然道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 你自己就不是个好东西 更别说你儿子了 有这样的母亲 也不知道顾燕到底是不是活该 苏婉婉看着曹叔突然转变的面相 忽然道 曹叔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你做的那些事 真以为瞒得过所有人 什么 此刻 曹叔听到苏婉婉的话 忽然慌乱了起来 他不明白苏婉婉是什么意思 可是他的话 却让曹叔内心涌上了一抹不好的预感 他想到让苏婉婉闭嘴 可是这个小丫头的力气实在是大 明明连他的手腕都握不拢 却让他动弹不得 苏婉婉转过头 看着顾方池的双腿 眼圈忽然红了 他见到曹叔的第一眼 光看面相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从顾业虐待动物的事情一解决 曹叔的面相忽然开始有了变化 直到刚才 曹叔的面相暴露无遗 苏婉婉明白 眼前的曹叔 才是真正的曹叔 曹叔 你身上的业障 可比你儿子多多了 此话一出 曹叔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小丫头 不 不可能 你怎么看出来的 苏婉婉没看他 一甩手 直接把曹叔丢了出去 一旁的庸人 听到这边的动静 连忙跑了过来 看到面前的情景 下意识地尖叫一声 顾方池脸色一变 他反应很快速 拖过曹叔的行李 然后让人叫顾廷员下楼 顾廷员听到两个小孩受欺负 扔下会议 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结果 却见曹叔狼狈地躺在地上 因为疼痛半天没起来 正准备问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突然瞥见曹叔的脸 顾廷员吓了一跳 自从上次生日宴会回来后 他就和曹叔提出了离婚 前几天也让曹叔和顾廷搬了出去 然而 以前走到哪儿 都风风光光地顾家太太 竟然变成了一副女鬼的模样 顾廷员女鬼二字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曹叔 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听到这个词 原本楚楚可怜的眼神 差点没装下去 如果换作以前 顾廷员或许还会联系一番 可是现在曹叔温婉的脸上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廷员一瞬间都不敢认 这是自己相处了几年的妻子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 这副刻薄的模样 曹叔不清楚顾廷员内心的想法 此时他还哭着道 廷员 虽然我们马上要离婚了 但是也当了小吃这么多年的妈妈 小吃哥哥 喊过你妈妈吗 苏婉婉忽然打断了曹叔的话 曹叔脸色一僵 心里想好的付费 忽然说不出来了 张了张口 就跟鞭秘了一样 苏婉婉见他不说话 眨了眨眼睛说 既然没叫过 就换个借口 这个借口不成利 哦曹叔 要不是现在情况不允许 他真想把这个死丫头给弄死 顾廷员忽然觉得 干女儿今天 似乎跟个小炮杖一样 脑袋也跟着聪明了不少 他摸了摸两个小孩的脑袋 沉声道 你和我既然马上要离婚了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离婚前 他把在帝都八成的房产 都送给了曹叔 并且 每个月还有固定的生活费 如果不乱花 曹叔这辈子都不用筹钱的事 曹叔内心十分慌乱 下意识道 我 我回来拿点东西 什么东西 顾廷员眼睛 瞥见了顾方池手上的行李箱 但只是 看了一眼 随后眼神便离开了 曹叔心里七上八下 声音有些发抖 就是一些平时的衣服 你也知道 我和小炎的大多数衣服 都还在家里 顾廷员眯了眯眼 没说话 别墅里顿时一片寂静 突然 顾廷员感觉自己的裤子被拉了拉 他低下头 正好和婉婉通红的大眼睛对视 顾廷员一慌 哪里还管得上其他 赶紧低下身 抱着苏婉婉 忍不住问道 婉婉 怎么了这是 婉婉咬着嘴唇 在顾方池和曹叔身上 来回看了几眼 既然抬手指着曹叔道 干爹 报警 顾廷员心里一沉 漆黑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眼神慌乱的曹叔 婉婉看出什么了吗 小池哥哥腿上的伤 和他有关 他就是罪魁祸首 腿上的伤是一岁时绑架造成的 因为错过了最佳救治的时间 才造成了如今顾方池的残疾 但是当初绑架的人拿到钱 就已经逃之夭夭 就算警方全力追查 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干爹 你信我还不好 苏婉婉见顾廷员没有动静 还以为顾廷员不信他 婉婉连续叫了好几声 顾廷员才有反应 爸 报警吧 顾方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一旁走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 顾廷员瞳孔一缩 自然认得出来 顾方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他看着不远处被打开的行李箱 内心满是震惊 曹叔 你什么意思 顾廷员手上颤抖 声音却越发严厉 这些竞标资料你也敢拿 是不是找死 这些文件是下个月政府要竞标的所有资料信息 因为事关重大 一直保密着 并且锁在了保险柜里 没想到曹叔竟然大胆到偷这种东西 人证物证都在 曹叔任凭怎么解释 顾廷员都不愿意再相信 报警 小池的事 今天的事 还有你身上那些还没有被拆穿的事情 我都要查清楚 顾廷员一双眼睛心红 曹叔 最好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 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 曹叔脸色惨白一片 可是他被家里的保镖摁在地上 只能发出呜呜的呜咽声 很快 警察就接到报案赶来了 顾廷员作为报案人 自然要去警局了解情况 一并被带走的 还有顾方池和苏婉婉 警局里 苏婉婉和顾方池坐在一起 顾廷员去隔壁了解情况 婉婉一来警察局 就收到了不少小姐姐的巧克力 苏婉婉一块没吃 一股脑的全部递给了顾方池 小池哥哥 你放心 曹叔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 说完 苏婉婉左右看了看 用极低的声音 凑到顾方池的耳边 小声道 小池哥哥 你相信婉婉呀 他一会儿就要被以前的同伙供出来 然后抓起来了 苏婉婉说话声音很轻 凑到他耳边说话时 那毛茸茸的头发 时不时地扫在自己的脸上 痒痒的 顾方池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问道 婉婉 谢谢你 婉婉坐在椅子上 也不知道顾方池为什么要谢自己 当着自己的小短腿 摇摇头 不用谢的 顾方池笑了笑 婉婉看着他 忽然觉得自己小池哥哥 似乎又有些不一样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顾方池的脑袋 忍不住说 小池哥哥 以后你要多笑笑 很好看的 顾方池反问 我不笑的时候不好看 没有没有 婉婉连忙摇摇头 认真解释说 不笑也好看 但是婉婉更喜欢小池哥哥笑 顾方池神色柔和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 那我以后多笑笑 好顾方池看着婉婉无忧无虑的小脸 突然觉得 一直压在自己心中的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了下去 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发生过什么 但是腿上的残疾 和走到哪儿的嘲讽 一直都伴随着他 可此时看着苏婉婉 他觉得自己以后是不用再介意这些了 两个小孩 一直在嘀嘀咕咕说这话 警局里的警员一直看着 觉得挺可爱的 正想要逗逗两个孩子的时候 门口忽然急冲冲地 跑进来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 脸上带着一丝兴奋 最近的那个绑架案的嫌疑人抓到了 还供出了以前一起参与其他绑架案的同伙 在场的人一愣 有人突然问道 都有谁 警察笑了笑 你说巧不巧 正好就有刚才被抓起来的曹叔 众人一惊 下意识地看向苏婉婉的方向 别看苏婉婉刚才说的悄悄话 但是他们全都听见了 几人相互看了一眼 一脸不可置信 神 神了 倒是苏婉婉听到后 脸上高兴得不行 歪着头得意地看着顾方池 小池哥哥 婉婉没骗你吧 嗯 顾方池望着小团子得意的小模样 有些好笑 倒是办公室的警察听后 赶紧拿着审讯小本子 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婉婉见人都走光了 这才悄咪咪地解释道 小池哥哥 我其实怀疑 老宅的风水 也是曹叔改的 他也是天师 婉婉摇了摇头 不可能 天师必须为人正直 并且身上必须有功德 不然三清老祖 根本不会让其入道 不过我听师父说过 有一种人不被老祖认可 因此修了一些旁门左道 所以 曹叔可能会一些旁门左道 又或者说 他的背后还有人 苏婉婉不敢确定 曹叔会不会这所谓的邪术 因此 他内心更偏向的是 他背后有人帮他 婉婉说了自己的想法后 自觉得自己有什么事情 没有理清楚 于是拍了拍脑袋 忍不住道 算了 不想了 等婉婉长大了 肯定就懂了 顾方池 就小团子现在这智商 可能长大以后 也高不到哪里去吧 不过以后 就算婉婉智商不高 他也愿意照顾他一辈子 顾方池暗暗地 给自己下了这么个决定 因此 看着苏婉婉的眼神 更加柔和 顾婉婉谈完话出来后 就看着两个小家伙 更加腻歪了 干爹 晚晚看见顾婉婉 伸手就要抱 顾婉婉心里一软 赶紧把小孩抱起来 心里的那些气 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干爹 事情处理好了吗 顾婉婉点点头 放心吧 干爹已经处理好了 事情比他想象的顺利多了 曹叔偷公司机密的事情 证据确凿 他想逃都逃不了 再加上还涉及了政府 估计以后想出来够呛 以及他以前的那些事 顾婉婉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顾方池 眼中充满了愧疚 似乎知道顾婉婉一说话 顾方池忽然抬眸 开口道 不用道歉 我没关系 现在他身边来了一个小天使 似乎没有什么事 比苏婉婉更重要了 顾婉婉现在的眼眶通红 听到自己儿子的话 越发愧疚 沉默了一会儿 顾婉婉低声道 无论如何 我都会给你一个交代 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儿子 曹叔被判了无期徒刑 并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曹叔以前做过大大小小的事情 接二连三地被查了出来 而之前警方逮捕的绑架嫌疑人 也供出 曹叔是五年前顾方池绑架案的主谋 人证物证确凿 直接赠送了曹叔一双玫瑰金手铐 顾婉婉听到这些事的时候 心里还是震撼了一会儿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此时 顾婉婉带着两个孩子 从警局出来后 天上突然下起了雪 晚晚来到帝都后见雪的频率越来越多 也不像之前那样 在雪地里到处打滚 只不过 看到天上飘起鹅毛大雪 还是忍不住伸手抓了抓 顾婉婉怕两个孩子冷 去隔壁买了两顶黑色的帽子 干爹 你怎么不戴帽子啊 顾婉婉摇了摇头 干爹不冷 我们先去车上 临近年末 天气就越来越冷 现在甚至还吹起了寒风 顾婉婉一只手牵着婉婉 一只手拉着顾方池 打算坐车回家 刚走几步 突然发现顾方池不动了 顾方池低着头 细长的碎发挡住前额 顾婉婉看不清楚儿子的神色 倒是一旁的晚晚蹲下身 抬起头看顾方池的神色 一脸紧张地道 干爹 小池哥哥不舒服 顾方池心里一紧 赶紧蹲下身检查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医院 顾方池咬着牙 突然闷哼一声 腿疼 他因为绑架 被绑匪打断了腿 虽然最后得到了救治 但是也落下了一身残疾 并且一到冬天 脚腕处的骨头 会传来钻心的疼痛 以前他都会做好保暖 但是今天的大雪下的太过突然 来警察局的时候又匆忙 之前在警局的时候 他的腿就隐隐作痛 原本以为没什么 可是一出来才走了没两步 就疼得走不下去了 顾方池看着晚晚担心的神色 忍不住拍了拍晚晚的脑袋 我没事 晚晚看着对方额头上都疼得冒汗了 竟然还说没事 晚晚心疼得不行 揉了揉顾方池的脚腕 小吃哥哥 我跟师父学过衣 晚晚给你揉揉 揉揉就不疼了 说完 晚晚直接上手 开始摸骨 隔着一层厚厚的布料 苏晚晚仍然能够清楚地找到位置 晚晚能够感觉到顾方池的脚腕 和正常人的不一样 因此按摩的时候 小心翼翼 短短几分钟 顾方池的脸色好了不少 晚晚抬起头 一双漆黑的大眼睛望着对方 小吃哥哥 你好些了吗 顾方池扭了扭脚踝 除了有一点轻微的刺痛感外 并没有其他的不是 顾方池睁大眼睛 点了点头 好多了 晚晚真厉害 顾婷元睁大了眼睛 看了一眼自己儿子 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也忍不住夸了一句 晚晚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晚晚只是跟着师父 学了一点点医术 要论医术 还是晚晚的师兄最厉害 忽然想要了什么 晚晚忽然道 干爹 我能治好小吃哥哥腿上的伤 以后我可不可以经常来干爹家 摸了摸顾方池的伤处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比他想象中还要困难一些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小吃哥哥满身金光和紫气 再加上自己的条理 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恢复正常 但是想到之前信誓旦旦的保证 苏晚晚有些愧疚地看向顾方池 毕竟说好的一个月就能恢复的 于是晚晚只能跟顾方池解释一番 越说越愧疚 最后眼圈都红了 只不过父子二人都呆愣愣的 似乎被什么迷住了一样 还是顾婷元最先反应过来 男人脸上激动 在马路边跪着 眼中带着期望 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没骗干爹对不对 晚晚撅着嘴 点了点头 顾婷元得到肯定 眼眶突然红了 紧紧地把两个孩子抱在了怀里 一个大男人抱着两个小孩哭 路人纷纷驻足 然而顾婷元却像是没看见一样 直接把晚晚抱起来 往空中抛 晚晚先是有些惊吓 结果几次过后 又觉得这样挺好玩的 干脆让自己干爹 陪他多玩了几次 一路上 顾婷元比顾芳池本人还要激动 晚上苏季周来接自己宝贝女儿的时候 对方就给他说了这件事 他见苏季周似乎不相信 叹了口气 周哥 你也知道 这些年 我给小吃请了多少医生 结果就那样 虽然晚晚还小 但我知道 晚晚不是普通人 他既然说能治好 我这个当爹的 自然想要试一试 你放心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都能接受 苏季周的忧虑 无非就是顾芳池的腿 到底能不能治好 见顾听员这么说 苏季周也道理不答应 回家的路上 苏季周又提起了这件事 晚晚一口一个小蛋糕 嘴唇一周全是奶油 晚晚 你有几成把握 治好你小吃哥哥的腿 七成 晚晚用手比了一个数字 老父亲看了一眼 握住宝贝女儿的手 忍不住道 宝宝 这是八 晚晚也不尴尬 嘿嘿一笑 虽然只有七成 但是晚晚有外挂啊 听到女儿外挂两个词 都说了出来 心里不免有些好笑 晚晚有什么外挂 晚晚的二十四师兄 医术超级厉害 明天要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帮小吃哥哥看腿啊 晚晚师兄太多 苏季周也没多问 只不过 心里放心了不少 晚晚的师兄 应该也不是普通人才对 第二天一早 晚晚没去上幼儿园 而是让苏季周 带他去了天师会 如今 天师会上下的老老少少 都认识苏婉这号人物 并且 湘得寿还专门给晚晚 定制了一个工作牌子 能每个月领钱的那种 他一来 自然没人敢阻拦 晚晚站在天师会门口 朝自己的老爹爹挥了挥手 爸爸 你去上班吧 晚晚自己进去就行 苏季周有些不放心 还好这时候 张怀玉闻讯而来 老父亲这才放心 让晚晚自己进去 张怀玉牵着自己的小师伯 心里又兴奋又紧张 小孩实在是太乖了 一路上不乱跑 张怀玉省了不小心 怀玉啊 晚晚走着走着 忽然喊了他一声 张怀玉低下头 恩了一声 小师伯 怎么了 晚晚奇怪地看着 张怀玉背后的书包 忍不住问 怀玉啊 你也要上幼儿园吗 张怀玉睁大了眼睛 一时间没明白小师伯的意思 晚晚眨了眨眼睛 神情有些疑惑 怀玉背着书包 难道不是要上学吗 张怀玉反应速度极快 立马就明白了 晚晚口中的意思 小孩估计 自己再上幼儿园 以至于误以为去上学 就是去幼儿园 张怀玉脸上带着一丝无奈 只不过 少年在对苏婉婉的时候 明显耐心十足 他低声解释道 小师伯 我是去上高中 婉婉听不太懂 每个小孩都要上高中吗 张怀玉想了一会儿 也不一定 不过大部分人 还是会选择继续读书的 婉婉这会儿听懂了 可是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他小声问道 那我可不可以不读书 虽然幼儿园挺好玩的 但是老师 每次布置的家庭作业 实在是太难了 怀玉起码也十六七岁了 如果他要继续上学的话 那岂不是还要读几十年才行 晚晚摸了摸自己的小手 瞬间心疼起他来 张怀玉还不明白 小师伯怎么忽然苦着一张脸 但还是好心地解释道 不管怎么样 总要拿到文凭 没有文凭 以后就考不了证 拿不到证就找不到工作 没有工作 就得喝西北风 小师伯你觉得 要不要读书 晚晚被绕得晕头转向 但是小脑袋这次转得飞快 他急忙问道 没有钱 是不是就不能买小蛋糕 嗯 晚晚睁大双眼 头一次明白不读书后果 竟然这么严重 只是一想到自己 即将读几十年的书 晚晚一时间 觉得脑袋疼 那晚晚以后当道士 给人看风水 这样是不是可以不读书了 张怀玉这下子算是明白了 他这个小师伯说来说去 就是想找借口不读书 明明还这么小 怎么就对读书生物痛绝了 张怀玉朝着晚晚摇了摇头 调侃道 小师伯 现在当道士 也要考证的 还得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晚晚 张怀玉低着头 他瞧着小孩的模样 一时哭笑不得 小孩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差点没哭出来 晚晚吸了吸鼻子 整个人都咽啪啪的 既然这样 晚晚还是好好学习吧 张怀玉哭笑不得 其实他想说 就算他这辈子都不努力 他的首富爸爸 照样能养他一辈子 只是张怀玉却没说 现在多学习是好事 以后说不定有用呢 张怀玉说说笑笑 把苏晚晚带到了 香德寿的房间 香德寿还在练舞 别看老头子 已经这么大的岁数了 实际上身体好的不行 苏晚晚曾经给他劈过命 活到一百二都不成问题 师弟 晚晚站在远处 清脆软糯的声音 立马让香德寿的动作 停了下来 香德寿往后看去 就见漆黑的木雕柱子旁 站着个小丫头 仔细一看 竟然是他家小师姐 今天怎么想着来这儿了 香德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快速走了过去 看见一旁的徒弟 道 你先去上学吧 别迟到了 张怀玉恩了一声 跟二人道别后 就离开了 晚晚这才想起 自己来这儿的目的 赶紧道 师弟 你有莫师兄的电话吗 晚晚找他有事呀 香德寿一听 竟然不是来找他的 一时间有些吃味 他酸溜溜地道 我还以为小师姐 是来找我的呢 晚晚抬起头 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他 虽然不知道 师弟怎么突然生气了 但是晚晚觉得自己 作为师姐 理应安慰安慰 师弟 你不要生气吗 晚晚找莫师兄 是真的有事呀 苏晚晚语气不作假 香德寿也不逗他了 拿出手机 当着苏晚晚的面 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过去 结果过了一分钟 对方竟然拒接了 香德寿 晚晚歪着头 看被拒接的页面 又看了看香德寿的表情 小心翼翼地问 莫师兄怎么把电话挂了呀 香德寿一时间面子挂不住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内心早就把 莫金春骂了千百遍 嗨嗨 香德寿捂着嘴 想了一下说 师兄可能在医院 我带你过去 晚晚相信了 赶紧点了点头 于是 二人在天使会门口打了个车 出租车司机 把车缓缓地停在了 帝都医院的外面 因为香德寿和苏婉婉二人的装扮 太过突出 司机一路上频频回头 看着二人下车 司机不禁多看了几眼 晚晚被香德寿牵着 走了几步后 又忽然倒了回来 晚晚手上扒着车窗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看着司机 司机心里一软 伸出窗外摸了摸小孩的脑袋 怎么了 今天凌晨两点 不要往东边的道路走 不然会有大凶之兆 司机一顿 他下意识地 看向苏婉婉身后的道长 沉默了一会儿 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了五百块钱 晚晚接过钱 觉得司机似乎不相信他 于是把钱还了回去 叔叔 你不信我 这钱我不能要 做事讲究因果 倘若司机不信 这钱他就不能拿 如果今晚叔叔能平安无事 那么就把这钱捐了吧 说着 晚晚递给了司机一个锦囊 送你的 司机有些意外 他的确不信苏婉婉的话 但是苏婉婉看着实在是可爱 他这才拿了五百块 没想到 小孩竟然没要不说 反而还送给了他一个小颈囊 虽说不相信 但是苏婉婉的模样 实在是太乖巧 司机接了过来 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司机走后 二人才走到医院门口 帝都医院是全国最大的医院 但是来这里的病人 大多数都是从五湖四海中 赶来的绝症病人 湘德寿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墨京春的办公室 只不过 此时办公室已经排满了病人 湘德寿一进去 后面的病人家属立马便不高兴地道 你谁啊 对啊 你这个老头不能觉得自己老就插队啊 我们已经排了三天了 能不能别耽搁我们 抱怨的声音此起彼伏 晚晚小小的一只站在人群中间 与其抱歉道 对不起 我是来找师兄的 不会耽搁大家的时间 一身雪白的小团子 就像个小仙女 站在一群大人们的中间 清脆软糯的声音 让众人的怒火 消了瞬间消了下去 墨金春听见熟悉的声音 下意识朝人群中看去 结果看见他心心念念的小师妹 牵着湘德寿在人群中道歉 晚晚 晚晚回过头 道 师兄 你先忙 有什么事等你忙完了再说 墨金春看了看还在排队的众人 点了点头 晚晚在角落里找了一张椅子 坐在墨金春旁边 湘德寿本来还想待一会儿 结果小团子却向他招了招手 本以为是什么好事 没想到小团子低声说道 师弟 你先走吧 待会儿我让师兄送我回去 湘德寿 于是 众人看见一个清风道鼓的道士 一步三回头地 看着坐在椅子上的奶娃娃 脸上戴着依依不舍 然而你奶娃娃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到走出办公室 湘德寿都没有得到晚晚的挽留 墨金春还很年轻 今年才27岁 因为医术卓绝 早早地就当上了医院的那科主任 墨金春当初在道观待了一年 并没有跟着一起学相述 当天师 而是跟着老道士学了一手中医 那时候晚晚还特别小 但是他觉得 在师父的众多徒弟中 就他的二十四师兄 墨金春长得最好看 小时候 别提有多年他了 墨金春一边给病人看病 一边注意小师妹的动静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盒巧克力 饿了吗 慢慢吃 晚晚眼睛梳得一下瞪大了 甜滋滋地喊了一句 师兄你最好了 墨金春低眸 忽然有些恍惚 他记得自己离开道观时 小师妹连话都说不清楚 一眨眼 竟然都长这么大了 师兄 上班不要墨鱼了 晚晚的话 让办公室不少人都发出了笑声 墨金春有些无奈 不过看病的时候 更加专注了 他拿着病人带来的病例 和新照的片子 皱了皱眉头 坐在他面前的病人 脸色苍白 而片子上的情况 更加严重 病灶已经转移到了 肺部和骨头上 把香药可能已经不管用了 病人瞬间面如死灰 得病的是个女人 看起来年纪并不大 约莫三十出头的样子 然而 在长达一年的病痛折磨下 女人的双颊凹陷 双目突出 就连头发 也只剩下稀疏的几根 要不是苏安婉看面相 不然她不敢相信 面前的患者 只有三十出头 墨医生 我的病还有希望吗 女人问的时候 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但是她已经走了 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这里是她唯一的希望 墨金春这些年 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虽然可惜 却只能到 保持好心态 一切总会好的 女人苦笑一声 拿着病例直接离开了 婉婉看着她的额头 黑雾缠绕了她整个身体 将死之相啊 苏婉婉有些可惜 但人的生老病死 她不能阻止 等看完今天上午 所有的病人 婉婉不禁问道 师兄 为什么医术救不了所有人 刚才看病的人里 有一个患者 才十六七岁 那明明和怀孕一样的年纪 怀孕说 这个年纪 应该在上高中才对 墨金春看着一脸苦恼的神婉婉 像小时候一样 将婉婉抱起来 婉婉长高了不少 抱起来更沉了些 婉婉 医学发展到如今 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我们是人 不是神 墨金春看着苏婉婉 认真说 我以为自己 能救很多人 但是后来发现 我发现学的这一切 还是敌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婉婉愣了愣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 墨金春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把这话说给了小孩听 无奈地摇摇头 抱着苏婉婉站了起来 师兄带你去吃饭 好 只不过婉婉路上都很沉默 直到迈入食堂的那一刻 婉婉忽然道 师兄 虽然上天各有命 但是我们总要反击的 总不可能打你一拳 你就一直趴在地上呀 婉婉说完 插着小腰 嘴上撇了撇 要是有人打我一拳 我一定狠狠地揍回去 我还要叫上师兄弟们 帮婉婉一起揍一起揍 婉婉一份甜音的小模样 实在是太有代入感了 墨金春原本失落的心情 瞬间好了不少 然而苏婉婉的话 瞬间让他醍醐灌顶 谢谢婉婉 师兄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婉婉 做 做什么 婉婉不知道自己的漂亮师兄 在想着什么大计划 但是此刻 他却被面前的自助食堂 给迷住了眼 婉婉人矮 压根看不到餐品 但是老远就闻到了香味 墨金春将他放下去后 婉婉撒开腿就跑 扶着墙壁 点着脚尖 也只露出了一个脑袋尖 婉婉闻着香味 却看不见 心情有些着急 他忍不住问 阿姨 今天吃什么呀 一旁分盘地打饭阿姨 压根没注意到苏婉婉 找了半天才看见了面前 露出个脑袋尖尖的苏婉婉 他低下头 看了一眼小孩的模样 瞬间喜欢得不行 耐心地抱了一遍菜鸣后 就看见窗口外的小姑娘 口水都流了出来 阿姨 我可以全要吗 你这么小 吃得完吗 婉婉退后几步 看着打饭的阿姨 拍了拍自己 圆滚滚的小肚子 阿姨你放心 婉婉能吃完的 正好这时候 墨金春也走了过来 听到苏婉婉的话 瞬间想起来 小姑娘惊人的饭量 他给小团子 找了一个宽敞的位置 食堂的饭菜都是免费的 墨金春来回三趟 拿了不少东西 谢谢师兄 婉婉捏着勺子 首先挖了一口白米饭 末了还感叹一句 果然不要钱的饭就是香 墨金春 男人推了推眼镜 好笑地摇摇头 婉婉来找我是不是有事 婉婉一听 这才想起了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咕咚一下 吞下口中的饭菜 点了点头 我想请师兄出诊 婉婉把顾方池的情况 娓娓道来 墨金春静静地听着 并没有打断对方说话 师兄 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小吃哥哥家好不好 婉婉饭也不吃了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在这种强烈的注视下 墨金春想不答应都难 只不过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婉婉这么喜欢一个同龄小孩 等下班我跟你一块去 婉婉见墨金春答应了下来 心里顿时安心了一半 想着 婉婉熬屋一口 又咬了一勺子饭在嘴里 吃饱后 婉婉摊在椅子上 打了个宝格 墨金春看着婉婉面上的米饭 默默地替他擦干净 哟 墨医生 你怎么还带着自家小孩来上班啊 墨金春正准备带婉婉回办公室休息 没想到 被一个语气阴阳怪气的男人 给拦了下来 男人一身白大褂 一双单凤眼 眼皮薄 眼睛深邃 只是那语气 让人听着不舒服 婉婉文言抬起头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男人的面相 山根雄厚 说明是有福之人 虽然男人语气有些刻薄 但并没有什么缺点 因此 婉婉朝面前的男人 露出了一个小酒窝 哥哥好 男人一叶 正准备说出的话 硬生生地憋在了胸口 他看着婉婉脸上的小奶镖 嘀咕道 好个屁 但是人类小崽子 总是那么可爱 就算是 他也败下阵来 男人摸了摸婉婉的小脸 忍不住道 墨金春 没想到你 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小崽子 墨金春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羡慕了 徐一白直接翻了个白眼 羡慕个屁 不过愣了一下 忍不住道 你家没人带孩子吗 工作时候 不让带孩子来上班的 你不知道 你难道还真想上医院的粘贴栏上 墨金春有些意外地看着徐一白 似乎没想到 徐一白竟然有一天会为了他说话 这是我师妹 今天得待在医院 婉婉一听 连忙点头表示 哥哥 婉婉很乖的 不会打扰到师兄休息的 徐一白瞬间被婉婉的 小蒙音蒙了个心干颤 恨不得现在就抱着婉婉巴唧两口 只不过看着墨金春那虎视眈眈的模样 还是忍了下来 那你自己多注意点 墨金春淡淡点头回应 嗯 谢谢 徐一白也不知道 自己今天怎么跟死对头说了这么多 站起身就准备离开 结果刚转过身 自己的白大褂 就被人拉了啦 他低下头 看着面前的小团子 一向冷冽的声音 不禁柔和了几分 怎么了 哥哥 晚晚关你硬堂发红 恐有血光之灾 徐一白一愣 忽然笑了 所以呢 所以 哥哥你今天不要出办公室了 徐一白揉了他脑袋 小神棍 晚晚撅着嘴 显然有些不高兴 他本想赠一张平安符给对方 但是身上唯一的平安符 都赠送给了刚才送他过来的司机 见徐一白不幸 晚晚的眉头狠狠地拧着 一旁的墨金春 神色同样凝重起来 徐一白 今天你待在办公室别出去 墨金春虽然不会看向画幅 也不会奇能异数 但是在道观待了几年 当然知道苏婉婉的本领 在众多师兄弟里 晚晚能力是厉害的 小孩的话百分百可信 然而 徐一白不相信 只不过 晚晚却拉着他的白大褂不松手 他扯了两下 愣是没把晚晚的手 和他的白大褂分开 徐一白目光复杂地看着二人 伸手揉了揉晚晚的小脑袋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我马上回去 今天说什么也不出办公室 小孩的眼睛实在是太干净了 就这么眼巴巴地盯着他 他连拒绝都不知道怎么拒绝 徐一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晚晚这次放心 跟着墨金春一块回了办公室 然而 屁股刚坐在沙发上 晚晚就听见走廊上 一阵操作的尖叫声 苏婉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晚晚 怎么了 苏婉婉脸色凝重 师兄 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医院是比较隔音的 墨金春作为普通人 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只不过苏婉婉这么说 他还是起身开门 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一开门 就见远处走廊的地方 围满了一群人 因为人太多 又隔得比较远 墨金春看不清楚远处的情况 婉婉扒拉着门框 忍不住道 师兄 去看看 墨金春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二人快速跑了过去 墨金春一来 大家似乎瞬间找到了主心骨 纷纷让出了一条道 这时候他才看清楚 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 拿着一把生锈的刀架 在许一白的脖子上 婉婉 哥哥 不是让你待在办公室别出来吗 许一白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本来心里还害怕得不行 结果听到苏婉婉这句话 委屈得不到 我踏马还没走到办公室 就被刀架脖子上了 他自己都想不通他 怎么就这么倒霉 越想越委屈 差点没当着大家的面哭出来 好在墨金春反应很快 他先是把苏婉婉拉在身后 自己上前几步交谈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先把人放了 许一白一米八六的大男人 被仰着头架着脖子 手脚都在发抖 墨金春不敢刺激他 于是在三人 只有两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而 来人此刻已经没有理智可言 我都快死了 还能要什么 明明你们都是医生 为什么不能救救我 我给了你们这么多钱 结果你们呢 除了坑钱 还会什么 今天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你们这群魔鬼一块下地狱 说着 男人直接提刀砍向了许一白 许一白看着那把生锈的菜刀 直滚滚地砍下来 吓得人都梦了 墨金春心里一惊 他没想到 男人这么容易就被激怒了 而且看这架势 估计是要把他们所有人拉下来 一块陪葬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墨金春用尽最快的速度 跑过去夺刀 男人本来就是强弩之末 墨金春死死地捏着刀柄 瞬间让他动弹不得 墨金春把人撞到在了地上 二人死死交缠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愤怒和不甘 男人死死地捏着刀 紧接着翻过身掐着脖子 把墨金春压在了地上 没有人敢上前一步 许一白一双眼睛满是星红 他想要站起来帮墨金春 但是早前被吓到了 此刻连战都站不起来 眼看着男人举着刀就要砍下去 所有人都发出了尖叫声 也就在这时候 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小身影 在半空中握住了那把生锈的菜刀 男人惊愕地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白白嫩嫩的小团子 正满脸怒气地看着他 下一秒 一个巴掌呼了过来 清脆响亮 你的病不是我们造成的 为什么要把仇恨放在无辜人身上 你生病无辜 那么这些医生护士 就不无辜吗 就因为你的病治不好 所以就把仇恨放在一群陌生人身上 真正的魔鬼是你才对 师兄 干他 苏婉婉一把将刀夺了过去 小脸上写满了生气 墨金春反应很快 趁着男人不注意 一只腿顶着男人的腹部 直接将男人踹倒一旁 然后迅速把人压在地上 男人的脸贴着冰冷的瓷砖 整个脸都被压得变形了 墨金春只是把人死死地控制住 紧接着道 婉婉 把刀拿远点 别伤着自己 苏婉婉点点头 走到了白花花的墙壁旁 抬刀直直地插了进去 随后 又在所有人注视地 走到男人的身边 一只手摁着头 另一只手摁着背部 瞬间还在地上拼命挣扎的男人中 有双脚还能动 婉婉 师兄 我帮你摁着 干它 墨金春嘴角一抽 瞬间想起 这小祖宗在道观时 追着他们打架的场景 但墨金春却还是道 婉婉 他做错了事 应该由警察来处理 这个男人做法极端 但这种事情 理应由警察来处理 婉婉垂下眸子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过 最后还是万分不情愿地答应了 直到警方过来 把男人带走 许一白还惊魂未定 坐在办公室里 还恍恍惚惚的 墨金春为了红小姑娘高兴 出去给她买了一个草莓味的小蛋糕 见墨金春回来 许一白才哆哆嗦嗦地问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婉婉文言 叹了口气 都说了 今天有血光之灾 你还不信 墨金春坐在椅子上 给婉婉拆蛋糕包装 许一白脸色惨白 心里有些委屈 但刚才的事情实在是太玄乎了 由不得她不信 而且 办公室外面的墙壁上的刀 都还没被领走呢 现在还在外面直直地插着 墨金春 你家这孩子 是不是 墨金春白了他一眼 婉婉跟着我师父学过倒数 会看些面相 那外面墙壁上的刀 墨金春慢慢地品了一口茶 随后又喂了一口蛋糕给小团子 继续道 哦 小师妹的力气是天生的 习惯就好了 想当初婉婉才刚刚能走路的时候 就能将隔壁家那140斤的狗子 抱起来转圈圈 今天这些都是基本操作 徐一白听完嘴角一抽 就连心中的害怕都减少不少 只不过今天的事情对她打击巨大 医院直接给她放了一周的假 一同被喊回家休息的 还有墨金春等人 没过多久 墨金春便发现 今天的事情上了今天的微博热搜 视频刚发出来一小时 点赞量就高达了十万 一闹还有理了 真不知道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小朋友说得很好 他生病了 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同情 但这绝对不是他伤害别人的理由 不得不说 小孩子看得比大人通透 不过我得说一句 这是谁家的小孩 竟然敢徒手夺盗 很危险的知道吗 大人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啊 虽然但是 这个小姑娘的力气 好像很大的样子 总觉得在哪见过 楼上的 视频里的男人 本来就生病了 又跟医生挣扎了这么久 估计早就没力气了 哎呀呀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小奶团子的声音很好听嘛 这小姑娘 怎么这么奶啊 还有那巴掌 打得够劲 爽 小孩 师兄 干他 这是什么神仙娃娃 太可爱了吧 用最萌的声音 说出最狠的话 小崽子是个狠人 很快 一条警号用最萌的声音 说出最狠的话 警号迅速登上热搜的尾巴 视频里 婉婉的脸 被打了马赛克 墨金春不怕小孩子被人认出来 因此对网上的热搜并不在意 他收拾东西下班后 苏婉婉就给顾婉婉打了个电话 顾婉婉二话不说 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 带着顾芳池 一块去医院门口接小团子 大老远的婉婉 就看到自家干爹的车 车门一开 便跑了过去 干爹 小奶音一颤一颤的 顾婉婉只觉得耳朵一样 赶紧弯下腰 把跑过来的小团子一把抱起 墨金春走在后面 上下打量顾婉婉这个人 顾先生 你好 墨金春脱去了白大褂 里面穿着一件麻灰色的西装 银白色的眼镜 遮住了他眼睛的光芒 顾婉愣愣了一下 婉婉从顾婉婉怀里下来 赶紧道 干爹 这是婉婉的二十四师兄 墨金春 师兄他 超级超级厉害的哟 说到自己师兄 婉婉的脸上 立马露出个小酒窝 顾婉婉反应很快 立马露出一张笑脸 你好 墨先生 我是顾婉婉 墨金春点了点头 二人算是认识了 车上 婉婉立马化身小皮筋 对着干爹和墨金春 有吹不完的彩虹屁 忽然看到顾芳池 坐在旁边一言不发 婉婉赶紧道 小池哥哥也很棒 成绩特别好 婉婉觉得他是幼儿园 最厉害的扛靶子 两个大人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瞬间乐得不行 顾婉婉问 你小池哥哥是扛靶子 那你是什么 我 婉婉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突然灵光一闪 那我是幼儿园的扛妹子 扑 顾婉 愿乐得 直接在车里笑出声 就连墨金春 脸色也柔和了不少 顾芳池坐在一旁 脸色轻松了许多 但听到苏婉婉这话 实在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婉婉正好看见 赶紧道 小池哥哥 你怎么开始翻白眼了 话音刚落 车厢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顾芳池脸色通红 从口袋里 拿出一块黑色包装的巧克力 塞到了婉婉的手里 吃你的 别说话了 婉婉嗷了一声 没一会儿 又让顾芳池 给他包巧克力包装 顾芳池嘴里虽然嫌弃 但动作却一点不慢 下车后 墨金春便到了顾芳池的卧室 他用手握住顾芳池的脚腕 然后用食指和中指探了探 半晌 墨金春才站起身 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 想要完全恢复 恐怕很难 此话一出 顾芳池的心凉了半截 就见顾芳池也垂下眸子 略长的黑发 挡住了他的眸子 让人看不到 他此时失望的神色 小池哥哥 你放心 婉婉一定能治好你的 墨金春也跟着点点头 虽然有些难 但还是可以试试 婉婉 小池哥哥 我师兄说的试试 就是一定能治好 而且 你还有婉婉呀 墨金春 小丫头长大了 话也多了 仇人 墨金春咳嗽两声 点了点头 婉婉说的没错 医学上来说 的确是错过了最佳时间 但也不是没办法 顾婷元瞬间觉得柳暗花明 立马表示道 墨医生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跟我说 墨金春嗽了一声 从随身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牛皮带 一打开 是大大小小的几十根金针 婉婉睁大了眼睛 眼里充满了羡慕 墨金春 想不注意都不行 怎么了 婉婉眼巴巴地看着 师兄手里面的金针 眨巴眨巴眼睛 小声问道 师兄 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呀 墨金春心里漏了半截 总觉得小姑娘 接下来没什么好话 果然 她才刚点头 小团子一脸高兴地说 师兄 婉婉喜欢你的金针 等你死了 能不能送给我呀 墨金春 尴尬地推了推眼镜 忍不住道 不用等我死 现在就送你 婉婉难得摇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 师父说了 这种好东西 一定得别人死后才能继承 师兄你放心吧 婉婉等得起的 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墨金春低着头 欲言又止 婉婉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似乎在等她继续说 墨金春瞬间觉得头疼 揉了揉小孩的脑袋 以后这话 对着你其他的师兄弟说 为什么啊 我无福消受 也不知道师父生前都教了小孩子什么 怎么这么不靠谱 他把一包金针递给婉婉 道 你拿去吧 婉婉抱住一大包金针 不禁抬头问道 真的送我了 虽然金针得来不易 但墨金春也不是小气的人 因此点了点头 从小到大 你要的什么 我们没给你 婉婉想了想 好像还真是 等婉婉回家 送些平安符给师兄吧 这显然是意外之喜 虽说金针金贵 但全世界又不是仅此一套 但婉婉的符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想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墨金春想了想 再帮我画两张五雷符 好婉婉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 紧接着 他把金针一根根取出 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白布上 婉婉从中拿出一根最大最长的 站在顾方池面前 顾方池虽然早有准备 但到底还是个孩子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婉婉 你行不行 婉婉点点头 婉婉肯定道 我行大 顾方池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婉婉自信的小模样 眯着眼 一副马上要赴死的模样 你扎吧 顾婉元在一旁默默地没说话 虽然他心里看着婉婉一来 拿出这么长一根金针 感觉有些不靠谱 但两个小孩子之间的互动 实在是太有爱了 心里的紧张 瞬间就消下去了一大半 婉婉一到治病时 神色也开始慢慢认真起来 他拿着金针 手上的动作十分迅速 几乎不用找穴位 直接就能下针 墨金春在一旁默默看着 时不时地点点头 没一会儿 顾方池的腿上扎满了大大小小的金针 婉婉扎完 汗水沁满了额头 顾方池心疼地想要给小团子擦擦汗水 但是腿上这么多针 让他无法下地 倒是婉婉只是随便地用衣袖给自己擦了擦 然后又轻车熟路地跑到洗手间 拿出一张黑色的帕子 婉婉艰难地爬上顾方池的大床 小心翼翼地绕过他腿上的针 来到床边轻轻地给顾方池擦拭汗水 小池哥哥 是不是婉婉技术不行啊 那下次婉婉再轻轻地 你现在还疼吗 婉婉给你呼呼好不好 顾方池脸色通红 但是小团子却十分认真 丝毫没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 我不疼 不用吹 小孩吹的时候痒痒的 一个不留意 还把口水吹到了他腿上 虽说他不嫌弃婉婉的口水 但时间久了年年的 总有些不舒服 接收到儿子的求助 顾婷元笑着 把婉婉从床上抱下来 并且问道 婉婉 什么时候能取针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待会师兄会给哥哥开药方 干爹你明天去抓药就可以了 顾婷元对着婉婉的小脸 巴唧就是一口 也不管儿子现在腿上还扎着针 开口就说 干爹带你去吃冰激凌去 婉婉欢天喜地地跑到厨房 看见做饭的阿姨还在切菜 立马拉拉拉阿姨的围裙 漆黑的眼珠子 亮闪闪地看着他 阿姨 婉婉想吃冰激凌做饭的阿姨转过身 从冰箱里给婉婉拿了一个很小的冰激凌罐头 毕竟孩子还小 现在又是冬天 吃凉了生病了怎么办 还好小家伙容易得到满足 即便只有拳头大小的冰激凌 也高兴得不行 做饭阿姨给他一个勺子后 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婉婉吃冰激凌的速度特别快 吃完后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 估计明白大家不许他多吃 小孩自己也没问这样 看了一集猪猪侠后 婉婉这才上楼帮顾芳池拔针 小吃哥哥 以后婉婉每天都来你家 保证三个月要到病除 顾芳池有些欣慰 这才多久没见 小姑娘又学会了一个成语 那我以后辅导你做作业 婉婉拔针的手一颤 婉婉小脸皱着 苦笑道 其实倒也不必 顾婷元在一旁看得乐得不行 没想法 小团子也有吃瘪的时候 小团子最后拒绝不了顾芳池的热心肠 只能答应让顾芳池给他辅导作业 刚扎完针 顾芳池腿腾下不了床 顾婷元担心道 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有事的 小吃哥哥的腿伤得太久 经脉处堆积了很多毒素 排出来就好了 墨金春也把药方写好 拿给了顾婷元 顾婷元把二人留下来吃完饭 晚晚一口一个大鸡腿 吃得香滋滋的 小吃哥哥 你还要养伤 晚晚给你加个大鸡腿 晚晚拿筷子不稳当 因此时不时都是墨金春和顾婷元喂他 此时他稳稳当当地夹起一个大鸡腿 几个男人都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狠狠地夸了一遍晚晚 晚晚弄得有的不好意思 脸上一红 捂着脸不敢看他们 吃完饭没多久 苏季周便过来接苏晚晚 苏晚晚本来还不想回去 但老父亲的模样实在是可怜 只能依依不舍地跟自己的小吃哥哥道别 小吃哥哥 晚晚要回家了 明天再来看你好不好 晚晚的语气像是在哄小孩 一样 苏季周美好气地拍了拍小团子的脑袋 晚晚抱着脑袋 嘿嘿一笑 再次道别后 钻进了车里 因为一天没休息 晚晚坐在车上没多久 呼噜声直接响了起来 苏季周无奈地摇摇头 可还是道 小王把空调调高点 回到家 苏季周把小孩放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然后去洗手间 拿了小帕子 给苏婉婉把小脸擦干净 婉婉一觉睡到了第二天 她醒的时候的苏季周 已经穿戴整齐 一身黑色的西装十分合身 晚晚睁大双眼 瞬间睡意全无 忍不住道 爸爸 你好帅啊 老父亲听到这句话 俊美的脸上 瞬间涌上一抹笑意 她把苏婉婉从床上抱起来 洗漱一翻后 带她下楼吃饭 老爷子今天起得特别早 此时已经坐在餐桌上 看着报纸吃着早餐 看见婉婉来 立马放下手中的报纸 满是皱纹的脸上 笑开了花 婉婉啪哒啪哒地跑过去 一团奶白色的小团子 小小的一团 金雕玉琢的小脸 此刻正笑盈盈地看着她 婉婉今天要吃多少个包子 十二个 闻言 老爷子直接把面前的一盘包子 放在了婉婉的面前 又顺手 给婉婉盛了一碗小米粥 婉婉吃什么东西都香得不行 就连他们自己 也吃了不少 餐桌上 老爷子忽然道 马上要过年了 让几个小子都回家过年 这都几年不着家了 不像话 苏继周没有反驳 反而还赞同地点点头 待会儿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无论如何 今年早点回来 婉婉还在啃包子 听见二人的对话 连忙道 爸爸 哥哥们要啊回来了吗 嗯 忽然想到了什么 苏继周揉声问 婉婉喜欢哥哥吗 喜欢呀 婉婉最喜欢哥哥了 婉婉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完这句话后心里瑟瑟的 婉婉摸着胸口 不知道怎么回事 苏继周注意到婉婉的动作 又看见小团子忽然沉默了下来 心里十分紧张 婉婉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呀 婉婉赶紧摇了摇头 刚才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但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小团子不想让老父亲担心自己 赶紧安慰了一会儿老父亲 但是苏继周和老爷子都不放心 做了个全身检查后 才把婉婉送到了幼儿园 苏继周帮忙让绵绵老师 留意婉婉的情况后 才放心离开 绵绵老师把婉婉带到教室 刚坐到位置上 顾方池便担心地问道 今天怎么这么迟才来 婉婉一五一十地 把今天早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你身体没事吧 顾方池有些不放心 要不你今天还是回家休息吧 我真的没事啊 你要是不幸 待会儿我绕着幼儿园跑二十圈 婉婉急于求证 自己身体没事 说完就撸起袖子 要不是顾方池拦着 估计现在就出去了 绵绵老师一直注意到 两个小孩子之间的举动 见婉婉课堂上说话 已经影响到了课堂秩序 她赶紧问 婉婉小朋友 前天的作业带来了吗 婉婉听到作业两个字 脸色瞬间一僵 绵绵老师 刚才明明这么温柔的人 怎么就说出了这么绝情的话 顾方池一直看着婉婉的表现 见婉婉一句话说不出来 提醒道 作业在你书包里 婉婉瞬间想起来 前天的作业 是跟着顾方池一块做的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拿着书包 从基本皱巴巴的书里 终于找到了一个破烂的小本子 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妥 婉逃好的 看着婉婉老师 一双小胖手 在不停地整理 已经被压得卷翘的本子页面 婉婉老师 好气又好笑 她看了一眼婉婉的作业 虽然本子已经被揉得稀巴烂 但是作业内容还看得过去 婉婉本来就是 班上最小的小朋友 婉婉老师也没打算 让她把作业完成得有多好 于是说了几句后 还是打算放过她 婉婉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下去 又对着婉婉吹了不少 彩虹屁后 彩蛋回到座位 小吃哥哥 还好有你 不然今天我肯定要被 婉婉老师脱了裤子打屁股 顾方池嘴角一抽 她不会打你 整个幼儿园谁不知道 小团子是婉婉老师的宝贝蛋子 婉婉却摇了摇头 你不懂 大人们越是宝贝的孩子 越是舍得揍 你被揍过 婉婉摇了摇头 一脸疑惑道 没有呀 我以前就是师父的宝贝蛋子 但我师父经常说他想揍我 师父又说打我折兽 所以都是打婉婉的师兄弟 打得可狠了 婉婉说完 忍不住自己带入了一下 自己师兄弟 忍不住撕了一声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 顾方池看着婉婉憨太可居的小模样 神情柔和 幼儿园里的时间十分松散 上了一会儿课后 老师就组织看动画片 顾方池对这种活动一向没兴趣 于是自己拿了一本英语书看着 之前小团子还好奇地凑过去看了一眼 久过就看见书上密密麻麻的小蝌蚪 眼前顿时一昏 更要命的是 顾方池还说 以后要教他 婉婉害怕地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 他试图用看动画片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结果看见了熟悉的一幕 婉婉满脸激动 指着电视上的奥特曼 大声又骄傲地说 这是我爸爸 婉婉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电视 周围的小朋友哇的一声 婉婉爸爸 竟然是奥特曼 婉婉好厉害啊 婉婉 你爸爸会打怪兽吗 小朋友们叽叽喳喳地在教室里讨论着 绵绵老师苦着一张脸 看着站在人群中央的小团子 小团子一脸骄傲 至于苏季周会不会打怪兽这件事 让他沉思了好一会儿 最终摇了摇头 我爸爸不会打怪兽 你爸爸是迪迦奥特曼 为什么不能打怪兽啊 婉婉一本正经地看着旁边的小朋友 你见过怪兽吗 小朋友们纷纷摇了摇头 所以婉婉也没见过爸爸打过怪兽呀 一群小朋友愣了一下 紧接着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婉婉还想说什么 但忽然看见一道目光朝他看过来 顿时缩得像一只鞍蠢 绵绵老师好气又好笑 婉婉大多数就跟个开心果一样 但是烦人的时候也是真的烦人 于是婉婉喜提面必撕过一套 在角落里站了五分钟才让回座位坐着 婉婉回去的时候一脸委屈 还不明白好好的自己怎么又被罚站了 整节课都唉声叹气的 小池哥哥 你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天天被罚站正常吗 顾方池闻言放下书看着一脸哀愁的苏婉婉 认真道 不正常 婉婉眼神一亮 紧接着就听见顾方池淡淡地说 但是对于你来说还挺正常的 要不是小团子是幼儿园里老师们的宝贝担子 估计都不知道被请多少次家长了 婉婉撅着嘴 黑油油的眼睛里满是控诉 只不过小孩子忘心大 尤其是苏婉婉这种记好不记仇的 放学的时候就把课上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放学的时候 婉婉和顾方池手牵手走在最后面 二人也不着急 悠哉悠哉地走在后面 婉婉时不时地摸一摸这个 摸一摸那个 顾方池一脸嫌弃 然后又十分顺手地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一包湿纸巾给苏婉婉擦手 擦完手后 小团子又换个地方重新摸 绵绵老师早就习惯了两个小朋友的相处方式 之前还震惊了好一会儿 现在都见怪不怪了 今天来接孩子的家长特别多 刚出幼儿园 顾方池就在四周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顾婷元的身影 绵绵老师趁此机会道 你们家长半个小时后过来 你们就在老师旁边乖乖等家长 过来知道吗 婉婉点了点头 绵绵老师 我们就在这里 不会乱跑的 绵绵老师这才放松下来 送其他小朋友到家长手里 婉婉在旁边站着有些无聊 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顾方池低下头就看见 婉婉白色的裤子 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 太阳学的青筋瞬间狂抽 他倒是想把苏婉婉从地上拉起来 奈何他实在拉不动 到最后只能放弃 婉婉 你的裤子脏了 顾方池试图再抢救一下 小孩子的裤子 然而婉婉只是看了他一眼 然后伸出手一把 将他拽了下来 顾方池脸色一僵 低下头看见自己 已经坐在了地上 幼儿园的操场 虽然铺了草地 但这几天都在下雪 有些地方的草地下面 还有补不少积水 他刚坐下没多久 便感觉裤子湿了 顾方池感受到身上的不适感 站起身道 我去上个厕所 你就在这儿 不要乱跑知道吗 婉婉抬起头 小吃哥哥 一块玩呀 你自己玩 我一会儿回来 说完就匆匆忙忙地朝厕所走去 婉婉 顾方池刚走后没多久 婉婉不然听见 有人正在悄悄喊他 婉婉抬起头 便看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处 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人 男人一身黑衣 全身上下被捂得严严实实 唯一能够看到的是 那双漆黑幽深的眼睛 婉婉一抬头背 男人十分激动 赶紧朝苏婉婉招了招手 男人戴着口罩婉婉 看不到对方的面相 皱了皱眉头 连看都没看没看男人一眼 继续低下头 自己玩自己的 男人一愣 先是自我怀疑了一会儿 紧接着便继续喊苏婉婉的名字 婉婉皱着自己的小眉头 最后迈着小短腿 像小旋风一样跑了过去 苏语时嗓子快喊哑了 结果小团子就是不理她 她没有接孩子的牌子 只能站在外面 她正准备打电话给老师的时候 她家宝贝妹妹终于朝她跑了过来 苏语时下意识地伸手 把婉婉抱住 结果小团子的冲劲太大 苏语时抱着苏婉婉 后退了几步才停了下来 宝贝 你要干什么 苏语时正准备开口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大喝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她这边 顾芳池看见苏婉婉在男人手上 心里绷紧 咬着牙再次道 你要干什么 我 苏语时刚准备开口 就被一群人围住了 吓得她一句话也不敢说 绵绵老师刚送完最后一个小朋友 正准备回去找两个小孩 结果还没回过头 就听见了顾芳池的声音 绵绵老师心里咯噔一声 心里一紧 转过身去 就看见苏婉婉 被一个一身黑的男人 死死地抱着 绵绵老师吓得脚都软了 她连忙站在顾芳池面前 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你先把手上的小朋友给放了 苏语时听了半天 终于反应过来 老师 不是我 苏语时的屁股 不知道被谁踹了一脚 疼得她一只手抱着苏婉婉 一只手捂着屁股 男人疼得呲牙咧嘴 我是苏婉婉的 哦 不知道是谁在她脑袋上揍了一拳 苏语时下意识地抱头蹲下 顾芳池眼急手快地 把婉婉拉了回来 紧紧地护在自己身后 大约是人多的原因 大家蜂拥而上 其中一个家长 直接撸起自己的花壁 将苏语时摁在地上摩擦 周围的人一片拍手叫好 还有些人在疯狂地拍视频 苏语时脑袋被摁在地上 抬眼就看见有人 竟然对着她的脸拍 心里挖凉挖凉的 她死死地护住自己脸上的口罩 但是摁在她身上的男人力气很大 再加上周围还有不少人帮忙 苏语时忍无可忍 大声喊道 别打了 我是这孩子的亲个 苏语时的声音在人群中 如同一道惊雷乍响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苏婉婉 一时间鸦雀无声 大家都在等苏婉婉的回答 婉婉赶紧摇摇头 我不认识她呀 顾芳池垂下眸子 忍不住道 听到没有 我妹妹不认识你 苏语时还没人摁着 冰冷的地上还夹杂着不少灰尘 不是 我 不是什么不是 奔着苏语时的大男人花壁一颤 揍人啪啪响 苏语时觉得自己脑袋嗡嗡响 差点哭了出来 她赶紧道 大哥 给个机会 好歹让我自证一下呗 行啊 那你把口罩摘下来 苏语时想都没想的就摇了摇头 她感觉自己要是把口罩摘下来 估计半小时后 就得抖音头条和微博上见了 标题她都替那些营销号想好了 昔日顶流南明星幼儿园被人摁着打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格的扭曲 这花边消息要是出来 梅姐估计得弄死她 大哥 我有证明 你先让我起来行不 苏语时艰难地出声给花壁大哥打商量 结果脑袋上又挨了一巴掌 花壁大哥冷吃一声 你以为我傻呀 把你放了 你跑了怎么办 花壁大哥觉得这样不行 又赶紧道 不行 像你这种社会的渣子 必须跟我去警察局 苏语时平白无故挨了几掌 人都傻了 她忍不住道 大哥 你讲不讲理呀 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她几次连口都没来得及 开就被人揍 苏语时心里憋屈地不行 绵绵老师 你用自己的手机给婉婉二哥打电话 你就知道 我是不是她哥哥了 绵绵老师文言 拿了手机找电话簿 苏家的孩子是真的宠孩子 光是电话 都是一人留了一个 很快 绵绵老师就找到了苏婉婉二哥的电话 隔了一小话 手机铃声就从苏语时的口袋里响了起来 花壁大哥明显梦了 忍不住问道 你真是这小孩的亲哥 这不是废话吗 苏语时脑袋嗡嗡作响 正开了花壁大哥的桎 他把手机掏了出来 首先是递给了花壁大哥看 以后能不能别这么急 俗话说得好 反派临死前都有大把时间说一言 怎么到我这儿就直接给我几个嗡嗡的耳巴子 花壁大哥肥瘦的脸上讨好地笑了笑 肥肉瞬间颤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大兄弟 你这个装扮实在是太标心立异了 我前段听说幼儿园里还出现过绑架犯吗 我看您这装扮就误以为是了 而且哪有妹妹不认识哥哥的道理啊 您说对吧 苏语时如梗在喉 他看着躲在顾方池里面的碗碗 心里的气瞬间就消了 正好这时候顾廷员开完会过来 看见幼儿园门口这时候 还围着这么多人 赶忙凑到了前面 他一眼就认出了一身黑衣黑裤的苏语时 忍不住问道 小时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说完才发现苏语时衣服凌乱不堪 皮夹可皱巴巴的 你这是怎么了 顾廷员不问还好 一问苏语时又开始郁闷了 倒是晚晚在顾方池身后眨了眨眼睛 干店 你认识这个哥哥吗 顾廷员听到这话 这才注意到了儿子和干女儿 他柔声道 这是晚晚的二哥 晚晚 小团子脸上带着尴尬的笑 转过身 看着一脸期待的苏语时 晚晚的笑容更加灿烂 二哥苏语时被晚晚的小乃音 蒙得内心一颤 唉 此时 苏语时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脑袋也不嗡嗡嗡响了 他一把把晚晚抱在怀里猛吸两口 感觉整个人都直了 晚晚眼里满是歉意 二哥对不起 苏语时内心一软 心里哪里舍得怪他 都是二哥自己的错 不关我们晚晚的事情 说完 幽光忍不住望向花壁大哥 花壁大哥缩了缩脖子 这么大一坨 恨不得缩成一只安蠢 晚晚见此 连忙道 二哥 晚晚给你呼呼 呼呼就不疼了 说完 当真抱着苏语时的脑袋 呼了两口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原本还发疼的身上 竟然被晚晚给吹没了 顾廷元见兄妹二人 还有话要说 干脆跟绵绵老师解释了几句 便准备离开 绵绵老师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车上 苏语时头上顶着一个大包 抱着晚晚 顾芳池时不时地盯着二人看了看 对于顾芳池 苏语时没有好脸 见他看自己 贼小气的鼻孔朝天哼了一声 顾廷元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清楚后 差点没笑出声 他看着自己儿子 忍不住道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苏语时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心想被摁在地上 打得又不是你 但他倒是多看了顾芳池几分 晚晚前段被绑架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但是当初他在深山上拍戏 想回来都不行 今天虽然闹了个乌龙 但也看得出 两个小朋友 关系非同一般 尤其是现在软团子被他抱着 心里剩下的火气 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没忍住 摸了摸完完的脑袋 感叹道 还今天没把口罩摘下来 不然待会热搜又得抱 这几个月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天比一天倒霉 拍个戏 会因为服装不合适换人 唱个歌会 因为音响坏掉 而停止演唱会 去酒店开个房休息 还能被造谣和某某小花好事将近 这几个月 他的口碑直线下滑 昔日顶流 要不了多久都快凉了 婉婉文言 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看苏与时的面相 黑雾缭绕 真黑 婉婉扎舌 他有些同情地 拍拍自家二哥的肩膀 二哥 你是婉婉 见过有史以来最倒霉的人 苏与时 婉婉的话一说完 他就发现 车内大家的目光都变了 苏与时内心发毛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你们这个样子 看着我干什么 顾廷元脸上带着一丝疼惜 拍了拍苏与时的肩膀 一言不发 顾方池 婉婉哥哥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苏与时 苏与时像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面前的父子二人 但二人的眼神 一个比一个怜悯 他虽然承认自己 最近比较倒霉 但这两父子的表情 就跟他活不长久一样 苏与时不禁报警苏婉婉 往车窗边靠了靠 顾廷元摇了摇头 心里不禁有些惋惜 自己干女儿的能力 他是知道的 婉婉既然说顾与时倒霉 那绝对是真的倒霉 迎黑色的劳斯莱斯 从灰色的大道上划过 半小时后 停在了顾家别墅的面前 顾方池第一个下车 等顾廷元下来后 他连忙探进半个身子 到车子里 伸出一只手 婉婉 我牵你 婉婉点点头 小胖手轻轻地握住顾方池的手 一蹦一跳地下了车 苏与时还在车上 看见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牙痒痒 他火急火燎地下车 想要抱住自家小团子 二哥呀 晚晚话音未落 苏与时忽然感觉 有什么东西 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并且伴随着一股 若有若无的酸味 抬起头 一只黑色的乌鸦 从他的头顶上飞过 苏与时身体一僵 慢慢地转过头 看向自己的肩膀 只见一坨白花花的鸟屎 落在了自己的肩膀 苏与时吓得当场 跳了一个霹雳舞 好不容易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立马扔得老远 众人 这也太倒霉了吧 苏与时也是一脸苦笑 人都快傻了 二哥 你真的好倒霉啊 鸟都专挑你拉屎 晚晚淡淡评价道 苏与时 一把利剑 似乎直接吃的一声 穿入了他的身体 苏与时简直想哭 晚晚见二哥可怜巴巴的样子 连忙走了过去 抬起手拉着自家二哥 认真说 二哥别怕 晚晚牵着你就不会倒霉了 苏与时心里瞬间一暖 僵硬的俊脸 瞬间柔和下来 那晚晚可要保护好哥哥 晚晚乖巧地点点头 二哥你放心吧 晚晚一定会保护好你 说完 小团子牵着苏与时 一蹦一跳地走进别墅 好在一路上并没有出现什么事 到了客厅 庸人轻车熟路地从冰箱里 拿出一个蛋糕 晚晚哇的一声叫了出来 立马松开苏与时的手 拿起蛋糕盘子 给大伙一人分了一块 苏与时还是第一次享受妹妹的服务 接着一盘蛋糕坐在沙发上傻乐 二哥 你吃呀晚晚几口 就把剩下的蛋糕吃完了 结果回过头 就看见苏与时手上的蛋糕还没动过 苏与时被晚晚轻松地推了一下 连忙反应了过来 他象征地咬了两勺进自己的口中 剩下的就放在了茶几上 二哥 蛋糕不好吃慢 晚晚从小生活在C市 虽然回到帝都 说的都是普通话 但有时候 因为年纪小 时不时地会蹦出两句家乡口音 苏与时消化了一下晚晚话的内容 解释道 二哥是一人 不能吃太甜的东西 会长胖 为什么一人不能吃容易长胖的东西 晚晚砸砸嘴 心想 明明蛋糕很好吃的呀 要是爸爸允许 他一天能干三个 苏与时见晚晚如此天真的样子 忍不住叹了口气 因为长胖了会不上镜 到时候上了电视 就会不好看 晚晚文言 似乎是明白了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二哥 虽然脑袋上被黑雾 缠绕得黑乎乎的 但是二哥面容清秀 尤其是一双眼睛 心眸见目 可塑性很强 只不过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看起来有些轻瘦 身体素质看起来也不是很强 晚晚已经决定 一定要让自己二哥 把身体重视起来 苏与时还不知道此刻小妹的想法 要是知道 估计都快抱着小孩 哭得鼻涕横流 晚晚沉默了半赏 终于道 二哥你太瘦了 平时多吃点 好 苏与时欣然答应了下来 晚晚见苏与时 是真的不想再吃蛋糕 也不嫌弃自己二哥动过 直接拿着爪子两口就吃掉了 顾芳池在一旁 看着晚晚满手奶油的爪子 有些嫌弃 但还是一边给晚晚擦着手 一边道 跟我一块去洗手间 晚晚望着自己的小手 乖巧地点了点头 苏与时见此 瞥了顾芳池一眼 赶紧道 我去 紧接着 二话不说 拎着晚晚就去了洗手间 顾芳池望着二人走去的方向 眼眸暗了暗 洗完手 苏与时便提出要回去了 不行 顾芳池第一个提出了反对 苏与时早就嫉妒起了眼前这个臭小子 听到他这话 顿时翻了个大白眼 凭什么不行 这是我妹妹 顾芳池 六岁的小孩 看着苏与时一言难尽 然而苏与时还以为自己对赢了 得意地昂着头 晚晚被他抱着 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忍不住道 二哥 你已经算是大孩子了 别这么幼稚呀 苏与时 胸口顿时又重一剑 放下晚晚捂着自己的心脏 一副痛苦决然的模样 晚晚被二哥 这夸张的演技逗笑了 他解释道 我还要给小吃哥哥治病呢 说完 又向苏与时招了招手 男人瞬间瞄懂 赶紧弯下腰 让晚晚的脑袋 凑在自己的耳边 二哥 我告诉你哦 今天干爹让厨房给晚晚炖了鸡汤 你乖乖在这里 看电视 等吃饭的时候 晚晚给你加个大鸡腿 晚晚像哄小孩子一样 问题是 苏与时还真的信了 不过反应回来后 一把拉住苏与晚 一脸惊讶地问道 治什么病 不对 是这小丫头 要给别人治什么病 晚晚目光纯净 指着顾方池的脚道 治小吃哥哥的脚呀 说着 就拉着顾方池回了房间 独留苏与时 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顾廷元在一旁解释道 晚晚的师父还是个神医 教了晚晚不少医术 这几天晚晚 找到自己师兄 打算一起给小吃看看脚 饶是顾廷元这么解释 苏与时的电脑还是当着机 半晌 他才缓缓道 你说 我家小妹 会医术 顾廷元淡定地点点头 怎么可能 苏与时指着晚晚的背影 人家才三岁 还让不让人活了 顾廷元耸了耸肩 没回答 现在他都已经习惯了 因此拍了拍二侄子的肩 没关系 习惯就好 毕竟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苏与晚给顾芳池拆完金针后 顾廷元便喊两个小孩下来吃晚饭 晚晚一听到吃饭 蹦蹦跳跳地就拉着顾芳池出了房门 二个 晚晚看见自己二哥一脸呆然地坐在餐椅上 急忙跑了过去 苏与时回过头 看着苏与晚眼中满是复杂的神色 在顾廷元给他普及的整整一个小时里 他终于接受了自家妹妹的神奇之处 饭桌上 晚晚倒是没有食言 鸡汤刚刚端上来 晚晚立马给苏与时加了一个大鸡腿 苏与时被晚晚这一举动 逗得哭笑不得 但是不得不说 心里十分高兴 晚晚吃完饭离开别墅时 递给了顾芳池一张药单 小吃哥哥 这是晚晚自己研究的单子 你让干爹给你抓药 然后做成药包 每天晚上放盆里泡一泡 脚会好快点 顾芳池看着晚晚用作业本写的一篇狗耙字 忍不住嘴角一抽 晚晚现在年纪还小 很多字都不认识 不过他这几天 一直都在教苏与晚字母 他倒是学会了 现在好了 小团子不会写的字 直接写了个拼音代替 只不过苏与晚一片好心 顾芳池当下喜出望外的接到手里 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晚晚 谢谢你 晚晚赶紧摇了摇头 都说了 不用谢下了 晚晚喜欢你 才对你这么好的 对于顾芳池 苏晚晚总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他见到顾芳池的第一眼时 目光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 晚晚话音刚落 苏与时不禁拍了拍自家小妹的脑袋 声音凉凉的 你喜欢他 晚晚捂着脑袋撅着嘴 想不清楚 怎么二哥要打自己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满是委屈 可还是认真说 晚晚喜欢小池哥哥呀 苏与时如梗在喉 更气人的是 顾芳池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晚晚旁边 牵着小团子的手 我也很喜欢晚晚妹妹 喜欢 喜欢的锤子 那是他苏与时的妹妹 苏与时睁大眼睛 差点被顾芳池的话给气死 顾廷员呵呵一笑 在一旁煽风点火 那以后晚晚一定可要一直喜欢你小池哥哥 你小池哥哥就一个妹妹 你要是不喜欢他 就没人喜欢他了 文言 苏与晚晚立马点头表示道 干爹 你放心 晚晚会一直喜欢小池哥哥的 说完 在顾芳池的脸上 巴唧一口 老父亲的脸上顿时满是腥味 苏与时脸顿时比郭辉还黑 顾芳池眸中带着笑 漆黑的眸子 似乎含着星光 一眨不眨地看着苏与时 苏与时偏头看过去 正好与顾芳池的目光对视 气得牙齿都给咬碎了 这顾家父子二人肯定都不安好心 竟然敢抢他妹妹 苏与时气呼呼地抱住晚晚 快步走到车上坐着 啪击一下关上门 闷声吩咐来接他们回家的司机 回家 一路上 苏与时一言不发 晚晚也不明白 二哥在想什么 挠了挠脑袋 直到回家 车才刚刚停下 晚晚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老爷子早早地就在门口 望着自家孙女了 看见车都还没停稳 小孙女就下了车 心都逼到了嗓子眼 直到软软的一团窝在她的怀里 老爷子这才放心下来 但一想到刚刚 宝贝担子这么危险的动作 没忍住 拍了拍小姑娘的屁股 车都没停稳 怎么就下来了 要是把你摔着了怎么办 晚晚捂着屁股 朝老爷子吐了吐舌头 老爷子被蒙了一脸 骂也不舍地骂 打又不舍地打 正好这时候 苏语石从车上下来 老爷子一看到 他瞬间没有了好脸色 他抬手就拎着苏语石的耳朵 晚晚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不能看着点你妹妹啊 苏语石疼得往后缩了缩 然而老爷子身经百战 与老二斗之斗勇这么多年 苏语石哪里会是老爷子的对手 苏语石捂着耳朵连连求饶 晚晚还是第一次 看见爷爷这么暴力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拉了拉老爷子的衣服 爷爷 你别生气了 晚晚帮你打二哥 说完 小团子迈着小短腿 伸出一只手 轻飘飘的就是几拳 打完以后 晚晚睁着大眼睛 问 爷爷 你满意了吗 你要是不解气 晚晚再帮你打二哥 老爷子看着小孙女这个样子 好气又好笑 他呵呵两声 偏声不如苏晚晚的意 晚晚 你帮爷爷摁着你二哥 爷爷亲自揍他 爷爷 晚晚一定老爷子是认真的 赶紧扑到了老爷子的怀里 抬起头 软软诺诺地开口 爷爷 你不要生气吗 是晚晚的错 晚晚以后不会再犯了 而且二哥太虚了 你要是把他打出了好歹来 心疼的还是晚晚呀 老爷子听到这话 差点没笑出声 不过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这才冷哼一声 只不过对着苏晚晚时 又是那副慈祥的面孔 脸上的皱褶 都快笑烂了 宝宝 是你二哥没看好你 这都是你二哥的错 一旁的苏语时 听到老爷子这话 睁大了眼睛 倒是晚晚认真的摇摇头 试图纠正老爷子的话 爷爷 都是晚晚太着急了 二哥没反应过来 不关二哥的事 不过你也别生晚晚的气 晚晚以后肯定会注意的 小孙女都这么说了 老爷子自然不会再教育下去 于是抱着晚晚进了客厅 苏语时摸了摸鼻子 跟在二人的身后 刚在沙发上坐下 晚晚就跑到了厨房 从冰箱里拿了一盒冰激凌 老爷子见了也没阻拦 自己看着综艺节目 苏语时虽然没孩子 可是看着晚晚大冬天的吃冰激凌 还是吓了一跳 只不过 他又不能让晚晚不吃 于是等晚晚来 向征信喂他几口的时候 苏语时一个人就吃了半盒冰激凌 晚晚看着只有一半的冰激凌 强颜欢笑 然后抱着他坐在沙发后面 独自黯然神伤 边挖边吃 吃完后 他又问道 爷爷 今天吃什么呀 茄子烤肉吃吗 是 苏语时 小家伙不是才吃了饭的吗 等饭菜上齐时 晚晚又吃了几碗饭 苏语时全程目瞪口呆 他看着自家老爹和老爷子 似乎没有一点惊讶的样子 在短短半小时里 不知道怀疑了多少次人生 直到晚晚再次拿着空碗 让家里的庸人添饭时 苏语时实在是没忍住 问了一句 晚晚 你还要吃吗 晚晚嘴上还残留着米饭 顺手擦了擦 听到苏语时的话 赶紧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晚晚还没有吃饱啊 可是 晚晚你已经吃了 你懂什么 能吃是福 晚晚别管你二哥 多吃点 苏语时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苏继周打断了 更要命的是 他家一向冷漠矜持的大哥 竟然越过庸人 直接接过晚晚的铁饭碗 然后去厨房成了一碗 压得紧实的白米饭 末了 还瞥了他一眼 紧接着 他看了看快要吃完的 一桌子饭菜 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这不是欢迎他的 吃完饭 晚晚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居然想到今天的事 指着电视机问 爸爸 你上电视 怎么都没告诉晚晚呀 苏继周听到这话 敲键盘的手顿了一下 他仔细想了一下 自己最近几年 好像并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过 晚晚的话 瞬间让他怪怪的 苏继周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在哪个频道看见爸爸的 少儿频道啊 晚晚想都没想直接回答道 苏继周被噎了一下 心里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 小心翼翼地问 我应该没上过 少儿频道的节目吧 如果说财经频道 他还可以勉强相信一下 但是晚晚说了这个频道 他可能一辈子都上不了 忽然 老父亲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里涌上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紧接着就听见晚晚开心地说 没有呀 我看见爸爸在电视里打怪兽的呀 打不赢的时候 还会发射激光 说完 就做了一个举手的动作 学得有模有样 苏继时本来还想上楼休息 结果看到晚晚的模样 瞬间在沙发上 笑得不能自已 哈哈哈哈 苏继时使劲地拍打沙发 笑得前翻后仰 苏继周脸上造得慌 听到二儿子无情的嘲笑声 想都没想 就往他脑袋上一招呼 苏继时立马不敢笑了 坐直了身体 一本正经地说 晚晚 你相信光吗 晚晚赶紧点了点头 爸爸就是光呀 说着 又摆出了迪家的经典动作 爸爸只需要用激光 这么羞羞两下 怪兽就被送回老家了 苏继时听到晚晚的话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苏继周有些头疼 他抱着苏晚晚 想着应该怎么解释才好 于是把目光望向二儿子 苏继时笑也笑够了 虽然觉得这件事无关痛痒 毕竟等长大了 自己就明白了 就像小时候 他看完蜘蛛侠后 以为自己也能吐丝 不过老爹已经把目光 伸向了他这边 没办法 苏继时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 晚晚 咱爸是人 不是迪迦 晚晚张大了嘴 似乎对这个消息过于震撼 正当大人们 都以为小孩子 已经接受了自己爸爸 不是迪迦后 就听见晚晚一脸好奇地问 那爸爸 是什么品种的奥特曼 扑 老爷子原本没想参与进来 可是听见孙女 这句话没忍住 刚入口的茶水 直接喷涌而出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苏继时被绕了进去 赶紧解释说 咱爸不是什么品种的奥特曼 他没有品种 不对 苏继时瞬间没有了组织语言 看见老父亲越来越黑的脸 苏继时半天没解释清楚 可晚晚却继续问 那爸爸 到底是有种 还是没种啊 苏继周 苏继时 苏继周深吸两口气 尽量保持自己脸上的肌肉 没有任何想打孩子的表现 晚晚这么喜欢奥特曼吗 晚晚摇摇头 晚晚喜欢爸爸呀 因为奥特曼是爸爸 所以才会喜欢奥特曼 苏继周的脸色缓了一下 认真地解释了好一会儿 晚晚才终于明白 爸爸真的不是奥特曼 那师父为什么骗我 晚晚有些生气 小脸和眉头皱着 看起来想打人 苏继周淡淡道 可能你师父相信光吧 当晚 晚晚失眠了 他在苏继周的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苏继周被他闹得也合不了眼 迷迷糊糊之间 听见小团子窝在他怀里碎碎面 仔细一听 便听见小团子还在纠结他是不是奥特曼的事情 苏继周又气又好笑 隔着被子拍了拍晚晚的屁股 睡觉了 晚晚抬起头 有些惊讶 爸爸 你还没睡啊 你一直说话我哪里睡得着 那晚晚马上就睡觉 爸爸你也快睡吧 说完 晚晚立马闭上了眼睛 没几个呼吸之间 晚晚就真的睡着了 看着女儿开始打呼 苏继周瞬间有些无奈 小没良心的 睡得还挺舒服 这样说着 还是伸出一只手 给小姑娘椰背脚 第二天一早 晚晚洗漱好后 便下楼吃早餐 苏继怀昨天公司有事 半夜才到家 今天晨跑完后 已经坐在餐桌上看报纸了 晚晚迈着短腿 啪哒啪哒地跑过去 跑到苏继怀面前是 仰起小脑袋 眼睛蹭亮蹭亮的 大哥 早呀 晚晚把尾音拖得长长的 软软糯糯地 听着像是在撒娇 苏继怀 因为最近公司忙碌 最近几天都没怎么跟自己宝贝妹妹相处 文言 伸出一只手 把晚晚稳稳当当地抱在腿上坐着 吃早餐时 晚晚给大哥形影不离 有时候 就着苏继怀的勺子 就喝一口粥 吃完饭 晚晚都准备去幼儿园了 结果发现 苏语氏不在 他疑惑地看着几个大人 二哥呢 苏继舟看了一眼庸人 道 去把二少爷叫下来吃饭 不用 晚晚去 晚晚二话不说 从苏继怀的腿长滑了下去 飞快地跑到地 跑到楼梯处 小孩的小短腿 艰难地爬着 但实际上 动作一点都不慢 晚晚到了苏语氏的房门 先是敲了敲 结果发现门是开的 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二哥 起床了 然而 洁白的被子下 缩着一大坨 一动不动 晚晚等了一会儿 见没有动静 又看了一眼房间的时间 皱了皱眉头 二哥 起床了 太阳晒屁股了 三分钟过去了 床上的苏语氏 翻了一个面 继续睡 接下来 任凭婉婉怎么喊 苏语氏都没有任何动静 婉婉有些生气 捏着白色的被子 然后向后一扯 被子掉在了地上 苏语氏瞬间觉得身上一凉 惊得他直接从床上坐骑 捂着自己的胸 过了半晌 窗外的寒风吹了进来 苏语氏脑袋瞬间清醒了不少 结果低下头 就看见站在自己床边边的苏婉婉 小团子手上 还拿着一床白色的被子 只见小团子挺着自己的小肚子 软诺诺地说 二哥 起床吃饭了 虽然他二哥这么一年轻的大小伙子 但是身体看起来虚得不行 苏语氏听到是吃早餐 瞬间又倒回了床上 晚晚 二哥 还想睡一会儿 你们自己吃吧 好不容易才有假期 他怎么可能把时间浪费在吃早餐上面 说完 苏语氏直接瘫倒在大床上 跟条咸鱼没什么区别 二哥二哥 你起床送完晚上幼儿园拉屋 苏语氏的眼皮越来越重 忽然间听见小团子若有若无的哭声 苏语氏立即睁开双眼 睡意全无 二哥马上起来 你别哭 苏语氏直接在床上一个鲤鱼打滚 整理好一切后 却发现小团子正笑淫淫地看着他 苏语氏哪里还不明白 无奈地捏了捏小团子的小脸 小坏蛋 晚晚嘿嘿一笑 晚晚才不是小坏蛋 说着 晚晚又正色起来 二哥 工作没命重要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身体会受不了的 苏语氏没多想 心想自己 今年才25岁 身体怎么可能有问题 于是也没多想 只不过晚晚的话 让他有了久违的暖意 和娱乐圈里那些虚伪的话不一样 苏语氏能感觉到 这个才相处 不到几个小时 小团子是真心实意地对自己好 苏语氏没有了困意 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你先下去吃饭 二哥待会儿下来 好 于是 晚晚下楼 又吃了几个包子 苏语氏动作很快 没一会儿就下了楼 他为了控制身材 只拿了一个包子 晚晚见了 有些担心 车上 晚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掏出了一个包子 小声道 二哥 吃包子 苏语氏愣了一下 你哪来的 他走的时候 也没看见小团的手里有包子 晚晚从餐桌上拿的 果然 我不吃 你自己吃吧 晚晚有些纠结 吞了吞口水 晚晚不确定地问道 二哥真的不吃卖 不吃 吼 苏语氏话音刚落 就见晚晚长着小嘴 一下子就吃了大半个包子 苏语氏 这是他妹妹 不是地点 然而其余几人 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 尤其是苏启怀 他从车座旁边 抽出了一张湿纸巾 耐心地地给小孩擦了擦手 语气带着一丝无奈 晚晚 不是告诉你了吗 别往口袋里揣熟食 晚晚有些不好意思 晚晚不是故意的 劳斯莱斯开到了幼儿园门口 苏启怀把晚晚抱了下来 等等 忽然 苏语氏叫了一声 怎么了 所有人都回头看了过去 苏语氏睁大双眼 指着苏启怀 手指颤抖道 大哥 你能站 站起来了 苏启怀 他这弟弟 现在才发现 大哥的腿 什么时候治好的 卧槽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嘴上虽然抱怨着 但是苏语氏却红了眼眶 他下车时 先是迟疑了一下 发现 没有可疑东西落下来后 松了一口气 下车后 苏语氏一把搂住苏启怀的肩膀 行啊 瞒得够深啊 是你太傻了 出门的时候 他也是自己走出来的 结果这个二傻子 愣是没发现 苏语氏也不在意 乐呵呵地笑了笑 现在送孩子来上学的家长特别多 更何况一家人颜值高 尤其是苏启怀 年纪轻轻 心眉贱目 妈妈 这两个小哥哥 怎么抱在一起啊 爸爸 戴口罩的小哥哥 好帅啊 他们是在搞鸡吗 小朋友同言无忌 声音也没有收敛 两兄弟瞬间尴尬 赶紧离对方几步远 晚晚自然也听见了 抬起头 哥哥 什么事 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语氏捂住了嘴巴 宝宝 不该问的别问 这不是你小孩子 应该知道的事情 说完 似乎害怕晚晚再次追问 直接把孩子打包 送到了绵绵老师的手里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晚 来到教室 晚晚看到顾方池 脑袋瞬间不记事 直冲冲地就跑到顾方池面前 然后一把将人抱住 小池哥哥小团子的声音 跟吃了蜜糖一样 顾方池的脸 瞬间柔和下来 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条巧克力 晚晚开开心心地接了过来 紧接着就从书包里 拿出了一个娃娃 送给你啊 顾方池看着晚晚的羊娃娃 没有任何犹豫 准备伸手接 结果刚刚伸出手 突然被人半路劫了 张阳 你把娃娃还给我 晚晚正面对着张阳 小脸十分不高兴 你不还给顾方池的话 我就跟绵绵老师告状 晚晚拳头捏得紧紧的 此刻有了想揍人的心思 但是一想到绵绵老师不让打小孩 他也只能忍着 然而这个举动 却被张阳误以为苏婉婉耸了 于是把羊娃娃扔到了地上 顺带踩了两脚 想要 有本事来抢啊 顾方池看着被张阳 踩在地上的羊娃娃 一言不发 只是一双眼睛 黑得快滴出没来 张阳 捡起来 张阳愣了愣 眼中满是嘲讽 故意装作没听见一样 扯着耳朵大声问 小瘸子 你说什么 晚晚听到小瘸子三个字 立马就炸了 像小旋风一样冲了过去 一双手死死地提着张阳的衣领 黑着一张脸 你骂谁呢 张阳今年不过四岁多一点的年纪 他家里有钱 又是爸妈唯一的孩子 在家的时候 什么都是顺着他的心意来的 因此 得知自己的表妹夏之宇 因为苏婉婉和顾方池 被幼儿园退学 他这个当哥哥的心里当然不高兴 于是 这两周每天都给二人找不痛快 明明以前这两人都怂怂的 看见他转身就走 乃成想今天他不过是踩了两脚娃娃 竟然就被一个奶娃娃给提了起来 张阳双脚离地 整个人像是一只死鱼一样 在空中扑腾 他恶狠狠地看向苏婉婉 大声道 快点放开我 信不信我让妈妈曝光你 曝光是什么 你再不道歉 待会儿我把你的裤子给脱光 婉婉此时 就像一头愤怒的小狮子 要不是幼儿园里不让随便打人 张阳估计 已经被他摁在地上 狠狠揍一顿了 张阳瞬间被吓住了 他本来长得人高马大 身高远远超过了同龄孩子 因此 班上的小朋友 多多少少都有些怕他 现在张阳认为在班上失去了尊严 无论如何 也不开口道歉 甚至哽着脖子 哼 我就说他是小瘸子怎么了 他本来就瘸 你要是觉得我说错了 那你有本事让顾芳池走两步啊 晚晚听到这话 心脏疼得厉害 小团子红着眼 二话不说 把张阳撂倒在地 屁股直接坐在张阳肚子 提起小拳头 就是一拳 你道不道歉 张阳疼得哇哇叫 但还死死地咬着嘴唇不松口 晚晚越来越生气 又往这欠打的熊孩子身上 招呼了几拳 绵绵老师过来时 好不容易才分开二人 张阳这时候 感觉自己有了靠山 抱着绵绵老师 对着苏婉婉 做了一个鬼脸 略略略 我就说 顾芳池是小瘸子怎么了 你有本事打我啊 小瘸子 小瘸子 婉婉气得张着嘴 像只小牛仔子一样 气愤地脱掉自己毛茸茸的外套 然后挽起袖子 再准备揍人 好在顾芳池见识不对 一把将苏婉婉给抱住 耸祸 这二人不敢打自己 张阳在绵绵老师怀里 再次幸灾乐祸地说道 绵绵老师听到张阳的声音 瞬间想要把这小孩 从怀里丢出去 老师 我快给我妈妈打电话 就说我被苏婉婉给打了 你让她快点过来 张阳说着 插着腰 哼 我一定要让我妈妈曝光你们 婉婉不停地被言语挑衅 再也忍不了了 正开了顾芳池 冲到绵绵老师怀里 把张阳拉了下来 骑在她身上 我让你嘴欠 婉婉二话不说 又是一拳 张阳瞬间疼地嗷嗷大哭 不停地喊着救命 两个老师一人拉一个 婉婉力气太大 没人能奈何得了她 张阳躺在地上嗷嗷大哭 好不容易把二人分开 绵绵老师这才松了口气 但是对着苏婉婉 却终于黑了脸 婉婉还是第一次 见绵绵老师这么生气 于是撅着嘴 有些委屈 张阳抢我娃娃 那你就打人家 张阳还骂小吃哥哥是瘸子 那你就把人家往死里打 婉婉 是她自己太没用了 连个三岁小孩都打不过 绵绵老师 然而张阳还躺在地上痛哭 绵绵老师只能叫来 三个小孩的家长 顾婷元的电话打不通 苏继周都还没到公司 就接到女儿老师的电话 想都没想就接通了 然而电话里面的内容 却让她心里一沉 连忙问道 你说晚晚跟班上的小朋友打架 是的 您现在有空来一趟幼儿园吗 苏继周答应了下来 让司机掉了个头 没一会儿 苏继周就急冲冲地跑到了幼儿园 刚到办公室 她便寻找自家闺女的位置 终于在办公桌旁边 看见了脏成一只花猫的婉婉 她刚准备开口 办公室门口 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而她身后 还带着十几个保镖 乌泱泱地站在办公室门口 排成了两排站着 女人一进来 就看见哭得不能自已的儿子 心里一疼 想都没想的 就问道 这是哪个不长眼的 打了我家洋洋 婉婉一听 赶紧挺着小肚子反驳道 我长眼睛了 女人一愣 这才看见头发杂乱 脸上还有不少抓痕的婉婉 她总觉得 婉婉的模样有些熟悉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你到底有没有家教啊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 干嘛要动手打人 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婉婉撅着嘴 下意识地牵着顾方池的手 顾方池低声道 没事 有我在 说完 黑色的毛子 直直地看着徐松雅 医药费我们赔 但是你儿子必须道歉 徐松雅看着顾方池 一时间被小孩那眼神给吓住了 她和顾方池眼神对视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只苍蝇给盯住一样 不自觉地心里一凉 背后冒起了冷汗 娱乐圈里多年的习惯让她下意识地打量二人的衣着 虽然这只是一家普通幼儿园 但是在帝都十有九富 她也不敢招惹太厉害 但是看着两个小孩的衣服 没有任何品牌标签 徐松雅松了一口气后 柔美的脸上瞬间变了尖酸刻薄 道歉 我家孩子凭什么要道歉 明明是你先动手打人的 说完 她心痛地看着张扬的脸 两只眼睛已经被揍成了熊猫眼 嘴角也变成了乌气麻黑的样子 尤其是因为脸上的疼痛 哭得一把敌涕 一把泪的 样子就更丑了 苏继周站在一旁 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两个孩子护在自己怀里 这位女士 两个孩子之间的话不能全信 实在不行 我们就看看 学校的监控是怎么回事 徐松雅有些迟疑 但是看着自己儿子腾成这样 心里又有些不敢信 心里也来气 绵绵老师也正想把监控调出来 给两位家长看 当苏继周看到婉婉的娃娃 被张扬抢过去 还踩了两脚 周身已经已经冒起了冷气 那可是 她亲自送给婉婉的 徐松雅则是看到 苏婉婉两次 把自己儿子摁在地上打 此刻内心充满了怒火 看完监控后 徐松雅立马道 还说不是你们家孩子的错 你看看我家孩子 被你打成什么样了 你家孩子要是不道歉 我明天就上报媒体 张扬心里 原本因为是 自己先抢夺玩具 而坠坠不安 可现在看见自己妈妈 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瞬间就支冷起来了 苏继周冷着一张脸 你儿子抢我女儿的东西怎么说 一个娃娃 能和我儿子比 徐婉卿看着苏继周凌乱的头发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绵绵老师站在二人中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时间有些为难 两个小朋友 谁也不道歉 尤其是苏婉婉 到最后 恨不得撸起袖子再干一次 绵绵老师有些头疼 虽然她生气 苏婉婉一言不合 就动手这件事 但也真没觉得 张扬无辜到哪里去 视频里 张扬一口一个小瘸子 她听了都想打人 张扬的妈妈 还是网上有着三千多万的大明星 没想到私底下竟然这副样子 绵绵老师 觉得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杨扬妈妈 这件事起因的确是张扬引起的 不瞒你说 张扬这两周 一直骚扰苏婉婉和顾芳池 今天叫您来 也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 徐松雅一听 瞬间不高兴了 她漂亮的脸上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我儿子的错了 说完 她激动地指着张扬的脸颊 你看看这疯丫头 把我家洋洋打成什么样子 绵绵老师 她瞬间放弃了 和徐松雅沟通的心情 苏继周也不想看着老师为难 直接问道 那你想要什么 赔偿五十万 并且公开道歉 徐松雅眼睛都不抬一下 继续说 以及从今天开始 你女儿转校 从此不准出现在我儿子面前 众人 电视剧演多了吧 办公室里的老师们 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徐松雅 绵绵老师更是解释说 杨杨妈妈 我们幼儿园没有任何规定 那又怎么样 这丫头有这么严重的暴力倾向 你们幼儿园难道还敢收 徐松雅说完 眼中带着一丝不耐烦 做不到 我就曝光你们 那你就曝光吧 徐松雅吃定了眼前的男人 不敢和他硬碰硬 于是说完 立马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结果听到苏继周这句话 脸上的笑容瞬间一僵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说什么 苏继周连一个眼神也不想给对方 站在原地一句话也不说话 徐松雅张着嘴 生气地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于是牵着张扬 便生气地走了出去 徐松雅一走 绵绵老师有些担心 解释起对方的身份来 晚晚爸爸 杨阳妈妈是明星 我怕她真的把今天的事情发在网上 可能会有些麻烦 苏继周也没想到徐松雅是明星 因此沉思了一会儿 今天麻烦您了 我先给这两个 孩子请两天假 把事情处理好了再来 绵绵老师当即答应了下来 苏继周带着两个小孩走后 办公室的老师议论纷纷 张扬这孩子霸道惯了 上次还跑到我们班 把一个小孩子推到了厕所 结果她妈认为肯定是我们班的孩子 欺负了她儿子 有这样当妈的 孩子能长好才怪 一个下之雨 一个张扬 简直了 车上 徐松雅上了保姆车后 生气地坐在座位上生闷气 助理看着徐松雅的脸色 心里有些忐忑 姐 我们现在去不去医院 徐松雅盯了一眼自己助理 忍不住到 这种小事还问我 没看见杨阳受伤了吗 这种小事都处理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助理被训斥了连连道歉 赶紧带着二人去了一趟私人医院 徐松雅先是做了一个伤情鉴定 结果发现 显示的竟然是轻伤 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病啊 我家孩子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们竟然还说这是轻伤 医生可不惯着徐松雅这脾气 直接道 你要是不满意 可以去其他医院做伤情报告 孩子皮肤嫩看着严重 她这伤过两天就好了 医生倒是没说谎 苏婉婉知道自己力气大 也没敢下死手 收着力气打了她几拳 只不过张扬被养得白白胖胖的 因此身上的印记 在她脸上十分明显 但是痛是真的痛 因为晚晚专门往容易痛的地方打 徐松雅一听说 自己儿子伤两天就好 当即便嚷嚷说 你什么态度啊 我要给你们院长投诉你 医生 我就是院长 徐松雅 女人拉着张扬 骂骂咧咧地回到了保姆车上 她拿着手机打开了微博 想都没想 就把今天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发到了网上 徐松雅十七岁出道 出道就红了 二十岁嫁入豪门 之后资源更好 因此 网上的死忠粉不少 现在徐松雅还年轻 平时日在媒体上 又是一副 人美脾气好的模样 因此 她微博一发出来 微博瞬间就炸开 不到半小时 微博的讨论人数 就已经达到了千万 一小时后 徐松雅的微博 上了热搜第一 我儿子被打了 姐妹们 抄家伙 泽泽 孩子不懂事 大人也不懂事 想要收拾这种熊孩子 就直接报警了 杨阳平时这么乖 竟然在幼儿园里受欺负了 那个打人的小孩死全家 没想到遇到这种熊孩子 说她没家教都是亲的 要我的话 估计当场就火了 对啊 还是我儿子在学校受了欺负 那我不得心疼死 这个女孩子太暴力了 不会有什么暴力倾向吧 路人 感觉老师的态度好冷漠 这个孩子 也多半也毁了 报警吧 徐松雅看着自己的微博 竟然一小时内涨粉20万 心里有些意外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没多久 动起了别的心思 于是对着儿子拍了几张照 然后编辑后 发到了微博上 苏婉婉虽然没有下死手 但张阳脸上的熊猫眼 在徐松雅的屁图下 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网友们也没想到 张阳被打得这么严重 尤其是徐松雅的粉丝们 恨不得把微博给掀了 这也太严重了吧 本来我以为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 没想到竟然这么严重 之前还觉得网友们 这么骂一个小孩不好 现在真踏马打脸 现在不网爆 什么时候网爆 打洋洋的小女孩 活该被网爆 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眼睛都打成这样了 去医院看了吗 郑的秘书呢 快点给我查 这个小孩的全部信息 今天我不骂他 祖宗十八代 绝不睡觉 徐松雅看着话题 没多久就上升个高度 嘴角聊起一抹笑容 但网上却还有一些吃瓜群众 发出了质疑 你儿子因为什么被打 总要有个原因吧 虽然我觉得 现在的小孩很烦人 但就算是小孩动手打人 总要有个原因吧 呵呵 你们姐姐又要玩什么霸谢 以前说谁谁谁欺负他 现在又说 人家小女儿 打了你家儿子 你也不看看 你家儿子什么块头 那是个小孩就能打的吗 类似这样的质疑声不少 但耐不住 徐松雅的粉丝人数多 路人质疑 直接被喷了回去 很快 评论直接沦陷 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苏继周把两个小孩 带回公司的时候 立马让小王叫了医生 晚晚头发被抓得蓬松 脸上 还有被指甲掐得很紧 苏继周看到后 心疼得不行 医生 给他上药的时候 都胆战心惊的 苏继周还没发现 他们上了热搜的事情 还是有网友 把他们的身份信息 扒出来了才知道的 苏继周几乎不会在媒体 面前出现 因此 看到他们上热搜的时候 下意识地眉头皱了皱 晚晚拉着顾方池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微博上的评论 爸爸 你在看什么啊 苏继周连忙收起了手机 揉揉晚晚的脑袋 晚晚脸还疼不疼 不疼了 晚晚摇摇头 眼神有些犹豫 爸爸 今天晚晚是不是又犯错了 那爸爸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打他吗 苏继周直接问 晚晚想都没想 直接点了点头 他嘴巴不干净 要是不道歉 晚晚还是得继续打 打到他道歉为止 他今天觉得自己做错了 错的是给爸爸惹了麻烦 但是如果再发生这种事 他照样走 爸爸是不是要赔很多钱呀 晚晚最担心的 还是这一点 他刚刚可是听说了 那个女人张口就要五十万 晚晚从小就是个小财迷 自然知道五十万有多少 五十万起码可以买五十个包子了 那伤口明明两天就好了 却狮子大张口要这么多 晚晚脸色有说不出的难看 顾方池在一旁听到晚晚的话 脸上带着一丝歉意 叔叔 我会跟我爸爸说明今天的事 但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同意赔这么多钱 五十万 对他们两家来说 无疑是一笔小钱 但只要给了五十万 不就说明张扬有理了吗 苏继周并不是没想到 因此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拒绝了徐松雅 这么过分的要求 放心吧 爸爸会处理的 晚晚自然相信自己的爸爸 然而 苏继周还在联系团队律师 给徐松雅记律师函的时候 对方的粉丝 竟然聚集到了公司门口 并且在公司楼下 拿点心的两个小孩 被粉丝给堵了 小王汇报这件事的时候 苏继周心里咯噔一声 一向遇事不慌的男人 脚下慌乱 等到了公司门口 就看见外面 闭着十几个花圈 苏继周脸色阴冷 小王 报警 小王也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于是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 晚晚和顾方池 被几个女生围着 晚晚抬起头 脸色不渝 你们要干什么 我爸爸马上就要来了 几个女生的年纪并不大 因为身上还穿着 蓝白色条纹的校服 看起来都没有成年 顾方池脸色阴沉 把晚晚护在身后 拳头紧紧地捏着 你们要是再不走 信不信我报警了 几个女生 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下意识地用手一推 结果顾方池和苏绛纹纹丝不动 几个女生有些生气 在幼儿园 打了小朋友 难道不道歉吗 你看看我们羊羊 被你打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都还躺在医院呢 还报警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警察来了 抓谁 晚晚拧着眉头 苏继舟也快步上前 把两个小孩拉了出来 护在了自己的身后 把他们拦下来 一个也别想走 说完 苏继舟的身后 涌上了十几个保镖 个个都气势汹汹 看着几个小姑娘 面色不善 晚晚有没有受伤 晚晚摇了摇头 张开手要苏继舟抱 还好小池哥哥保护我 不然晚晚 就要被欺负了 虽然这么说着 晚晚脸上 没有一点害怕的迹象 苏继舟知道 闺女是真的不怕 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小池呢 没受伤吧 顾方池盯着被抱着的苏晚晚 然后摇了摇头 苏继舟已经习惯了 顾方池的态度 也没觉得 没有什么不对 他不想让两个小孩 接触这些 准备带他们去办公室玩 结果临走时 晚晚指着门口的花圈 道 爸爸 这些花圈上 为什么有我的名字啊 晚晚自小跟着师父 生活在道观 自然知道 这东西是什么 唯一不明白的 为什么这些女孩子 要把花圈 把东西放在门口 上面还有她的名字 苏继舟不知道如何开口 花圈上有好几个 都写的是苏晚晚和她的名字 但是晚晚认字认得不多 因此不太明白 花圈上的含义 可是苏继舟 却内心怒火丛生 他把两个小孩 送到苏起怀那里 自己则是下楼处理 刚才的事情 警察来得很快 乌拉乌拉的警铃声 让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原本还气焰嚣张的 几个女学生 看到警车来的那一刻 还是怂了 但是不管怎么不愿意 最终还是被押到了警局 这次送花圈的 一共有五名女生 都是帝都高中的学生 最小的16岁 最大的已经成年了 因为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 所以警察调查到了 几个女学生家长的 联系方式后 叫来了家长 家长得知了来龙去脉后 对着自己的女儿又打又骂 但最后 却要求苏继周 看在自己女儿 还是未成年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苏继周怎么可能同意 不仅不同意 反而还递给了五位家长 一份律师函 满了18岁的那个女学生 甚至要求负刑事责任 几个女生没想到 事情后果竟然这么严重 于是在警察局里 哭成了泪人 其中一个调解的警察 也劝解道 苏先生 毕竟这些孩子 大多数都未成年 要不让他们家长 赔点钱就行了 而且他们马上要高考了 现在出了这种事 警察没有继续往下说 他其实也气愤这些女孩子 天天盲目追星 但到底是未成年 要是因为这件事毁了人生 那他们 这辈子都完了 几个家长听见调解的警察这么说 也是点了点头 对对对 不管多少钱 我们都愿意出 只要你愿意撤诉就行 哼 苏继周冷笑一声 眼神轻蔑地看着面前 哭哭啼啼的五个学生 赔 你们赔得起吗 在我公司门口送花圈 上面写着这么多诅咒我女儿的话 怎么 你家孩子是人 我的孩子就不是人了 苏继周眸色很深 声音轻烈 我再说一次 我不同意任何条件 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他们自己没脑子喜欢追星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不是我 我没有理由为 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负责 但是 今天他们 在我公司门口闹事 那么就得为今天 对我公司造成的影响负责 说完 苏继周不愿意再纠缠下去 无视了五个女生 和他们的家长 留下了一句 有什么问题 跟我的律师团队交流 说着 便急冲冲地离开了 苏继周一走 原本蹲在公司门口的狗仔 立马把今天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发到了网上 这事儿没一会儿 就被徐松雅的粉丝看见了 哈哈 活该 只有我觉得这几个女孩子 干得漂亮吗 终于get到了收拾熊孩子的方法 哼 有钱人家果然不一样 刚才我发了一条评论 竟然就被禁言了 你们说那些帮苏婉婉说话的网友 不会是水军吧 我觉得一定是哈哈 苏家人的身份 全部被曝光了出来 并且 网上还出现了不少苏婉婉的近照 网上有不少人 拿着照片辟图 这也太过分了吧 拿着小孩照片辟图 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本来事情就没有定论 这件事起因都还不知道 受害人怎么就出来了 难不成被打的就是受害人 徐松雅的粉丝 三观简直了 干得好 那我告诉你 这几个女生成年的直接进局子 没成年的赔钱道歉是肯定的 但是这辈子都别想出头了 楼上的几位水军吧 我们雅雅都把伤情鉴定结果发出来了 孩子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难道作为一名母亲 不应该给孩子讨回公道吗 再说了 他们几个粉丝这么极端 我们雅雅能管得住 对啊 说到底雅雅和孩子才是最无辜的 为什么还要给苏婉婉洗白 不会真是水军吧 就在网上讨伐生意片的时候 阳光律师所突然发出了一张律师函 不仅徐松雅在列 就连之前给苏婉婉批图的网友 和把婉婉照片爆出来的营销号 纷纷被起诉 原本他们都还想刚一下 结果阳光律师事务所发出来的律师函没多久 一直不怎么更新 微博的苏雨时也忽然发了一条动态 并且还专门爱特了徐松雅 苏雨时 呵呵 我妹妹打人 我只能说 打得好 你家宝贝儿子 抢了我妹妹的东西 还出口辱骂别的小朋友 你有本事说 我妹妹打了你家孩子 那你敢跟网友说张扬做了什么吗 张口就是五十万赔偿 真以为你家孩子是寓做的呀 还有 以后别打着徐婉青的名号 骗粉丝前 恶心死了 苏雨时微博粉丝七千多万 虽然半年前因为各种意外 让不少人不喜 但毕竟粉丝流量大 因此他一出来 原本没关注这件事的粉丝 立马就去了解了前因后果 等他们看完后 人都傻了 徐松雅牛逼啊 明显就是必轻就重 有本事说说 你家儿子 为什么被人家小孩揍啊 一直用偏见引导粉丝 也就你家那些脑残粉 相信他的鬼话 您家孩子三个月前 把人家大班孩子门牙打掉的事情忘记了 您家孩子什么时候这么娇嫩了 竟然连一个三岁小孩都打不过 还发在网上诉苦 要我儿子被人家小孩揍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难道就我一个人看到徐松雅 张口就是五十万的赔偿吗 五十万 真的敢开口说这话 虽然现在生活富裕了 但是也没多少人一年能挣五十万 这一张口就是妥妥的敲诈 真好意思开口要五十万 我都怀疑是碰瓷骗钱的 哼 楼上的 我们家雅雅这么有钱 老公 还是帝都豪门 五十万对你们来说是天文数字 对我们雅雅来说就是一顿饭钱啊 对啊 她有钱过分了吗 你们难道就不看看我们羊羊被打成什么样 实不相瞒 我看了一下图 是屁的 很快 有人就去看了一下徐松雅发的照片 发现孩子伤是屁图的不说 就连那张伤情报告也是假的 令人大跌眼界的还在后面 苏宇石联系了幼儿园 说了网上发生的事情后 幼儿园直接把监控调给了对方 拿到监控的苏宇石 第一时间就放到了网上 监控视频并不长 只有六七分钟的时间 但仅仅这六分钟时间 直接打脸了徐松雅 呵呵 好意思 呵呵 脸疼吗 M 看了视频 真的只能说活该被打 视频中 张扬抢了比他还要矮半头的小孩子手上的娃娃 未了 还把人家的娃娃 扔到地上踩了两脚 更让人生气的是 还骂其中一个孩子 是瘸子 这样 大家怎么可能再忍 就算人家小女孩不动手 他们这些网友 都想动手了 这是一个孩子能说出来的话吗 更何况 徐松雅竟然还觉得自己的孩子委屈 明明该委屈的是人家苏婉婉 和那个被骂瘸子的男孩子 呵呵 徐松雅 打脸吗 你还说 人家孩子没有家教 那你家张扬有吗 抢人家孩子的娃娃 张扬好意思 呵 反正徐松雅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现在怀疑上次他说 苏宇石要侵犯他都是假的 姐妹 终于有人说 这件事了 呵 楼上的是苏宇石的粉丝吧 当初这件事证据确凿 竟然还好意思拿出来说 对啊 当初就是明明就是 你们哥哥不占领 怎么 现在趁此机会 想把责任推到我们姐姐身上 不好意思 我们雅雅不约 呵 视频是不是假的 还不一定呢 就算是张扬抢了苏婉婉的玩具 那苏婉婉也不能往死里打呀 这一看 有人安排啊 徐松雅的粉丝 纷纷替自家姐姐洗白 洗白程度 连吃瓜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不是吧 不是吧 这都能洗 徐松雅的粉丝 是什么三观啊 什么叫就算张扬抢玩具 你们的意思是说 他抢玩具是对的 还有骂人家小朋友 瘸子也是对的 果然什么样的家庭 就交出什么样的孩子 虽然苏婉婉的做法 在我看来认为比较冲动 但是我绝对不认为 这个小孩子的做法是错误的 对 苏婉婉和那个小男孩 明显关系就很好 如果我的朋友被人欺负 老子直接提到跟人干嫁去 M 大家都说得很对 但是就只有我一个人发现 苏婉婉竟然是苏与时的妹妹吗 苏与时粉丝 粉丝们大部分人 刚才都在网上跟徐松雅的粉丝干嫁 压根没空想多余的事情 现在有人提醒 顿时梦了 苏与时是苏婉婉的哥哥 苏婉婉是苏氏集团的千金小姐 那岂不是说 他们家哥哥是个富二代 鬼的富二代啊 苏与时的身份 已经不能用富二代来形容了 人家是首富 首富懂吗 哥哥好像从来没说过 要不是这件事 估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吧 楼上的 你们忘记了 去年有记者问我们 小时如果不在 娱乐圈混了 会做什么工作 结果小时说 不好好工作 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话吗 想起来了 我当时 以为他说笑来着 我就说他怎么穿得起 全球限量版的鞋子 当时还被造谣 说是访货 现在黑子们打脸了吗 哼 徐松雅算是倒大霉了吧 就算他老公有钱又怎么样 在我公公面前 都是渣渣 楼上的不要脸 嗯 我终于明白了 苏与时微博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意思 楼上的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徐婉清的老公不就是 我公公吗 所以我老公是在内涵 徐松雅记着他妈的热度炒作 徐婉清年轻的时候 红遍了大江南北 只是那时候 网络还不是很发达 再加上徐婉清结婚后 重心移到了家庭 网络刚发达的时候 就退出了荧幕 可即便如此 徐婉清三个字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因为 他几乎是第一批走出国外 当年爆红全球的演员和歌手 即便如今 大家不再关注他 可以提起他的名字 大家都能回忆起 那张柔美绝色的脸 徐松雅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靠着小徐婉清的名号红的 但是 等他彻底爆红的时候 反而觉得 这个称号是雷坠 这几年 也极力想要甩脱这个名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徐松雅觉得自己 已经脱离了这个名字 可今天再次听到 徐婉清这三个字时 内心已经充满了慌张 网友们对徐松雅 进行了深扒 才发现 徐松雅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靠着徐婉清的名号火的 但是在后来的采访中 却认为自己爆火的原因 和徐婉清这个称号 没有一点关系 不管是不是粉丝 看到被扒出来的采访时 大家都怒了 呵呵 只能说 徐松雅你是好样的 我是徐松雅的十年老粉 那时候我的确是因为 他长得像徐婉清采访的他 结果发现 这十年来 自己粉了个辣戒 呵 吃着女神的流量 却不承认是沾了女神的光 人写馒头都不带你这么吃的 徐松雅以前黑料一大堆 网络不是没有记忆 你放心 你做的那些事情 网友都能给你扒出来 很快 徐松雅以前的黑历史 全部都被扒了出来 经纪人看到网上那些黑料器的步行 拿着手机打了电话过去 徐松雅 你到底怎么回事 徐松雅心里也有些慌张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但是网上那些越来越多的黑料 让他心里涌起了些许慌乱 姐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前的事情都被扒出来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毕竟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艺人 他也不行 让徐松雅现在凉了 经纪人想了一会儿 道 你在网上发个道歉声明 我让人车热搜 这几天 你自己安静点 别到处坐摇 听到自己经纪人这么说 徐松雅的心里不高兴 但现在又没有别的方法 他也只能答应下来 但是越想越不甘心 明明他儿子 只是抢了苏婉婉一个娃娃 最多再骂了别人两句 这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 真不知道这些人这么在意干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道歉声明他还是得发 他手上飞快地编辑了一串道歉信出来 然后发到了网上 徐松雅V 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 我本来只是随手发到网上的吐槽 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洋洋洒洒一千字小作文 每一句话写得都十分认真 句间满是歉意 看着真像是道歉一样 粉丝们心疼得不行 网友们却一点也不买账 给大家总结一下徐的签字小作文内容 我只是不小心的 我只是随手发的 我才是无辜的 我儿子也是无辜的 粉丝网报不是我引导的 为什么大家都骂我呢 我又做错了什么 泽泽 好大一朵老白脸 看似道歉 却每一句都把责任指向别人 厉害了 只是随手一发 随手一发 连着发了两条微博 只是不小心 不小心把人家小孩和大人网报了 我儿子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抢小孩子的娃娃 还骂人家腿脚不变的孩子 是瘸子 徐松雅的道歉声明 网友们并不接纳 反而指责声越来越大 纷纷要求对方道歉 然而很快 就有网友扒出了那个娃娃的价格 并且单独发了一条微博 网友们这才发现 一个巴掌大的玩具 竟然要三百八十万 网友们乐了 不是要赔钱吗 三百八十万 请现在就把钱给人家家长打过去 贪上市了吧 也不想想我公公送给小姑子的礼物 是几百块钱就解决的 要我说揍轻了 小姑子 下次我帮你摁着揍 熊孩子 张扬 如今真相大白 徐松雅任凭怎么解释都不行 经纪人没想到 事情会越演越烈 联系官方撤热搜 然而才发现 人家上头不让撤 就在第一上挂着 经纪人忙得焦头难额 最后发现到处碰壁 索性就让热搜挂着了 本来以为低调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是没想到 热搜一直挂着 没一会儿 各个品牌纷纷要求解约 徐松雅原本身上有 三十几个品牌的合作 在短短两个小时全部解约 最重要的是 面临着还有许多的赔偿问题 徐松雅还想发微博 结果发现自己的微博 竟然被禁延了99年 徐松雅脸色惨白 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在了 他心里正心烦意乱着 结果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徐松雅以为 是黑粉找到家门口来了 压根不敢开门 只能透着大门的猫眼看过去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 西装皮履的男人 他一手拿着东西 另外一只手在敲门 他大概知道 徐松雅不敢开门 于是把文件放在了门口 对着门内的徐松雅说 徐小姐 这是法院的传票 请您在规定时间内的准时到法庭 说完 也没有在犹豫 直接离开了 等男人走后 徐松雅打开了大门 捡起了地上的文件 看到了帝都法院给他的传票 里面还有一张 阳光事务所的律师函 而下面还有一份赫然是离婚协议书 徐松雅呼吸瞬间停止 连忙掏出手机 想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 然而却显示对方的手机已经是空号 完了 徐松雅面如死灰地走进了屋里 像是一滩烂泥一样 摊在沙发上 双眼无神 张扬顶着两个熊猫眼出来 此时他压根不知道网上的事情 他看着自己妈妈有些不对劲 但是也没多想 而是道 妈 苏王婉那个臭丫头怎么样了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你的那些粉丝给骂死了 张扬想着 马上就要给自己的知语妹妹报仇血恨 心里乐极了 然而他并没有发现 徐松雅的眼神已经出现了变化 女人漆黑的目光中带着仇恨和愤怒 紧接着 整栋公寓都听到了八楼孩子 传来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这事儿 很快就被狗仔发到了网上 除了徐松雅的粉丝 没有一个人 网友会同情 很快 又有人发现徐松雅所有的节目和作品纷纷下架 原因竟然是 刚出道时 在国外大肆宣扬外国文化 从而达到目的 而贬低滑下 粉丝喜都不敢替他喜 一夜之间 娱乐圈茶无此人 热度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苏继周和顾廷员并不满意 他们报了警 立了案 不管是徐松雅 还是那五名学生 一个也没跑掉 被判了几年牢 甚至还面临着巨额的赔偿 很快 婉婉和顾方池的生活 又回到了正轨 婉婉没有受到网报的影响 倒是几个大家长一点也不放心 到后来 干脆早上全家去送 晚上几个大家长轮流来接 快期末的时候 绵绵老师给班上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发了奖状 顾方池拿得最多 手里有整整七张奖状 婉婉看着自己手里空空的 撅着嘴 不高兴 等做活动的时候 婉婉偷偷跑到绵绵老师的面前 不好意思地问 绵绵老师 婉婉怎么没有奖状啊 小朋友还不知道奖状意味着什么 但是看着别的小朋友 差不多都有 自己 却没有 眼馋得不行 绵绵老师 面对婉婉可怜巴巴的模样 有些心软 她倒是想给婉婉弄张奖状 结果这一学期 婉婉愣是一朵小红花 也没证拿到 她就算想找借口 给小孩一张奖状都不行 她不忍心婉婉失望 干脆道 婉婉下学期 要是有三朵小红花 老师就给你发奖状 婉婉一听 有些失望 但是绵绵老师都这么说了 她只能放弃 小团子回到队伍的时候 咽啪啪的 顾芳池有些担心 手被放在婉婉的额头上 叹了叹温度 见对方体温正常 这才松了一口气 婉婉 怎么了 如今顾芳池简直是大变样 这一个月下来 顾芳池愿意跟着大家 一块参加活动 虽然活动对象 只能是苏婉婉 但是绵绵老师 已经心满意足了 顾芳池对婉婉越发清静 就连上厕所都要苏婉婉一块去 因此 看见小团子烟啪啪的模样 心里满是担心 婉婉叹了一口气 婉婉没奖状 小胖说 要是没奖状 回家就要被爸爸走 叔叔不会揍你 顾芳池皱着眉头 看着正在躲塌目光的小胖子 说着 顾芳池把婉婉签到教室 然后把奖状一股脑地塞到婉婉的书包里 这些都送给你 婉婉张着嘴 可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那你怎么办 我爸不会揍我 顾芳池低着头 看着婉婉的大眼睛 心里一紧 他其实明白 婉婉爸爸肯定舍不得做自己闺女 有没有奖状都一样 但是他的话明显说服不了小团子 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婉婉也没有怀疑 心里松了一口气 十分不客气地 把七张奖状全收到了自己的恐龙书包里面 晚上回到家 老父亲替他收拾书包的时候 发现了厚厚一叠的奖状 打开一看 是顾芳池的 婉婉看见爸爸拿着的东西 赶紧跑了过去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老父亲被软糯糯的声音蒙了一脸 但是也没忘记自己要问的 宝宝 顾芳池的奖状 怎么在你书包里 婉婉没觉得有任何问题 这是小池哥哥送给婉婉的呀 他送你奖状干什么 那你的呢 老父亲觉得自己女儿就是世界第一可爱 要不是幼儿园不发这种奖状 不然他觉得 这个奖肯定是他家闺女的 不过他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一张属于自家闺女的奖状 忽然 苏季周像是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家闺女 然而婉婉脸上缺一点伤心的表情也没有 反而黑黑地笑了起来 因为小池哥哥看见婉婉没有奖状 所以都送给婉婉了 说完 又补充了一句 绵绵老师说 下学期把奖状补给婉婉 苏季周 他也知道 自家闺女在学校经常调皮捣蛋 也不至于因为没有奖状打电话问老师怎么回事 但是一想到别人家小朋友都有的 自家闺女却没有 老父亲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于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让助理买了一张奖状 然后亲自写 苏婉婉小朋友获得2021至2022下半学期 全员第一可爱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 当着大家的面送给了婉婉 于是 婉婉的第一张奖状就这么诞生了 事后 苏季周就让苏启怀和苏宇石表起来挂在墙上 婉婉第二天就把这事告诉了顾方池 并且道 小吃哥哥 我还把你的奖状表起来挂在婉婉房间咯 顾方池看得婉婉一眼 说了一句幼稚 但是嘴角却翘起 心情显然很好 小胖听到 婉婉爸爸竟然给他颁了一张奖状 羡慕极了 愣是回家 让自己爸爸也给自己颁一张 结果奖状没要到 还挨了一顿打 第二天捂着屁股走到婉婉面前 可怜巴巴弟道 婉婉 要不您跟我换爸爸吧 我爸爸不能要了 不要 婉婉想都不想的 就拒绝了 小团子很严肃地说 爸爸不是东西 婉婉不能随便送人 小胖子摸了摸脑袋 他听着婉婉的话 觉得婉婉什么地方怪怪的 但仔细一琢磨 也觉得婉婉说了没错 脸色有些失望 好吧 我爸爸也不是个东西 我也不能送给你 说着 无精打采地垂下头 但是我这个爸爸 不能再要了 昨晚竟然背着他妈妈揍他屁股 害得他今天走路的时候 都被朋友笑话了 顾芳池坐在位置上看着英文书 听到两个孩子的话 嘴角抽了抽 婉婉 顾芳池轻轻喊了一声 他声音很轻 就连站得最近的小胖子都没有听见 倒是婉婉回过头 赶紧跑了过来 问道 怎么了 去帮我接杯水 班上有小朋友独立用的杯子 除了定时喝水时间外 小朋友渴了 都可以去门口接水喝 婉婉轻车熟路地找到了顾芳池的杯子 然后接了一大杯水 自己咕咚咕咚喝了两口后 再次接满 滴到了顾芳池的手里 顾芳池显然已经习惯了 婉婉拿着他杯子喝水的事情 也没说什么 便喝了两口 婉婉坐在顾芳池旁边 眼睛一眨一眨的 小吃哥哥 你喝完了吗 顾芳池本来只是想 两个小孩 别再继续讨论 自己爸爸是不是个东西的这个问题 因此只是轻轻抿了一口 直接把剩下的 递到了婉婉的嘴边 喝吧 婉婉嘿嘿一笑 一点也不客气 把剩下的水全部喝光了 绵绵老是见了 语气有些无奈 婉婉 都说了 不能喝你小吃哥哥水杯里的水 婉婉正好被抓包 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小吃哥哥同意的 说完 把目光看向了顾芳池 嗯 我让他喝的 顾芳池点点头 脸上看起来 一点也不介意 这不禁让绵绵老是想到 一年前有个小朋友刚来 不小心喝了顾芳池的杯子 那次顾芳池不禁把杯子丢了不说 整整一学期 都没有在幼儿园喝过水 然而 现在婉婉 天天喝他杯子里的水不说 有时候 顾芳池还专门让小团子给他接水 两个小孩一块喝 绵绵老师教育归教育 但是想要双方家长不在意这件事 也没再说什么了 婉婉在幼儿园不到两个月 真的成为了幼儿园的扛妹子 幼儿园不管什么活动 婉婉永远都是最捧场的那一个 很快 幼儿园就快放寒假了 虽然教育部门不让考试 但孩子 好歹教到幼儿园一学期 总要给家长一个交代 于是放假前一天 绵绵老师就通知班上的小朋友 准备考试 怕小朋友们记不住 还在家长群里通知了一遍 婉婉还不知道考试是什么 但是苏季周对闺女人生中 第一场考试十分重视 当天就去超市买了考试 要用的东西 还专门削好铅笔 准备好巷皮擦 第二天早上 老父亲拍拍婉婉的屁股 道 考不好没关系 但是态度一定要好 不管做不做得起 都要把试卷填满 知道吗 好婉婉其实也不知道老父亲在说啥 但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 毕竟孩子们还小 老师们要求也不高 座位还是和平时一样 于是 婉婉心里好不容易涌上来的小紧张 再看到顾方池的那一刻 瞬间消失了 小池哥哥嗯 婉婉对他越发亲近 顾方池心中越发高兴 他把自己准备好的铅笔 和橡皮茶递给了婉婉 婉婉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这时候 他已经完全忘记 老父亲昨天晚上辛辛苦苦 给他削好的铅笔 考试的时候别紧张 知道吗 婉婉点了点头 他其实想说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但是看到小池哥哥再不断安慰他 他下意识地就不想说 很快 绵绵老师就把试卷发了下去 婉婉看到卷子的那一刻 更加不紧张了 小池哥哥 这些婉婉都会顾方池这才当心下来 说了一句别讲话后 自己也开始埋头做题 一共只有十道题 顾方池看都没看 一会儿就做完了 他抬起头时 婉婉也放下笔 显然对自己的答案很自信 考试只有上午半天 考完试后 婉婉在幼儿园吃了五碗饭 就欢欢喜喜 等着自己二哥来接他 苏语师早早地就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混到了人群的最前面 只不过婉婉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一张小嘴正巴巴地说着今天的考试 原来考试这么简单呀 我还以为多难呢 小池哥哥 你数学倒数第二题写的是什么啊 顾方池想了想 到 好像是五张一圆 或者五十张一角 幼儿园的题都十分简单 平日在幼儿园小朋友们 都会进行曲角活动 比如说 数学试卷的倒数第二题是 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了一个文具盒 花了五元 用两种方式付款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喜欢办家家 因此 这些题并不难 然而婉婉的脚步一顿 小池哥哥 你的答案太复杂了 顾方池心里一紧 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紧接着 就听见婉婉骄傲地道 我写的是支付宝和微信付款啊 末了 还歪着头 一副求表扬的模样 顾方池 他已经对小孩的卷子不自信起来 不过好在 这题已经算是最难的实题了 顾方池觉得 婉婉就算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 这么想着 他看见人群中站着的苏二哥 眼眸一暗 问道 婉婉 今天要不要去我家玩 家里的阿姨又做出了新的蛋糕 婉婉一愣 但是没有一点犹豫 点了点头 正好这时候 绵绵老师再喊婉婉 婉婉 你家长来了 当初苏语诗留给她的印象 是太太深刻 绵绵老师想忘记都不行 即便看到苏语诗一身黑衣 口罩帽子戴着 但是周身的气质是无法让人忽略的 婉婉文言 跳起来看了两眼 果然在人群最前面 看到了二哥的身影 于是 背着自己的恐龙书包 就跑了过去 二哥呀 婉婉的声音甜甜糯糯 苏语诗一把家人抱在怀里 今天考得怎么样 婉婉 超级棒 对于自家宝贝的话 苏语诗那叫一个幸福 毫不犹豫地夸赞了好一会儿 一旁的家长人都傻了 心想这当家长的 也太宠孩子了吧 这话也好意思夸出口 二哥 今天我想去小池哥哥家玩 晚晚点 二哥要把自己带回家 心里有些不愿意 毕竟小池哥哥 说他家里的阿姨 又做好了蛋糕正等的他们 苏语诗下一时看了 还在人群中的顾方池 然后再看了看 自家小妹扑林扑林的大眼睛 实在是忍不下心去拒绝 最后干脆把两个小孩 都接上了保姆车 二哥 这个阿姨是谁啊 苏语诗 这个小孩是谁 两道不同的声音 同时响了起来 晚晚看着面前的女人 下意识地看了看对方的面相 天庭开阔 两腮有肉 嘴唇丰满 说明对方是个 以事业为重的女人 虽然有心机 但对人并无恶意 晚晚对女人的好感 又多了几分 苏语诗连忙解释道 梅姐 我都跟您解释过了 这孩子 真的是我爸的 梅姐已经三十岁了 一双棕色的毛子 静静地看着苏语诗 苏语诗眨眨眼 自己无比真诚的眼睛 晚晚这时候也道 晚晚的爸爸叫苏继周 苏语诗是我二哥 我二哥没说谎呀 晚晚的声音软绵绵的 就像小时候吃到的 棉花糖一样 又软又甜 梅姐终于打消了 一直以来的怀疑 但还是十分严肃地说道 不是最好 你现在跟公司还有合约 一定不能谈恋爱 不然你心徒都快完了 说完又顿了顿 她突然想到 自家一人似乎不红 可以直接回家继承家业来着 梅姐 见梅姐无语 晚晚直接拉了拉梅姐的职业妆 抬起头 露出了自己已经长起来的小乳牙 梅姐姐你放心 我哥哥他这辈子找不到老婆的 得打一辈子光棍 你就放心好了 苏语诗 胸口再次插上了一把剑 梅姐被小孩这话给逗笑了 娱乐圈的明星 一辈子不结婚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放在苏语诗身上 可就不一定了 她手底下这个艺人 简直是个恋爱脑 被人甩了 钱被骗走了不说 结果连人家小手都没牵过 最后还被女方倒打一耙 梅姐 想到以前的是那些糟心事 忍不住干笑了两声 这些事 明显不能对小朋友说 不过晚晚的话实在是太可爱了 梅姐 在晚晚一上车 就抱着舍不得撒手 苏语诗也想抱抱自家的亲妹妹 结果梅姐一个眼神 她就怂了 车上 梅姐翻看着苏语诗的行程表 忍不住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工 要不再休息一下 梅姐一听 立马生气了 啪的一下就把行程表拍在了腿上 还休息 都一个月了你 还没休息够 再休息下去 你就真的要凉了 苏语诗摸了摸鼻子 其实回不回去 我都挺凉的 她口碑不好 只要一有营销号发她的信息 那保准都是骂自己的 谁说的 之前徐松雅的事情 你的口碑好了不少 公司给你接了一个综艺 过两天导演组就要过来 你好好收拾一下 苏语诗原本吊锒铛的 听到这句话 立马坐直了身体 不去 苏语诗有些生气 为什么又不跟我商量 就做决定 梅姐也有些无奈 公司那边私自接的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苏语诗虽然有钱 但是在之前 没有任何一个人 知道她的身份 因此所有的事情 公司都有权利 替苏语诗做决定 尤其是这次苏语诗身份曝光后 苏语诗的邀约更多了起来 公司立马给苏语诗接了当下最火的 《拜托了!宝贝!》 这档综艺节目 也正是因为如此 梅姐才会特意赶过来 我不同意 晚晚绝对不能出现在媒体面前 苏语诗想都不想的 就拒绝了 自己上综艺 她好歹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想吃自家妹妹的热度 想都别想 小时 这次片方给了三千万的片酬 三千亿我也不干 晚晚听得云里雾里 但是一听说上综艺能挣钱 立马举起自己的小手 我干 我干 小团子的声音充满了惊喜 一双小手举到了自己的头顶 苏语诗无奈地看了晚晚一眼 赶紧把小孩的手压了下去 去什么去 你去了 罢不得弄死我 要是被知道了 她可能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因此 苏语诗说什么也不同意 晚晚撅着嘴 梅姐姐 晚晚想去 梅姐 被晚晚的声音 迷得神魂颠倒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她其实私心里 是想让苏语诗 接下这个综艺的 虽然距离徐松雅的事情 过去了一个月 但是苏语诗和她妹妹的热度 并没有降下去 之前苏语诗倒霉 路人员都快被败光了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梅姐当然不愿意错过 如果晚晚去的话 是不是也有三千万啊 因为数额太大 晚晚暂且还不清楚 三千万到底有多少 但她觉得这 肯定是一笔不小的钱 你跟你二个 一共有三千万 综艺一结束 就把钱打过来 晚晚挖了一声 她赶紧道 晚晚要去 苏语诗皱着眉头 想了想 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黑卡 晚晚乖 咱们不去好不好 晚晚接过苏语诗的黑卡 默默地放在了 自己的书包里 事后露出一张 天真无邪的笑脸 摇了摇头 晚晚要去啊 苏语诗 你要去 那把我的黑卡拿走干嘛 苏语诗害怕 这小祖宗坚持要去 赶紧苦口婆心地道 晚晚 上了电视 就会被很多人看到 要是表现不好 会被很多人骂的 其实混娱乐圈的 不管人品多好 演技多优秀 那些网络喷子 总会找点黑料 虽然影响不到他们什么 但总归隔音 更何况 晚晚还这么小 要是在网上 一不小心说错话 她简直想都不敢想 晚晚似乎也没想到会这样 歪着脑袋沉思了一会儿 紧接着 晚晚软糯糯地开口问道 晚晚不可挨卖 可爱 晚晚不好看吗 好看 晚晚不聪明脉 苏宇时 是个大聪明 晚晚问完这些话 耸了耸肩 颇为自恋地说 晚晚聪明又好看 为什么还有人骂晚晚 苏宇时不说话了 她发现自己这张嘴 说不过苏晚晚 只能沉着脸 看着自己的经纪人 不管怎样 综艺我是不会参加的 不管多少钱的违约金 我都出 但是晚晚上节目这件事 休想 梅姐看得出 苏宇时是真的生气了 但是一想到高额的违约金 梅姐却皱了皱眉头 小时 三亿的违约金 不是小数目 而且节目组那边已经官宣 到时候你没去 粉丝估计不买账 官宣 苏宇时咬牙切齿地看着梅姐 这件事 为什么不宜早跟我说 我 梅姐苦笑一声 她虽然是经纪人 实际上没公司股份 在公司里话都说不上 公司要做的决定 她都无法干预 梅姐充满歉意地看着苏宇时 倒是小团子 听到三亿的违约金 直接张大了嘴巴 二哥 去嘛去嘛 有钱不正是傻子呀 苏宇时听到晚晚这话 无奈地拍了拍小团子的脑袋 说得轻巧 晚晚抱住脑袋 撅着嘴 苏宇时心中的怒气瞬间消了大半 其实能和晚晚待在一起 她当然高兴 甚至有些期待 但是这两年来她实在是太倒霉 不出意外 这次去上综艺 不知道又要被骂成什么样 她自己倒是习惯了 可是晚晚呢 小团子虽然有时候一根筋 认字也认不全 但以后呢 苏宇时内心挣扎 好好的跟晚晚说了上综艺的弊端 晚晚听后 果然点了点头 正当苏宇时以为晚晚已经放弃的时候 小团子突然道 可是上电视可以挣钱啊 苏宇时立马明白 小团子是铁了心要去上节目 是去挣那三千万 爷爷和爸是不会同意你去的 他们会的 晚晚无比肯定 苏宇时也不知道 小孩这自信是哪来的 很快 保姆车就停到了顾家的别墅外 车刚停稳 晚晚便自己打开车门下了车 一边跑一边喊 陈阿姨 晚晚来了 蛋糕准备好了吗 梅姐 紧接着 梅姐就看见 晚晚一个人吃了一个六寸的蛋糕 又吃了五六根香蕉 末了 又找家里的阿姨 要了三碗汤喝 她惊恐地看着小团子 然后又看了看 脸上没什么表情 并且还再问够不够吃的小孩大人 最后晚晚又要了一小碗冰激凌后 梅姐再也忍不住了 戳了戳自家一人的手臂 晚晚是不是吃得太多了 苏宇时闻言 能吃是福 顾方池 习惯就好 陈阿姨 宝宝 还要不要吃点水果 梅姐 直到从顾家出来后 梅姐仍然一副神游的状态 她看着晚晚微微隆起的小肚子 忍不住问 晚晚 肚子有没有不舒服 晚晚摇了摇头 没有呀 这也太能吃了吧 回家后 晚晚看见家里的几个大人 已经回来了 晚晚赶紧过去 一人抱了一会儿 把几个大人都哄高兴了 但是也没忘今天的事 爸爸 晚晚想跟二哥一起上电视 几个大人的笑容一顿 纷纷黑着脸 把目光看向了 在角落缩成一团的苏语石 苏启怀把晚晚抱在怀里 轻声问 宝宝怎么想去上电视了 晚晚想挣钱 家里不缺钱 晚晚 可是晚晚想自己挣钱 晚晚撅着嘴 举起手露出三个手指头 道 上电视有三千万哦 到时候 晚晚就可以给爷爷爸爸和哥哥们买礼物了 几个大人文言一正 晚晚想上电视 是想给我们买礼物 对啊 说着晚晚不禁低下了头 晚晚想用自己赚的钱给你们买礼物 所以晚晚才想去的 小孩目光纯粹 不掺杂一点杂志 苏语石也是第一次知道 晚晚想上电视 是因为想给他们买礼物 在场的几个男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前段时间 徐松雅的事情 把几个大人吓住了 因此 对晚晚去参加综艺这件事 还是不太赞成 但大家小看了 晚晚想要上电视的决心 几个大人轮流说 都说不过晚晚 最后只能答应 然后转过背 就给节目组投资了几个亿 拜托了 宝贝 是一组旅游综艺节目 拿到投资款的时候 总导演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朵后面 因为这种节目骚操作多 苏家的大家长怕晚晚上节目不习惯 行李箱都收拾了六个箱子 然后又对得苏语石一通叮嘱 要上节目的前一天 晚晚拍着胸脯保证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二哥 不会让他倒霉的 大家被晚晚这小模样给逗笑了 纷纷顺着晚晚的话 让他好好照顾苏语石 而微博上 对于苏语石带娃参加节目这件事 不仅网友们不相信 就连粉丝们也觉得是假的 我们诗哥似乎从来没上过综艺 这次官宣也没见他出来转发 真的假的 明天就要开播了 到时候看看不就知道了 呃呃呃 虽然我是诗哥的粉丝 但是我们诗哥不会带娃吧 我也担心 到时候不会把搭档的小朋友给搞哭了吧 上次听说在剧组就把人家影后的小孩给弄哭了 应该不会吧 到最后 粉丝们也开始渐渐担心起来了 因为有苏语石带 微博上的关注度又高了起来 纷纷开始期待明天的直播 第二天七点 节目组的摄影师早早的就来到了别墅门口 打开直播后 不少粉丝都涌了进来 啊 我哥有生之年 真的录综艺了 这别墅太豪华了吧 这得多少钱啊 我看地址应该是在帝都 按照现在的房价算 这所宅子 估计得十个亿 首富不愧是首富 摄影师 麻烦多拍拍房间 我看看保姆房有多大 帮我看看 我拴在哪合适 哎呗 诗哥知道 咱们这个综艺是直播吗 估计不知道 因为直播是昨晚才临时改的 粉丝们也不确定 苏语石之不知道 这时候摄影师也到 我们没有通知 要来明星家里拍摄 此话一出 粉丝们顿时沸腾了 哎呀呀 那我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诗哥的腹肌了 诗哥和宝贝 不会还在睡觉吧 好激动 摄影师看着直播间的留言 赶紧按响了门铃 然而 十秒过去了 摄影师还站在门外吹冷风 没人 咋回事啊 马上要参加节目了 为什么还不起来 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 楼上不要尬黑好吗 说不定是别墅太大 人家还没到呢 果然 过了几秒 白金色的大门被打开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庸人愣了一下 摄影师连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哦 少爷还在休闲 小姐这时候应该起床了 卧槽 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少爷小姐 泽泽 楼上真算 如果我能去这里工作 别说少爷小姐了 老子连爷爷都叫 楼上的笑死我了 哈哈 一个月十万 换我我也叫 直播间正在讨论时 庸人就领着摄影师上了楼 苏语师的大门是开着的 摄影师还没走进去 就听见了一道软糯糯的声音 二哥 二哥 起床了 再不起床 就要晒屁股了 昨天晚晚教你的剑法 你还没学会呢 吃完饭 我们接着学啊 摄影师悄咪咪地走得进去 镜头里 一个比床高一点点的小团子 正趴在床边 不停地对着苏语师念叨 我记得 好像我们十哥起床气很大 晚晚不会被打吧 毕竟是亲妹妹 应该不会吧 哎呀呀 苏语师醒了 前方高能 前方高能 苏语师模模糊糊地睁开双眼 看起来的确有些起床气 结果看到趴在床边的小团子 苏语师的眼中立马充满了无奈 他一把将小团子抱了起来 揉了揉小孩的脑袋 今天要赶飞机 不练了 陪二哥睡一会儿 说完 带上被子 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正在看直播的网友 啊 这是我们十哥 十哥竟然没生气 十哥竟然有这么温柔的时候 呜呜 哼 就是作秀而已 他脾气差 不是公认的事情 为了红也是拼了 竟然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 哼 看吧 指不定今天你家哥哥就装不下去 原形毕露了 不知道为什么 直播间里涌出了不少黑粉 摄影师发现 许多不同ID的评论 都是复制的 工作人员立马认识到 可能是苏语时对家买的水军 赶紧联系了房管 把带节奏的人踢了出去 这边 晚晚躺在床上不断叹气 终于看见了 在门口拍摄的摄影师 他有些好奇 从床上艰难地爬了下去 走到摄影师面前 一脸好奇地 看着黑乎乎的摄像机 叔叔 你们干什么啊 晚晚的模样可爱又漂亮 尤其是迈着小短腿 朝这边走来的时候 不仅是摄影师 就连网友们都被这小可爱 迷住了眼 这是晚晚 啊 小团子怎么这么可爱啊 这个小短腿 实在是太有喜感 哈哈 呜 妹妹皮肤太好了 而且和许影后也好像啊 妹妹这颜值 爱了 这是我小姑子 谁也别碰 让我来 摄影师看了一眼评论 发现人类小崽子 果然容易获得喜欢 于是解释了一下 自己来的目的 晚晚算是听明白了 不过看着那黑乎乎的 摄摄影机 越发好奇 垫着脚尖对着镜头 研究了半天 叔叔 晚晚现在 是在电视上吗 说完 又看了看镜头 摄影师笑得差点 没拿稳摄影机 因此 画面晃了两下 哈哈 摄影大叔也被宝贝给蒙死了 小崽子怎么能这么可爱 你说 你吃了几斤的可爱多 小可爱你要什么事的麻蛋 阿姨马上去拼 多多给你买 感觉这次的综艺 宝贝要活 简直不要太可爱 哈哈 哼 我怎么感觉这小孩 有股绿茶味啊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是关于素语时的 评论区里 总有尬黑的喷子和水君 然而 素语时的粉丝 可不是吃素的 看一个喷一个 呵呵 我喝红茶 不知道黑子喝什么茶 水君多少钱一条 有钱大家一起赚啊 人家小朋友绿茶不绿茶 我看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你 肯定是拖黑茶 现在黑粉连小孩子 都不放过了吗 什么样的人 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还早 大部分夜猫子网友 这时候还没起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入直播间的网友 越来越多 婉婉还不知道 有这么多人 正在直播间看着他 听着摄影师大哥的解释 婉婉也有模有样地 介绍起自己来 你们好 我叫苏婉婉婉婉 婉婉对着镜头眨了眨眼 然后转过头 轻声道 还在睡觉的人 是婉婉的二哥 婉婉是不是该叫二哥 起床了呀 摄影师还没回答 婉婉就迈着小团腿 跑了回去 小团子趴在床边 掀开了苏宇石的被子 镜头赶紧跟了过去 然后便看见苏宇石缩成一坨 大长腿却露在外面 而一向注意形象的苏宇石 此刻头发乱糟糟的 嘴巴微张 毫无美感可言 哈哈 这是不是大部分人的写照 给我笑死了 原来大明星起床时 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十哥会不会流口水 明星私底下 原来这么接地气 网友们还在笑苏宇石的时候 晚晚开始用手指轻轻地 戳戳男人的脸颊 苏宇石睡得迷迷糊糊 困得连眼睛都不想睁开 顺手抓住晚晚的小手 嘀咕道 晚晚别闹 让二哥再休息一会儿 不行呀 二哥 摄像大叔 说我们再上节目 话音刚落 苏宇石猛然睁开双眼 结果对上的 确实那黑洞洞的摄像机 哎呀 苏宇石下意识抱紧自己 一脸惊慌 二哥别怕 该拍完的都拍了 说着 还点着脚 拍了拍苏宇石的大腿 哈哈哈哈 给我笑死了 小团子说的没错 该拍的都拍了 以后十哥已经没有任何形象可言了 十哥的反应 简直要笑死我了 第一反应 竟然是暴凶哈哈 综艺名场面不就来了吗 我的酷哥形象荡然无存 突然好期待这个综艺 哈哈哈哈 晚晚 该拍的都拍了 苏宇石 我的脚趾抠出了三十一厅 苏宇石的确尴尬的快 抠出了三十一厅 当看到房间 竟然站着这么多 拿着摄影机的跟拍时 大脑一片空白 估计也知道自己的形象已经全无 咸鱼一般地摊在了床上 晚晚见状 赶紧把苏宇石拉了起来 二哥乖了 晚晚给你洗脸说完 迈着小短腿 就走到了洗漱间 拧了帕子 然后又跑到了床边 小团子虽然力气大 但是小孩的手小 拧洗脸帕的时候 使不上劲 因此 晚晚自觉拧干后 立马抱着湿漉漉的帕子 拍到了苏宇石的脸上 冰冷的水珠 从脸上流到了脖梗 苏宇石瞬间惊坐起来 他看着趴在床边的小团子 正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似乎还没意识到 自己干了什么事 二哥 快擦擦呀 晚晚还不忘催促 苏宇石看着晚晚胸口湿了一大片 眼皮秃秃地跳着 二话不说 把小孩抱在床上坐着 发现小团子只有外套打湿了 瞬间松了口气 赶紧从自己的衣柜里 找出了一件红色的羊毛衣 给晚晚换上 因为这事儿 苏宇石早就没了睡意 因此 在FD的摄像头 记录下了苏宇石刷牙洗脸的全过程 等一切洗漱好后 苏宇石发现 晚晚还没有扎头发 结果研究了半天 都不能用那根木棍 把晚晚的头发盘起来 于是只好下楼找苏季周 苏季周早就知道 节目组的FD来跟拍的消息 因此换好西装 早早地就在楼底下坐着看报纸 爷爷 爸爸 早上好晚晚看到老父亲 瞬间激动地像只小鸟冲了过去 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镜头扫过去的时候 晚晚已经在老父亲的怀里坐着了 爸爸 晚晚头发还没砸好 晚晚拿着自己以前盘头发的小木棍 拿到了苏季周面前 苏季周二话不说接下木棍 轻轻松松就挽了一个小团子 谢谢爸爸 爸爸真好 苏季周好笑 就你嘴甜 虽然如此 苏季周心里还是很高兴 而直播间里 看到苏季周的真容时 瞬间炸了 啊啊啊 公公这么帅吗 这是我未来公公 为什么这么年轻啊 怪不得许晚清能看上她 除了有钱外 真的好看 老爷子虽然老了 但是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挺好看的 家人里都好宠妹妹的感觉 妹妹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网友们正在直播间 热烈讨论着苏季周和老爷子 但时间久了 就有网友发现 苏婉婉嘴里啃着的 是她今天吃的第十个包子 更要命的是 几个大家长 还在疯狂喂食 网友们瞬间担心的不行 哎呀呀 看着好吓人啊 我平时吃三个就吃不下去了 晚晚怎么吃这么多啊 求求别再喂了 小孩吃多了 消化不了 这是什么家长啊 小孩子能吃这么多 这是什么熊家长啊 已经是第十五个包子了 一旁拍摄的FD 也有些担心 忍不住提醒到 苏先生 晚晚吃这么多 能消化吗 说着 还下意识地 看了看晚晚的小肚子 苏季周愣了 解释道 晚晚比平常的 小孩子吃得多一些 说完 又递了一个包子给晚晚 晚晚熬无一口 就吞掉了小包子 吃完后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爸爸 吃饱了吃饱了 就去沙发上看电视 待会儿爸爸 送你去机场 好晚晚 从老父亲腿上爬了下去 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丫头 好像真的很能吃 我宣布新一轮的大卫王 为苏晚晚所有 看着晚晚吃饭 感觉好幸福 我早饭 都不自觉地多吃了一碗饭 我也是 就想看吃播一样 晚晚吃相好可爱 没有人拒绝 一边吃饭 一边好吃到 咬脑袋的小团子吧 我有轻微厌食症 可是看见晚晚 突然想吃饭了 小家伙吃得好虾 晚晚还不知道 直播间的网友 已经给他灌了一个 大卫王称号 等他吃完后 看了一集动画片 收拾好后 佣人就提着 晚晚的六个行李箱上车了 刚到机场 几个大人 同时收到了一条微信信息 发现 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成绩出来了 另外还有绵绵老师 单独给苏季周的消息 苏季周突然涌起了 一丝不好的预感 没敢看绵绵老师 给他发的内容 而是问道 晚晚 你对自己幼儿园的考试 有把握吗 这几天晚晚 早就把考试这件事 抛之脑后了 因此歪着脑袋想了很久 这才想起了幼儿园的考试 于是十分自信地点了点头 晚晚考得特别棒 苏季周这才放松了下来 先是在班级群里 打开了绵绵老师 发的成绩单 苏季周找了半天晚晚的名字 然后发现 别的小朋友几乎都是一百分 自家的小崽子 竟然只有六十 苏季周 小团子为什么这么自信 苏季周这么想着 点开了绵绵老师 给他发来的试卷 前面几道题都做得很不错 但是最后的几道题 简直惨不忍睹 题目 小明手里有十颗糖 八颗棉花糖 两颗水果糖 今天小明吃了六颗棉花糖 两颗水果糖 请问 小明手里还有多少糖 晚晚答 小日月有糖尿病 因为还不怎么会写字 名字直接分了家 紧接着就是下面一提 一个盒子有几边 晚晚答 两边 里边和西部边 苏季周看着晚晚的试卷 一时间哭笑不得 但是心里面更多的确实无奈 晚晚支着脑袋看了看 结果什么也没看到 于是拉了拉老父亲的手 焦急地问道 爸爸 晚晚考得还不好啊 苏季周还没说话 跟拍SD就把镜头 扫到了苏季周的微信页面上 网友们顿时间看得清清楚楚 小团子到底是什么天才 一个盒子有几边 外边和里边 没错呀 哈哈哈哈 神他妈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太有才了 哈哈 怎么能这么可爱 这几个熊家长 到底都教了晚晚什么啊 太搞笑了 小团子的脑子 似乎有些脑洞清奇 这脑洞真的绝了 哈哈哈哈 小明的名字 原来叫小日月 哈哈哈哈 写不起字写拼音 真有才 晚晚似乎一直以为自己考得很好 小家伙似乎比较自信 此时 晚晚还不知道 自己这么自信的答案 竟然被网友们笑话了 此时他养着小脑袋 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分数 苏季周没办法 夸了一句 晚晚考得很不错 晚晚一听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真的吗 晚晚考了多少啊 苏季周 六十 晚晚挖了一声 继续问 那小吃哥哥捏 苏季周 闺女 这不是你能比的 苏季周怕伤害到了晚晚的自尊心 于是昧着良心道 你和你的小吃哥哥 分数差不多 晚晚一听 瞬间安心下来了 然而 老父亲突然有点担心 自己闺女以后上学该怎么办 晚晚还不知道 老父亲心里面的担心 此刻正因为自己的成绩和自家的小吃哥哥差不多而心里得意 要知道 他的小吃哥哥可是幼儿园最厉害的小朋友 网友们见到这一幕简直快笑死了 等把晚晚送到检票口后 老父亲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这次 拜托了 宝贝的录制地点在C市 晚晚一下飞机 就喊自己饿了 苏季时知道 小团子胃口大 跟节目组解释了一下后 先带着小团子吃饭去了 C市的小吃特别多 晚晚从小吃接出来的时候 已经拿了不少东西 哥哥 你吃这个蚂蚱吧 好吃 还有这条小蛇也不错 炒鸡好吃 还有这个这个 二哥你也尝尝看 苏季时看着晚晚递过来的各种虫子 头皮一马 小团子不愧是小吃货 看到小吃街里 有卖各种奇葩食物 统统想尝一尝 晚晚你自己吃 苏季时赶紧拦住晚晚的手 死活不肯张口 晚晚仰着头 看着二哥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拒绝 立马了解了 晚晚知道 二哥 你肯定害怕了 我没有 苏季时想都不想地说 那你吃呀 苏季时 他看着那被油炸得黑漆漆的小蛇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然而晚晚垫着脚尖 使劲地想往自己的嘴里凑 苏季时几次张口 却都下不去嘴 看着两兄妹的互动 网友们简直要笑死 十哥 承认自己害怕并不丢人 你要是再不承认 妹妹都要把小蛇塞你嘴里了 男人该怂还是得怂 说实话 小团子的胆真大 连蛇都敢吃 虽然我是吃货 但是我也不敢下嘴啊 十哥 好歹是妹妹亲自喂的 不吃多对不起妹妹啊 哈哈 楼上的你好损 泽泽 这个丫头一看就是装的 表现得这么喜欢 却一口也不咬 为了作秀 真的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 然而 就在这条评论出现后 镜头外的晚晚 见苏宇时不吃 只好自己几口 把小蛇吃掉 都不带犹豫的 二哥 等我们回家的时候 给爷爷爸爸和大哥 也带一条小蛇回去吃啊 好好吃啊 说完 又把右手的蝎子给吃了 小团子吃得津津有味 嘴里嚼得嘎嘣脆 吃货无疑了 黑子打脸嘛 我们家晚晚是真的喜欢吃 哇塞 感觉真的嘎嘣脆的感觉 突然好想吃啊 楼上的 晚晚刚才吃的小蛇八十 蝎子六十 蝉永 三十你确定吃得起 不知道家里的几个大家长 听到自己闺女这话 会心情怎么样 苏继舟 宝贝我谢谢你 笑死 笑出强大 小团子一路上都高高兴兴的 刚才在小吃街苏语时 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因此 节目组正在约车时 嘴巴都还没停过 晚晚抬起头 看着最后一只蝎子 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二哥 你真的不吃卖 蝎子在油锅里扎了一圈 尾部高高扬起 黑油油的身子 看起来更加凶狠 苏语时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但脸上仍然强壮镇定 宝宝你自己吃 好吧 晚晚看出了 二哥似乎是真的不喜欢蝎子 打算下次换其他东西投喂 晚晚吃完最后一口 节目组约的车还是没到 苏语时站在公路旁腿 都快站妈了 他忍不住问跟怕的SD 车怎么还没来 SD也有些着急 马上拿着手机去联系车了 别着急 一会儿车就来咯 话音刚落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停在了路边 司机下车 操着一口C式方言 喂 你们是不是那个节目组的哟 苏语时和剧组的FD 都是外地人 司机说话又快 他们一句也没听懂 尝试着用普通话给对方交流 但对方的普通话相当别角 更加听不懂了 师父 我们是节目组脸 正当苏语时和工作人员 专耳挠塞时 小团子居然操着一口C式方言 和司机对上了话 司机当即眼睛一亮 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好不容易上了车 却发现行李箱太多 根本装不下 哎呀 没的关系 这个小伙子坐前面去 把箱子抱着就行了 说完 直接把副驾驶的位置 向后移了一下 然后把多余的那个箱子 塞到了副驾驶的下面 小伙子 上去啊 苏语时睁大双眼 看着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忍不住道 这让我怎么上 司机听得懂普通话 赶紧道 你就这样一只GO跨过去 另外一只GO放在这儿 虽然知道面前这个大明星听不懂 但是司机尽职尽责地给苏语时掩饰了一遍 苏语时眼神越来越崩溃 越发想撂蛋子走人了 然而跟拍的FD非但没有帮忙 反而把镜头给到了苏语时这边 哈哈 笑死了 C式的司机好好爽 苏语时 人在猛逼中 虽然很心疼 但是诗哥的表情真的好搞笑 看着司机好像是在问你在搞笑吗 M 只有我一个人想问 GO是什么意思吗 而且我觉得司机口气好差的感觉 楼上的 我就是C式人 C式方言说的比较重 所以经常会被误以为在吵架 其实就是正常说话了 因为大部分C式人 都是直接动手揍人的 我可以证明楼上说的话 因为我刚被揍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 司机大叔和苏语时二人之间 就像是鸡同鸭讲吗 被我笑死了 晚晚的C式话好标准 好可爱 晚晚从小就在C式 镇上的小朋友都说本地的方言 因此已经习惯了 只不过师兄和师父 平日里都说普通话 晚晚当初 即便还没去幼儿园 但因为在大环境中 两种话都切换自如 一路上 晚晚跟着司机大叔唠嗑 但是车里的人 一句话也听不懂 尤其是苏语时 一个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抱着一个行李箱 大长腿在狭窄的空间里 无处安放 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 苏语时忽然叫了出来 晚晚有些担心 赶紧支着小脑袋问道 二哥 你怎么了 苏语时一脸便秘 脚 脚抹了 他腿长 根本没办法移动 两个小时的车程 让他的脚越来越麻木 最后实在是憋不住了 才轻哼了一声 大伙儿充满同情地 看着苏语时 尤其是直播间的网友 嘴都快笑烂了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十哥 十哥太搞笑了 笑拉了 哈哈 其实为什么不坐高铁 去中山镇 中山镇似乎没有高铁 好在没多久后 一行人终于到了中山镇 中山镇地处偏远 但是风景相当不错 正当苏语时 瘸着腿下车 正准备感慨 节目组终于坐人时 工作人员忽然告知他 后面的路得自己走 因为车上不去了 而目的地 是在面前的那座山上 苏语时听后 脸上的笑容一僵 机械般地抬起头 望向高耸露云的山峰 这山上有人住 工作人员 是的 其他嘉宾 已经陆续到达了 苏语时 看着面前 坑坑洼洼的地面 脸色苍白 他忍不住 指着自己面前的 几个大箱子 那我们的箱子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哦 SD提醒道 苏语时 就算他一手拿两个 上下山 也得拿四趟 这估计到 明天早上都搬不完吧 然而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 晚晚突然上前 一手扛着一个箱子 直接往山上走 走了几步 发现苏语时 还愣在原地 二哥 走了 苏语时 他爹撞的空箱子 晚晚一手提着 两个大箱子的壮举 直接把现场的苏语时 和工作人员给吓到了 网友们也纷纷不相信 一个小孩 竟然能提得动两个箱子 这也太假了吧 能不能不要侮辱我的智商 小孩子能提两个行李箱 如果不是作秀 我倒立吃屎 虽然 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也大可不必 免得到时候小朋友被误伤 虽然我也觉得是假的 可是为什么苏语时 只能提一个行李箱 没错 正当晚晚轻轻松松 提起两个行李箱的时候 苏语时咬了咬牙 一手提一个行李箱 结果行李箱在他手里 只行走了一小步的距离 苏语时 丢脸是丢脸 但是刚才差点闪了腰 好不容易跟上了晚晚的步伐 苏语时已经快累成狗了 二哥 你身体太虚了 明天你跟着晚晚一起操练 保证一个月后 你身体棒棒的 苏语时累的眼睛面前 出现了不少小惊心 听到晚晚这句话也没多想 反正晚晚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赶紧点点头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然后一屁股躺在了大马路上 哈哈 晚晚你 怎么能说你家二哥虚呢 明明人家一夜八次 跟晚晚对比 苏语时的确好虚 累得连形象都不要了 虽然我认为是作秀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 即便是空箱子 晚晚也挺猛的 走了这么久 竟然都不喊累 其余三组的小童子 刚才都是哭着上去的 好像真的是这样 苏晚晚的确脸不红心不传 他看着苏语时累的 瘫倒在地上 叹了口气 语气有些无奈 二哥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晚晚去把剩下的箱子拿上来 说完 直接突突突地跑下山去 都不带喘气的 因为没有苏语时这个拖累 晚晚没一会儿 就把几个箱子 陆陆续续搬了上来 而且来回好几趟 连汗水都没出 妹妹体力也太好了吧 说妹妹装的人 睁着眼睛麻烦看看 这是常人能装的样子吗 你瞅瞅我们诗哥 直接累到倒在马路上睡着了 M 这到底是家长带娃 还是娃带飞家长啊 嗨 我们诗哥身体虚吗 熊猫 山上的笋 都被你们吃完了 评论区里爆笑一片 毕竟苏语时 和晚晚二人的互动 还是第一次出现 网友们看得都乐呵呵的 尤其是晚晚把行李箱 提上山后 苏语时 直接累得趴在行李箱上睡着了 晚晚喊了半天 都没把人叫醒 晚晚求助地看着工作人员 湿漉漉的双眼 有些茫然无措 正当工作人员 准备叫醒苏语时的时候 就听见小团子伤心地问 我二哥不会累死了吧 说着 低声唾弃了起来 工作人员瞬间手忙脚乱 一个去喊苏语时起来 另一个安慰小团子 你看你哥哥胸口还在动 没死 那他怎么没醒啊 你哥哥睡着了 这种地方都能睡着吗 哥哥好厉害啊 苏语时刚睡醒 全身酸软 还迷迷糊糊的时候 听到了晚晚睡的后半句 意识都没缓过来 嘴巴却张开道 你二哥这么帅 当然厉害了 话音刚落 镜头颤了两下 是FD实在没忍住 扛着的相机动了动 我经受过专业训练 轻易是不会笑的 除非是实在忍不住 这就是说话不过大脑吧 这明明是嘴在前面说 脑子在后面追 这两兄妹 似乎都有一种迷之自信 给我笑死 哈哈 晚晚的童言无忌 简直了 也不知道这小脑袋 瓜子怎么长的 苏语时还不知道 网友们怎么调侃自己 此时他终于反应过来 看到晚晚 睫毛上挂着的泪珠子 惊慌失措 爬起来给小孩擦了擦 怎么哭了 晚晚撅着嘴 呜呜 二哥睡得跟猪一样 晚晚以为你死了 二哥你 不要死好不好 苏语时 到底是谁到处 二哥说他死了 工作人员把目光 放到了晚晚身上 晚晚还有些委屈 见到大家的目光 都看着他 莫名有些心虚 苏语时没好气地 捏了捏小孩的鼻子 正准备去 班山下的行李箱时 发现行李箱 已经搬完了 苏语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晚晚搬的 晚晚厉害吧 苏语时眨了眨眼 颓废地坐在路边 晚晚不知道 二哥怎么突然之间 十年啪啪的 挠了挠头 二哥 你怎么了 苏语时看着晚晚 无奈地叹了口气 哉哉 你知道再这样下去 你二哥的仪式英明 要毁了吗 晚晚歪着脑袋 仪式英明是什么呀 就是我的名声 苏语时认真的解释道 晚晚立马懂了 然后小神棍一样掐了掐指 二哥你放心好了 你没有名声这个东西的 苏语时 男人在马路上做了半赏 最后筋疲力尽地站起身 使劲地揉了揉 晚晚的脑袋 因为天色已经不早了 节目组也没有帮他们的意思 于是 二人只能加快动作 两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一块空水泥的院落 而此时 其余三组嘉宾已经到了 导演这时候 也出现到了镜头里 并且手里多了一个 白色的透明盒子 好了 请把你们带来的 除了衣物之外的东西 全部交上来 苏语时还没喘够气 听到导演的话时 立马炸毛了 来的时候怎么不说 他和晚晚来这里 可是带了整整八个行李箱 现在 却告诉他们 除了衣物 什么都不能带 这不是闹吗 导演耸了耸肩 请嘉宾配合我们节目组的工作 苏语时想掉头就走 倒是晚晚主动 把自己恐龙书包里面的手机 交到了导演的手里 导演拿着晚晚的手机 稍稍愣了一下 要知道来的所有小朋友 把手机上交时 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然而晚晚交完手机 还一双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导演 叔叔 你还要说晚晚的什么东西啊 说完 赶紧跑到行李箱旁边 一一打开 第一个箱子和第二个箱子 还算正常 都是一些衣物 但是第三个箱子打开的时候 画风开始逐渐惊悚起来 一箱子玩具 两箱子零食 还有一箱的调味品 和几十斤猪肉 即便是导演已经见过了许多嘉宾的骚操作 但是晚晚这个样子的 真的还是第一次见 就连一旁的苏语时 也瞪大了眼睛 宝宝 你什么时候收拾的 不是我收拾的 是爷爷爸爸和大哥 给晚晚收拾的行列 大家掌门 怕自家崽子饿着 于是装了好几个行李箱的东西 千房万房 还是没防住导演的骚操作 导演看着晚晚天真的表情 嘿嘿一笑 除了衣服 我们全部都要收 晚晚点点头 那晚晚的裤子捏 叔叔你拿走了 晚晚就没有裤子穿了 导演 裤子不收 但是临时玩具 都必须给叔叔保管 本以为小团子听到这话 就算不哭不闹 起码也得犹豫一下 哪知道晚晚都不带犹豫的 直接把几个箱子关上 提到了导演的面前 顺带 把自己哥哥箱子里带的游戏机 也一并上交了 见苏语师不高兴 晚晚赶紧低声道 二哥呀 三千万啊三千万 苏语师低头看向 拉着他衣袖的小团子 脑中不断着回荡着三千万三千万 苏语师 行行行 拿走就拿走 你高兴就好 想到自己要忍痛七天 不玩游戏机 苏语师想想 都觉得头疼 但晚晚挣钱的决定相当坚定 苏语师想拒绝都不行 导演看着这两兄妹 竟然没闹腾 有些牙痒痒 好了 既然各位嘉宾都到齐了 咱们就互相认识一下吧 圈内明星多 除了大火的几位 其实很多明星都是 互相不认识的 但是苏语师却不一样 其余三对嘉宾 他都认识 嘉宾里 只有一位女明星 叫邱琪 今年三十五岁 是带着自己五岁儿子 来参加节目 在他旁边站着的男人 看起来有些微胖 但是皮肤很白 眼睛上戴着黑色塑料的眼镜 男人抱着女儿 开始做自我介绍 你们好 我叫宋金 这是我儿子宋佑 宋金是一名导演 他虽然在幕后工作 但是都知道 娱乐圈有这么一位 被称为鬼才的导演 宋金起点非常高 算是几位嘉宾中地位最高的 紧接着 就是 站在最外侧的男人 他的年纪看起来并不大 一头灰白的短发 左耳带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耳钉 用晚晚后来的话说 就是精神小伙的进阶版 大家好 我叫盛伯源 这是我妹妹盛和 盛伯源说完 他怀里的小孩 也对着镜头 甜甜地打了个招呼 盛伯源老婆粉居多 这时候听到盛和甜甜的声音 顿时燃炸了 哎呀呀 妹妹你好 我是你的嫂嫂 盛伯源好帅呀 她低根也好好听 为了圆圆而来的 妹妹好乖 感觉比苏婉婉懂事多了 至少人家知道打招呼 对啊 而且不知道节目组怎么想的 竟然让苏雨时来参加节目 这不是隔音人吗 也就我们哥哥大人不计小人过 当初要不是没怎么追究苏雨时的责任 要不然 现在苏雨时应该吃牢饭去了 哼 苏雨时就是个垃圾 当初那队长的位置 都是陪哪个妇婆睡觉 拿到的吧 真以为我们十个没粉丝了对吧 抄袭的事 就你们家说了算 那个我们家自认倒霉 被盛伯源钻了空子 但是我们与时俱进的粉丝 绝对不会承认 你家哥哥词曲做得有多烂 需要我帮你放放当年的音频吗 我就知道 盛伯源的粉丝要搞事情 真是一捧一彩的好手 说我们晚晚没礼貌 那是因为我们家仔仔都还没介绍好不好 而且 人家早上七点就准时跟我们粉丝问好了 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盛伯源从两年前资源忽然好了不少 因此收割了大量的女粉丝 这两年 他靠着大批资源 而爆红娱乐圈 粉丝数都快赶超苏雨时了 但是双方粉丝一直以来并不友好 因为苏雨时和盛伯源 16岁在国内做练习生 18岁组团出道 苏雨时唱跳全能 因此担任了组合的队长 而盛伯源 卡着最后一个出道位 进了团 组合出名后 公司便准备让队员单飞 当年苏雨时 凭借着惊人的相貌和优质的才能 斩获大批粉丝 资源一路遥遥领先 两年前 组合正式宣布解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苏雨时和盛伯源二人 同时发了一首歌 但是网友们听了之后发现 二人的新歌旋律 几乎一模一样 一时间 大家都分不清 到底是谁抄袭谁的 然而盛伯源在第一时间 拿出了创作的时间证据 苏雨时却拿不出来 因此 所有人都认定了是苏雨时 抄袭了盛伯源的新歌 这是苏雨时倒霉的开始 因此 看到盛伯源时 苏雨时的脸色相当差 直接抱着婉婉 站在了离对方最远的地方 一脸淡漠 盛伯源看着苏雨时 离自己这么远 眼神有些受伤 只不过还是无奈地笑了笑 十哥 好久不见 盛伯源是当下最受欢迎的类型 再加上他脸上的笑意 十分有亲和力 会让大部分人都有好感 当然 这并不包括苏雨时 和婉婉小朋友 苏雨时黑着脸 脸上没有一点反应 婉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看着盛伯源 只见盛伯源的脸 看起来像是锥形 大大的双眼皮 看着怪怪的 更让婉婉皱眉的 却是盛伯源浑身散发着的 金光和黑气 充斥着不和谐的感觉 按照面相来看 盛伯源一看就是小人之相 怎么可能有金光傍身 反正 看着相当奇怪 兄妹二人迟迟没有打招呼 惹得盛伯源的粉丝 有些不高兴 呵呵 苏雨时是什么意思 一点礼貌都没有 还豪门贵公子 一点教养都没有 还是我们圆圆大人不计小人过 呵 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苏雨时 苏雨时滚出娱乐圈 正当盛伯源粉丝叫骂上的时候 婉婉居然动了 他仰着脑袋 看着男人尖尖的下巴 眼中有些好奇 苏雨时原本见自己妹妹走过去 有些担心 可是婉婉眼里的球之欲 却让苏雨时把话吞了下去 只见婉婉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盛板元 甜甜地道 你好 我叫苏婉婉 婉婉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盛伯源脸色一僵打心眼讨厌苏雨时这个妹妹 可是他还顾及着在直播只能温和地点点头 柔声问道 婉婉小朋友有什么要问的 婉婉想问哥哥的下巴 为什么这么尖压 好像葫芦娃里抓走爷爷的蛇精爱 盛伯源 男人气得差点伸出手打孩子 他看着苏雨时 万分肯定是苏雨时 让苏婉婉当着网友们这么问的 他当练习生的时候 一直不温不火 不像苏雨时那样 还没出道就有了一大批的粉丝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道士 给他看了面相 说他必须改面相才能出道 在娱乐圈里明星微条动刀子并不少见 但是一旦被扒出来 肯定有会被诟病 在再三的犹豫之下 盛伯源还是同意动了刀子 让他惊喜的是 原本无缘组团出道的他 竟然阴差阳错地 卡在最后一名进入了决赛 并且成功出道 盛伯源尝到了甜头 但是出道后 他红了并没有多长一段时间 又凉了 于是他找到了之前给他看向的道士 他按照那个道士的要求整了容 临走前 那道士送给了他一枚玉佩 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然而 自从得到那枚玉佩后 他的资源越来越好 道士苏雨时 只要他资源越好 那么苏雨时就会越来越倒霉 尤其是越来越多网友 在他红了之后做对比 说他的面貌和苏雨时越来越像实 盛伯源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只要他越红 那苏雨时就会越来越陡霉 后面的事情真的如他猜测的那样 他爆红各大卫士 而苏雨时因为各种奇葩事 被拉下神坛 可是现在被一个小孩当着面整容时 盛伯源心里忍不住有些害怕 尤其是苏安婉一双眼睛黑白分明 眼神是小孩特有的纯粹 似乎他藏在阴暗处的秘密 被这个小孩看得彻彻底底 盛伯源慌乱不已 脸色越发苍白 正好这时候苏雨时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礼貌的笑容 与其带着淡淡的歉意 不好意思 变化太大了我没认出来 你不会生气吧 盛伯源听到这句话 脸色更加不好 如果说苏婉婉刚才问他的时候 是童言无忌 那现在苏雨时这句话 可以说是一由所指 果然 直播间盛伯源的粉丝 立马不满起来 苏雨时这是什么意思 哼 我们家圆圆就是天生丽质 哪里整容啊 苏雨时真没礼貌 我们圆圆这么大一个人 他都认识 这他妈会装 苏婉婉的话也是 感觉是有人教他一样 苏婉婉要是知道 盛伯源粉丝这么想他 估计都要觉得自己冤枉死了 他只是抬头的时候 看见盛伯源这么尖的下巴 有些好奇而已 见盛伯源不回答 婉婉撅着嘴 回到了苏雨时的身边 导演在一旁觉得有些尴尬 赶紧道 各位嘉宾既然已经介绍完毕 那现在 我开始宣布第一个任务 导演说完顿了顿 神秘兮兮地说 获得第一名的选手 可以优先选择我们的房间 导演说完 由婉婉开始带头 开始热烈鼓掌 导演还是第一次 这么有人捧场 有些惊讶地看向婉婉 婉婉要当第一 婉婉小拳头捏紧 把手举到头顶大声说 婉婉要当第一 婉婉挺着小肚子 举着手的模样 把众人逗笑了 苏雨时低着头 看着自家妹妹胜负欲这么强 好笑地摇摇头 比赛的规则就是 宝贝们先在原地转十圈 然后跑到指定位置 跑完后和家长击掌 才算任务完成 在宝贝中最大的 就是秋奇和宋金的儿子 两个宝贝都已经五岁了 而圣和今年四岁半 婉婉是当中年纪最小的 胜负一下子就分出来了 然而 就当导演开始喊比赛开始的时候 小团子直接开始扮弯腰转圈圈 因为动作十分迅速 当别的小朋友 才转第五圈的时候 婉婉已经转完了 冲啊 婉婉二话不说 直接跌跌撞撞地往前冲 然而 原本苏宇石满是志在必得的笑容 忽然凝固了起来 赶紧到 婉婉 跑反了 只见苏婉婉 快速朝着反方向跑了过去 因为跑到太快 压根没听到苏宇石 在他背后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哈哈 给我笑死了 宝贝 不仅跑反了 还跑到人家陆怀那边的跑道上了 十个人都傻了 十个在后面 嗓子都喊哑了 但是婉婉自己跑自己的 真的太搞笑了 婉婉 谁也不能阻止 我当第一 半分钟后 婉婉终于跑了回来 举起手就要跟自己哥哥击掌 婉婉见苏宇石不伸出手 疑惑地问 二哥 怎么了 此时婉婉还没发现 自己已经跑错了方向 苏宇石垂头丧气地 指着已经准备跑回来的三个小孩 无奈道 婉婉 你跑错了 婉婉 他睁大眼睛 看着面前这一幕 像是受到了天大的打击一样 苏宇石见婉婉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 一时间有些害怕 小孩真的会因为输了比赛而哭 要知道 他妹妹可是幼儿园最厉害的崽子 这还是输了 小孩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 正当苏宇石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孩的时候 婉婉居然撸起袖子 在原地快速转了十个拳 等他转完后 眼中已经冒起了小星星 找对方向后 小团子直接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出去 一起比赛的小嘉宾 毕竟年纪还小 岁数也相差的不是很多 婉婉跑得这么快 除了圣河以外的两个小孩 全都停下了脚步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婉婉已经折返回来 马上就要超过几人了 到最后 婉婉第一个和苏宇石机长 苏宇石惊喜地抱着小团子一通夸赞 婉婉真厉害 婉婉是第一 就连陆怀和宋佑时 脸上也不禁带着一丝佩服 婉婉妹妹 你好厉害啊 明明是几个孩子中最小的 却跑得这么快 尤其是陆怀羡慕的目光都快溢出了双目 她盯着婉婉 忍不住问道 婉婉妹妹 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腿这么短 却能跑这么快的吗 苏婉婉 小团子下意识地低下头 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腿 沉默了一会儿后 婉婉看着陆怀 认真说 婉婉还小哦 长大已经肯定会长高的 她怕陆怀不相信 又添了一句 婉婉的爷爷 爸爸和哥哥们都很高的 哈哈 小团子头一次不自信了 婉婉的腿 真的好短 哈哈哈哈 我的板儿啊 怎么说话这么可爱呀 给我笑死了 我感觉婉婉有那么一点点的心虚 不过却死要面子的感觉 陆怀真的不愧是直男 婉婉拳头都捏紧了 几个小宰子 也太搞笑了 为什么盛和不高兴的样子 可能是比赛输了吧 毕竟是最后一名 你看他都快哭了 好心疼宰宰啊 要不是苏婉婉突然干扰 不然我们宰宰也不至于最后一名 现在肯定都难受死了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 苏婉婉的好胜心太强了 苏婉婉在直播间里 遭到了不少质疑 正在看直播的几个大家长 看到这些评论 恨不得直接把那个叫什么盛博元的小明星给封杀了 他们家婉婉好胜心强一点怎么了 难道还不准孩子要强啊 自家孩子的第一事 靠着自己的努力隔来的 没头没强 凭什么要被这些网友这么说 顾家别墅里 顾芳池很早之前就知道 婉婉要录制节目这件事 于是今天便早早地起床看直播 结果看到婉婉 竟然因为那个整容脸明星的粉丝不断攻击婉婉时 顾芳池的脸色相当难看 他看着一同观看直播的顾婉婉 眼眸暗了暗 爸 我记得盛博元好像是你公司先签约的一人吧 顾婉婉听到儿子的话一愣 他旗下产业这么多 光是娱乐公司就有四五家 哪里记得有没有这个小人物 虽然后奇 儿子为什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但是顾婉婉还是道 我让人下去查查 如果顾婉婉真的在背后搞小动作 你爸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顾芳池显然有些不满意 但又不得不承认顾婉婉说的没错 因此只能一双黑悠悠的目光 直直地看着视频里的蛇精脸 桌子下 双手捏得死死的 好在盛博元的粉丝 在直播间并没有空评多久 就被粉丝给对了回去 盛博元的粉丝也太搞笑了吧 晚晚干扰其余小朋友 他是用手掏了 还是用脚勾了 盛和自己跑步赢你们这些阿姨 把最怪在苏安婉身上干嘛 我本来是爱看综艺的 不是谁的粉 但是看着苏安婉的确挺喜欢的 小姑娘一开始就表明了 自己要当第一 对比赛十分认真 就算方向跑反了 人家仍然赢得了比赛 有实力 凭什么不能争第一啊 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盛博元的粉丝的确过分 虽然承认他很火 但是粉丝是出了名的没素质 我妹妹靠实力赢得的比赛 怎么 还不让人显摆显摆了呀 感觉苏安婉好像很有运动天赋的样子 别看腿这么短 但是跑得真的很快 如果以后 有需要的话可以让孩子去学学田径 M 想了想玩玩满身腱子肉的场景 我看还是算了吧 哈哈哈哈 我也受不了 导演组看着直播间里的评论 扭转了不手 顿时松了口气 虽然嘉宾们被骂成什么样 和他们没关系 但是苏语时和玩玩宝贝不一样啊 兄妹二人的爹 直接给剧组投资了几个亿 现在导演看他们都不是两个嘉宾 而是全组的宝贝疙瘩 还是二人被盛博元的粉丝骂自闭了怎么办 到时候苏继周还不得撤资啊 因此 导演二话不说 就让超管将最先带头起哄的盛博元粉丝给禁言了 比赛一结束 导演便走到了婉婉的面前 笑得像个慈父 婉婉搓了搓手 发现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导演 哈哈 导演的目光有毒啊 婉婉 你不要过来啊 楼上的你 为什么会发语音 哈哈 会说话多说点 婉婉这动作 把不少人逗笑了 秋奇牵着陆怀的手 笑得花枝乱颤 婉婉 你放心吧 饭桶导演不吃人 饭桶 婉婉立马抓到了字眼 秋奇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文言点了点头 婉婉一听 睁大了双眼 饭桶叔叔 怪不得你肚子这么大呢 原来里面装的都是米饭鸭 我还以为装的是啤酒吗 饭桶导演 人类小崽子 怎么一点也不可爱啊 导演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饭桶 啤酒肚 发现似乎真的有些过于圆润了 他倒是想反驳一下小崽子的话 但是好像不管怎么说 小孩都会把他吃得死死的 导演这么想着 还是放弃了自己接下来的话 他连开场白都忘了说 直接把几张照片放到了婉婉的面前 宝贝这次比赛得了第一 可以优先选择房子哦 其实山里的房子都算不上多好 唯有有可比性的是 房子一张比一张烂 婉婉看着最后一张土房 上面的瓦片都快掉完了 婉婉要选最好的房子 婉婉从来不是吃亏的主 除了最后一间房 其余三间都没有什么可比性 只是说 每一间房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婉婉手指的那一张 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照片里坐着一位老婆婆 看着十分慈祥 婉婉第一眼 便喜欢上了这位老人 婉婉以后可以 和这位阿婆玩吗 导演没想到 婉婉选她的原因 竟然是这房子的主人 多多少少有些意外 于是点了点头 紧接着 陆怀和宋佑 也选了自己心仪的房子 到了盛和这儿 当他看到破破烂烂 房顶都缺了一大块的房子时 直接扑在盛伯源的怀里哭了起来 盛伯源看着自己妹妹没跑赢 苏婉婉不说 竟然还选了最差的一间房 心里也生气 可是妹妹都哭成这个样子了 直播还开着 她又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拍着盛和的后背 不断安抚道 小和 我们输了 就要遵守比赛规则对不对 盛和抽气两声 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 可是看着婉婉手里的房子时 满是羡慕 哥哥 我想要苏婉婉手里的那个房子 呜呜 说着 又哭了起来 盛伯源听后 把目光看向了苏婉婉 婉婉一听 有人竟然要打她房子和阿婆的主意 连忙往后退了两步 只不过见盛和哭得这么伤心 苏婉婉只好道 这是婉婉比赛得到的房间 你要是真的喜欢 等我带时候问问阿婆 要是阿婆同意了 我就让你晚上来睡觉怎么样 婉婉觉得 房子并不是她的 这间房子的阿婆 能让他们来住 已经很不错了 她不能要求很多的 要不是盛和哭得这么伤心 她都不会说这种话 然而 盛和听到婉婉这句话 却觉得 苏婉婉是在向她炫耀 于是哭得更加伤心了 苏婉婉 婉婉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尤其是盛和一直哭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欺负小孩一样 几次劝说无果后 婉婉也懒得李盛和了 抬起手 让二哥抱会儿自己 感觉苏婉婉做得有些过分了 有点炫耀的感觉 而且很没有礼貌啊 小和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羡慕苏婉婉有好房间而已 为什么苏婉婉一副怕她抢的样子 楼上的二位没事吧 婉婉自己赢得的房子 凭什么要让给盛和 而且 盛伯源刚才那是什么眼神 不就是让婉婉自动让出来吗 对啊 婉婉什么时候炫耀了 人家只是怕阿婆不同意 才和盛和这么说的 要说不礼貌的是她好不好 那为什么不让这一下盛和 人家小孩都哭了好不好 什么时候 强者就必须让这弱者了 盛和哭了 所以苏婉婉就必须让着她 哭就有理了 哭了就要 把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 拱手让出去 您三观可真够呛了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一波我占苏婉婉 现在粉丝也不知道什么三观 估计是知道 盛和这一举动 会让观众不喜欢 于是盛伯源蹲了下去 温柔耐心地跟小孩解释 这次我们虽然输了 但是我们以后努力当第一好不好 盛和撅着嘴 想要说不 可是看着自己哥哥的眼神凌厉 瞬间缩成了鞍唇 于是小声地向大家道了歉 跟着哥哥去自己的新家了 见两兄妹准备离开 其余三组嘉宾也纷纷告别 只不过临走时 宋经叫住了苏玉石 小时 我看你最近心态好了不少 我手里头有一部电影 不知道你敢不敢兴趣 苏玉石手里 还握着两个行李箱准备离开 听到宋经的话 有些意外 但是想到了什么 苏玉石眼神一暗 到时候再说吧 宋经也不在意 那节目结束后 我就把剧本开头 发到你邮箱里 苏玉石没回答 他这两年诸事不顺 尤其是这半年 拍一个黄一个 他怕到时候 宋经被他给连累了 然而 苏玉石的态度 却让黑粉有了可乘之机 要知道 宋经可是圈内最厉害的导演 就算是盛博元这种当红明星 别人可能都看不上眼 他虽然拍出来的电影不多 但是每一部都是经典 最厉害的哪一部 直接在全球电影票房榜前五 直接刷新了华夏 在电影圈里面的地位 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 好电影 只有好莱坞拍得出来 然而没有人想到的是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电影榜的前五 竟然出现了华人制作的电影 如今苏玉石 这般对着老前辈爱达不理 不是耍大牌是什么 哼 苏玉石的粉丝 倒是来看看啊 还说不是耍大牌 京岛的戏 不是谁想拍就拍的 苏玉石也太好看自己了吧 泽泽 该不会苏玉石想去好莱坞吧 真以为自己配吗 京岛 别选苏玉石这个烂货了 要选就选我们圆圆 圆圆演技好 长得又帅 肯定能把您的电影带火的 盛博元粉丝这么一闹腾 宋金的电影迷可不开心了 卧槽 现在是我老了 还是你们太做了 多大点事都能曲解成这样 我就想问问 京岛他生气了吗 没生气 你们这群粉丝逼个屁啊 我们京岛随随便便 一部电影票房就有三十亿 需要靠你们家哥哥带红 突然觉得苏王婉问的没错 圣百元就是蛇精脸 你看那脸都会成螺丝钉了 你们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他的脸有些不正常 而且我记得以前他发际线很高的 他初到的时候我粉过他 那时候他是那双 现在竟然直接成双眼皮了 哼 楼上的都是圣百元的黑粉吧 我们哥哥明明就没有整容 我们圆圆天生丽质 说到整容明明是苏宇石才是 哪有人长粉这么好看的 此时 不管是哪方粉丝 看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倒是苏宇石的粉丝乐的不行 黑子们会说话多说点 谢谢对家的赞颂 这句话我替我家宝子收下了 嗨 毕竟我公公和婆婆都是这么美丽帅气 儿子还是长得丑不拉几的 岂不是拖后腿了 嗨 黑粉们是没有看到我公公的魅力吧 这么说吧 要不是我比不过许颖后 我都想加六十个他爹了 哈哈 楼上的 今天看到晚晚爸爸的第一眼 我已经爬墙了 现在我看着财经日志看得津津有味 哎呀呀 我今天也看了 还发了大哥 也长得好好看呀 以后我就是你们大嫂了 苏家人就没有一个长得丑的 以后我就是你们三嫂了 黑粉 盛博元的粉丝们发现 今天他们 不管怎么挤兑苏宇石 好像都要被对方的粉丝 或者路人给呛回去 要知道以前这种情况 苏宇石的粉丝 从来都没有逗赢过他们的 然而 现在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更要命的 他们骂完人以后 发现自己多多少少有些倒霉 小到走路踩到狗屎 大到走路骂人掉下水道里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了 苏宇石对宋金的邀请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如今和公司合约还有三个月 他打算 只要合约一到期 他就退出娱乐圈 他虽然并不在意网上的言论 可是看着自己的粉丝 帮自己平反 结果被跟着一块骂时 心里着实不好受 网上的键盘侠们 说话总是很糟心 好像不带一句脏字 就说不成话一样 苏宇石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打算合约一结束 就回家继承家业 给婉婉挣奶粉钱 想着 二人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来到了一座白墙青砖的房子面前 房子被搭理得很细心 因为地处深山 因此墙壁刷了一层白色的涂料 以防虫舌 房子周围是许多梭罗树 阳光地下 泛着晶莹透绿的目光 照片里面的阿婆 仍然拄着拐杖 住在房门口 看到老人 婉婉很是激动 直接跑了过去 离老人三步的距离 突然停了下来 阿婆好 老人对婉婉十分喜欢 看见婉婉 直接进屋 给婉婉拿了一包旺旺饼干 谢谢阿婆 阿婆女人真好 婉婉拿着饼干 先分给了老人一包 然后再给苏宇石一份 自己则是吃了一包漏气的 见婉婉这么喜欢 苏宇石对老人也相当恭敬 老人名叫徐朝青 今年已经86了 虽然年纪大的 可身体仍然利索 他拄着拐杖坐在门口 把婉婉当孙女腾 和其余嘉宾到家后 还需要生火做饭不一样 苏宇石和婉婉一去 就蹭到了一顿饱饭 徐阿婆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给两个孩子炖汤喝 当晚 婉婉把一整只吃的 一丁点肉也不剩 最后 盆里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鸡架子 苏宇石看着婉婉 一油未尽的表情 知道要不是小团子牙齿没张齐 只不定把鸡骨头一块吃了 果然 婉婉在吃完五碗饭后 把即将要倒掉的鸡架子 放在嘴里面作了作 吃完饭 婉婉帮徐阿婆 喂了院子里面的几只鸡后 打算去找其他小朋友一块玩 几个嘉宾住的地方 相隔并不远 因此 苏宇石想也不想地答应了 当他们走到陆怀家里的时候 婉婉看见陆怀妈妈 正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生活 而陆怀 已经饿得眼冒惊心 瘫在了地上 婉婉见此 从口袋里拿出了之前徐阿婆之前 给的旺旺雪饼 秋奇和陆怀一人一包 母子二人早就饿得不行了 早就顾不了这么多 万分感谢地收下了 陆怀吃到一半 就听到他妈不怀好意地说 儿子啊 年小 吃不了这么多 分一块给你妈吧 还没等陆怀反应过来 秋奇直接把陆怀剩下的一块 旺旺雪饼给拿走了 吃得嘎嘣脆 陆怀看着空空如也的饼干包装 泪水寒满了眼眶 婉婉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纸巾 道 你别哭呀 我小吃哥哥扎针都不带哭的 而且师父告诉 晚晚男儿有泪不清谈 不然以后不好娶媳妇 说完 晚晚把小嘴凑到陆怀的耳边 用自以为很小的声音 悄咪咪地说 饭桶叔叔跟我说开着直播呢 直播间里有很多很多的大人和小朋友 你要是哭了 以后娶不到媳妇怎么办 陆怀一听 下得赶紧把眼泪收了回去 小孩红着眼眶 哭嘻嘻地看着镜头 天真的问FD 叔叔 没录进去吧 FD早就快笑死了 他发誓 这是自己做综艺摄像以来 最快乐的一期 于是 FD忍着笑意哄小孩 一本正经地撒谎道 放心吧 没录进去 陆怀疾厚余生地拍了拍胸脯 还好还好 不然我以后就娶不到媳妇了 晚晚一听 摇了摇头 没关系啊 娶不到媳妇 可以做上门女婿的呀 以前还和师父在一块的时候 他们村里 就有一户人家的男人 是上门女婿 不仅给男人准备好了房子 还给了二十万的彩礼 有一天我遇到那个当上门女婿的叔叔了 他跟晚晚说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他 胃不好 只能吃软饭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晚晚觉得胃不好 还可以喝稀饭的呀 但是陆怀哥哥 你不要怕 以后要是没人娶你 你就让秋奇阿姨 送去你当上门女婿 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 陆怀一听 立马看向自己亲妈 眼中甚至带着一丝向往 妈 可以吗 秋奇 可以个锤子 晚晚临走时 听到秋奇满院子 追着孩子打的声音 晚晚疑惑地抬起头 忍不住问道 二哥 晚晚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晚晚 没说错 你好样的 苏语时牵着小团子的小手 打着徐阿婆临走时 拿给他们的手电筒 那为什么秋奇阿姨 追着陆怀奏呀 陆怀哥哥 明天屁股 不会开成两半吧 苏语时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哈哈 妹妹和二哥的对话 太搞笑了 十哥有些怀疑自己 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笑死 我想知道跟晚晚说 自己适合吃软饭的那个大叔是谁 简直就是人才啊 问题是 陆怀小朋友 似乎心动了 老母亲的心 也开始痛了 哈哈 晚晚小宝贝真的经据评出 感觉她真的好可爱 还好现在 视频都是高清的 等她结婚了 请把视频放出来 让她尴尬尴尬 换做是我 我脚趾 都已经抠出了一个三十一厅了 直播间里 全是对晚晚的调侃 晚晚还不知道 自己将来结婚 最先送来的不是祝福 而是自己小时候高清的综艺视频 此时的晚晚 正牵着二哥 一步一步上阶梯 山上的阶梯并不好走 又高又陡 有时候 旁边还是空旷的悬崖 苏语石怕晚晚走路走不稳 因此 一点也不敢放松小团子的手 小团子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当 当他看见苏语石 好几次都在看他的时候 晚晚皱着眉头 二哥 你小心一点呀 再不认真看路 就要跌倒了 苏语石以为晚晚在开玩笑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顿时脚下一滑 脸朝地下倒了下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苏语石根本反应不过来 心里咯噔一声 知道自己完了 待会儿的新闻稿 他都想好了 锦浩昔日顶流走路 不看路遭毁容 这是为何 锦浩他敢相信 不出一个小时 自己的黑粉 估计嘴都要笑烂了 还没等周围的惊呼声消失 他忽然脖子一紧 预想中的疼痛 并没有来临 苏语石紧闭的双眼 突然睁开一只 只见自己的脸和地面 还差一个拳头的距离 他这是 会飞了 二哥 你没事吧 正当苏语石 竟然正兴奋 自己竟然是天选之子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道 软软诺诺的声音 苏语石惊讶地抬起头 只见一只萌团子 抬起手 拎起自己的衣领 眼神担心地望着他 苏语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尴尬地捂着脸 深深地叹了口气后 双手撑地 低声道 婉婉没关系 二哥只是在锻炼身体 说完 双手撑着 做了几个俯卧撑 苏婉婉一脸优异地 看着自家二哥 笑死了 苏语石 只要我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太搞笑了 拎着自家二哥的后衣领子 可还行 苏语石的脑回路 已经和婉婉差不多了 我敢肯定 苏语石待会儿 肯定要上热搜 简直笑死我了 婉婉人都已经无语了 婉婉 头一次这么无语 小团子看着二哥这个模样 的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看了苏语石半天 婉婉才小大人般地摇了摇头 哎 婉婉都让你好好看路了吗 这要是受伤了 婉婉会很心疼二哥的 哦哦 婉婉好会聊啊 小团子 请停止你的渣男发言 石哥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哈哈 说实话 真的庆幸婉婉反应快 要是反应不快的话 石哥肯定要遭殃了 对于婉婉力气大的问题 粉丝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此 有新人进来刚好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直播间的粉丝 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一遍又一遍 说的最多的就是 没事 习惯就好 导演看着后台直播官看人数不减反增时 嘴角都快笑烂了 这次请苏语石和婉婉 真的是请对了 这才多久啊 直播间粉丝人数直接破300万了 因为每个时间段都有人进进出出 但是苏语石直播间的数据却不减反增 肉眼可见的 苏语石的口碑好了不少 饭桶用人的时候请苏语石也是很担心的 但是无奈苏语石的公司要的钱少 再加上剧组的资金的确有些周转困难 不然的话 饭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用苏语石的 毕竟苏语石真的是倒霉体制 去一个综艺黄一个 好在这次苏语石在综艺里表现不错 刚才俯卧称的视频没一会儿就被上传到了网上上了热搜 饭桶高兴地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眼睛上笑成了褶皱 这边 婉婉和苏语石去送幼家里坐了一会儿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去的路上 苏语石也不敢抱着婉婉了 生怕自己脚下再次一划来一个亲密接触 似乎是看出了苏语石的小心 婉婉低声道 二哥 你牵着婉婉 婉婉不会让你再摔一次的 说着 一双小手就紧紧地握着苏语石的手 小团子小手带着一点肉肉的感觉 苏语石莫名地感觉很心安 果然 回去的路上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 苏语石看了一眼手表 发现已经晚上七点了 婉婉 要洗漱吗 婉婉点了点头 婉婉想洗澡 毕竟今天累了一天 婉婉感觉身上油腻腻的 小团子这么一说 苏语石也意识到了 二话不说 婉起袖子走向了厨房 男人学着秋奇的模样 拿起打火机生火 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 能够烧好一锅水 然而 三分钟后过去了 厨房里发出了剧烈的咳嗽声 浓浓的白烟 从厨房里冒了出来 男人黑着一张脸 跌跌撞撞地从厨房出来 看见站在厨房门口的小团子 赶紧捂住小孩的鼻子 紧张到 晚晚 先出去 水待会儿就烧好了 话音刚落 徐阿婆也走了出来 担心地看着自家的厨房 苏语石有些尴尬 毕竟刚才自己自信的模样 网友们都看着呢 结果他越烧下去 厨房里的烟雾就越来越多 要不是他机灵 咬了一瓢水 浇灭了灶火 不然的话 可能房子就要被烧了 阿婆您放心吧 我没把厨房烧了 徐阿婆不放心地 看了看苏语石 又看了看厨房 满眼不放心 徐阿婆 我二个厉害着呢 他说 没烧肯定没烧 你放心好了 徐阿婆被晚晚 这个模样给逗笑了 于是在晚晚的拜托之下 徐阿婆在一旁指挥 苏语石坐在小板凳上 有模有样地学着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 苏语石烧开了自己人生中 第一锅水 兄妹终于洗了澡 倒在床上不停地滚来滚去 此时 他们二人已经忘记了 还在直播这件事 哈哈 石哥你的酷哥形象 已经没有了 哈哈 两个三岁 小孩神童不 二哥呀 你忘记你的人设了吗 你的人设快崩完了 你要是再这样 粉丝都快脱粉了呀 放心吧 我是石哥的粉丝 感觉石哥这个样子 才算真实 不需要被偶像包袱 跟妹妹相处的时候 也很温馨 我也感觉 石哥跟妹妹相处的时候 很快乐 粉丝们明显感受到了 苏语石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 虽然如此 可是大部分粉丝 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苏语石 看着兄妹二人 在不大的床上滚来滚去 不禁有些好笑 正好这时候 工作人员忽然出现在了 二人的房间 清了清嗓子 道 现在请婉婉家长 接受新任务 苏语石和婉婉二人 同步从床上坐起 苏语石皱了皱眉头 现在还在直播 他以为天黑了 节目组就会把直播关了 工作人员笑着摇了摇头 语气中颇有一种调侃的意味 没有 我们节目组24小时直播哦 苏语石 正当苏语石咬牙切齿的时候 晚晚忽然道 叔叔 哥哥的新任务是什么呀 工作人员好笑地看着兄妹二人 拜托了 宝贝 第一个任务 请晚晚家长给自家宝贝讲绘本故事 猜猜我有多爱你 任务完成后 将获得十几分哦 晚晚一听 哇了一声 当即拍了拍手 晚晚要听二哥讲故事 我二哥讲故事 超级棒的 苏语石听到小孩子竟然这么捧场 刚才还板着的一张脸 忽然染上了一丝笑意 接受任务 苏语石淡淡地说着 手里接下了工作人员的绘本 绘本的封面 是两只一大一小的毛茸茸兔子 工作人员走后 苏语石就和晚晚躺在了床上 晚晚小脑袋躺在苏语石的肚子上 翘着二郎腿横在小床上 绿色的小兔子要去睡觉了 小兔子说 猜猜我有多爱你 大兔子说 我可猜不着 小兔子说 这么多 小兔子张来自己的手臂 伸得尽可能地远 我爱你 要一直远到月亮那里去 再从月亮回到这里来 苏语石轻声说完最后大兔子的话 低下头望着晚晚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小团子嘴角朝上 双眼亮晶晶的 怎么了 哥哥 晚晚和大兔子不一样 苏语石有些意外 但还是认真问 为什么不一样 晚晚真的很爱很爱你们的蛙 比大兔子的手臂还要长 耳朵还要高 比山丘还要远 甚至比月亮还要远很多很多 整个宇宙都装不下晚晚对你们的爱 因为你们只能爱晚晚几十年 但是晚晚 却要爱着爷爷爸爸和哥哥们很久很久 直到生命的尽头 晚晚还要把爱带到棺材里 如果还有下辈子 晚晚还想继续爱你们 晚晚软软诺诺的声音 满满地诉说着 苏语石第一次感觉到 心中的爱意不能被距离阻挡 男人眼眶酸涩 忽然捂着脸 久久没有说话 呜呜 妹妹真的好会说啊 晚晚真的很爱自己的亲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苏语石差点摔倒 回来的路上 晚晚说要牵着石哥 结果真的就紧紧地抓着 还有二哥烧水的时候 其实镜头里 晚晚一直都在厨房外面悄悄看着 看着厨房烟雾大 也是第一个跑进去的 他真的很担心自己哥哥呀 怪不得石哥会这么喜欢晚晚 我要是有这样的妹妹 我也会喜欢的 晚晚真的是在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自己真的很爱 很爱自己的爷爷爸爸和哥哥 比大兔子爱小兔子还要爱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晚晚的眼神悲伤又坚定 心脏都看疼了 真的很好哭啊 希望大家长们 也一定要永远爱着自己的小宝贝啊 直播间里 大家哭成了一个泪人 粉丝们觉得自己活了几十年 还没有一个小孩通透 不少人现身说法 说自己明明很爱自己的父母 可是年少轻狂骄傲一生 一句我爱你扭扭捏捏 几十年都说不出口 等反应过来时 父母已经带着他们 对孩子的那份爱 埋葬到了地里 后来大家才发现 人的这辈子 都在尽可能想要找出一种 可以衡量爱的东西 到最后才发现 爱是无法衡量的 小团子什么都不懂 却从一个故事里知道 爱永远是一种 无法衡量的东西 苏宇时德的脸 埋在自己的手心里 湿润的泪水 从眼眶中流出来 下一秒 苏宇时突然把晚晚抱起来 哭得稀里哗啦 鼻涕横流 we are you 哥哥也爱晚晚 呜 正当大家都处于悲伤中 就看家曾经的顶流 演艺界的酷哥 哭得毫无形象 眼泪和鼻涕 全部都擦到了晚晚的头发上 哈哈 虽然我觉得悲伤一下 可是苏宇时真的好搞笑啊 石哥你的人设已经没了 哈哈 他真的是苏宇时吗 怎么这么像搞笑男 气氛都被晚晚的话拉满了 苏宇时的傻逼样 直接让我破防了 晚晚简直就像是小天使 而石哥 大傻逼 楼上的 好歹给我们石哥留点面子啊 搞 苏宇时 笑男 操 我特马不要面子的 上面很石哥 哈哈哈哈 苏宇时这一哭 的确把拉满的气氛给破坏掉了 但是直播间的热度 却比之前还要高很多 饭桶觉得 晚晚要不是没有微博 不然的话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可以吸粉 千万也说不定 二哥 你的鼻涕蹭到晚晚的头发上了 晚晚撅着小嘴巴 可怜巴巴地抬头看着苏宇时 苏宇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啊 苏宇时说着 鼻子直接冒出了一个鼻涕泡 晚晚无奈地摇摇头 晚晚觉得 二哥只有三岁 不能再多了 说着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掏出了一包卫生纸 抬起小手 擦了擦苏宇时的鼻子 然后又擦了擦自己的头发 苏宇时这才发现 晚晚的头发被自己的眼泪打湿了一大半 脸色一僵 悄眯眯地用手摸了摸 好像这样刚才的事情就不存在一般 二哥 没关系的 我不会嫌弃你的 苏宇时 嗯 哈哈 现在我感觉 十哥已经开始脚趾扣地了 路人 已经开始粉苏宇时了怎么办 十哥真的太搞笑了 新一届搞笑男诞生了 晚晚 你好歹给你家二哥留一点面子吧 新来的 请问真的是亲的两兄妹吗 小团子说话也太搞笑了吧 楼上的 入骨不亏 渐渐地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 以往这个时候 晚晚早就和周公玩游戏去了 此时小团子又累又困 趴在苏宇时的肚子上 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苏宇时看着晚晚奶彪的小脸蛋 轻轻地揉了揉 谢谢你 晚晚 也不知道晚晚听见没 只见小团子翻了个身 嘀咕了一句 又睡了过去 苏宇时见此 静悄悄地下床 石哥要去哪儿 都这么晚了石哥不睡觉吗 待会儿晚晚醒了 哭了怎么办 石哥你快回去啊 只见苏宇时走到了院子里 从井里打了一盆水 开始洗脸 我懂了 刚才石哥哭得太厉害了 眼使忽脸上了 哈哈 楼上要不要这么搞笑 其实石哥只是想静一静 今天晚晚的话对他来说 估计感触挺大的 苏宇时坐在水井旁边 看着天上黄澄澄的月亮 感触的确很深 晚晚还没出生 就备受期待 所有人都在期待 这个小团子出世 可天不遂人怨 他妈出了车祸 晚晚被人拐走 好不容易小孩回家了 可是三年不见 几乎毫无感情 然而实际上 却是晚晚真的很爱很爱他们 爱到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就这么小小的一团 竟然一本正经地说 要爱他们一辈子 这样的小团子 让他怎么不喜欢 夜幕低垂 成片的梭罗树在风中发出 沙沙沙的声音 梭罗树在世界上 已经存在了3.6亿年了 成群的树盘踞在这座大山里 犹如大山的守护神 苏宇时第一次看到成片的梭罗树 微微惊讶了一下 不过想到房间里 还有一个小孩 苏宇时没在院子里待很久 便进去了 他进去的时候 晚晚已经打着呼噜了 苏宇时给晚晚盖好被子 自己也躺了下去 第二日 天还没亮 晚晚已经穿好小衣服起床了 晚晚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小袄子 下半身穿了一条保暖裤 和直筒牛仔裤 并没有过多的装饰 晚晚把自己打理好以后 便趴在苏宇时的身上 二哥二哥 起床啊 二哥 二哥 然而 任凭晚晚怎么喊 苏宇时没有一点动作 晚晚撅着嘴 干脆伸出一只手 捂住了苏宇时的鼻子 果然 苏宇时忽然觉得呼吸困难 睁开眼 就看见晚晚露出自己的小乳牙 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二哥 我们起来 练剑 苏宇时眼皮中的胡馅 二话不说 就钻进了被子里 嘀咕道 你自己去 我不去 这大冬天的 谁愿意起床啊 晚晚喊了几声 见苏宇时 还是没起床的迹象 当工作人员以为小团子 要哭的时候 晚晚居然跑下床 我二哥昨天太累了 咱们就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说着 又哒哒哒地跑了回去 小嘴凑到苏宇时耳边 低声说 那二哥 你再睡一会儿哦 晚晚去给你拿早饭 苏宇时此刻 早就梦周公去了 压根没听到晚晚的话 因此 晚晚以为苏宇时同意了 于是直接跑了出去 早餐节目组是准备好了的 但是需要家长早上 在七点之前拿走 七点一过 节目组直接会回收 盛伯源为了在大众面前 留下一个好印象 因此 六点不到就起床了 是第一个到节目组 规定的地点的 当他看到自己 竟然是第一个来的 知道自己今天的话题 肯定会变多了 因此 装模作样又说了几句 直播间的粉丝 瞬间发出彩虹屁 对着盛伯源夸了好一阵子 然而 还没等他高兴过头 他便看着一个小团子 飞快地从山上的阶梯上下来 要知道 前几天山上还下过雪 虽然雪是化了 可是场地湿滑 他来的时候 就摔了好几次 光是过来 就花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远处的小团子 虽然看着笨重 实际上脚下是跑着过来的 没一会儿就跑到了他的跟前 饭桶叔叔 我来拿早餐 苏婉婉直接无视掉盛伯源 跑到了饭桶的身旁 饭桶听到婉婉的话 嘴角一抽 知道此饭桶非比饭桶 但是看着婉婉一个人来 饭桶忍不住问道 你哥哥呢 二哥呀 婉婉掐指一算 二哥这时候 应该翻了个身 扣了扣自己的屁股继续睡 饭桶 小团子的话 把他给逗笑了 可还是解释道 叔叔是想问 为什么你哥哥不来拿早餐 二哥昨天晚上太累了 他还在睡觉呀 最近看直播的人不少 但是现在还这么早 在线人数也才一两万 但弹幕仍然热闹非凡 哈哈 婉婉要笑死我了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师哥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吗 哎 昨晚师哥在我床上 累了也正常吗 呵呵 当着小孩的面睡一起 玩这么大 那要不开个直播 然而就在这时 直播间里又涌现出了不少黑粉 哼 大人在这里睡大觉 让孩子来领早饭 为了洪风了吧 苏家重男轻女 竟然领个早饭 都让一个三岁的小孩来 苏语师 麻烦你要参加综艺 就认真一点 晚晚还不知道 一大清早 又有黑子到处蹦打 不过 就算有再多黑子 也不会影响他的好心情 我二哥睡着了 我自己出来的 饭桶听到这句话 忽然起了逗小朋友的小心思 可是晚晚 早餐不需要让家长自己开去哦 说完 指了指盛博元 然而 晚晚连一个眼神 都没有给过去 二十道 我就是二哥的家长呀 难道也不可以吗 饭桶被逗笑了 他看着还没自己大腿高的小团子 竟然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是大家长 那你二哥呢 二哥是晚晚的宝贝啊 晚晚想也不想地回答 饭桶一愣 哈哈 导演他梦了 饭桶叔叔 第一次看见 这么难缠的小鬼 要是十哥听到了 估计又是一把鼻涕一把嘞 虽然但是 昨天晚上晚晚的话 真的好好哭啊 昨天晚上 我也给我儿子讲了这个绘本故事 结果我儿子 听睡着了 哈哈 楼上的 我们十哥的声音可不是盖的 昨天他讲的 我们直播间 粉丝都入迷了 晚晚简直人间理想 还是我有这样的娃 我估计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送给他 现在已经开始嫉妒上十哥了 十哥 略略略 晚晚最后还是拿到了他和苏语时的早餐 根本没有跟盛伯源多说话 他拿到早餐以后 直接绕过他跑了回去 结果正好碰到匆匆跑来给自己儿子领早餐的送金 晚晚 你跑这么快干嘛 晚晚怀里揣着小米粥 还热乎着 跑步的时候稳稳当当的 一点也没有把小米粥给撒出来 晚晚看见送金 立马喊了一句送叔叔 然后解释道 天气太冷了 再不跑快点小米粥就要冷了 二哥胃不好 不能喝冷粥 说完 晚晚就跑开了 好像是真的怕他的小米粥给冷到了 比来的时候 还要跑得快一些 哎呀呀 晚晚杀我 晚晚怎么能这么暖 我 晚晚真的能时不时给人一些惊喜 虽然只是一些小事情 但是晚晚真的好乖啊 你们看见了吗 晚晚还把小米粥藏到了自己的衣服里面 可能就是怕小米粥冷了 哦 石哥你有这样的妹妹 就偷着乐吧 哼 装模作样 不就是作秀吗 像谁不会一样 刚才看见盛伯源 竟然都不喊一声 直接把人家忽略掉了 这就是你们吹的教养 网友看到喷子发言 人都气乐了 楼上怎么这么多迷惑发言 我们晚晚要是李盛伯源 才是有毛病好不好 人家小孩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呗 你看人家喊宋叔叔的时候就笑得这么甜 教养也是分人的好吧 你也不看看盛伯源配吗 都是对家 这么客气干嘛 再说了 晚晚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盛伯源啊 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难道还要摁着人家小孩强迫人家喜欢吗 真的无语到头调 说晚晚坏话的都是盛伯源粉丝吧 所以说装路人有意思吗 一时间 披着路人的盛伯源粉丝被骂得狗血淋头 吓得他们直接退出了直播间 这边 晚晚路过秋奇和陆怀两母子的房子时 发现秋奇才刚刚起床 晚晚忍不住停下脚步 秋奇阿姨 你不去领早餐吗 秋奇本来还想睡一个回笼觉 没想到看到小团子竟然站在院子里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才摇了摇头 笑了笑说 不了 我和陆怀起不来 晚晚一听 皱了皱眉头 那不行呀 不吃早餐 肚子饿了怎么办 说着 递了一碗粥出去 想了想 又递出了两个大白馒头 陆怀哥哥还小 会饿坏的 秋奇低着头 看向这个小团子 鼻子酸了酸 好 谢谢晚晚宝贝 下次阿姨有好吃的 一定给你吃 晚晚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直接跑了回去 等她到了家里 徐阿婆已经做好了一大桌子的早餐 正等着他们吃饭 晚晚把剩下的一碗小米粥 放到桌子上 认真说 阿婆 饭桶叔叔说了 我们不能吃你做的东西 说完 炖了炖 继续道 不过今天 阿婆你做了这么多 要是粮食 坏了就麻烦了 所以今天晚晚愿意当一个坏孩子 把这一桌子的大白馒头都吃完 徐阿婆笑了笑 晚晚赶紧进屋 喊了 还在睡梦中的苏雨时 二哥 起床了 待会儿晚晚带你练剑 二哥 晚晚给你带饭回来了 起来吃点好不好 苏雨时还睡得迷迷糊糊 听到晚晚的声音 下意识往旁边摸了摸 结果旁边的被窝是冰凉的 晚晚 苏雨时吓得直接惊醒过来 二哥别怕 晚晚在呢 没丢 晚晚赶紧扑了过去 拍了拍苏雨时的后背 不断安慰着 苏雨时舒了口气 看着晚晚披下的头发 无奈道 上来 我先帮你把头发扎好 苏雨时扎头发的过程 并不是很顺利 晚晚的头发太软了 他生怕自己的大手 把小孩的头发薅断 无奈之下 苏雨时只能拜托徐阿婆帮忙 徐阿婆笑着答应了下来 徐阿婆很会用簪子挽头发 头发一会儿就被砸好了 晚晚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忍不住竖起来大拇指 阿婆你人真棒 跟小吃哥哥砸的一样好看 徐阿婆布满皱纹的脸上 带着慈祥 她摸了摸晚晚的脑袋 把小团子带在餐桌上吃早餐 晚晚这顿饭吃得很饱 南方的馒头 美北方的结实 晚晚足足吃了二十个 才停了下来 馒头带着淡淡的麦香 白白嫩嫩的 看着十分可爱 晚晚临走的时候 忍不住带了两个馒头出去 准备给陆怀和宋佑带过去 因为上午还有任务 所以吃过早饭 苏雨时就带着小团子 去了指定地点集合 他们二人是最后一个到的 晚晚刚来 陆怀和宋佑就迎了上来 脸上很开心 晚晚谢谢你 今天要不是你给我妈妈 小米粥和馒头 不然我就要饿肚子了 陆怀忍不住道 我妈妈太懒了 她说早上起来不来 不去领早饭 晚晚 那你要是饿了怎么办呀 妈妈 让我去啃树皮子 说完 陆怀对着自己的两个小伙伴道 我跟你们说 树皮子一点也不好吃 我们家门口那棵树的树皮 都快被我啃完了 我连一点味都尝不出来 哈哈 宰宰 你的悄悄话 我都听见了 老母亲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说 小朋友真的就去啃树皮了 哈哈 陆怀怎么这么傻 我记得秋季和陆思义 文化水平都很高啊 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个傻儿子 可能基因突变 其实秋季和陆怀母子二人 也挺好玩的 昨天秋季 看到路边有水坑 立马提醒自己儿子 结果你们猜他下一秒怎么做的 秋季直接把儿子推到水坑里了 可怜仔仔还不知道 这是亲妈的陷害 还一个劲儿 跟自己妈妈道歉 姜还是老的啦 哈哈 这孩子能处 没吃的 真能啃树皮 正当粉丝们聊得起劲的时候 晚晚却看着陆怀 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无奈 你傻呀 树皮肯定不好吃的呀 那怎么才好吃 晚晚觉得得加盐 鸡精 辣椒 自然也要多放点 说完 晚晚自己 还吸了吸口水 几个小仔子 也被说得有些馋了 二哥 晚晚一双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苏宇石 苏宇石后退两步 并不想回答 小团子一旦有什么事 就是现在这副表情 二哥 我想吃树皮 陆怀也说 对 我们要吃树皮 记得到时候放点自然辣椒 肯定很好吃 宋佑 我要吃烤树皮 大人们 秋奇最先揪着自己儿子的耳朵 吃吃吃 上辈子猪都没你能吃 宋金 我看你就像块烤树皮 苏宇石 他低下头 看着一双大眼睛眨了 又眨的小姑娘 立马道 吃吃吃 待会儿 我就带你去吃烤树皮 秋奇 宋金 宠孩子 也不能这么宠吧 但是看着小姑娘高兴得又蹦又跳的小姑娘 两个大人一个不字都舍不得说出来 反而二人还立马表态 对 待会儿我们就吃烤树皮 宋婉一听 可高兴坏了 那我要把最大最好吃的一块 给秋奇阿姨吃 秋奇笑容顿时一僵 但是望着宋婉一副求表扬的模样 画到嘴边就自动变成了 谢谢宋婉 阿姨一定会吃完的 笑拉了 你们看秋奇的表情 哒哒哒哒 秋奇你也有今天 谁会拒绝一个会软萌的小团子呢 救命 太宠小朋友了 但是保护小孩的童真 感觉几个大家长很好呀 此时盛伯云和小和小朋友 感觉格格不入了 盛和的确融入不进去 他觉得这三个人就是傻子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吃树皮啊 更过分的是 几个大人竟然还有着酥婉婉 树皮才不能吃呢 谁会吃树皮啊 婉婉前一秒还开开心心的 下一秒眉头就皱了起来 谁说树皮不能吃的 树皮这么难吃 鬼才吃呢 盛伯云立马看了一眼盛和 下一秒脸上带着一丝和气的笑意 婉婉的确没人会吃树皮 而且现在咱们还在录节目 不能调皮捣乱哦 婉婉打心眼里不喜欢盛百元 尤其是他背后的金光 明明是那么熟悉 可是当看到那张和自己二哥相似的脸时 婉婉心里涌起了一抹别样的意味 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认真道 小孩子说话 大人不要插嘴 盛伯云眼神一暗 脸上表情怎么也忍不住 正准备说几句 就听见苏婉婉认真道 凭什么说没有人吃树皮啊 我师父说当年他带兵打仗的时候没吃的 连皮带都煮来吃了 当时冰天雪地的时候 树皮都是奢侈的 而且你又怎么知道 现在没有人吃树皮 我们都有好生活 不代表别人过的都是好生活吧 婉婉说话说得慢 但是每一句却直喷人心 盛伯云脸上轻一块子一块 忍不住道你师父骗你的 这种事师父才不会骗我呢 婉婉想都不想的就对了 回去 苏与时间在家的小姑娘受了委屈 哪里还站得住 直接走了过去 陈生道 你读书少不怪你 哈哈 这一波对得好 综艺上也这么刚 不愧是你 诗哥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酷歌人设 呜呜 太不容易鸟 但是苏婉婉和苏与时真的很过分好吧 这么没有礼貌 人家只是好心提醒一句 没想到遇到了两个白眼狼 本来树皮就不能吃啊 还不能让人说了呀 哼 盛伯云不是自诩高学历吗 怎么 连这段历史也不知道 这才多少年啊 老一辈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你们过得倒是舒服 都忘记当年人家是怎么过来的啊 人家苏婉婉说错了 当初老一辈为了保华夏 吃树皮 啃皮带 现在竟然还有人说 从来不会有人吃 历史白学了 而且人家几个大家长维护小孩子的同有错吗 盛和不懂事就算了 他盛百元也不懂事 网上对于盛百元的态度相当不满 毕竟小孩想象力就和大人不同 几个孩子虽然挺搞笑的 但是晚晚的话 却让不少人想起了曾经的那段历史 盛伯云做一个公众人物 随便发言不说 甚至还直接否认掉了这段历史 因此 不少粉丝和网友纷纷要求道歉 饭桶看着直播间的网友越来越激动 没有丝毫打算帮忙的道理 要是帮了盛伯云 他就是殃及鱼齿的那条鱼 因此 这时候他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四张卡片 现在请家长们来抽取今天你们的任务 几个大人没想这么多 谁先抽都是一样的 因此也没有过多谦让 因为宋经离导演最近 于是就从他开始先抽 宋经看着饭桶的笑容 知道这个狗笔导演绝对不怀好意 深吸一口气 抽了一张最中间的 让直播间的朋友们看看 宋导宁抽到了什么 宋经也不在意 把抽到的卡片展现到了镜头面前 请家长和宝宝 一起去山下的泥塘里抓鱼 抓到五百鲸鱼 则获得十几分 宋又比较聪明 上面的字都认识 看见了就念了出来 其余几位嘉宾 也纷纷把卡片展现在镜头里 秋奇母子是去挖奥 圣百元和圣河 则是去摘沙堂局 剩下的就只有苏语诗和婉婉这对搭档了 卡片是婉婉自己抽的 实际上也就只剩下这么一张卡片了 婉婉一抽到 立马就念了出来 请家长和宝宝到胡家搬砖 任务完成 获得十几分 苏语诗皱了皱眉头 下意识地问道 在哪搬砖 这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离山下整整一个小时 就算走得快 也得半小时 果然 范童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当然是山下搬到山上了 现在货车已经快到了 苏语诗气得咬牙切齿 但他也不至于撂担子不干了 于是捞起婉婉 直接把人抱在怀里 婉婉相当激动 冲压 搬砖去了 原本苏语诗心里还不得劲 但是看见婉婉这么高兴 心里的郁闷也消失了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兄妹二人来到了胡家 大山里差不多就只有几十户人家 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小孩 虽然不至于穷山恶水 但是整体经济水平赶不上附近的小镇水平 因此 胡家能起新房子 附近的劳动力都来帮忙了 土房外的院子里聚集了一二十个人 大多数都是年过半百的 此时 一群大老爷们 看见一个小年轻 抱着一个小孩走了过来 都有些好奇 胡老头连忙解释道 是节目组的 说是今天跟着我们干活 众人懂了 有些人还想呼口汗烟 看见白晶晶的小团子 立马把汗烟收了起来 大约是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可爱的小娃娃了 大叔们对婉婉喜欢的不行 苏雨时刚站在队伍里 就有不少人表示 待会儿让婉婉坐在推车里 婉婉一听 挺了挺胸扑 婉婉很厉害的 师父说 他能举起一头大象吗 虽然他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重 可是以前举起隔壁沈子家的大狗 是轻而易举的 见众人小看自己 婉婉势必觉得 待会儿要让大家 看清自己的厉害 于是 众人在院子里集结完毕后 晚晚被苏雨时 放在了大大的被楼里 下了山 路上 苏雨时才得知 陆老头之所以要起房子时 因为家里的儿子 拿上 要娶媳妇了 但因为家里是土房 胡老头咬咬牙 硬是花了一辈子的积蓄 要把这房子给盖起来 农村带房子 其实花费并不多 不需要装修 不需要家具 可即便如此 仅仅只是这些 胡老头的整个家底 瞬间掏空 虽然心疼 可是一想到自己儿子 终于能娶媳妇了 胡老头还是很高兴的 晚晚站在被楼里 双手搂着苏雨时的脖子 这一路上走得稳稳当当 别人都摔跤了 苏雨时脚下 愣是一点也不滑 苏雨时神奇地转头 看向苏晚晚 晚晚嘿嘿一笑 二哥你放心好了 今天你是不会倒霉的 说来也怪 他来的路上发现 自己二哥的后背 竟然多了一层金光 而原本盘踞在苏雨时 额头上的死气 竟然也消失了一点点 即便变化只是分毫 但晚晚仍然感觉到了 有金光傍身 二哥的倒霉体质 至少可以压一压 苏雨时知道 自己妹妹小嘴铃的不行 于是小鸡灼米斑地点点头 到了山底下 果然有一辆货车停在路口 众人花了一个小时 把车上的砖头搬了下去 因为山上的都是阶梯 路途不好走 因此 大家都是背的被篓 或者挑着扁担 砖头十分重实 一个被篓 装满 几乎得两百多斤 苏雨时把晚晚放了下来 也往砖头里捡砖头 但是他自己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肯定比不过 劳作了几十年的庄家汉 因此 搬砖的时候 只塞满了被篓的三分之二 然而 晚晚却还在捡砖头 苏雨时看不下去了 握住了小孩的小手 晚晚 别捡了 为什么啊 说完 左手又塞了一块砖 在被篓里 一旁的胡老头 听见了兄妹二人的话 道 你哥这细瓶的肉的 能背多少 你可别把你哥哥给累坏了 晚晚一听 果真好好的想了一下 最后煞有揭示地点点头 胡爷爷你说的没有错 我二哥的确是太虚了 说完 又从被篓里 捡了几块砖头出去 苏雨时 他没忍住 捏了捏晚晚的小奶镖 晚晚吃痛 眼泪汪汪地看着苏雨时 二哥 痛 二哥的心更痛 他现在还不知道 网上的言论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晚晚是不是说 他虚这件事 已经传遍了微博 和各个短视频APP 他一回去 估计就有不少无良记者 对着他长枪短炮 问他身体虚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 苏雨时越想越郁闷 对着晚晚傲娇地哼了一声 恶巴巴地说 都怪你 晚晚歪着头 显然不知道 为什么二哥要怪自己 不过 听到二哥心脏疼 赶紧捏着苏雨时的手腕 有模有样的把脉 二哥 你心脏没有问题啊 怎么会心脏疼呢 苏雨时单手握住心脏 忍不住到 现在心脏不疼了 说完 他也不想再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拍了拍 晚晚的小脑袋 道 好了 二哥要上山了 你帮二哥 把贝褂抬起来 晚晚赶紧点点头 好 说完 晚晚直接用力一抬 直接把那两百斤的贝褂 抬了起来 虽然小团子人不高 但是贝褂明显悬空 苏雨时见了 还是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二哥 你快上呀 晚晚人太小了 贝褂又大 他抱不稳 因此有些吃力 于是赶紧催错了一下苏雨时 苏雨时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蹲下去背起来 晚晚抱起来 他还不觉得重 可真当两百斤压在他身上时 苏雨时眼珠子都快瞪起来了 我 曹 苏雨时想要站起身 然而身上的传来的重量 只能让他单膝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晚晚站在苏雨时身后 见自己二哥 一直保持这个动作 一动不动 于是从贝褂后面 冒出一个小脑袋 看着苏雨时 天真的问道 二哥 你怎么还不起来啊 苏雨时 起 起不来了 他倒是想站起来 但是双腿抖得跟筛子差不多 软得不行 晚晚无奈 晚晚就说 二哥你身体虚吧 还不信我 说完 晚晚走到前面 让苏雨时拉着他的手 这才有了借力的地方 好不容易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但苏雨时额头上 已经冒了一层冷汗 他看着晚晚 道 待会儿 哥哥不能抱你上山了 自己走好不好 晚晚乖巧地点点头 走到一半 苏雨时是真的背不下去了 气喘吁吁地靠在山壁上 整个人就像是刚脱水上岸的鱼 艰难地呼吸着 晚晚心疼得不行 二哥 晚晚背吧 那怎么行 苏雨时想都没想就说道 这背落这么大 差一点就没过了晚晚的身高 让小团子自己背 那岂不是拖在地上走 那我们抬着走呗 二哥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腰闪了怎么办 毕竟 苏雨时立马捂住晚晚的小嘴 咬牙切齿地道 苏晚晚 你闭嘴 晚晚被捂得透不过气 只好乖巧地点点头 苏雨时都快崩溃了 不是说了 不许说我那个吗 我忘记了 以后晚晚不说就是了吗 晚晚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但是看着二哥这么累 晚晚也觉得心疼 忽然 他看见不远处有有人在耕种 赶紧跑了过去 借了一个贝罗 人家也好说话 直接借给了苏晚晚 贝罗不大 但是晚晚背着他 已经落到了脚跟 但是小孩还是很高兴地跑了过来 二哥 你把砖头捡到我贝罗里面吧 苏雨时还没开口 晚晚干脆自己一个人干了 没一会儿就把整个贝罗装满了 晚晚 重 苏雨时眉间一跳 虽然知道苏晚晚力气大 可小团子到底只是一个小孩 一下子看到小团子背这么多 苏雨时还是忍不住心头一跳 然而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着晚晚背着贝罗走了几步 看起来十分轻松的样子 苏雨时张大嘴 差点没像尖叫机一样尖叫出来 二哥 走了 晚晚回过头 看着还在休息的苏二哥说道 苏雨时 此时已经在猛逼中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于是只能跟在晚晚的屁股后面 可即便如此 苏雨时仍然跟不上晚晚的动作 三岁半的孩子 背着七八十斤重的砖头 在陡峭的山上 剑步如飞 说出来 你敢相信 可是事实就摆在大家的面前 走了大约七八百米的距离 晚晚仍然脸不红心不跳 爬个楼梯都不带喘气的 问题是 小团子还时不时地会跑回去 搀扶跟不上他的苏雨时 苏雨时 整个人已经麻木了 他现在肩被火辣辣地疼 压根走不快 反倒是晚晚 这么久了 也只是额头热得出了一点汗 他这才明白 小家伙为什么总是说他身体虚了 晚晚却摇摇头 没关系啊 晚晚陪你一块 说完 拉了苏雨时一把 手中顺便地给了他一个锦囊 苏雨时拿起来看了看 红色的布袋子上 绣着一只金黄色的小锦里 另一面是一朵娇艳的荷花 苏雨时认得这个锦囊 而且它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这是苏晚晚独有的东西 大力福 晚晚说什么镜头里面的观众 并没有听清楚 但是苏雨时离得很近 听得清清楚楚 苏晚晚一说完 苏二哥立马感觉到 刚才还酸痛的肩膀顿时一清 背后一百来斤的砖头 轻得跟泡沫一样 一句卧槽 差点又说出口了 走走走 苏雨时头一次体验到 大力士的快感 赶紧向山上跑了上去 卧槽 十哥刚才还跟条死鱼一样 怎么突然这么有劲了 刚才晚晚从口袋里 递了个什么东西 你们看见了吗 嗯 不知道 但是苏雨时不对劲 哈哈 可能是怕输给自己妹妹了吧 毕竟小团子已经把自己摆在了家长的位置 有谋权夺位的感觉了 我们十哥本来就是小宝宝吧 晚晚都三岁半了 我十哥才三岁好不好 哈哈 楼上的 你要不要这么损啊 大熊猫点外卖 损到了 直播间里 大家嗨成一片 这边 苏雨时已经到了胡家 众人看见苏雨时和晚晚 纷纷走了过去 看到晚晚竟然背了这么多砖头 全部人都像见鬼一样 看着眼前这个小团子 小团子嘿嘿一笑 晚晚力气很大的 诸位爷爷叔叔勃勃 项羽可能都没你厉害吧 苏雨时和晚晚 跑到胡家家里接了一杯水 神童部的咕咚咕咚 灌了两口进肚子 然后又随着大部队下山去了 只不过这次晚晚向节目组 借了一个稍小一点的被笼 回去的途中 把之前那个还给了还在耕地的大人 仅仅上下山两趟 就已经中午了 晚晚早就饿得 长鹿鹿的 看到桌子上的大鱼大肉 直接咕咚咕咚吞口水 一餐过后 桌子上只剩下了一些骨头架子 晚晚不得劲 还有舔了两口 骨头上的肉渣都没看见一点 胡家的大黄狗 在餐桌上看着晚晚 一张狗脸幽深 下午 胡家订购的水泥到了 于是兄妹二人 干脆一人扛着四袋水泥上山 晚晚的符十分管用 苏雨时下午感觉过得十分轻松 和早上的她 叹若两人 因为速度快 甚至比大山里的庄家汉 还要厉害几分 因此 节目组最早收工的 竟然是苏雨时和晚晚 临走前 胡老头送给了晚晚不少零食 很多东西晚晚都没吃过 于是欢欢喜喜地接了过来 回家的路上 路过一棵枯树 晚晚终于想起了 自己要吃烤树皮这件事 苏雨时也没逗小孩玩 说要烤树皮 就真的要烤树皮 于是把人家的枯树 扒地金光 扒完树皮以后 晚晚才小声道 我们把她的裤子给扒了 她不会生气吧 苏雨时看了一眼 黑漆漆枯树 竟然还认真地想了想 应该不会 你看它 好像死了 这棵大树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看起来黑黑的 大约有五六层楼这么高 枝压伸展得特别开 可见当初是怎样一副 枝繁叶帽的景象 但是树皮已经开裂 兄妹二人 也是扒的那些 已经开裂的树皮 晚晚有些可惜 摸了摸眼前的这棵大树 要死了吗 好可惜啊 要是再活两百年 都能生灵了 师父说 建国前就有很多 生灵的植物和动物 但是建国后不能成精 师父说 他都再也没见过成精的动物 这棵树看起来 起码都有三百年了 都说五百年成精 若是他再活两百年 说不定真的会生出灵质呢 终究天道不容 晚晚十分可惜地摇了摇头 但还是道 谢谢你的树皮哦 晚晚回去让二哥 做做看好不好吃 好吃的话 待会儿我给你也送点过来 苏雨时嘴角一抽 即便无奈 可是苏雨时从来没有 想打断苏婉婉的意思 他牵着婉婉的小手 另一只手抱着树皮 走向了回家的路 没有人看到 在黑漆漆的大树顶头 一颗绿色的孤朵 正从枝丫中冒出 有了新的生机 回到家 晚晚立马就把树皮 展示给了徐阿婆看 徐阿婆听了 竟然也点点头 带着晚晚去了厨房 显然是让晚晚烤树皮吃 十分钟后焦了 焦了 起火了 起火了 晚晚拍了拍苏雨时的手臂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 带回来的树皮 竟然在一会儿的时间里 变成了一堆柴火 好在第二次苏雨时 把握了时间 在树皮差点燃起时 稍微抢救了一下 她拿着烤好的树皮 递到了晚晚的嘴里 晚晚开心地张着嘴 准备投味 入口便是一阵烧焦的味道 隐隐约约中 带着一股草木的清香 晚晚嚼了两口 瞬间小脸皱巴巴的 好吃吗 苏雨时似笑非笑地 看着小团子 晚晚摇摇头 苦的 不好吃 小吃发誓 自己再也不吃树皮了 待会儿 我就要跟陆怀和宋佑说 树皮不好吃 尤其是陆怀 晚晚浅尝之后 决定不能让自己的 小伙伴遭着罪受 于是急忙表示 苏雨时喝了几口水 终于把嘴巴里面的苦涩 给冲淡了几分 可即便这样 晚晚的眼眶里 仍然蓄满了眼泪 要哭不哭的模样 很让人心疼 二哥 你说 我师父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晚晚无法想象 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苦的东西 比苦瓜还苦 即便加了孜然 也不好吃 苏雨时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 晚晚师父是什么样的人 也无法想象 当初的历史到底有多沉重 或许这些不是一两句话 能够说清楚的 这些东西都这么难吃了 但是你师父还是一样吃下去 所以以后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对不对 晚晚点点头 师父也这么跟我说过 所以晚晚从来没有浪费过粮食 突然感觉 晚晚好正能量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晚晚从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有浪费过 反观圣和 第一天嫌弃自己哥哥做饭太难吃了 偷偷把一大碗白米饭给倒掉了 想起今天中午浪费米饭 突然良心不安起来 就只有我想知道 晚晚口中的师父是谁吗 还打过仗 那得多少岁了呀 晚晚师父是谁这件事 任凭网友们怎么扒拉都没用 因为根本查不出来 好在大家并不是太关注 没一会儿就没隐望 当天晚上 其余几组的嘉宾 满身疲惫地回到了家里 还没有休息多久 导演就要求几组嘉宾 到指定地点集合 今天大家都是干体力活 不管是家长还是宝贝 都是无精打采的 尤其是秋奇母子二人 差点在路上睡着了 以至于这么对比 就只有苏语诗和晚晚最精神 你们两个不是去搬砖了吗 怎么还这么精神 秋奇一过来 就看到精神良好的苏语诗和晚晚 一脸忧怨地看着对方 搬砖了呀 下午我们还去扛水泥了 胡爷爷还给了我们两百块钱 说完 就从自己的小口袋里 掏出了两个馒头 苏晚晚 这两个馒头 还是今天早上 他在徐阿婆那里拿的 只不过 现在这个馒头 已经变成了一坨硬疙瘩 苏晚晚脸皮在后 看到这个被自己捏的 不知道是什么形状的馒头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是给我的吗 路怀早就饿坏了 看到这坨白馒头 也没有嫌弃 吞了吞口水 忍不住问 晚晚 我可以吃吗 说到这里 路怀忍不住吐槽自己亲妈 今天我妈把我的肉给吃了 害得我啃了一碗大白米饭 路怀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妈妈 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明明别人的妈妈 都是把孩子当宝子 而他妈妈竟然把他狗子 要不是他只有两条腿 不然的话 他妈妈恨不得扔个球出去 然后再让他捡回来 路怀这么想着 吃一口馒头 就忧愿地看一眼秋奇 感受到了自己儿子 忧愿的小眼神 秋奇有些尴尬 忍不住对着镜头解释道 我平时对他挺好的 这一点 路怀倒没有否认 但还是点了点头 嗯 我妈妈是全世界 最好的妈妈 如果不抢我的肉肉和零食 就更好了 路怀这话 把大家给逗笑了 只有婉婉看了一眼路怀 认真的说道 路怀哥哥 你的妈妈真的很爱很爱你的 路怀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能在自己事业巅峰时期 还决定生下自己 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婉婉愣了愣 知道路怀是想错了 他想开口解释 但是看见秋奇的目光 却沉默了 这时候 宋又走了过来 看到婉婉手上 还有一个馒头 同样吞了吞口水 婉婉 这可以给我吃吗 婉婉看了一眼 送幽的爸爸 见对方没有嫌弃 于是大方地点点头 本来就是 跟你们带的 今天早上 因为烤树皮的事情忘了 烤树皮 小孩子忘心大 婉婉如果没提醒 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想起来 婉婉看见自己 两个小伙伴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赶紧到 树皮一点也不好吃 瑟瑟的 苦苦的 而且还特别硬 婉婉一想起 自己之前吃的味道 忍不住皱起了小脸 两个小伙伴 一看婉婉这个表情 也忍不住 缩了缩脖子 自己的脖子 但是一想到 孜然味 又忍不住问 真的很难吃吗 嗯嗯 可难吃了 三个小孩 从此之后 打消了吃树皮的事情 倒是一旁的 盛和翻了一个白眼 忍不住道 我都说了吗 傻子才吃树皮 话音刚落 自己的屁股 就挨了一巴掌 盛和回过头 便看见脸色 黑如锅底的盛百元 盛和也才四五岁 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哥哥 怎么突然黑了脸 而且还打了他 要知道 在家里 爸爸妈妈都顺着自己 就连自己哥哥 都不敢骂自己 可是现在 他哥哥竟然凶了他 盛和嘴角一撇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晚晚赶紧跑了回去 让苏语石抱着自己 小团子 还凑到自己 亲亲二哥的嘴边 认真道 二哥 不是我打的哦 苏语石哭笑不得 但是对于盛和的话 他内心是相当不喜欢的 因此 盛和哭的时候 所有人都去哄了 就他和晚晚还站在原地 当然 还有另外两个 不知所措的小崽子 陆怀和宋佑的小脸 脏兮兮的 但是两人拿着馒头 小口小口地啃着 但是目光 却奇奇地看向 盛和的方向 这个妹妹 我一点也不喜欢 就知道哭 晚晚就不一样 她不哭 还给我们吃馒头 嗯 她还是我见过 长得最漂亮的小朋友 盛和都没有她长得好看 晚晚脾气也好 说话也软软的 她之前还给我吃旺旺雪饼 晚晚也给我了 两个小崽子 站在一旁敲咪咪地说着话 直播间听不到 但是离得最近的苏语石 却听得清清楚楚 说实话 她也觉得 晚晚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崽子 晚晚也给她吃旺旺雪饼了 这边 盛百元装模作样地 教训了几句盛和 紧接着又不住地道歉 兄妹二人没多久 就和好如初了 网上对于盛伯元的风评 瞬间好转了不少 倒是苏语石背后 本来就微弱的金光 更加微弱了 晚晚眉头一皱 立马明白 事情不简单 尤其是小团子眼睁睁地 看着那团微弱的金光 竟然飞到了盛百元的身后 晚晚拳头瞬间硬了 晚晚立马明白了 盛伯元的金光 是怎么来的 简而言之 盛伯元的金光 并不属于她 晚晚之所以感觉 那金光这么熟悉和温暖 那是因为 这些道德金光 明明都是自家二哥的 他的二哥 上辈子是个牛逼哄哄的大人物 转世后 竟然被盛百元这种小人 给偷了气韵 晚晚觉得自己无论如何 也要把二哥的气韵给拿回来 晚晚捏着小拳头 眼神阴狠 王八之气全开 似乎感受到了 苏晚晚杀人般的目光 盛伯元顿时抬起头 目光正好看到了 晚晚那张气呼呼的小脸 紧接着 那奶呼呼的小姑娘 向她抡起了拳头 盛伯元 她什么时候惹到这个小神经病了 还没等她说什么 晚晚看到镜头要扫到她了 立马转过头 把脑袋 趴在苏语石的肩头上 气哼哼地说 二哥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小团子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让苏语石有些奇怪 但是一听到小团子要保护自己 苏语石想都没想 那你一定要保护好二哥 把坏人打跑 嗯 他一定要帮二哥把气韵夺回来 然后痛打落水狗 苏语石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 晚晚好像更不喜欢盛百元了 尤其是他发现每次盛伯元看向这边的时候 晚晚要么不看对方 要么直接对着盛伯元翻白眼 别说他家小崽子翻白眼也好看 倒是盛伯元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向晚晚的时候越来越频繁 苏语石看不下去了 直接牵着晚晚 把小团子挡在了身后 晚晚扒拉着二哥的大腿 抬起头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看着对方 这时导演终于走了过来 脚下生风 当他看到嘉宾累得跟死狗的时候 心里默默高兴着 好了 现在我们来宣布几组嘉宾获得的积分 导演手里面拿着一张粉红色的卡片 只不过依照导演的尿性 说话的时候 拉得又丑又长 别说直播间的网友了 就连嘉宾们也受不了 小孩们更是纷纷让导演快点宣布结果 导演神秘兮兮地看着几组嘉宾 最后在苏语石和晚晚的身上扫了扫 饭桶没有再继续下去 轻声咳嗽两声 慢慢念叨 宋金和宋佑组 今天共获得报酬50元 共计积分5分 虽然只拿到了5分 但是宋佑小朋友还是欢快的手舞足蹈 一旁的陆怀羡慕不已 果然 导演的目光就移到秋奇和陆怀的身上 今天我们第二组嘉宾 一共获得报酬 共计20元 获得2积分 相比宋金负责二人 两积分的确很少了 好在陆怀和他妈都是看得开的 毕竟今天他和妈妈 今天一共才挖出了两节欧 两个乐天派不但不觉得丢脸 反而还十分开心 紧接着 导演就把目光放到了 圣板元和圣和的身上 圣和长得很漂亮 圣伯元今天给他扎了两个小辫子 看起来十分活泼可爱啊 看着导演往自己这边看过来 圣和连忙把今天和哥哥赚到的钱举起来 饭桶叔叔 这是我和哥哥赚到的钱 有一百块 饭桶听到圣和的语气 总觉得有些熟悉 看了一眼旁边的婉婉 又看了看圣和不经意间皱起了眉头 直播间的观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纷纷发弹幕在直播间里头 圣和这个小姑娘说话的语气怪怪的 感觉在什么地方听过一样 饭桶叔叔 那不是我们晚晚的专属名称吗 怎么圣和也在叫 楼上的 导演按照辈分 本来就是我们小和苗的叔叔 怎么 这句饭桶叔叔就只有他苏晚晚能喊 没说圣和不能喊啊 但是能不能别学我们家婉婉的语气说话 而且之前圣和都是教的导演 从来没有教过饭桶叔叔啊 现在突然叫一声 不是很怪吗 观众们并不是傻子 大家都听得出来 圣和是故意学着苏婉婉的语气说话 这也是让大家不喜的地方 大部分观众虽然不喜欢圣伯源 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肯定没什么恶意 无奈圣和刚才的举动实在是太下头了 就连饭桶的笑容都僵了一下 圣伯源一直在观察导演的表情 因此看到导演的笑容消了下去 心里立马咯噔一声 小和要懂礼貌知道吗 以后叫导演 圣和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明明苏婉婉说这种语气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 为什么他学着苏婉婉 却惹来了自己哥哥的不喜 圣和这么想着 嘴巴高高地撅了起来 眼眶红红地看着让人心疼不已 但还是乖乖听话地 喊了一句导演 呜呜呜 感觉小和苗好委屈 网上那些人开心了吗 人家小孩都哭了 有些人只能举起自己手中高高的键盘 圣和突然哭了 因此网上对他的风评逆转 刚才那些说 圣和学苏婉婉说话的人 直接被骂成了键盘侠 现在网络上谁处于弱势 就是弱者 谁骂弱者 就是键盘侠 这时候 便总有自诩正义的人 把自己真正树立在道德的制高点 实则谁也没有资格 去站在这个制高点 去批判别人 苏婉婉不喜欢圣百元 因此对圣和也不习起来 尤其是刚才的话 他总觉得圣和怪怪的 至于哪里奇怪 他又说不上来 而且 圣和拿出那一百块钱的时候 还得意地看向了他这边 看着挺得意的样子 婉婉到底是个小孩子 心里很不开心 悄悄地对着苏玉石吐槽道 我们有两百块 苏玉石觉得有些小姑娘 于是揉了揉炸毛的小姑娘 已是安抚 果然 最后圣伯元和圣和 获得了十积分 是目前为止 全部嘉宾中最好的 就连圣伯元嘴一脚都忍不住往上翘 渐渐地 他把目光放到了苏玉石身上 师哥 你们哪 刚才我听婉婉妹妹说 你们今天赚了两百块钱 刚才婉婉的确是提了这么一嘴 但是大家都没有在意 毕竟婉婉好几次 提过苏玉石 身体虚 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的 婉婉又这么小一只 要真的去搬砖 估计受了不少罪 而且 两人看起来 也不像能完成任务的样子 婉婉还没说话 苏玉石就先开口道 你岁数比我大几岁 别叫哥 我受不住 圣伯元脸色一白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镜头的方向 还没准备开口解释 就听到苏玉石继续说 还有婉婉就婉婉 后面别加妹妹两个字 婉婉只能是我的妹妹 没错 苏三岁就是这么幼稚 不管是谁 叫婉婉都没有关系 但是妹妹只能是她一个人的妹妹 尤其是说话的 还是圣百元 苏玉石瞬间觉得慧气死了 她低下头 给婉婉拍了拍衣服 待会儿回去就洗澡 知道吗 嗯嗯 婉婉觉得自己都脏了 圣伯元见着兄妹二人 把她给遗忘掉了 眼眸瞬间一暗 尤其是后面的几句话 圣伯元有道理怀疑 这是专门说给她听的 可是现在还在直播 尤其是刚才苏玉石说她年纪的事 瞬间让她警铃大作 为了吸引网友的注意 圣伯元特意找了一个角度 对着镜头 眼神有些受伤地 看着眼前的兄妹两人 苏婉婉和苏玉石太过分了吧 我哥哥还在跟他们说话呢 竟然这么把人家无视掉了 越来越觉得这两兄妹没叫养了 而且苏玉石干嘛这么计较啊 要我我也计较啊 这么可爱的 妹妹我也想站为己有 人家苏玉石摆明了 不想跟她聊 是圣伯元自己上来巴巴巴地说 而且 十哥不也是提醒她吗 本来就是十哥自己的妹妹啊 人家有说错吗 感觉圣伯元明明很讨厌我们婉婉 还叫得这么亲热 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而且我很好奇的一点是 百度百科上 不是说圣伯元今年才24岁吗 怎么苏玉石 还说她比自己还要大几岁 我以前是圣伯元的战姐 曾经见过圣伯元的脸 说实话 真的很失望 当年她才22岁 但是皮肤状态真的不好 而且妆容特别厚 不幸的话 你们以后看她手心和手背的差别 真的差别特别大 很快 景浩圣伯元真实年龄 景浩直接登上了微博热搜 不少人扒出来了 圣伯元上幼儿园的时候 最后总结出 她竟然是90后 这事儿 后来还实锤了 百度百科也不知道 被哪个黑粉给改了 把95后歌手 改成了90年爱豆 因此 婉婉就看见身后的金光 竟然飞了三分之一 到自家二哥身上 婉婉睁大了眼睛 婉婉小朋友 可不可以把你们今天获得的报酬 展示在镜头面前 给网友们看看 导演看着婉婉 目呆呆地 看着在家二哥 喊了好几句小团子 都没有回应 最后只能趁机 揉了揉小孩的奶镖 饭桶发誓 她这辈子都值了 婉婉反应过来 听说要展示 自己今天得到的报酬 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终于摸出了两张 皱巴巴的红钞票 婉婉解释道 二哥 给我的时候折好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说着 不好意思地 把两张钞票展示了出来 哈哈 我可以作证 我一直在看直播 十哥给婉婉的时候 的确是折得整整齐齐的 婉婉放钱的样子 就像是我放有线耳机的模样 整整齐齐地进去 死结出来 嗯 这不是我们婉婉的错 其实 我很多次都看见 婉婉把小手伸进口袋里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 婉婉还不知道 网友们都在嘲笑自己 此时 她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地看着导演 问道 饭桶叔叔 婉婉有积分吗 饭桶 饭桶哪里受得了 小团子的声音 也没有卖关子 还不忘夸奖道 嗯 我们婉婉真棒 今天是不是也帮哥哥搬砖了 嗯 晚晚背了两趟 下午还扛了四袋水泥 这下子 盛博元的粉丝不乐意了 满屏的呵呵 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爱说谎啊 四袋水泥 玩具的吗 坐等这个小女孩被打脸 她怕是不知道 一袋水泥有多重吧 就这么说吧 一袋水泥足足一百斤 一次扛四袋 那可是四百斤 成年人都扛不了这么多 那啥 楼上的 我是黑粉 但是这个我们真的黑不了 苏婉婉真干了这么多 怪 咱们这个不要黑 跪求国家队看看我们婉婉吧 将来的奥运会 一定会有我们婉婉的一席之地的 苏婉婉力气大这一点 的确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尤其是百度的论坛上 苏婉婉的力气和跑步速度 直接罢平了整个论坛 但体育这个圈子 相对来说 注意的人并不多 因此 婉婉只是在体坛里小火了一把 这事儿 婉婉还不知道 此时他心心念念的 就是自己和哥哥 今天能获得多少积分 婉婉一眨不眨地抬着头 看着饭桶 饭桶叔叔 饭桶实在是受不了 道 恭喜苏与十大朋友 和婉婉小家长 获得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获得报酬二百元 共计积分二十分 紧接着就看到 婉婉围绕着院子 又蹦又跳 特别高特别高的那种 等他高兴完了 婉婉跑到了自己 亲亲二哥的身边 道 二哥 我们第一爱 我们是最棒的 你好厉害啊 苏与十被夸得晕乎乎的 男人低下头 俊俏的脸上 带着一丝骄傲 然后男人矜持地点点头 嗯 婉婉也很棒 你二哥我更棒 今天他 可是一个人扛起了 四百斤的水泥 他撸铁 都不带这么撸的 嗯嗯 二哥 是全天下最棒的二哥 婉婉的彩虹屁 吹得溜溜的 直接吹到了苏与十的心坎上 陆怀和宋佑 见自己的好朋友 竟然这么厉害 十分羡慕 毫不犹豫地夸赞了一番 唯有盛百元和盛和不高兴 盛伯元脸色也不太好 忍不住问道 导演 您之前不是说 任务完成获得十积分吗 饭桶点点头 嗯 我是这么说过 那为什么十哥和婉婉 有二十个积分 饭桶就知道 有人要找茬 因此一点也不意外 他脸上没有丝毫慌张 慢慢地点点头 汉手道 我的确是这么说过 任务完成获得十积分 但是苏与十和婉婉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盛伯元皱了皱眉头 导演瞥了他一眼 目光凌厉 因为苏与十和婉婉是超额完成任务 他们的任务是帮胡老头搬砖 他们的任务完成后 下午又扛水泥 而且 小家长和大朋友 也是一起参与的 盛伯元听后 内心有些不服气 可是在这里导演就是规矩 以前节目也是这样的 他也不能说什么 最后只能黑着脸闭嘴 晚晚听到导演的解释 嘿嘿一笑 得意洋洋地看了盛伯元一眼 那小眼神得意地不行 盛伯元气地想打孩子 但是苏与十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看着 但凡他有这个举动 这个疯子 估计立马就要冲过来 因为与第一师之交臂 盛伯元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 这一下子 把粉丝们心疼坏了 纷纷怪导演小心眼 导演这时候 已经回到了屏幕后面 看到直播间竟然这么多人骂自己 生气地对着直播间房管发语音 房管 我要举报 我要举报他们 对我人身攻击 对 给我把他们禁言 不 直接给我踢出去 我直播间不需要老鼠屎 很快 几个带头 闹似的盛伯元粉底 直接被踢出了房间 他们还以为卡了 正准备再进去骂战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账号 已经被举报禁言了 气得他们立马换一个账号 继续站队 结果没多久 又被踢了出去 这次倒不是饭桶的锅 主要是盛伯元的粉丝 太没素质 没素质 到路人都看不上了 直接被几千人举报 当场竟然送了飞机票 房管给力 这才让直播间的风气 好了不少 但是盛伯元的表现 已经败坏了路人员 倒是苏宇时的酷歌人设 和二傻子人设之间的反差 让他吸了不少粉 梅姐看着苏宇时的粉丝人数 激动地差点流下了眼泪 她觉得这个节目没上错 上了这节目 苏宇时不倒霉了不说 居然还走狗屎运了 直接被她那个三岁半的小妹妹 戴飞 婉婉获得了第一 节目组奖励了一顿大餐 因为节目组的金主提醒过 节目组苏婉婉饭量比较大 因此 这顿大餐 直接变成了满汉全席 婉婉自己也吃不完 单纯邀请了秋奇母子 和宋金父子 至于盛百元 婉婉还在想 怎么揍她 怎么可能请她吃饭 还是其他明星 就算不喜欢 但是在直播的时候 好歹也要把面子做足 然而 苏婉婉和苏宇时 就不是正常人 人家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反正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盛和看着陆怀和宋佑 都被邀请过去吃大餐 而自己没有被邀请过去 直接哇的 一声哭了出来 而盛伯源的脸色更黑 明明她都已经够尴尬了 结果她妹妹这一哭 直接把脸都丢完了 她想把盛和带回去 然而盛和年纪本来还小 而且从小到大 都是顺风顺水 盛伯源不仅不安慰自己 还想把自己拉回去 她直接躺在了地上哭闹 盛伯源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她想把自己妹妹 直接扔到这儿 但是好在她还有一点理智 知道这样 自己在网上口碑 肯定直接完了 于是 只能把求救的目光 看向了苏宇时和苏婉婉 哪知道这两兄妹就这么看着她 丝毫没有半点表示 这明显 是在看她的笑话 盛伯源心中大怒 这时候 婉婉走了过来 只不过在离他们 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认真说 盛叔叔 你们快回去吧 不然待会儿我们吃大餐 她会哭得更厉害 说完 还好心地把盛和举了起来 盛伯源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把自己妹妹抱回去的 回去的时候 盛和已经睡着了 盛伯源想到 最近两天 自己不断倒霉 稍稍皱了皱眉头 洗澡的时候 她看了看她一直挂在脖子上 一直没有取下来过的玉佩 玉佩整体通透 泛着晶莹的绿色 像是一块翡翠 上面刻着一个形状怪异的弥佛 如果婉婉在的话 一眼就能认出 这并不是什么护身的玉佩 而是邪仙 传闻 一些成不了神的精怪 会为了得到和神一样强大的法力 假装成神 这些邪神 会帮得主完成心愿 但是也会慢慢吞噬得主的心神 然后得以寄居获得力量 然而现在 这没神太怪异的玉佩中间 竟然裂开了一道痕迹 中间隐隐约约还能看到 像是泥土一样 黑漆漆的线条 圣伯源大惊 反复看了几下 这才肯定玉佩竟然损坏了 这怎么可能 明明来之前 玉佩都是好好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难道是今天早上 拿早饭的时候 摔的那几跤 圣伯源越想越慌张 他记得之前那个道士说过 一定不能让玉佩损坏 不然就会有大事发生 甚至之前 受到的气韵 也会离开 圣伯源一想到道士后 粉丝不再支持他 公司抛弃他的场景 越发慌张 他想打电话 找那个道长的踪迹 可是现在还在录节目 范彤肯定不会 把手机还给他 圣伯源只能强制 让自己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后 他又不禁松了一口气 五天而已 应该不会有事的 等他回去以后 一定要让那道长 想想办法才行 这么想着 圣伯源瞬间安心下来 洗完澡出来 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这顿满汉全席 晚晚是饱了 但是菜品实在是太多了 晚晚怕浪费 提前让导演先打包几个 当今后几天的饭菜 导演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还是真这样 节目还进不进行了 但是小团子 却插着妖异症言辞地说 怎么就不行呀 这些晚晚吃不完 吃不完就是浪费粮食 晚晚不想浪费粮食 因为这些饭菜 大多数都动过 送给别人也不太好 导演只好同意了 于是晚晚把没吃完的饭菜 都打包回去了 给徐阿婆的时候 他一点也不嫌弃 第二天早上 全部都把饭菜热了 热给兄妹二人吃 结果晚晚一个早上 就把打包回来的饭菜 给吃完了 到指定地点集合的时候 晚晚不禁叹了一口气 二哥 怎么办呀 晚晚好怕饿肚子 怎么会 苏语食想都不想地就回答道 饿着你二哥 也不会饿着你的 然而 晚晚并没有被安慰到 下阶梯的时候 小大人一样叹了一口气 挂上显示 今天晚晚没饭吃 苏语食是不幸的 毕竟晚晚就是条小警理 到哪都不会饿肚子 但是这个想法 在半个小时候就打脸了 狗逼导演不做人 今天又有了一个新想法 交换自己的家长 盛百元抽到了晚晚 苏语食抽到了盛和 苏语食当即就觉得晦气死了 但是对着一个小姑娘 她不至于把不喜欢放到表面上 但是心情说不上多好是真的 尤其是几个家长 立马就要把新孩子领回家后 苏语食更是担心到了极点 晚晚 你要是饿了就回家 二哥 不会饿着你的 话音刚落 狗逼导演又出来了 这两天 家长们不可以见自己的宝贝哦 苏语食 他只好把自己身上的零食 一股脑的全部塞给了晚晚 甚至最后偷偷对着晚晚道 咱们不录了 回家 这委屈他们才不受呢 要是让盛伯源带孩子 不知道他家晚晚不受罪呢 不过苏语食这次 倒是真的错怪了人家盛伯源 毕竟24小时直播 盛伯源就算再大胆 也不至于光明正大的虐待孩子 这要是被发现了 他的心徒也跟着晚了 盛伯源不至于这么没脑子 而晚晚却不是这么想的 小团子着急到 不行呀 二哥 三千万 苏语食 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三千万 咱们不缺这点钱啊 但是晚晚趋意已决 对着自己二哥的脸巴唧一口后 挥挥手就离开了 一点也不带留恋的 而对于陆怀和宋佑 二人兑换家长的事 也很开心 当即便乖乖地 跟着自己的新家尝回家了 尤其是陆怀 迫不及待地朝自己的亲妈挥手 而秋奇在跟宋金说了两句话后 同样迫不及待地带着宋佑离开了 陆怀 看着亲妈比自己 还迫不及待的背影 陆怀忍不住抬起头 认真问道 宋爸爸 我妈是不是挺无情的 宋金同样儿子蹦蹦跳跳离开的背影 和陆怀相互看了一眼 像是瞬间找到了知己 此时直播间都被这两对嘉宾给笑死了 盛伯源带着婉婉回到了那间 晚上可以看星星 下雨时 可以成为水帘洞的房子里 盛伯源倒是会做人 一点也看不出 自己对苏婉婉的厌恶 甚至对苏婉婉嘘寒问暖的 然而婉婉却坐在床上直勾勾地盯住他 小短腿一荡一荡地 忽然道 盛叔叔 你和我二哥长得真相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我二哥儿子呢 盛伯源 叫他盛叔叔他忍了 但是 说他是苏宇时的儿子 他怎么也不能忍 好在婉婉说话不礼貌 盛伯源认真说 婉婉 小朋友要有礼貌知道吗 以后叫哥哥好不好 婉婉都快讨厌死这个 偷走自己二哥的人了 说这些话 也是存心给他添堵的 可是 你跟饭桶叔叔差不多啊 而且我二哥都说了 你年纪比他大 我叫你叔叔 也是应该的 说完 婉婉又想到了什么 认真说 对哦 这样的话 我二哥也得叫你叔叔了 盛伯源 谁要当叔叔啊 不对 饭桶都四五十了 苏婉婉竟然拿着一个 啤酒度的导演跟他比 但是盛伯源在心里 再不断告诉自己 一定不能动手打孩子 男人深吸一口气 这时候 节目组的任务就来了 工作人员拿着卡片 道 请我们的大人和宝贝 一同修缮自己的家 任务完成后 各获得十积分 苏婉婉这次罕见的没有说话 而是抬头看了看 自己房顶上的那个大洞 不知道隔了多久 婉婉突然 问道 饭桶叔叔是在开玩笑吗 他头顶上的这个洞 比他还要大 节目组竟然要他们 把房子给修缮好 哪知道工作人员 不怀好意地补充道 小朋友 还有其他地方 也要修缮哦 婉婉 小姑娘看起来 下一秒就要哭了 工作人员 看着十分心疼 但他们 也没有办法 好在婉婉 只是默默地待了一会儿 然后捏起了拳头 道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的 但是直播间却乐了 这次婉婉没有说一定两个字了 说明他也没有把握 小团子 饭桶叔叔 你是属狗的对吧 楼上的 我去百度百科看过了 饭桶真的是属狗的 先拉为敬 网友们原本只是随便一巴拉 没想到真的发现 饭桶是属狗的 这边 婉婉既然说要做 那行动力 肯定是杠杠的 盛伯源抽选到的这个房子 又破又烂 上头的茅草 直接被掀开一大片 吹风又漏雨 墙壁上 还有几条大大的裂缝 也不知道 饭桶在哪里找的 这么旧的房子 婉婉叹了口气 想着 好歹先把房间 那几条裂缝给补上 盛伯源见小孩自己 似乎要一个人单独行动 心里有些不高兴 出门的时候 把小团子直接拽了回来 婉婉 哥哥和你一块好不好 一副知心大哥哥的模样 但是婉婉却觉得 盛伯源的笑容特别假 还有那间下巴 弯下腰的时候 差点就戳到他的脑袋了 婉婉嘟着小嘴 认真道 你知道土墙怎么做的吗 盛伯源摇摇头 那你知道 头顶的茅草 在哪里可以找到吗 盛伯源笑容一僵 婉婉怂怂肩 直言道 你什么都不会 我带不动你啊 婉婉这话听起来 好无奈的感觉 突然感觉 婉婉直言直语的模样 好可爱 对不起元月 我要爬墙了 小团子太可爱了 元月竟然无言以对 你们都是黑粉吧 苏婉婉这么没礼貌 你们没看出来 我们元月不会 但是可以学啊 对啊 竟然还叫我们元月叔叔 我们元月今年才24好不好 好在盛伯源的粉丝 大多数都不是傻子 虽然喜欢盛伯源 但是对于小团子 也讨厌不起来 只不过 仍然有一部分真爱粉 一直在不断在直播间刷屏 盛伯源估计也想到了这一点 因此 也顺着婉婉的话 露出了一副委屈的模样 哥哥虽然不会 但是可以跟着宝宝学 说着 还抛了一个媚眼 苏婉婉 呦 苏婉婉看着男人 搓了搓手上的鸡皮疙瘩 现在特别想自己的二哥了 但是想到了什么 婉婉还是答应了下来 婉婉 婉婉的路有些陡峭 实梯也不是特别宽敞 下山的时候 盛伯源摔了好几次 反倒是苏婉婉 背后背着小贝罗 手上拿着小锄头 走路的时候 稳稳当当 和盛伯源之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婉婉走得很快 压根不会等盛百元 盛伯源心里和婉婉 安安较劲儿 咬着牙也要跟上 结果到了半山腰 裤腿上和后背 全是泥水 终于走到了一块黄土的旁边 婉婉指着面前的黄土道 挖吧 盛伯源 挖这些土干什么 婉婉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 土房肯定要用到黄土啊 这地方 还是昨天去胡爷爷家发现的 盛伯源看着地上的黄土 十分嫌弃 似乎看出了盛百元的心思 婉婉认真说 以前很多房子 都是用黄土和稻谷 和在一起堆砌起来的 以前隔壁大婶家 大黄狗的土房 还是他造的呢 婉婉也不愿意多解释 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啊 毕竟只是修缮 其实用不了多少黄土 因此 婉婉只挖了一被篓 盛百元空着手 什么都没干 然而回去的时候 婉婉跑得比盛伯源还要快 刚回到家 婉婉就拿出了一根扁单 还有两个水桶 递给了成百元 叔叔你去挑水吧 盛伯源麻木地接过婉婉递过来的东西 满脸不可置信 担水干什么 虽然这个房间条件不是一般的差 但是节目组好歹没有做得太绝 每天早上 水缸里面的水都是满的 活黄泥啊 婉婉有些不耐烦 不知道为什么 盛伯源怎么跟个三岁宝宝一样 问题这么多 出门左转再直走 就有一个水井 说着 婉婉直接把被篓放下进屋了 盛伯源 他心里气得要死 要不是想着还在直播 不然此时脸上的表情 早就变得面目可憎 但是小孩都这么说了 他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 拿起两个桶研究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水挑了回来 结果一路上洒个不停 回来的时候 就只剩下了小半桶 婉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看着他 哈哈 莫名觉得好搞笑 哈哈 盛伯源怎么这么没用啊 挑个水最后剩了一点点 真不知道盛伯源怎么做到的 哈哈 你们看到婉婉的眼神了吗 那眼神 绝了 如果对象是 我们二哥的话 婉婉肯定会无奈地摇摇头 用软糯糯的声音 跟自己二哥说 二哥呀 你身体怎么还这么虚啊 楼上的有奈弯了 难道就我想知道 婉婉为什么会这么多吗 直播间里 瞬间就出现了这类的询问 纷纷在说 肯定有台本之类的话 SD举着摄像机 看着直播间里面的弹幕 于是帮网友们 问了关于这类的问题 婉婉还有些猛逼 摄像师哥哥 你网友们让你问的吗 SD点点头 下一秒 镜头里突然出现一张 婉婉放大的小脸 镜头里小团子点着脚尖 看着镜头认真说 是的哦 婉婉以前住的道观又破又烂 我和师父一起修过 不过后来越来越坏 我和师父就放弃了 SD一阵心疼 但是心里又有些疑惑 毕竟苏家可是全国首富 虽然生活低调 但是这一大家都是宠女儿的 怎么会忍受小团子住这种房子 而且 婉婉经常提起过的师父是谁 他这么想着 也这么问了出来 婉婉起初 还是思索了一会儿 但是想着 又不是什么私密的事情 干脆地道 师父就是婉婉的师父呀 师父说 现在的人太坏了 婉婉一出生就把婉婉抓走了 要不是师父 婉婉肯定会被饿死的 婉婉自小就知道自己 和别的小孩不一样 别的小孩子 三岁以前的事情 几乎都不记得了 但是婉婉不一样 一岁以后的记忆 婉婉都有模糊的印象 那会儿 李春梅还是她妈妈 因为家里还没有小孩 所以对她特别好 就算她从小 比别人吃得多 但是李春梅永远都会满足她 那时候 婉婉叫她妈妈 可是李春梅后来怀孕了 检查出来的第一天 那个曾经对她很好很好的妈妈 突然变了 让她做饭 让她烧水 甚至不给她饭吃 那次要不是师父来 婉婉觉得自己 肯定要提前见阎王了 当然 婉婉觉得自己 快饿死的时候 已经见过阎王了 阎王黑漆漆的 她身后还有两个 穿着一黑一白的帅叔叔 黑叔叔的帽子上 写着天下太平 白叔叔的帽子 写着一件生财 她就是开口 夸了两位帅叔叔几句 就被阎王给踹了回去 婉婉觉得 肯定是阎王大叔 肯定吃醋了 因为她只夸了 黑叔叔和白叔叔 没夸她 不过一睁开眼 就看见了师父 还有自己的二十四师兄 墨金春 李春梅觉得 她是女孩子 把她给卖掉了 好在师父 对她特别好 教了她特别多厉害的倒数 一岁半的时候 学会了求语符 当天道观就被淹了 当天师父像织鸡一样 在院子里满屋子 追着大师兄打 第二个月 学会了画火符 师父的胡子被她烧了 师父气得打了二十四师兄 第三个月 他会画五雷符 道观天天噼里啪啦地作响 第一天 就差点把老祖的脑袋给披黑了 师父当天 顶着一顶黄娇娇的头发 手里拿着七星剑 追着师兄到处看 第二天 师父就拉着他 一起修缮道观 第三天 道观又破了 师父拉着他又修 第四天 道观外面的院墙倒了 师父又拉着他修 第五天 师父的床被他披没了 师兄的法器被他披焦了 道观外面 那颗杨淮被他披成了两半 后来师父不休了 把师兄弟都喊了回来 每个人都被打了屁股 晚晚觉得 当他师兄弟好惨呀 不过对于修缮房屋 晚晚也一回生二回熟了 然而这些网友们都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 小时候晚晚走丢了 但是被一个好心的师父寄养大了 最后师父离世 这时候晚晚的爸爸和哥哥们 终于找到了小团子 呜呜 突然感觉小团子好苦 你们看晚晚活泥的动作好熟悉 肯定以前家里太破旧了 才会这么熟悉 晚晚的师父也好好啊 呜呜 晚晚以后 一定要健健康康地长大好不好 似乎是知道 网友们要说什么一样 晚晚冲着镜头笑了笑 虽然房间很破 但是师父对我很好 我还有很多师兄 他们每次回来都给我带礼物 其实晚晚没说的是 每次师兄回来都会给他红黄绿的小本本 只不过 现在都还在他房间的床底下压着 以后我一定会邀请你们参观晚晚家的 晚晚说完 就看着FD哥哥哭成了泪人 摄像机在他肩头一直抖 摄像机哥哥 你怎么哭了 FD实在是忍不住了 直接扛着摄像机哭了出来 呜 崽子 你好苦啊 晚晚 突然感觉这个大哥哥 有他儿哥那味了 大哥哥 晚晚一点都不苦呀 说着 晚晚低声道 还有大哥哥你哭起来 好像抖音表情里 第十二排的倒数第二个表情啊 FD 什么 什么抖音第十二排倒数第二个表情 要不是工作时间不准玩手机 他都想去看看了 倒是网友们没忍住好奇心 赶紧去抖音看看 是什么表情 结果一回来 直接笑喷了 哈哈 虽然看不到FD大哥哥哭的样子 但是真的好搞笑 哈哈 我也是去看了表情回来的 晚晚形容的真的好形象 哈哈 宝儿 比喻都不带像你这么说的 饭桶导演 快快快 后期表情包带时候 给我配上 FD大哥看着弹幕 心里涌上了一某的预感 晚晚一向语出惊人 直播间里不能发图片 因此 他并不清楚 这个表情是什么样子 但是并不影响他心里的担心 晚晚趴上了FD大哥哥的心 还很认真的说 大哥哥你不要多想 你要自信一点 毕竟你还是很帅的 FD 我谢谢你啊 不用谢的 说完 晚晚又跑回去活泥去了 晚晚的动作很快 盛伯源在一旁干站着 一点忙也帮不上 FD似乎更偏爱晚晚一样 大部分直播镜头都给了晚晚 就连很多盛伯源的粉丝 都忘记了 自己哥哥镜头 怎么这么少这件事 和好了 不知道活了多久 晚晚终于把自己那一堆黄泥给和好了 黄泥里面加了水 还有稻草 模样算不上多好看 但很快就有专业人士出来说 晚晚的步骤是完全没错的 甚至活泥的时候 粘稠度也把控得非常好 如果晚晚知道别人这么说的话 可能会无奈地叹口气 然后说 毕竟都习惯了 小时候 师父天天拉着他去修道观 接下来 修缮土房裂缝的任务 只能交给盛伯源了 盛伯源长得高 架着凳子 就可以用工具护上泥巴 但是晚晚不行 他还没有凳子高 只能打扫房间 毕竟饭桶叔叔说 今天他必须睡这呢 也不知道盛百元和盛和为什么懒 都一两天了 房间都不打扫一下 晚晚从自己的行李箱里 拿出了一个小口罩 戴在脸上 然后找到了一把快突露的袍帚 慢慢地扫地上的灰 刚到中午 晚晚就饿了 节目组今天倒是提供了食材 成百元抹好墙壁以后 便去外面做饭 折腾了两个小时 晚晚眼巴巴地在厨房门口看着 只看见整个厨房烟雾缭绕 隐隐约约之间 还有一股胡味 晚晚撅着嘴 知道自己要挨饿了 饭还没做好 饭桶就到各组嘉宾的家里巡查工作 结果就看见 小团子小小的一坨坐在门口 小嘴撅着 表情要多可怜 就有多可怜 晚晚一眼就看到了饭桶那肥溜溜的身影 见到他 晚晚赶紧道 饭桶叔叔 我能不能去徐阿婆家里面吃 饭桶似笑非笑 晚晚不想要三千万了 晚晚一听 赶紧点了点头 我想呀 那就不可以破坏节目规则哟 而且你成百元哥 叔叔 也是会做饭的 可是 刚才我闻到了 他饭做糊了 而且 他不想吃剩百元做的饭 但是那三千万 算了 为了三千万 我忍了 说完 晚晚捏着自己的小拳头 视死如归地回去了 饭桶在身后 笑得捧着自己的肥腰 赶紧让FD 给晚晚的小拳头特写 哈哈 感觉晚晚 要去赴死的样子 壮士一句 息不复还 哈哈 其实我也很担心 圆圆的饭真的能吃吗 呜 好担心我家崽子吃不饱 晚晚的确没吃饱 而且还一边吃一边哭 小团子抱着一个大盆 盆里 有很多屎黄色的菜 晚晚吃了第一口 就皱起了眉头 第二口 直接挖了一声哭了起来 呜 好难吃 我要我二哥 我要徐阿婆 哦 晚晚委屈死了 他从小到大 就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饭菜 饭黑漆漆的 锅巴又黑又硬 一股胡味不说 吃着还酸酸的 那青菜就更不用说了 也不知道炒了多久 青色的菜叶子 直接变成了黄色 以前隔壁家的大婶家的猪吃的 都比他好 人家好歹 偶尔还要加一锅红薯嘛 晚晚越想越伤心 泪珠子像小风筝一样 哗啦啦地往下掉 盛伯源听到苏婉婉的哭声 心里厌烦 但是又怕在自己手里出了什么事 赶紧跑了出去 结果就看见了小团子坐在门槛上 哭得伤心不已 一边吃 一边哭 一边还要哇哇吐槽 他做的饭菜猪都不吃 盛伯源 真踏马是个小祖宗 他一个人吃了他三天的饭不说 嘴里一边嫌弃 一边还要往嘴里塞 看到他来了 小神精病塞饭的动作就更快了 呜呜呜 格晚晚像只小兽一样 吃完最后一口饭的时候 还打了一个格 然后端着比他脸还要大的汤盆问他 还有吗 盛伯源 哈哈哈哈 虽然难吃 但是肚子还是得填饱 对不起 我真的感觉很搞笑 盛伯源此刻杀孩子的心都有了 哼哼 苏安婉要是嫌弃 我们圆圆做的难吃 那他自己做呀 哭得这么伤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多难吃呢 现在不还是又要了一碗 网上的确有很多人不喜欢苏婉婉这个行为 一边嫌弃别人做的难吃 结果没多久就吃完了一盆饭 甚至还想继续添饭 但很快 网上那些质疑苏婉婉的网友 很快就被打脸了 因为盛伯源也不相信自己 做饭难吃不到哪里去 于是自己吃了一口 结果当着镜头的面吐了 而婉婉却还问他 你不吃了吗 盛伯源此刻已经被自己做的饭给打败了 一句话也不想说 于是摇了摇头 婉婉干脆就把成百元碗里面吃过的那一半 倒给了大黄狗 结果那大黄狗 只是摇摇尾巴 做了一个干呕的动作 摇摇尾巴就走了 紧接着 婉婉把另外一半干净的饭 倒在了自己的盆里 然后一边吃 一边哭 还得一边吐槽 笑不活了 原本我之前也觉得 婉婉这么做 还挺不礼貌的 但是刚才我看了一眼卖相 我承认我错了 那个黑漆漆的是白米饭 是黄色的菜叶子 是油麦菜 逗我呢 婉婉真的不挑 给什么吃什么 主要是吃的都行 之前婉婉不是觉得树皮难吃吗 其实她还是把树皮吞下去了 这次估计也是不想浪费 其实可能是没吃饱 哈哈 你们忘记婉婉的饭量了吗 这得多难吃啊 狗闻了一下 都摇摇尾巴走了 你没看盛伯源 自己都吐了吗 正当直播间弹幕不断的时候 婉婉终于把剩下的那一点 剩饭剩菜给吃完了 估计是嘴里实在是太难受了 婉婉直接跑到了水缸旁 拿着自己的水杯 就咕咚几下 一直到水杯里面的水见底了 婉婉才把杯子放了回去 剑镜头一直在自己的身旁 婉婉没忍住 又吐槽道 这顿饭是婉婉吃过最难吃的 没有之一 婉婉发誓这辈子都不想吃这种饭了 或者说不想再吃圣百元做的了 婉婉甚至觉得 这是盛伯源故意整自己 于是一下午都凶巴巴地看着盛伯源 盛伯源几次想要搭讪 可是看着苏婉婉的眼神 瞬间放弃了 这个小崽子就跟个小刺猬一样 碰都碰不得 下午 婉婉坐在门槛上睡了一觉 半小时后 直接躺地上了 白色的小棉袄瞬间成了土黄色 盛伯源看着脏兮兮的小团子 十分嫌弃 然而苏婉婉醒后 第一件事竟然是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似乎没有一点觉察 直接向他这边扑过来 伸手让他抱 这个小孩看起来小小的一只 哪知道冲件竟然这么大 扑过来直接把他给扑地上了 他还在地上有些猛逼 就看见苏婉婉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他的身边 低着头看他 然后语重心长地道 你身体好虚啊 盛伯源 虽然孩子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 可是婉婉低着头看他的眼神 却让他神情一正 似乎他的秘密 被苏婉婉在大白天里直接扒了出来 然而小团子还笑着 似乎真的只是一句玩笑话 然而下一秒 婉婉却直接道 叔叔 你有几个女朋友 盛伯源眼中 罕见地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但很快就被他演了下去 我目前还是单身状态 还没有女朋友 可是你宫口泛红 说明有桃花 甚至还不止一朵啊 不仅如此 这些桃花 甚至全是一些烂桃花 苏婉婉不能看见盛伯源的过去 甚至不能一眼看出盛伯源的未来 因为盛伯源的周身 似乎有一股屏障 黑雾中 甚至带着一点点的青色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保护着成百元一样 但是就在刚才 他突然看见 盛伯源的宫口泛红 桃花泛多 又红又大 只不过他二哥之前告诉过他 盛伯源准过戎 因此 他也看不出来 盛伯源的气韵如何 如今 一些金光已经回到了二哥的身上 所以说 偷走气韵的人会越来越倒霉 苏婉婉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好心道 那你小心一点哦 盛伯源脸色惨白 可是看着苏婉婉 神神叨叨的模样 眼眸一暗 婉婉 现在是法治社会 这种鬼怪立神的事 不能说的 盛伯源眼神虽然温柔 但是目光如炬 隐隐约约间 还犯着恶毒 婉婉被看得有些不舒服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知道呀 婉婉还知道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些师傅都教过婉婉的 他告诉婉婉 得跟着国家方针政策走 而且 这世界哪有鬼呀 就算有 一般人也看不见的 说完 婉婉对着镜头 自证腔圆地说道 请相信科学 盛伯源一时间 竟然无言以对 说实话 感觉盛伯源 有些过于紧张了 就像是极力甩锅一样 之前不是有八卦说 他和一个女富婆 相约大酒店吗 而且之前 也传出过好几次了 小乌鸦嘴 别看说话神神叨叨的 但是好得坏的都灵 我怎么觉得 小乌鸦嘴说得很有可信度呢 小乌鸦嘴是事 哈哈 楼上新来的吧 盛百元粉丝馆 我们家崽子叫小乌鸦 因为我们家崽子 说话真的特别灵 懂了懂了 但是感觉完完好可爱 他师父也好搞笑啊 师父说得没错 跟着国家走 准没错 完完毕竟是小孩 大家猜测 可能是电视剧看多了 再加上经常逛微博的原因 随便说说的 毕竟小团子 昨天还披着床单说 他是白娘子 他二哥是法海呢 因为法海是个光头 为了追求还原度 小家伙差点拿着刮胡刀 把他二哥的头发给剃了 要不是苏语时抱着脑袋 誓死不从 估计小孩还真的 干得出来这种事 所以大家都没把 这件事放在心上 除了盛百元 盛伯元的确有几个女朋友 甚至都与其确定了关系 只不过因为他的身份 所以这项工作 一直做得十分隐秘 他的那几个女朋友 四五年了都没有发现 就算是觉察到了什么 这两年 竟然几句话 就被他骗了过去 但现在不一样 苏婉婉那双眼睛透着光 带着嘲笑和审判 他只觉得自己 像一个被包了衣服的死刑犯 没有隐私可言 而且 他总觉得 苏婉婉知道些什么 当然 盛百元并不相信 苏婉婉会什么悬术 他觉得 苏婉婉之所以知道这些 肯定都是苏语时告诉他的 今天苏婉婉这么说 肯定也是苏语时指使的 他虽然 看不到网上的那些言论 但是他觉得 以自己的影响力 要不了多久 他的那几个女朋友 等他回去以后 肯定会把他撕了 甚至那些事 盛伯元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自己脖子上的玉石 裂口似乎比之前 还要大几分 裂缝中的黑影越来越大 盛伯元眸中含着煞气 周身黑雾弥漫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都被小团子 看得清清楚楚 下午 盛伯元提出 要跟婉婉一块进山 争取今天早上 找到盖房子的茅草 明天上午就把房屋盖好 这事通知了节目组 节目组知道后 也没拒绝 只不过派了当地的村民 跟着一块上山 然而半途中 盛伯元刻意甩开了 FD和节目组的人 头也不回地 跟在苏安婉后面 离开了节目组的视线 苏安婉走了很久 才发现节目组的叔叔 没有跟上来 而盛伯元此刻煞气冲天 漆黑的眼神 像是毒蛇脆了毒一般 阴险狠辣 这才是盛伯元的真实面目 大山里的天气寒冷 时不时会有水滴 从树叶上滑落 更显得周围 估计幽深 要是普通孩子 可能早就被吓得哇哇大哭了 但是 婉婉和普通孩子能一样吗 他甚至看了盛伯元一眼 直接站在了男人的面前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不见一点惊慌 甚至还十分冷静地说道 摄像机大哥哥呢 盛伯元没有回答苏婉婉的话 而是自顾自地问道 今天的话 是不是苏语氏教你的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话 我记不起来啊 婉婉皱了皱眉头 有些生气 你太为难小孩子了 盛伯元没想到这个时候 苏婉婉竟然还嘴硬 怒气直接冲昏了自己的脑袋 直接伸手一抓 结果小团子看着笨重 实际上速度比谁都要快 轻轻一闪 就直接跑到了一边 婉婉嘟着嘴 脸上十分生气 威胁道 等我回去了 我要跟我二个 还有饭桶叔叔告状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 回去了 盛伯元看着苏婉婉 脸上突然露出一抹 不怀好意的笑容 哼哼 把你丢在这儿 我看 谁能就得了你 等他回去以后 就说苏婉婉自己调皮 跑得太快走丢了 这郭节目足得背 婉婉张大嘴 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恶毒 不就是说他身体虚吗 怎么还要 把他丢到山里了 他还没想到 要怎么揍他呢 而且 这点路程 不是一会儿就出去了吗 婉婉又是一副 看傻子的表情 盛伯元怒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婉婉撅着嘴 你觉得呢 盛伯元脸色苍白 看着苏婉婉眸光幽深 他这次弯下腰 抓着婉婉的衣领提了起来 婉婉没躲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 盛百元脖子上的挂饰 之前他太矮了 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隐隐约约觉得 盛百元背后的金光 可能和这梅玉佩有关 于是伸手一捞 绳子直接被他拽了下来 绳子断裂 让他脖子火辣辣地疼 男人下意识把小孩摔在地上 只听见地上闷哼一声 隔了半晌 地上的小团子才有了动静 苏婉婉抬起头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盛伯元 不说话 把玉佩还给我 婉婉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玉佩 随后一惊 目光前所未有的生气 他举起玉佩 咬牙切齿地问 这是谁给你的 盛伯元哪里会回答 只是一个劲地抢夺 苏婉婉手里面的东西 然而 苏婉婉比喻还滑溜 盛伯元甚至一脚都没碰到 婉婉看着手里面的玉佩 直接当着盛伯元的面 生生地捏碎了 煞时间 盛伯元觉得自己的身上 疑重 明明身上什么都没有 却趴在地上 怎么也站不起来 男人惊恐地看着 华为辉的玉佩 整个眼眶通红 你 你什么你 这玉佩害人害己 毁了才好 苏婉婉 走到盛伯元的面前 一脚踩到了对方的腰上 你罩着我二哥的脸整容 甚至割血卫灵 让邪神复苏 然后让他帮你把二哥的气韵 全部转到你身上 盛伯元 你这些够当真当别人不知道吗 此时的婉婉 完全不像一个小孩 他的目光凌厉 眼中燃烧着怒火 甚至是憎恨 甚至原本软弱的声音变得轻朗 盛伯元看着他 脸上的震惊 转为了害怕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 可以把玉佩徒手捏成灰的小团子 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苏婉满是力气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突然 眼中蹦射出一抹杀意 手上掐绝 突然 头顶原本还晴天高照的天 顺时黑压压的一片 下一刻 雷声响彻耳边 苏婉婉只觉得自己的脑袋 被硬生生掰成了两半 疼得他蜷缩成了一团 不知道过了多久 黑云散去 好像刚才的雷声大作 不曾存在一般 婉婉感觉耳边的雷声不在 捂着耳朵抬起头 漆黑的眸子 看起来有些害怕 刚才那个凶得要杀人的眼神 好像不是他一样 小孩迷迷糊糊的模样 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 总觉得 自己有什么东西忘记了 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结果一不小心 拍到了自己伤了的额头上 嗷呜 婉婉疼得 直接发出了狼叫 小孩站起身 踹了躺在地上的盛伯源一脚 哼 让你打小孩 下一秒 婉婉嫌弃地抓起盛伯源的裤腿 在满是坚硬的青钢石地上拖着走 小团子后面 拖着一个成年人 走得却轻轻松松 只不过一路上 小嘴却不停地说着 嘀嘀咕咕的 也不知道小孩在说什么 然而小团子不知道的是 他走丢后 剧组直接关停了直播 苏语石得到通知后 整个人如同置身冰窖 血液倒流 要不是旁边的送金扶着 他可能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 然而还没等他哭出来 远处一个黑得像泥丘的小团子 正拖着什么东西 朝自己这边走来 看清楚小孩拖的是什么后 苏语石张着嘴 连哭都忘记了 婉婉 苏语石这时候反应最为快速 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 从来穿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男人 这一刻连裤子上的黑泥都不管不顾了 婉婉看着向他跑过来的二哥 突然鼻子一酸 心脏疼得不行 二哥 哇 婉婉丢下盛百元 也朝苏语石跑了过去 苏语石心疼得不行 看着婉婉额头上的大包 忍不住问道 额头怎么了 盛伯元之前 可是使着劲 把他往地上摔的 婉婉额头虽然没有流血 但是此刻肿了一大个包 看起来十分吓人 苏语石吓得压根不敢碰他 婉婉却看着苏语石背后悉数回归的金光 又回头看了一眼黯淡无光的盛百元 突然间松了一口气 小团子把自己的身体埋在二哥的怀里 道 二哥 你终于不用死了 二哥额头上的死气没了 黑雾没了 道德金光也回来了 然而苏语石哪里想得到这些 他看着婉婉整个人跟个小泥球一样 又是心疼 又是气愤 他趴两巴掌拍到了小孩的屁股上 你跑哪去了 你要是丢我 让我怎么办 让爸和爷爷怎么办 说到最后 苏语石直接哭了 你要是再出事了 那我干脆死了算了 婉婉听到这句话 心脏就更疼了 是婉婉不懂事 二哥你不要生气了 说完 婉婉继续道 二哥你要是还生气的话 婉婉的屁股再给你打几下巴 说完 把屁股对着苏语石 苏语石哭着哭着 就被婉婉这个动作给逗笑了 他看着圣伯源这个模样 想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婉婉额头上 还顶着这么大的包 他不敢耽搁 刚准备问 婉婉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婉婉便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一只手紧紧地 捏着自己胸口上的衣裳 二哥 心脏疼 苏语石脸色一慌 对着跟上来的众人说 对一呢 我妹妹不舒服 婉婉被苏语石抱着 眼泪哗啦啦往下流 迷迷糊糊之间 苏语石听到婉婉说什么 圣伯源想杀自己 甚至还要把他妹妹丢大山里 苏语石听不清楚 但是这足够让他积累很大的怨气 婉婉和圣伯源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圣伯源醒来以后 精神就不太正常了 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不说 还从医院的二楼跳了下去 人一点事没有 但是他的肩下巴脱臼了 为了保命 里面的甲体被取了下来 而晚晚到了医院后 做了CT 结果发现颅内损伤 这一下子 可把苏语石吓瘫了 苏语石也看不懂片子 只知道张着嘴哇哇大哭 那我妹妹以后该不会傻一辈子吧 她都这么傻了 要是再傻下去 可怎么办 医生 你就不能盼着一点你妹妹的好吗 医生看着这位家长 甚至没小孩稳得住 赶紧跟他说了几句 苏语石的伤并不严重 颅内的淤血消下去就行了 暂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毕竟 大脑是人类最为神秘的地方 医生为了确保患者安全 还是建议苏语石 在医院住院观察 苏语石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至于心脏问题 医院也没检查出来 最初的判断 可能是小孩被吓着了 到了病房 小团子已经睡着了 脸色红润 小嘴旁还闪烁着晶莹 看样子 真不像受伤的 苏语石松了一口气 等苏语石 打发走了所有来看望的人 小团子就醒了 二个 婉婉伸出手就要抱 小朋友额头上 包着厚厚的纱布 看起来十分严重 苏语石现在可一点不敢碰他 连忙摆了摆手 不行 医生说了 你要静养 婉婉歪着头 我没事呀 过两天婉婉就恢复了 即便相信婉婉的话 但是苏语石 还是让婉婉躺在床上 怕小孩待着无聊 便给他放了 最近小团子 最近最喜欢看的 新白娘子传奇 然而晚晚却摇了摇头 二哥 我有事跟你说啊 苏语石换掉平板 坐在了病床旁边 什么事 二哥 你最近一两年 是不是特别倒霉啊 苏语石想都不想 直接点点头 何止倒霉啊 那简直是出门 就能踩狗屎的运 说到这里 苏语石也是有些郁闷 要知道 以前自己不管做什么 那简直顺风顺水 还没出到那会儿 自己的粉丝 就已经大几百万了 成团出道后 粉丝直接突破三千万 后来团队解散 他往演艺圈发展 同样一部戏爆红 他似乎天生就应该 在娱乐圈的 然而 就在两年前 他的运气越来越差 出门必踩狗屎不说 逛个街都能被说成 和某某某已婚夫妇 出入酒店 天知道他多冤枉 还有他好不容易交了一个女朋友 原本以为可以安安心心 娶回家 没想到 女人骗他心不说 还把他的钱一块儿骗走了 到最后 连小手都没牵过 苏语时越想越郁闷 直接把这两年的憋屈事情 吐槽给了婉婉听 婉婉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 但是真的发现自己 二哥奇葩是真的多 莫了 小团子真的就感叹了一句 二哥 你真的好倒霉啊 苏语时抱着卫生纸 撕了一截 给自己擦擦眼睛 谁说不是呢 这世界上 没有比他更倒霉的人 除了国外那个遭雷劈的男人除外 毕竟这男人上辈子 不知道惹了雷公还是店母 人死了 坟墓都还挨劈 只不过婉婉这么问 苏语时下意识觉得这件事 不会这么简单 想了一下 苏语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婉婉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和盛百元有关 婉婉赶紧点点头 苏语时赶紧阻止婉婉这个动作 医生说了 不可以动脑袋 钥匙里面的淤血 似乎想到了什么 苏语时眼眸一暗 你脑袋上的伤 是不是盛百元打的 婉婉摇摇头 他没打我 但是他拎着我的衣领子 然后啪哒一下就把我摔地上了 后面的记忆 他就有些模糊了 明明感觉能记起来 但是婉婉就是形容不出来 婉婉自己想不明白怎么一回事 干脆把注意力 转移到盛伯元这件事身上 二哥 是盛百元偷了你的气韵 他整容成了你的样子不说 甚至用玉佩和竖法 偷走了你的气韵 这也是二哥 你为什么这么倒霉的原因 因为气韵被偷走 二哥你的死气就会越来越多 要不是婉婉发现了盛百元的秘密 估计你很快就要死翘翘了 苏语时 婉婉 请你 不要说得这么轻松 他心里一阵后怕 毕竟他没有婉婉的能力 要是被别人偷了孕 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说 盛伯元是因为你发现了他的秘密 想杀了你 婉婉还是摇摇头 没有呀 他说 要把我丢山里 说完 小团子无奈地耸耸间 他可能电视剧看多了 以为每座山都有 狼外婆吃小孩呢 苏语时 仔细一想 盛伯元的确没胆子杀人 估计当时 只是想把小团子丢山上 给个教训 要是回不来 也可以开脱自己 毕竟这妥妥的是节目组的锅 那婉婉的意思是说 盛百元也和你一样 是个道士 要是每个人都能借运 那其他人的安危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别人运气好 就要夺走别人的气韵吧 他不会倒数的 我猜他背后肯定有人帮他 而且师父说过 夺运肯定不会这么顺利 就像我平时画幅 都是需要某种媒介进行交换 不仅如此 还需要道数高深才行 就像盛伯元 并不是一下子 就得到了他二哥的气韵 一来盛百元整容 整个脸就整得和二哥极其相似 二来 他有携身寄居的玉佩作为媒介 这才夺运成功 而且盛百元还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毕竟这种成功率万分之一都没有 苏安婉估计 盛伯元这辈子的运气都用在了这件事上 苏玉石听得是一愣一愣的 想揉揉小孩的脸蛋 手伸过去 却发现小朋友的脑袋上包了一层又一层 只能往下捏了捏小孩的脸蛋 最后 苏玉石暗戳戳地戳了戳手 笑嘻嘻地问道 晚晚你看二哥是不是根古奇家 是练武奇才 晚晚看了一眼他哥身后的金光 点了点头 嗯哼 苏玉石一听 知道有戏了 那你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学学画符 等我学会以后 咱们拿到的前三七分 晚晚一听 眼神一亮 你三我七 苏玉石 你可真能想 但想了一下自己 似乎也不亏 于是点点头 行 我三你七 晚晚黑黑地笑了起来 感觉自己脑袋上的大包 也没有让人那么难受了 他抓着苏玉石的大手 跟他击掌 然后又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指 苏玉石没见一跳 怎么了 拉钩呀 晚晚从小热衷于什么事情都拉拉钩 好像这样 人家就不能说反悔了一样 苏玉石发誓 自己从小到大 都没有这么幼稚的时候 可当他看着晚晚亮晶晶的大眼睛 看着自己的时候 苏玉石顿时心软了 不情愿地 伸出自己的小拇指 勾着晚晚的小拇指 晚晚的小拇指紧紧地靠着 咯咯咯地笑着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了 晚晚说完 顿了顿 变了要干什么 苏玉石不知道 晚晚又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比喻 然而下一刻 晚晚拉着他的手 认真说 变了苏玉石就要 当苏玉石十辈子的哥哥 苏玉石一愣 眼睛一酸 跟着道 行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了我就当苏玉石十辈子的哥哥 一辈子都照顾他 二哥你真好 晚晚最喜欢你了 晚晚跪在床边 小手朝苏玉石旁边扑了过去 苏玉石生怕小团子碰到自己的脑袋 赶紧拖住晚晚的屁股 把他抱起来 男人撇了撇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还说过 爷爷我最爱你了 爸爸我最爱你了 大哥我最爱你了吧 晚晚也不尴尬 抬着头看着苏玉石 哪生哪气的张嘴 那晚晚最最最爱二哥了好不好 苏玉石一时间 被最最最三个字给听了了 拍了拍小团子的屁股 冷哼一声 这还差不多 说完 苏玉石凑到晚晚的耳边 轻声道 二哥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晚晚了 即便只有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 却也弥足珍贵 小团子每天活蹦乱跳的影子 似乎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尤其是每天早上 小团子奶生奶气 喊自己起床的时候 苏玉石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送给他 而微博这边 拜托了 宝贝 因为意外临时停播 还没等节目组发通告解释 盛伯源就上了热搜 而且是几个热搜 接连一块上的 盛伯源因为整容下巴假体被取出 这是不知道被哪个无良记者爆了出去 而后 盛伯源的公司查出 盛伯源和经纪人之间存在不正当交易关系 直接把二人开除了 然而 这事儿还不是最热闹的时候 最热闹的是 微博上出现了三个同时自称是 盛伯源女朋友的账号 第一个是帝都有名的富婆 今年35 比盛伯源的实际年龄还大7岁 他自称盛伯源在四年时间里 骗走了他的高达7个亿的资金 以及各种奢侈品 另外附赠了几十张截图 还有各种语音 另外一个自称盛伯源女朋友 是一个女网红 长得年轻漂亮 五年前就认识了盛伯源 确定关系后 网红女朋友便利用自己在网红圈里的关系 帮盛伯源弄到了各种资源 而且这个网红还是著名艺术家的孙女 因此到后期 盛伯源积累一定粉丝之后 这位艺术家还甘愿出来给盛伯源作配 结果到最后 女网红发现自己不仅被骗了不说 盛伯源还真的竟然到处勾搭小姑娘 这姑娘倒是拿得起放得下 直接发微博不说 还反踩了一脚 盛伯源直接被骂上了安康瑜的称号 然而 更让人气愤的 还有接下来一位受害者 爆料者称 盛伯源早些时候 家里其实并没有钱 因为家里穷的关系 高中走艺术路线没钱 差点放弃了读书 结果17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没考上高中的初中女同学 女孩初中的时候欣赏盛伯源的才华 知道盛伯源没钱读书 在男人半哄半骗的情况下 10年间为盛伯源付出了将近100万元 或许对于娱乐圈的人来说 100万并不算什么 可是发微博这个姑娘 只是一个初中读完就辍学打工 一边要给父母兄弟寄钱回家 一边还要养自己男朋友的小姑娘 17岁到27岁 短短10年间 一个小姑娘为了所谓男朋友的梦想 足足拿出了将近100万 这姑娘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甚至在盛伯源早期出道的时候 还有记可查 这些账单恰好证明了人家没有说谎 这下子有图有真相 粉丝们不想承认都不行 而且大家还发现 盛伯源做的事情可不止这一点点 估计是看着盛伯源的热度一落千丈 曾经不少和盛伯源有关的人都出来反彩一脚 其中一个是内地的一个小明星 当初苏宇石的女朋友 这个小明星叫范盈盈曾经靠着苏宇石火过 当初甚至因为她 盛伯源还向自己粉丝介绍了这位女朋友 结果谈恋爱不到一个月 这女的直接劈腿成了盛伯源的女朋友 而且劈腿前还做了一件大事 她偷了苏宇石的新歌 并且还偷偷销毁了小样 以至于当初抄西门事情爆出后 苏宇石根本没办法对自己洗白 之前盛伯源因为一首新歌大火 所以在高兴之下 就答应这个小明星一个月给100万 结果这几个月盛伯源却一分钱没拿出来 小明星自己欠了一屁股账 公布出来 也是因为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网友们吃着一个又一个的大瓜 短短半天不到 微博热搜里全是盛伯源热搜 美姐联系到了苏宇石 问她怎么打算 苏宇石此时才刚把小家伙哄睡着 对网上的事情了解并不多 接通电话的时候 就用自己的平板上了微博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卧槽 没想到盛伯源私底下比我还敢玩 女朋友都这么多 就她那张蛇精脸 也不知道这些女的看上她什么 还有这个范盈盈 没想到当初后谈恋爱是为了盛百元 苏宇石看得目瞪狗呆 一条条微博翻过去 忍不住道 我真他妈惨 她敢说 这世界上就没有比她更惨的明星了 美姐 我让你找机会洗白 没让你找机会 对自己进行自我评价 但是现在苏宇石唯一的污点被洗清 口碑直线上升 只不过热点过去后 现在网友们相对盛伯源的事情 更加关心苏宛婉的下落 以及后续 拜托了 宝贝的拍摄问题 如果你没意见 那抄袭的事情 我们交给警方处理 至于综艺的拍摄问题 你和婉婉还要继续吗 苏宇石当然不想拍了 瞧瞧他妹妹都伤成什么样了 可是话到嘴边 苏宇石还是道 这事儿 我要回去问问婉婉 行 刚挂断电话 苏宇石就接到了自家老爹的电话 苏宇石 糟了 大脑还没有来得及运转 苏宇石就听见医院上 哄哄哄哄的声音 抬头一看 是一架银黑色的直升飞机 咕咚 男人吞了吞口水 看着直升机上面熟悉的集团标志 苏宇石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他家的 这下完蛋了 晚晚失踪这事儿 被他爹知道了 苏二哥屁股一紧 感觉这顿打自己 也能躲不掉了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是他爷爷的 苏宇石不敢不接 只能哆哆嗦嗦地摁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 全是螺旋桨轰鸣的声音 但是老爷子的声音 仍然洪亮十足 苏宇石 晚晚人呢 苏宇石吓得不敢吱声 那边老爷子继续骂道 晚晚还这么小 你都这么大一个人了 怎么不好好看着 苏宇石听着声音 抬头看着顶楼的某处 然后就看见天台上 站着三个男人 好家伙 他爷爷 他老爹 还有他大哥都来了 爷爷 您听我跟您解释 不用解释 我已经看到你了 你完了 说完 医院顶楼上的老爷子 眼神看向了苏宇石的方向 苏宇石把腿就往病房跑 等老爷子疯疯活活找到病房后 就看到自己这个二孙子 竟然像个安纯一样 躲在他小孙女的身边 然而 他家玩玩脑袋上 竟然缠满了纱布 老爷子心疼得都快哭了 他想抱抱小孩 然而又怕把小孩子的伤口碰到了 一双手在婉婉面前没出放 最后只能红着眼眶问道 婉婉 疼不疼啊 婉婉摇摇头 不怎么疼 就是头有一点晕晕的 只不过 这些都是在自己的忍受范围内 这时 苏启怀也匆匆赶到 身后还跟着一个风尘仆仆 头发乱糟糟的医生 那医生估计是年纪大了 一头花白的头发 但是似乎遭到了飓风 头发被吹得乱糟糟不说 他到了医院人都还是傻的 苏启怀看着婉婉包着纱布的脑袋 心中怒火燃烧 把医生带到了前面 认真说 麻烦帮我妹妹看看 那医生走过去的时候 脚步都是虚的 他是脑科专家 今天原本还在办公室做诊 结果没一会儿就听见医院上空出现哄哄哄的声音 没一会儿 办公室门口出现一群黑衣保镖 其中两个保镖直接破门而入 驾着他就上了飞机 这一路上 他还以为自己遭到绑架了呢 结果一看绑架犯 竟然是医院boss 那能叫绑架吗 那叫请 请他过来做诊的 医生听到邵东家的话 赶紧跑过去看看 拿着小电筒看看 拿出听诊器听听 过了一会儿 医生认真道 大少爷 小姐他情况还不错 没有生命危险 只不过 毕竟伤到了脑袋 还是需要拍CT来看看 苏语时这时候连忙道 拍了 拍了 说完 就把今天做好的CT拿给了医生看 医生拿着片子看了好一会儿 最后道 颅内的确有些瘀血 但是小孩精神状况还不错 医生认真地解释了一会儿 终于让几个大家长放下心来 让人把医生送回去后 苏家几个大家长围着病床坐了一圈 苏语时默默地坐在角落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可是越是如此的 就越是明显 苏语时 苏语时一听到自己老爹叫自己的全名 就如同一道惊雷 在自己耳边炸起 道 苏语时连忙站起来 挺胸立背 就差朝着自己的进个少仙队的里了 苏继周看着这么不着调的二儿子 眼神在病房四周搜索着 苏语时毕竟和老爹斗智斗勇这么多年 直接道 爸 你别找了 但凡你拿得顺手 甚至拿得起来的东西 我都给你收着了 正想找扫帚打儿子的苏继周 然而 苏启怀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了一根棍子 爸 快递刚到了 拿去用吧 苏语时吓得直接跑到病床上 抱着玩玩 玩玩 二哥的狗命全靠你了呀 说完 无论如何也不肯松手 苏继周怕伤着女儿 也不敢真打 气得丢下棍子 没好气地道 都多大的人了 有事就知道躲你妹妹身上 你有本事救下来 苏语时看着自己老爹扔下了棍子 可听到这话 却十分没骨气地摇摇头 我没本事 苏继周倒是一旁的苏启怀皱着眉头 玩玩脑袋还伤着 别碰到他了 苏语时看了一眼大哥 不情不愿地从床上下来 一下床直接飞奔过去 捡他跌扔的棍子 摸了摸 发现竟然还是实心的 操 大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苏启怀脸上仍旧没什么表情 但是冷笑的时候 就像恶鬼看到人 让人毛骨悚然 你还好意思躲 难道你自己不该打 走之前是谁说的 一定拿着自己的人头 保护好玩玩的 苏语时有些心虚 他的确这么说过 而且 要不是他带小团子参加节目 小团子的脑袋也不至于包成了粽子 苏语时想着 整个人都捏了下去 你们不要怪二哥 二哥没有错啊 都是晚晚的错 晚晚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自己受伤 爷爷爸爸和大哥都在怪二哥 晚晚心里有些担心 是晚晚没注意 才被盛百元丢出去 摔到了脑袋 而且 晚晚现在没事的呀 说起这个 晚晚自己也有些无奈 他当时只是因为身高问题 所以才让盛伯元 故意拎起自己 结果抓到玉佩后 震惊了一下子 一个不注意 就被丢了出去 至于后面的事情 晚晚自己都是模模糊糊的 他不能因为自己没本事 害得自己二哥 替自己挨骂 晚晚鼻子红红的 眼眶晶莹 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一样 几个大家长哪里受得了 赶紧到 行行行 我们不怪这臭小子了 你别哭好不好 晚晚可怜巴巴地点点头 然后朝着自己二哥眨了眨眼 苏语时立马会议 双手合十 朝自己妹妹拜了拜 苏家的家长 给晚晚订了几碗小米粥 知道小孩食量大 特意还让保镖 订了几个可口的小菜 晚晚心满意足地吃了三碗 最后把饭盒都舔干净了 几个家长看得心疼不已 就连苏语时也皱了皱眉头 圣百元不给你做饭吃吗 晚晚闻言 给了 但是他做饭比二哥你还难吃 我倒了一半饭菜给狗吃 结果人家大黄闻了一下 直接走了 想到圣伯元做的饭 晚晚顿时觉得 这是他一辈子的阴影 然而 晚晚的话 却被几个大家长理解成了 圣百元做狗食给晚晚吃 老爷子气得 直接拄着拐杖 准备去找圣百元 好在被苏记周 还有苏启怀拦住了 晚晚在病床上躺到了第二天 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床 饭桶一进来 就看着晚晚小小的一只手 捧着保温胡往自己的小杯子倒水 顿时吓了一跳 晚晚 你怎么下床了 饭桶一惊一炸地跑过来 倒是把晚晚吓了一跳 晚晚直接把水洒了出去 饭桶叔叔 你怎么来了 饭桶把晚晚抱在床上 在厕所帮晚晚洗饭碗的苏启怀 听到声音合出来了 饭桶和苏启怀对视一眼 启声道 你是谁 饭桶叔叔 这是我大哥 晚晚看着二人的模样 知道对方可能不认识 赶紧介绍道 然后又对着苏启怀介绍道 二哥 这是晚晚的导演 饭桶 饭桶叔叔 饭桶 苏启怀下意识地看了看导演 那圆溜溜的大肚子 说实话 看起来的确像个饭桶 倒是导演看着苏启怀 愣了愣 随即眼神激动 爸爸 不对 苏总您好 导演没想到 今天竟然能够看到 剧组最大的金主爸爸 一时间抓着苏启怀的双手 不断上下晃动 苏启怀 导演这个眼神 就像狗见了骨头一样 眼睛都在发光 你来干什么 对于这个节目组的导演 苏启怀没有什么好印象 要不是他妹妹想去 他也不至于投资几个亿 现在晚晚又在剧组发生这种事 苏启怀说 没有怨气 都是假的 导演估计是感觉到苏启怀的怒气 赶紧道 晚晚大哥 我是来看看晚晚身体状况的 说完 导演有些犹豫 还是道 还有就是想问问你们的意思 节目你们还要继续录下去吗 导演说完 也感觉自己似乎有些狠毒 毕竟小孩都住院了 但是他还一心想着节目的事情 但是一想到 剧组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吃饭 以及网上总归要给个解释 而且一下子节目组去掉两组嘉宾 短时间内 节目组也找不到替补的 到时候 钱不仅打了水漂 估计以后 他也别想 在娱乐圈混下去了 饭桶说话的时候 有些愧疚 果然 苏启怀听到这话的时候 皱了皱眉头 想都没想的就说 不行 我们家晚晚再也不会参加这么危险的节目了 这要是再参加一次 把小命丢了怎么办 还没等饭桶失望 晚晚连忙拽了拽二人的衣袖 着急道 大哥 晚晚要去 苏启怀皱着眉头 这次却异常执着 不行 晚晚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蓄满了泪水 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一样 然而苏启怀却像没有看见一样 这次是真的打定了主意 不让晚晚参加综艺 可是晚晚想要三千万呀 而且我舍不得陆怀和宋佑 他们都是晚晚的好朋友 还有秋奇阿姨也很好的 宋金叔叔之前私底下 还给晚晚吃腊肉 晚晚喜欢他们 想到 要和陆怀宋佑分开 晚晚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这一下子晚晚哭得小脸通红 正好这时候 苏启舟和老爷子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手足无措的大儿子 一时间皱了皱眉头 知道大儿子不像二儿子一样不着调 于是问道 怎么了 晚晚看见大人来了 赶紧扑了过去 哭得伤心不已 晚晚想去参加综艺 大哥不让晚晚去 晚晚看起来委屈极了 倒是苏启怀 立马就听明白了怎么回事 连忙道 晚晚 你大哥不让你去 是因为怕你受伤 你忘记你脑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吗 苏晚晚摇摇头 这一下子倒是没哭了 没忘 还痛着呢 老父亲听见晚晚这么说 心里欣慰极了 于是把教育教育进行到底 然而晚晚却抽抽自己的小鼻子 认真问道 可是大坏蛋 已经被警察抓住了呀 就在昨天晚上 苏家人报警 警察调查后 直接捉拿归案 虽然盛伯源死不承认 但是苏家也不是吃素的 今天早上 盛伯源受不了就全招了 因为还涉及到了玄学 最后盛伯源的案件 被有关部门接手 这件事 苏与十一大早就告诉了晚晚 苏继周没想到小团子消息这么灵 一腔苦口婆心的告诫 憋在喉咙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 虽然只是相处了三个月 但是小孩子 说一不二的脾气 苏继周是体会过的 他也没逼晚晚直接答应 而是问道 晚晚为什么要这么想参加综艺 其实咱们家里有很多钱 不需要晚晚这么辛苦 我知道爸爸有很多钱 可是晚晚就是想自己赚钱 而且我和二哥已经签了合同 合同上都写了 我们必须要有合约精神 不能当老赖 苏继周哭笑不得 他不知道晚晚在哪学的这个词 想了一下 苏继周道 爸爸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得答应爸爸 以后遇到事情 一定要先跑 晚晚点点头 爸爸 那我要打得赢还跑不跑呀 苏继周 跑 你先跑回来 让爸爸和哥哥们帮你揍 嗯嗯 晚晚小鸡桌米班地点点头 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小乳鸭 一旁的苏起怀松了一口气 但也皱起了眉头 爸 小孩不能这么惯着 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自己的衣服被拉了一下 苏起怀听到低下头 果然看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到自己身边的小团子 大哥 那你帮晚晚打坏人吗 苏起怀 爸 那大哥 我能继续参加综艺吗 苏起怀 可以 到最后 晚晚得到全家的统一口径 等自己伤好以后 就可以继续参加综艺 饭桶高兴疯了 他原本以为 这事儿已经凉了 没想到晚晚几句话 就把自己的大家长收拾得服服帖帖 因为晚晚要养伤 正好空出了三天的档期 为了找嘉宾 饭桶一天到晚忙得不行 终于在恢复直播的前一天 找到了一组嘉宾 影帝魏明熙和一位神秘小嘉宾 开播前一天 除了老爷子回集团坐镇外 苏起怀和苏起怀不放心晚晚 全都驻扎在了节目组 开播的时候 晚晚脑袋上还缠着一圈白纱布 只不过并没有当初几天吓人 秋奇母子和宋金父子看到晚晚 赶紧拉着晚晚检查了一圈 得知晚晚没事 以后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镜头已经开启了 因为前几天的意外 网友们一直在等着开播 尤其是晚晚的妈妈粉们 担心得不行 今天节目组微博上更新了开播时间 大家都早早地在直播间里蹲着 就等着开播了 当镜头扫到晚晚额头上的白纱布时 直播间的网友顿时炸了 晚晚额头怎么回事 一看你就没微博 微博上最近几天都传风了 听说是盛伯源对苏婉婉怀恨在心 恶意报复 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去搜盛伯源微博的时候 官方告诉我真爱生命 笑哭 反正具体怎么回事节目组也没说 只是听说盛伯源现在已经进局子了 只能说盛伯源活该 而且咱们也没冤枉他 之前他做的那些事 全都被抖在了网上 可怜我们十个被陷害 说到这个我也生气 那女的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当初十哥对自己女朋友掏心掏肺 结果简直是一片真心为了狗 走的时候竟然还要陷害人家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这女的已经被起诉了 后续赔偿少不了 严重的话 说不定还要奖励几年劳饭 吃瓜的没吃瓜的 这时候在直播间里 了解的差不多了 晚晚牵着自己二哥的手 站在院子里 而在摄影机拍摄不到的地方 还站着苏家的两个男人 一旁的导演 看着全剧组最大的爸爸 站在自己身后 对着镜头的时候 导演说话都有些哆嗦 哈哈 导演背后站着什么大人物吗 怎么感觉 今天狗逼导演 气势弱了这么多 今天的导演感觉怪怪的 咋回事啊 你看他说话的时候 像不像有领导视察的样子 饭桶导演 你可别挺肚子了 哈哈 好期待新来的嘉宾是谁 不会是节目组随便找的吧 这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 拖拉箱子的声音 众人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裤的男人 手上拖着大大的行李箱 他手里还牵着一个 戴着鸭绳帽的小孩 小孩看起来比同龄人长得高一些 身上穿着同样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 只不过 他把帽子压得很低 大家只能看到 他流畅的下额线 以及修长的抬手时 修长的手指 而他的另一只手上 还夹着一个白色的熊娃娃 终于 男人带着小孩走到了院子中央 他熟悉地看向镜头 露出了一张温和的俊脸 我是魏明熙 哎呀呀 竟然是魏明熙 魏明熙竟然又重出江湖了 不是说跑去结婚了吗 呃 那手上的小孩 不会是他小孩吧 应该不至于吧 魏明熙五年前退出娱乐圈 看着孩子身高 应该七八岁了吧 七八年前 我们希哥还没谈过恋爱呢 可能是剧组请来的小嘉宾 或者希哥亲戚家的小孩 就在大家猜测不已的时 一旁的小团子眼睛一亮 开心地冲了过去 小吃哥哥 婉婉迈着自己的小短腿 朝着魏明熙牵着的小男孩奔过去 速度快的就像一道风 听到声音的顾芳池 嘴角露出一抹笑 但是脚下去微微半蹲 然后把自己手里面的小熊 塞到了自己舅舅的手里 啪哒 两个小崽子 直接滚在了地上 婉婉笑嘻嘻地看着顾芳池 把他摁在地上 问道 小吃哥哥 你怎么来了 顾芳池捏了捏小团子的小脸 认真说 想你了 说着用手撑着自己的上半身 看着婉婉额头上的纱布 问道 你额头没事吧 婉婉摇摇头 没事 只是还没有完全消肿而已 婉婉一点也不疼 顾芳池见此 突然用手戳了戳婉婉脑袋上的大包 婉婉瞬间疼得呲牙咧嘴 不是说不疼吗 顾芳池没好气地说 说完 拉着婉婉站了起来 小吃哥哥你傻啊 我平时没碰他 肯定是不疼的 但是你戳他还是会疼的 不然你觉得婉婉的大包是白掌吗 哼 顾芳池冷笑一声 可是下一秒 还是轻轻凑在婉婉脑袋上 吹了吹婉婉的额头 紧接着 又向自己舅舅伸出了一只手 怎么了 魏明熙没搞明白自己折要什么 此时还在猛逼中 娃娃 魏明熙这才想了起来 自己手里的熊娃娃 估计是明白了什么 一时间哭笑不得 于是 一把手塞给了顾芳池 顾芳池又递给了婉婉 我把你的妞妞带过来了 在家里 苏家的大家长 送给了婉婉不少熊娃娃 而婉婉直接每天一个 送了一大半的娃娃 给了顾芳池 小孩还给每一只娃娃取了名字 比如说 这只娃娃叫妞妞 是婉婉 送给顾芳池的第58个娃娃 婉婉感觉自己 好久没有碰过玩具了 开心地收了下来 不过玩了一会儿 婉婉便偷偷道 小吃哥哥 我们要上交玩具哦 这是节目组的规定 导演这时候 正好从屋里面拿出了一个透明的盒子 道 请我们第四组嘉宾 上交所有处义物外的一切东西 顾芳池看着婉婉手里的娃娃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魏明熙估计看出了顾芳池的不乐意 安慰道 小吃 没事的 三天之后 娃娃还是婉婉的 魏明熙的声音低沉 温柔 像是一架古老的大提琴 带着一股优雅的味道 婉婉这才注意到了魏明熙的存在 随着声音抬起头 婉婉这才发现眼前这个男人很高 特别高 她的脑袋只能够到男人的大腿 这个视角看上去 婉婉只能看到男人的下巴和高铁的鼻尖 下意识地 婉婉后退几步 顿时张大了嘴 魏明熙今年32岁 但是20岁的时候就提名了影帝 在24岁时 在国际上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男人的眼睛有些像琥珀 温柔而干净 薄唇微微明起 带着一股淡淡的疏离 叔叔 你刚打完怪兽回来吗 魏明熙脸色一僵 一时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叔叔 你不是飞影铠甲吗 你的机影刀呢 是不是也不让带上飞机啊 魏明熙人还在猛逼中 倒是一旁的顾方池提醒到 舅舅 晚晚说的是你演过的 《铠甲勇士》里面的人物 魏明熙顿时间一言难尽 无奈地笑了笑 这小姑娘喜欢她哪步不好 偏偏喜欢这部 魏明熙罕见得有些尴尬 舅舅 那你会不会 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语师拽了回去 苏语师捂着婉婉的小嘴 不让她继续往下说 婉婉呜呜两声 奇怪地看着自己二哥 苏语师是真的尴尬 魏明熙虽然没有比她大几岁 但是在她面前 她可是被吊着打的 魏哥 不好意思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她怕魏明熙误会 赶紧解释道 婉婉平时喜欢看动画片 估计是家里长辈 给她放动画片的时候 刚好放到这部剧了 之前婉婉还非说 我爸是迪迦 要让我爸带她去M78星云去看看 还有之前 婉婉看了 姓白娘子传奇 非说 我是法海要给我剃头发 所以 这些都是小场面 苏语师给了魏明熙一个 你懂的眼神 直播间顿时笑拉了 哈哈 要是之前我还觉得 婉婉是故意损息哥的 但是自从了解小团子后 我知道 人家是真的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婉婉觉得自己爸爸是迪迦的 我已经能想象这个画面 真的笑拉了 这真的是生活综艺吗 为什么会这么搞笑 盛博元被踢走后 整个直播间终于和谐了 叹气 魏明熙听完了苏语师的解释 又看了看一本正经的婉婉 顿时哭笑不得 忽然 她蹲下身 视线和婉婉平行 婉婉看着魏明熙放大的俊脸 吞了吞口水 小吃舅舅 你长得好帅啊 魏明熙还是第一次 被这么小的小孩子拍马屁 还别说 心情还挺好的 尤其是她蹲下来 小团子还要抬着头看她的时候 魏明熙心里就更快乐 怪不得一向不怎么 和她联系的侄儿 竟然让她上综艺 原来是为了这么个小姑娘 魏明熙笑着捏了捏苏婉婉的小脸 还别说 魏明熙顿时就上瘾了 谢谢婉婉 婉婉也很漂亮 婉婉一听 嘴角一张 自己的小乳牙顿时露了出来 小吃舅舅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哦 等我长大了 你能不能娶我回家啊 她师父说了 以后找男人 一定要找好看的 小吃哥哥的舅舅 就是她这辈子 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婉婉眼睛亮晶晶地 等着魏明熙回答 而此时 四道增悟的目光 顿时射了过来 魏明熙只感觉 自己的后背一凉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琥珀色的毛子含着笑 看着眼前的小团子 无奈道 那可真不好意思 舅舅不能等你长大了 为什么啊 因为舅舅 已经有媳妇了 婉婉笑容一顿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魏明熙快要被婉婉的模样 笑死了 捏捏小团子的鼻子 还说 你是我的粉丝 连我结婚这件事都不知道 我看你就是个假粉 婉婉 她手足无措地 看向自己的二哥 她二哥在一旁狂笑 婉婉嘴角一撇 又把目光看向了魏明熙 一副看傅星汉的模样 看着男人 婉婉 没想到她防这么快 婉婉的模样 和我当时一模一样 婉婉 内心崩溃 魏明熙 我结婚都不知道 你这个假粉 明场面 明场面 大概有一种悲伤 叫做苏婉婉一个人的悲伤 她没想到 自己这么喜欢的铠甲勇士 竟然结婚了 最重要的是 她都这么伤心了 大家竟然都在笑她 小吃哥哥 真的吗 顾方池小大人班地点点头 认真道 我有舅妈了 婉婉 婴 眼看着婉婉立马要哭了 顾方池立马道 婉婉 我舅舅都是老男人了 等你长大他都快死了 这样吧 等你长大了 我娶你 婉婉一听 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 婉婉婴婴鼻子 眼眶红红的 十分感动 到最后 还不忘提醒道 那你以后别忘了 来娶我哈 嗯 我不会忘记的 顾方池认真道 两个小孩的话 把众人给笑乐了 魏明熙不禁调侃道 行啊 上个综艺 还给自己找了个媳妇 苏语实脸都气黑了 把婉婉抱起来 但是又不敢说话 哈哈 苏语实脸都绿了 两个小孩 而在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 私定终身了 刚才那个熊娃娃 就是定情信物 婉婉 老公还得从小定 感觉小池长得很好看 看样子不比魏明熙差 尤其是那双眼睛 感觉好深邃的样子 苏语实抱着婉婉一言不发 倒是婉婉被抱着的时候 直接跟顾方池 讲起了以后结婚的事情了 明明还这么笑一个 好像什么都懂一样 等顾方池回去的时候 她对着魏明熙道 舅舅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把苏婉婉娶了 我喜欢她 小团子和其他人不一样 别人会嘲笑她是瘸子 婉婉不仅没有嘲笑 反而还教训了其他人 而且上次被绑架 要不是婉婉 她都不知道怎么撑过去 还有很多 魏明熙听到小侄子 跟个话牢一样 讲着婉婉的好 一时间都不确定 这小子是不是被夺赦了 毕竟这小子从小到大 就没说过这么长的话 更别提夸别人了 你以后要娶人家小姑娘 那可得努力了 你看她二哥的时候 恨不得把你撕了 似乎也感受到了苏语时 对她的抗拒 顾方池皱着自己的眉头 想了好半天 直到她看到了 那间晚上可以看星星的土房 人猛了 这边 婉婉回到徐阿婆家 直接躺在了床上 翻来覆去的叹气 不知道叹了多久 苏语时实在忍不冷了 问道 小祖宗 你回来叹了多少气了 到底怎么了 婉婉撅着嘴眉说话 双眼放空看着房梁 婉婉 人生如戏 婉婉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三岁半 但是我失恋了 婉婉 我她房了 婉婉的确是觉得自己她房了 但是她还不懂 她房是什么意思 总之心里面就是不得劲 不知道过了多久 婉婉拉着自己二哥认真问道 小吃的舅妈好看吗 苏语时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后 顿时间哭笑不得 只不过苏语时想到 在酒会上魏明希的夫人 还是认真说 很漂亮 和魏哥很般配 她和魏明希其实相处并不多 虽然都是豪门 但是除了一些必须出席的酒会 她和魏明希也没说过几次话 尤其是魏明希 还是让人仰望一般的存在 婉婉也想了想魏明希的面相 的确是夫妻恩爱 子孙满堂之相 最重要的是 这种人不管做什么都平不清云 每次买彩票都必中的那种 婉婉叹了一口气 哎 我祝福他们 苏语时看着婉婉这黏啪啪的模样 虽然知道这时候 自己身为哥哥不应该笑 但是婉婉的模样 让他实在忍不住 房间里 全是苏语时笑破喉咙的声音 婉婉 二哥 笑起来真像一只鹅 苏语时笑声戛然而止 眼神又幽深地看着眼前的小团子 抱负心一样 把婉婉抱起来 扔在怀里揉搓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吓得婉婉当场表演轻功 反应过来后 搂住了二哥的脖子 小团子在揉搓中认真到 其实比儿子的叫声好一点点 苏语时 拜托了 宝贝 在短短一小时后登上热搜 其中 魏明希和婉婉的名场面 被剪辑博主放到了抖音上 点赞量高达三百多万 很多魏明希的粉丝闻声赶来 宝贝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高达一千万 范统高悬的心终于落了下去 他害怕盛博元的事情 大部分网友会不接受 但现在看来 纯粹是他想多了 没有盛博元 他们的综艺热度就更高了 到时候 剪辑放在芒果台 热度肯定也不少 而范统在看到后台数据后 便拿着熟悉的小粉卡片 去宣布任务了 今天大家的任务只有一个 在两天内 靠自己卖农产品挣到两百元 一组嘉宾一共有两个人 相当于两天营业额 需要达到四百块 这其中还要考虑哪里来农产品 怎么把农产品送下山 怎么在两天之内卖出去 等饭桶宣布完这个任务后 一直在镜头后面的苏季周 和苏启槐 眼神就像刀子一样 刷刷刷地往饭桶身上割 吓得饭桶只敢待在后台 压根不敢往苏家父子面前晃 接到任务后的几组嘉宾 皆是一脸苦涩 和顾芳池 顾芳池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向当地住户找到了货源 魏明希德之后 当场带着顾芳池去割菜 而婉婉更是轻松 徐阿婆直接让婉婉去菜地 想要什么随便拿 徐阿婆的丈夫比她小十岁 当时才29岁的徐阿婆成了寡妇 她的丈夫19岁 对她一见钟情 确定关系后 为了躲避闲言碎语 带着徐阿婆来到了这座大山上 徐阿婆老了以后 想要下山已经成了难题 为了让徐阿婆方便上下山 她的丈夫做出了一个决定 休落 嘉宾们上山时 走的那六千阶梯 都是徐阿婆的丈夫 一锤又一锤辛苦凿出来的 为了让徐阿婆吃得好 她的丈夫还开垦了不少土地 虽然丈夫去世 但土地仍然没有被荒废 每个月 徐阿婆的儿子女儿 都会回来帮忙整理 因此 苏宇诗和婉婉去看的时候 直接看到了 一块又一块地的土地 上面种植着各种当即蔬菜 徐阿婆吃不完 听到婉婉需要做任务 就带着小孩和她哥哥一块过来了 阿婆 等我卖了钱 到时候给你买礼物 等婉婉回去以后 我还要给你盖大房子 婉婉其实在照片上 就看过了徐阿婆的面相了 夫妻恩爱 儿孙孝顺 在这座大山里 徐阿婆一个老人 家里有冰箱 有电视 就连电灯都是最亮的 可见儿孙也经常回来 还有那成群的 梭罗 也一直陪伴着她 婉婉看着徐阿婆慈祥的面孔 甜甜地道 谢谢阿婆 说完 抱着大贝罗 就下地摘菜 四百块钱 需要卖几百斤的菜 因此 二人带来了好几个贝罗 等把农书摘取后 婉婉就拿回去洗了 让蔬菜保持新鲜的状态 节目组虽然给了两天的时间 看似时间充裕 实际上每一点时间 都需要认真利用 等每组嘉宾找到菜园的时候 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秋奇和陆怀最惨 二人要卖辣椒 结果秋奇是广省人 压根闻不了辣味 被成群的青红辣椒辣的 一边哭一边摘 第二天 几组嘉宾早早地就起来了 好在这次节目组做人 也知道几百斤的东西 不可能轻轻松松拿下去 因此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帮嘉宾们把农产品 带到了镇上的菜市场 苏玉石从小到大 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看着人山人海的市集 他把婉婉抱了起来 怎么了 婉婉的双手 搂着苏玉石的脖子 怕你丢了 二哥抱你 苏玉石颠了颠婉婉的屁股 忍不住道 你怎么中了 他仔细想想 这几天婉婉在医院吃的饭菜 好像比家里还吃得好一点 这才几天 感觉都快抱不动了 但是这话 小姑娘听了却不高兴了 他下意识摸了摸 自己有些圆润的肚子 忍不住道 婉婉才没有胖 苏玉石对这个叫真的小团子 瞬间败下阵 哭笑不得地点点头 是是是 我们家小团子才不是重 是二哥 是二哥你身体太虚了 婉婉立马接话道 苏玉石 要不是小团子脑袋上 还包着纱布 他肯定是要在他头上敲一敲的 两兄妹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言地说着 不知不觉 就到了节目组准备的摊位 他们组的菜品很多 来买的人络绎不绝 尤其是婉婉那张小嘴 说得天花乱坠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推销什么穷摇欲录呢 奶奶 你看看这萝卜 长得水灵吧 您买回去给您孙子吃 这次考试 您孙子指不定就考个好成绩了 叔叔 你看这萝卜 随便清炒一下就香得不行 您买回去做给您老婆吃 今天晚上 她就不会让您睡沙发了 漂亮姐姐 晚晚一张小嘴 滔滔不绝 苏玉石一路上都还在想 自己该怎么介绍 结果到最后晚晚 一张嘴 就获得了菜市场 所有老太太老头子喜爱 这才两小时不到 菜都卖出去一半了 而她成了收钱的那一个 钱在她手里越来越多 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周围都被围成了一片 和其余三组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晚晚自己忙了三个小时 有些口干舌燥 苏玉石见此 赶紧拍拍胸脯 给晚晚兑了一杯奶 然后道 你休息 剩下的二哥来 奶粉只是普通奶粉 只需要开水冲开 就可以喝了 晚晚特别喜欢奶香味 两口就喝光了 喝完后 她又有些饿了 但是现在又来了一批人 围绕着苏玉石 晚晚被自己哥哥放在看台上 一双小短腿在空中晃荡 忽然 旁边走出来一个 戴着黑色帽子的五六岁小男孩 晚晚 晚晚还在想 自己中午吃什么 结果就听到有人 再喊自己 连忙转过头 就看着顾方池 一双琥珀色的毛子 正看着他 小池哥哥 你怎么过来了 顾方池没回答 而是道 晚晚你饿了吗 嗯嗯 今天早上几组嘉宾 差不多四点就起床了 晚晚此刻 又饿又困 临走前 徐阿婆送给她的小零食 早就在来菜市场之前 就被自己和哥哥吃完了 这个你吃吗 顾方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了一个白色的零食口袋 里面装着七八个金黄色的针膏 晚晚眼睛一亮 轻松地从高台上跳了下来 你哪来的钱 顾方池 我在舅舅那里拿的 直播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为明熙辛辛苦苦卖的十块钱吧 感情全被顾方池拿来买吃的了 这也太不懂事吧 楼上的 钱是人家为明熙给顾方池的 人家小孩要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对啊 顾方池也没乱花钱啊 他走之前跟熙哥说了 要给晚晚买吃的 我是从熙哥直播间那里出来的 人家拿着自己的钱 养小媳妇 没毛病吧 晚晚的确是饿了 也没多想 先给顾方池分了一个 然后又给了苏宇石一个 苏宇石起 先看着晚晚递过来的针膏 还愣了一下 如果是以前 苏宇石肯定不会吃 但是这几天 早就把他的洁癖磨没了 得知是顾方池买的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接过来 大口吃了起来 晚晚二哥 我想带晚晚过去玩一会儿 可以吗 顾方池像个小大人一样 拉着晚晚的手 认真说服苏宇石 我会照顾好晚晚 不会走丢的 苏宇石不好拒绝 只能看了一眼镜头 后面的老爹和大哥 二人只是看着他 没说话 意思就是 让他自己揣摩 晚晚想去吗 晚晚自己抱着八个针膏 使劲啃着 两颊旁边像只小仓鼠一样 吃得巴唧巴唧的 文言 小团子点点头 我想和小池哥哥一块儿玩 苏宇石没办法 只好答应 但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对着工作人员道 去的时候 麻烦看着他一点 工作人员连连答应 走之前 苏宇石又叮嘱道 中午之前必须回来 知道吗 好说着 另外一只手 准备签工作人员的手 结果这时候 镜头后面的苏启怀走了过来 直接抱起晚晚 走吧 我送你过去 谢谢大哥 晚晚一个劲地笑着 勾着自己大哥的脖子 脑袋躺在苏启怀的胸口 顾方池看着自己手边空空的 眼眸一暗 一双眼睛死死地看着苏启怀 然而直播间 因为苏启怀的突然出现 瞬间炸开锅 这个是工作人员 现在饭桶的员工都得靠颜值了 这个西装 这个背影 这个翘 不对 但是好帅 这是晚晚的大哥 之前直播扫过几次大哥的脸 说真的 苏启怀人真的基因好 难道就我一个人注意到顾方池的眼神了吗 哈哈 小池好像不高兴了 但是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镜头外 三人已经来到了魏明熙的摊位前了 魏明熙无聊地坐在凳子上 看到苏启怀的时候 愣了一下 直到看到男人怀里那小小的一团 突然明白了 晚晚看到魏明熙 眼神有些失望 魏明熙乐了 好笑地问道 小架粉 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晚晚立马嘟嘴 认真反驳道 你别骗我读书手 微博上只有火粉和僵尸粉 才没有假粉 而且 晚晚已经不喜欢你了 现在晚晚 喜欢白素贞 自从遇到这个小团子 魏明熙的笑容 明显就多了不少 他伸手捏了捏小团子的小奶镖 这就抛弃我了 晚晚高傲地昂起头 鼻孔朝天 魏明熙觉得这小孩太好玩了 比家里面的儿子还好玩 他干脆越过自己的侄子抱起了晚晚 过了一会儿 魏明熙觉得手酸了 他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怎么这么重 小团子看起来也不胖啊 只是这份量着实不清 而晚晚的小脸直接垮了下来 吸吸小鼻子 小吃舅舅 你是怎么从你三十七度的嘴里 说出这么冰冷的话的 魏明熙眉头一挑 认真问 我还有更冰冷的话 晚晚还要听吗 晚晚赶紧捂着嘴 顾方池看着小团子 竟然这么蠢 赶紧道 晚晚 是耳朵 晚晚眨了眨眼睛 突然反应过来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小耳朵 摇头晃脑 不听不听 魏明熙看着晚晚的模样 实在是太高兴了 心想 小团子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逗完小团子 魏明熙就让顾方池和晚晚 在旁边自己玩 晚晚的蒸糕还没吃完 犹豫了一下 忍痛递了一块蒸糕给对方 给你吧 曾经的飞饮铠甲 魏明熙 小团子的好意不可辜负 曾经的飞饮铠甲 还是收下了小团子的好意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仍然只来了三三两两的顾客 距离任务完成 不知道还要多久 晚晚拉着顾方吃完石头 当然只是晚晚一个玩 顾方池在一旁给小团子捡石头 小吃哥哥 你舅舅怎么都不叫卖啊 晚晚看着自己曾经的偶像 竟然还有这么多蔬菜没有卖出去 也有些着急了 顾方池显然不明白 什么是叫卖 于是问道 什么是叫卖 晚晚一听 立马丢下了手上的小石头 跑到了魏明熙的旁边 魏明熙正准备小团子怎么了 结果就听见小团子拉着嗓子 大声又清脆地喊道 卖菜了 卖菜了 叔叔 您看我们的藕是不是很新鲜 您要不买点回去尝尝 哥哥 你看这个萝卜 你买回去炖骨头汤给你女朋友喝 他肯定会喜欢的 没一会儿 摊位上就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 晚晚面前站着几个穿着围裙的男人 他们手上都提着不少东西 小孩 这个藕多少钱一斤 晚晚 藕今年贵 七块钱一斤 您要是想买 我到时候给您抹个零头 等您下次来 我还给您便宜怎么样 这个青椒怎么卖啊 晚晚 超市都卖三块九毛九 今天我们就收三块五 晚晚很会做生意 零头大大方方地抹了过去 看见买得多的 还会赠送一点其他的小菜 虽然是小本买卖 但毕竟成本不高 因此并不缺那点钱 只要有客源 那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没一会儿 面前的蔬菜 已经卖出了三分之二 而今天的任务 已经超额完成了 魏明熙一点忙都帮不上 小团子小嘴巴巴地说个不停 手上动作也快 称金树的秤 是最老实的那种 不是现在的电子秤 但是 晚晚却用得十分顺流 轻轻拨动一下那个秤坨 就知道多少斤 都不带数的 魏明熙还在震惊中 顾方池解释道 主要是关于钱和吃的 晚晚反应都很快 就像之前绵绵老师 交一加一等于多少 晚晚算了半天都算不出来 但是只要绵绵老师问他 手上有一颗糖 然后又拿到了一颗 那他手上有多少颗糖 或者说 今天他捡到了一块钱 走了两步 又捡到了一块钱 那请问 一共捡到了多少钱 这种问题 晚晚都不带犹豫的 肯定立马就能答说出来 魏明熙听到顾方池 讲的这些趣事 再次刷新了对晚晚的认识 看着手里面厚厚的一打钱 无奈地笑了笑 到了中午 菜市场的人越来越少 贝楼里卖的 只剩下几个卖项不好的萝卜了 魏明熙不打算卖了 收拾好东西后 就准备收摊 今天的收获 有些出乎魏明熙的意料 一来他没想到 能把这些东西卖完 二来是没想到 四五百斤的菜 其实只卖了六百块钱 钱虽然看起来很多 但实际算下来 却又觉得不值当 农民辛苦这么久 一年下来 也挣不了多少钱 等魏明熙向镜头公布 今天赚到的钱时 大家也是狠狠地震撼了一下 感觉好少啊 不是说 我七块钱一斤吗 怎么才挣了这么一点钱 我爸妈就是农民 今年我爸卖了五百斤玉米粒 只挣了两百多一点 这还是行情不错的时候 的确 你们去超市看看 现在的米价才一两块 农民赚得的确不多 此时身材挺拔的魏明熙 背着几个重叠在一起的贝勒 走出了菜市场 他答应了小团子 请他吃面条 小镇其实就这么大一点 面馆随便就能找到一家 距离菜市场也不远 魏明熙还不知道 小孩的饭量 给自己点了一份二两的面条 然后给两个小朋友 又点了一份一两的牛肉面 哪知道两个小朋友摇摇头 顾方迟到 我吃不加肉的就行了 剩下的 给碗碗多买一碗 他看了价格 牛肉面和普通的面 价格相差了一半 魏明熙无奈地笑了笑 我难道还会饿着小团子不成 说完 就让老板娘 把一两的改成了二两 然而晚晚却摇了摇头 阿姨 晚晚要吃三两的 老板娘也吓了一跳 要知道 他们家的下面的时候 只多不守 三两就算是成年人也吃不完 更不要说小孩了 晚晚都解释累了 倒是顾方迟认真说 阿姨 我妹妹平时吃得多 你就帮她做一份吧 我们不会浪费粮食的 老板娘听到顾方迟这么说 也只能点点头 十分钟 晚晚捧着比自己脸还要大的大碗 开始吃面 晚晚吃面的速度特别快 吃一口喝口汤 魏明熙都还没吃完 晚晚碗里面的面条 就已经吃得干干净净 汤都见底了 魏明熙 小吃舅舅 我还能吃一碗魏明熙张了张口 怕小孩子不知饱饿 正准备拒绝时 顾方迟拉了拉她的衣袖 舅舅 晚晚吃得比较多而已 再给她点一碗吧 不然还没回去 晚晚就饿了 好 半小时后 晚晚摸了摸自己七分饱的肚子 打了一个嗝 阿姨 你家的面条真好吃 以后有机会 晚晚还来吃 老板娘还是头一次 见到这么能吃的小孩 看着晚晚的时候 还觉得有些神奇 回去的时候 晚晚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二哥 给苏语诗打包了一份带回去 然而没走多远 晚晚就看见路边的小推车上 坐着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男人 苦寒的冬天 男人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毛衣 而伤患处已经结痂 只能看到残缺不齐的伤口 但是他却一手拿着音响 一手艰难地 拿着讨钱的盆 举步为奸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大中午的街上 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男人走了长长的一节路 只有一个商贩 从皱巴巴的钱包里 掏出了五块钱 然而即便这样 男人还是不住地点头感谢 很快 男人就要和魏明熙等人擦肩而过 然而就在这时 晚晚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了十块钱 这是苏语诗临走钱给晚晚的 他掏出来 给了残疾的男人 男人照常地 说了感谢的话 晚晚没说什么 一手牵着魏明熙 一手牵着顾方池便走了 然而直播间里 却出现了分化两极的评论 小孩挺善良的 相对于我自己看到这些 我都是直接走人 呃 但是这种人值得同情吗 明明就是出来骗钱的 对啊 说不定人家有八套房呢 自己生活过得不如意 竟然还想着施舍这个施舍那个 直播间里倒没有多少人觉得 晚晚有问题 而是大多数认为 晚晚这十块钱捐了也是白捐 毕竟人家也不差这点钱 魏明熙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多多少少猜到 晚晚刚才的举动 在直播间里引起了风波 他牵着小孩 低着头柔声问道 刚才晚晚为什么要给那个残疾人钱 你也看到了 他的盆里面有很多钱 里面最大的面额还是上百的 晚晚闻言愣了一下 突然停住了脚步 抬起头 一双眸子如同幽深的潭水 晚晚觉得他很可怜呀 所以才给他钱的 你不怕人家骗你感情吗 晚晚摇摇头 骗了就骗了吧 反正也没多少钱 我看着他挺可怜的 你看我们 都有脚 但是他却没有 看起来和晚晚差不多高 而且我们大家都有厚厚的棉袄穿 他却只有一件毛衣 他要是骗人 那以后总会有报应 但是晚晚是好心的 想让他拿着钱过得更好 而且只有给了钱 我才会安心呀 魏明熙听了这话 竟然觉得 小团子看得如此通透 他揉了揉小朋友的后脑勺 晚晚说得没错 他做他的恶 你心里的善 各种奇因 各得其果 嗯嗯 小吃舅舅 你真有文化 不像晚晚 字都还认不全 晚晚觉得魏明熙说话文周周的 跟莫师兄一模一样 魏明熙抿着嘴 无奈地笑了笑 感觉晚晚看得挺通透的 虽然知道这些人的行径 但是说实话不给钱 我可能自己良心也会不安 其实想想自己 也没有亏什么 随手一块钱两块钱 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而且还可以买心安 晚晚说得没错啊 刚才行起的人没有脚 一只手还是畸形 虽然我知道内幕 可是如果我遇见了 仍然会给钱 魏明熙说得没错 他行他的恶 百年之后自有天收拾 但是我行我的善 我身正不怕 百年之后 说不定还能被阎王夸两句呢 因为这件事 微博上甚至开启了选项 结果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会选择捐钱 这边 晚晚回到菜市场的时候 面条已经融了 苏宇时也不嫌弃 今天早上 也就吃了晚晚给的蒸糕 现在已经饿得鸡肠碌碌了 他面前也没菜了 于是干脆十分没形象地 坐在地上 时不时还要喂两口面条 给晚晚 晚晚肚子吃得饱饱的 但是看到二哥家的面条时 晚晚仍然十分配合给吃了 粉丝们看了 大为惊叹 毕竟苏宇时的洁癖 可是娱乐圈皆知的 平时有饭局 都恨不得自己带碗 去吃的那种 然而 现在竟然让自己的妹妹 碰了自己的筷子不说 这么融的面条 竟然都能吃得进口 粉丝们这才发现 自己粉的这个爱豆 好像真的改变很大 晚晚一边吃 一边把今天 捐了十块钱的事情 说给了自己二哥听 苏宇时从来不会打断 小团子说话 反而会十分认真地听着 即便小团子有时候说话 让人一点也听不懂 但是苏宇时 没有一点不耐烦 晚晚说完后 苏宇时刚好把面条吃完 拿出纸巾给晚晚擦了擦 然后又给自己收拾了一下 晚晚做得没错 这时候 我们遵从自己的本心就好了 苏宇时没有一丝质问 也没有问当时的情况 他从来没觉得 自己妹妹被骗 还傻乎乎的 反而觉得 小团子很善良 再说了 晚晚会看面相 想必那人的确是迫不得已 或者什么原因 苏宇时说完后 便把打包和扔到了垃圾桶 然后把贝勒放到一起 想到了什么 忽然转过头 邱老师和宋老师那边怎么样了 工作人员也一直关注那边的情况 回答道 邱老师和宋老师已经准备收摊了 只不过这两位运气不太好 不会称重 也不会叫卖 四五个小时都没有卖完 秋奇和宋金 看着菜市场没有多少人了 也准备收拾东西回去了 不过心底还是有些失望 毕竟卖了大半天 连任务都没有完成 等晚晚来的时候 秋奇和宋金已经收拾完了 二人看到晚晚的时候 有些惊讶 秋奇更是直接把晚晚抱了起来 亲了两口 你们怎么来了 晚晚嘻嘻一笑 来看秋阿姨和宋叔叔 有没有卖完呀 说完 就看着面前几大框的菜 菜不好卖 我和宋导打算回去了 现在菜市场只有三三两两的人 想要把这些菜卖完 几乎不可能 然而晚晚扬起小脑袋 晚晚可以帮你们卖掉 又秋奇无奈地笑了笑 现在都中午了 大家都回家了 晚晚不说话 忽然 面前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 晚晚道 这位叔叔 您要不要买点菜啊 男人一愣 他本来都打算路过了 可是听到苏晚晚话 下意识地低下头看了看 这些菜新鲜吗 晚晚点点头 昨天晚上我们摘下来的 今天早上四点 我们就带过来了 有些菜农为了保持菜品的新鲜 在菜粘啪啪的时候 就会洒上一层水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把菜买回去 就会发现 原本新鲜的食材粘得很快 虽然秋奇他们的农书 是昨晚采摘的 但是一点没有粘啪的迹象 看着新鲜极了 男人随便看了几眼 就知道苏晚晚没有说谎 瞧着说话的是一个小丫头也没在意 而是问他身边的大人 这些我全要了 多少钱 还没等大人们反应过来 晚晚就笑了笑 叔叔 行情是多少就给多少 您要是全要了 我给您便宜点 这些菜除了偶外 低的甚至只有一两毛 就算男人把菜全部买完 也没花多少钱 等秋奇和宋金 各拿着三张红钞票的时候 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 这就卖出去了 晚晚点点头 刚才那个叔叔是菜贩子 所以全部都卖出去了 说完 晚晚高兴到 恭喜邱阿姨和宋叔叔任务完成 目前 四组嘉宾积分最高的 就是晚晚 于是导演决定给晚晚一个奖励 让他自己许愿 回去的路上 晚晚听到这话 直接从车上的座位蹦跋起来 他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导演 认真说 那太好了 那晚晚的愿望是什么 在宋金看来 小团子估计就是想要他的平板和手机 毕竟小团子似乎对各种动画片和电视 情有独钟 饭桶导演再次道 晚晚想好了吗 嗯嗯 晚晚如葱导算地点点头 想好了 那晚晚说出来 导演叔叔一定会满足你的 好呀 晚晚显得十分兴奋 开心地看着饭桶导演 饭桶叔叔 晚晚的愿望是 晚晚从一个愿望变成三个愿望 饭桶 此刻 导演自己也很猛逼 我就知道 小团子的搞笑 不只是止步于此 晚晚说得没毛病 晚晚也不贪心 也就是从一个愿望 变成了三个而已 饭桶导演 失算了 饭桶导演 我虽然属狗 但你是真的狗 饭桶怎么也没想到 小团子的愿望 一下子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关键是 这小团子还一脸疑惑地问 不可以卖 瞧把孩子急得 C式方言都冒出来 饭桶嘴角一抽 一时间无话可说 不是饭桶叔叔 你说的可以实现晚晚任何愿望的吗 小软子撅着嘴 小表情十分无辜 我 饭桶一时间有口难辨 只能无奈地闭口不谈 然而 晚晚却追问道 真的不行吗 饭桶叔叔 你怎么骗小孩呀 晚晚插着腰 明显很不高兴 饭桶欲哭无泪 无奈地摇摇头 三个就三个 晚晚一听 脸上的委屈一扫而光 那晚晚的第一个愿望是 等等 晚晚还没来得及说完 就被导演打断了 晚晚奇怪地看着导演 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冒出了一抹呆毛 歪着头 怎么了 饭桶的眼神正好和小团子 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碰撞 男人被蒙了一连血 只好捂着胸口 道 我可以拒绝无理要求 晚晚听后 愣了愣 然后小脑袋用力地点了点 晚晚记住了 说完 又偷偷看了导演 问道 晚晚现在可以说了吗 饭桶点了点头 晚晚的第一个愿望 是要给秋琪阿姨 宋金叔叔 小吃舅舅 还有我二个 一人十个愿望 似乎是没看见饭桶脸上的实话 晚晚还抬起头 露出了天真的表情 饭桶叔叔 晚晚这个愿望不过分吧 饭桶 你告诉我这叫不过分 三秒后 导演黑着脸 无情地拒绝了晚晚 晚晚实在想不通 明明他的愿望一点也不过分 怎么饭桶叔叔 一副要打他屁股的样子 吓得晚晚赶紧捂着自己的屁股 生怕饭桶叔叔实在受不了他 把他给打了 晚晚没办法 只能换下一个愿望 那晚晚第一个愿望是 晚晚挠了脑脑袋 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愿望 他好像什么都不缺啊 于是 小孩子把目光看向了自己的二哥 苏语时赶紧给他做了一个游戏机的口型 晚晚皱了皱眉头 认真看着二哥 二哥 你都是大孩子了 怎么还打游戏呢 苏语时被晚晚这么言辞说叫 瞬间红了脸 周围的几个嘉宾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到最后 晚晚三个愿望一个也没有许出来 于是让导演先给他存着 晚晚这操作 直接把导演给整猛圈了 要知道 饭桶做综艺这么多年 都是他整嘉宾 还没有嘉宾整他的先例 更不要说 这位小嘉宾才三岁半 饭桶自从遇到苏晚晚后 直接遇到了人生滑铁炉 回到山里 徐阿婆已经做好晚饭等晚晚他们了 即便饭桶不准晚晚吃徐阿婆的 但是无奈人家徐阿婆每次做饭都做得多 今天他们二人赚了不少钱 除了给徐阿婆买了一些东西外 全都塞到了徐阿婆的口袋里 吃过晚饭洗完澡 晚晚就和苏玉石躺在床上 没一会儿 晚晚直接打起了呼噜 半梦半醒间 苏玉石甚至还发现有什么东西 在自己头顶上压着 艰难地睁开双眼 就看见晚晚的手臂重重地压在自己的额头上 苏玉石无奈地把小朋友身体摆正 又睡了过去 结果这次没睡多久 小朋友的脚直接踢着他的下巴 苏玉石又把小朋友的身体摆正 紧接着 晚晚一个回旋踢 直接把苏玉石踹到了地上滚了两圈 苏玉石滚在地上时还抓着被子 被子离开身体的瞬间 晚晚冷地瞬间睁开双眼 小团子夜间也仍然看得很清楚 再加上房间里 本来还留着一盏暖黄色的小台灯 然后晚晚就看着自己二哥 像个被欺负的良家妇女一样 裹着被子 眼神忧深地看着他 晚晚知道什么 晚晚有什么错呢 晚晚自己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不解地问道 二哥 你也太不会睡觉了吧 怎么还滚下去了 苏玉石捂着腰 疼得呲牙咧嘴 还没等他说话 晚晚立马问道 二哥 你的腰怎么了 苏玉石 二哥 拜小祖宗所赐 笑拉拉 小团子睡觉磨牙打呼喽 还把二哥踢下床 晚晚力气也太大了吧 但是真的好搞笑 尤其是小团子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真凶是谁 还以为自己二哥睡觉 不听话摔下来的呢 晚晚的确是觉得 苏玉石是自己睡觉 不老实摔下来的 甚至晚晚从来不知道 自己晚上睡觉磨牙打呼 还踹人 毕竟以前他都是自己一个人睡呢 所以 小团子自然而然认为是 自己二哥睡觉不老实造成的 苏玉石好不容易扶着腰坐回了床上 看着晚晚大眼睛里的疑惑 心想等回去以后 一定要回放给小家伙看看 似乎是有些不解气 苏玉石捏了捏小团子的脸 小没良心的 小没良心的 第二天倒霉了 一大早上起床 小团子就发现自己的脖子扭了 他只能侧着看苏玉石 彼时苏玉石还在睡大觉 压根没注意到 坐在床上独自伤心的小团子 这边 晚晚只觉得自己脖子一动就疼 而且无论如何脑袋也偏不回去了 小团子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 重新装回去 可是自己折腾了半天 越来越疼不适 这一下子 脖子连轻微的动作都动不了了 哇 小团子的哭声响彻云霄 即便是起床后 徐阿婆做的早餐 也没把小团子哄好 小孩拿着两个馒头 一路哭到了顾方池的家门口 顾方池本来还在和舅舅商量着 吃不吃早饭这件事 结果大老远就听到晚晚的哭声 也不在意早饭的事情了 而是快速从房间出来 就看见晚晚顶着一头鸡窝 朝自己跑过来 小吃哥哥 呜呜 晚晚哭得伤心不已 顾方池还没有发现 晚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见晚晚跑过来 下意识做好半顿动作 但是晚晚这次 却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放慢速度来到自己面前后 晚晚可怜巴巴地指着自己脑袋 眼泪却还是像不要钱一样往下掉 怎么了 顾方池看了半天 也没看明白 晚晚这下子 哭得就更凶了 晚晚脑袋要掉了 鹰 说完 直接从哭声 变成了烧水壶的声音 顾方池虽然觉得 自己在这个时候不应该笑 可是晚晚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尤其哭的时候还破音了 顾方池只能强忍笑意 帮晚晚看看脖子 他这才发现 晚晚现在是偏着脑袋看着自己的 顾方池立马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安慰道 没关系的 你只是睡落枕 明天就好了 晚晚半信半疑 吸了吸鼻子 真大 嗯 顾方池回答得十分认真 晚晚这才放心下来 捧着自己的脖子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自己的脖子要断了呢 顾方池无奈地摇摇头 看着晚晚的鸡窝头 又看了看气喘吁吁 追过来的苏语石 这才注意到 小团子穿的衣服有些少 他赶紧把晚晚拉进了房间 不冷吗 晚晚摇摇头 不冷呀 说完 晚晚递了两个馒头过来 顾方池看着蓬松的白馒头 摇摇头 你吃 我已经吃过了 这是给小池哥哥和小池舅舅的 对了 你们吃了吗 顾方池接过两个馒头 想都不想直接道 舅舅已经吃了 我还没吃 网友 熊猫 山上的笋呢 嘎嘎嘎 感觉这个综艺全员喜剧人 小池好腹黑 自己舅舅都快饿死了 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 顾方池吃饭速度特别快 没一会儿就吃完了两个白馒头 晚晚还贴心地 给自己的小池哥哥倒了一杯水 然后有些生气地说 你舅舅怎么还饿小孩呀 魏明熙还不清楚怎么回事 一脸疑惑地看着顾方池 还没来得及吞下去的白馒头 然而晚晚此刻 却小脚一台 挡在了顾方池的面前 魏明熙 然而顾方池一双漆黑的毛子 没有一点表情 似乎这件事和她无关一样 魏明熙明白了 她这是被自己侄子给坑死 往死里坑的那种 魏明熙也懒得和这小子计较 而是注意到 晚晚说话的时候 脖子明显不对劲 疑惑地问道 你脖子怎么了 晚晚一听 注意力果然转了回来 吸了吸鼻子 可怜巴巴地看着魏明熙 晚晚脖子脱臼 不对 是落枕了 小池哥哥说 晚晚明天就能好 你不要担心了 晚晚指着自己的脖子 让魏明熙别担心她 哪知道直播间 直接乐成了一片 宝啊 小池舅舅根本没有担心 你的样子好不好 好像小池舅舅 很想看你笑话呀 顾方池也看出了 魏明熙眼底的笑意 盯了自己舅舅一眼 拉起苏晚晚的小手 轻声道 晚晚过来 我给你扎头发 晚晚一听 赶紧眨眨眼睛 顾方池一愣 这才明白 晚晚是同意了 于是他从房间里 拿出了一张小板凳 让晚晚屁股坐在上面 在幼儿园的时候 晚晚从来没有让 绵绵老师扎过头发 每天午睡完 都是顾方池帮忙扎的 因此 晚晚一坐下去 顾方池就拿着梳子 慢慢给晚晚梳顺 他的鸡窝头 小孩的头发特别软 顾方池小心翼翼 给小孩梳头 手法轻柔 晚晚没觉得不舒服 只不过这几天 都是苏语师给他扎的头发 每天松松垮垮不说 头发都绞在了一起 都没有梳 因此 顾方池花了很多时间 才把晚晚的一把头发给理顺 苏语师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他完全不敢相信 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 竟然会给女孩子扎头发 扎头发 苏语师想都不用想 不出一个小时 他和顾方池扎头发的视频 又要被做成对比了 但不得不说 顾方池这小子的确不错 晚晚翘着小脚 没有一点疼的意思 反倒是每天 他给晚晚扎头发 晚晚疼得呲牙咧嘴 吓得他只能随便扎了一下 头发理顺以后 顾方池的动作就特别快 他拿着晚晚的那根木簪 把头发随便一碗 一个盘发就顺利完成了 晚晚摸了摸自己后脑上的包包 谢谢小吃哥哥 你盘地比我师父还要好 顾方池抿着嘴不说话 但是观众们却看到 顾方池的耳朵红了 SD又把镜头移到了晚晚头发上 直播间里除了夸赞晚晚的头发外 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评论 雷姬木 好家伙 这小孩师父是谁 雷姬木当簪子 哎呀呀 今年难遇的雷姬木 竟然被我遇到了 楼上的到底什么毛病 一根普通的簪子 竟然被吹得这么深 雷姬木是什么鬼 被雷劈中的木头 你们懂什么 这可是似雷姬木 哎 没想到有生之年 竟然被一个小团子当簪子 带在脑袋上 知不知道其他大师 都是恨不得一天祭拜个三四回的 没多久 宣传封建迷信的网友 直接被房管踢了出去 但是在某个天师论坛上 晚晚头上的雷姬木 被不少天师放到了上面 没一会儿 楼直接被盖到了三千多楼 大家第一次见到雷姬木 原本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是一问自己师父 结果他们师父 比他们都要激动 强行追问 这个雷姬木 在哪里发现的不说 告诉自己师父后 他们师父 竟然还让他们注册 芒果EPIT的直播账号 这事儿 在天师圈大火了一把 而还在帝都高中 苦逼补课的张怀玉 也看到了论坛 不过不是晚晚脑袋上的雷姬木 吸引了注意 而是晚晚出现在综艺里 让他不可置信 怪不得他上周周末 都没有看到他小师伯 原来跑去参加节目了 不好了 就在这时 教室门口突然跑进来 一个魁梧的少年 苏星满又把七班那个曹氏给揍了 张怀玉成绩好 以往对这些事情都不会管 甚至苏星满是谁 他都记不清楚 唯一记得的是 苏星满有个双胞胎哥哥 张怀玉的同桌一听到这话 一时间皱了皱眉头 又打起来了 苏星满一天到晚 除了打架还会干什么 活该和他哥哥两个人当倒数第一 语音刚落 门口就出现了一个一米八八的少年 少年头发有些长 染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额头上还带着血 嘴角带着淤青 一脸利器 而他旁边 同样牵着一个少年 少年同他一样高 和苏星满满脸的利器不一样 这少年一脸笑呵呵的 利落的短发 看起来十分精神 唯一让人不同的是 苏承奇的眼神完全不能 和正常人相交 二人一进来 班上一大半的人都露出了嫌恶的表情 然而苏星满像是没看到一样 拉着苏承奇坐到了座位的最后一排 他刚坐下 上课铃声就响了起来 班主任一进来 就看到了苏星满头上的伤 没有一丝关心 反而不高兴地看着他 苏星满 你又打架了 苏星满连个表情都没给他 而是给苏承奇把课本拿出来 到老五认真听课 苏承奇还是那副样子 连课本都没有看看 苏星满早就习惯了 独自拿出了一本书 自己看着 苏星满 班主任总觉得自己的威严被挑战了 立马就道 你给我站起来 苏星满听到声音抬起头 漆黑的眼神一顺不顺地盯着老师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缓缓地站起来 老师原本还有些发出 可是看到苏星满站起来 立马就换了一张面孔 更加色内力查到 苏星满 下学期就要高考了 你看看你 还中考状元 班主任对苏星满厌恶到了极致 高一的时候 他原本以为兄弟二人是一块珍宝 结果报到的时候 一个在暑假期间被撞成了傻子 另外一个不学无数 抽烟喝酒样样都沾 现在竟然还打了教导主任的儿子 刚才他在教导主任那里 都快被骂死了 现在看着苏星满和他旁边那个傻子 只是一脸嫌恶 傻子来学校读什么书 不好好待在家 一天到晚进热室 帝都高中是全市甚至全国最好的学校 这里即便是倒数 那分数拿出来都是远超同龄人的 除了苏星满和苏承其两兄弟 这两兄弟 简直就是个帝都高中的耻辱 更是他这个班主任的耻辱 这两年多来 因为这两个曾经的中考状元 他受尽了各个老师的嘲讽 明天就让你家长来学校一趟 不然直接给我滚蛋 别读书了 苏星满脸上没有一丝变化 只是漆黑的眸子 紧紧地看着眼前的老师 认真问道 你没权利 班主任脸色一冷 这些年 他的确向校长提出过 这两兄弟滚蛋的话 结果每次都被校长拒绝了 不就是给学校捐了两栋教学楼 家里有些烂钱吗 在帝都十个人九个富 哪里会缺有钱人 而且 这两兄弟的家长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也让班主任 成了他随意欺负学生的资本 苏星满的话 同样让他生气 就好像自己身为一个老师 一个长辈被赤裸裸地挑衅 我没资格 你打架违反校规 我凭什么不能请家长 说完 班主任当着班上同学的面威胁道 你信不信我待会儿 就给你家长打电话 苏星满 随你 说完 一米八八的高大个儿 直接站那儿不说话了 班主任就像一个拳头 打在了棉花 心灵的骨气 怎么也消不下去 张怀玉看了看苏星满 又看了看以前对自己 和和气气的班主任 忽然发现 有些老师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好 节目组这边 饭桶这两天的任务 发得都很简单 至少再也没有交换家长 这类奇葩的任务 第二天晚上 节目组给嘉宾们买了不少食材 让众人好好聚一下 因为第二天一早 总一拍摄就要完成了 可能是顾及到剧组里面 还有一个能吃的小孩 节目组大包小包 准备了很多 几个大人在一旁忙碌 婉婉一个劲地扒拉着顾方池 让他陪自己玩 顾方池无奈 只好跟着婉婉 玩起了老鹰抓小鸡 很明显 婉婉是那只母鸡 顾方池当小鸡 院子里全是婉婉的笑声 几个大人听到声音 都会忍不住回头看过去 只看见那穿着黄色卫衣的小团子 张开双臂 脚下一跳一跳的 陆怀作为老鹰 愣是半天没抓到小鸡 甚至差点把自己这只老鹰给累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怀直接摊在地上 忍住道 婉婉 我不想当老鹰了 婉婉挠了挠头 为什么呀 都这么久了 我连一只小鸡都抓不到 这样的老鹰太没用了 婉婉煞有介石地点点头 那婉婉当老鹰 你当母鸡好不好 陆怀委屈巴巴地点点头 等到了游戏的时候 陆怀又玩得特别开心 婉婉跑得很快 玩游戏的时候 直接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力气 我来了 婉婉脚下生风 张开双臂就跑到了宋佑的旁边 一把拉住对方的胳膊 第一轮 宋佑pass 第二轮 顾方持pass 婉婉太强了 几个小朋友们 现在一点游戏 也不想玩 苏玉石正在洗菜 看到婉婉跑得气喘吁吁 赶紧让小孩过来 然后在后背裹了张毛巾 婉婉也玩累了 看着自己二哥洗菜 问道 二哥 要不要婉婉帮忙呀 苏玉石还在想 这些菜该怎么洗 听到婉婉的话 立马点点头 你跟二哥一起洗 婉婉点点头 小团子干活的动作特别快 手上清理着菜叶子 然后把水排出去后 帮自己二哥端进了厨房 几个在厨房忙碌的大人 狠狠地夸了一下婉婉 弄得小团子 都有些不好意思 婉婉看着魏明熙 很快地切着菜 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小吃舅舅 你的职业是厨师吗 魏明熙一愣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男人无奈地笑了笑 我老婆爱吃 我做的饭 婉婉 哈哈 触不及防的一把狗粮 你们看婉婉的小眼神 太有喜感了 哈哈 从来没想到 我们希哥竟然这么损 嘎嘎嘎 笑死了 一句 我老婆爱吃 婉婉人都猛了 等魏明熙把饭菜做好以后 婉婉狠狠地干了七碗饭 吃一口看一眼魏明熙 吃完饭 天已经黑了 等众人散去 直播间就关闭了 网友看着突然关闭的直播间 愣了好半声 才反应过来 剧组竟然就这么结束了 网友 很快 拜托了 宝贝 综艺录制结束上了热搜 许多看过直播的 都感觉特别不舍 呜呜 七天怎么就过去了 好舍不得婉婉 好喜欢陆怀小宝贝 妈妈得开心过 呜呜 我以为会再录七天来着 希哥毕竟只是临时来救场的 要是再拍七天 婉婉估计得再要三千万的片酬 嘉宾这一边 节目录制结束后 苏宇时就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明天一早就下山坐飞机回家 而苏季周和苏启怀 终于可以站在婉婉面前 抱着小孩一顿猛亲 婉婉很高兴地 对着自己老父亲要贴贴 忽然 婉婉转过头 问道 二哥 记得让饭桶叔叔 把三千万打婉婉卡上哦 苏宇时 好 婉婉这才放心下来 并且还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婉婉不是因为怕钱不到账哦 只是怕饭桶叔叔年纪大忘记了 众人 婉婉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就更加欲改迷章了 第二天一大早 苏家人来到镇上 坐着自家的直升飞机就回家了 婉婉第一次坐直升飞机 好奇地看着外面 要是婉婉都能飞这么高就好了 婉婉忍不住到 以前和师父在道观的时候 他只能飞到道观的房顶上 苏季周抱着女儿 无奈地笑笑 那爸爸以后 经常带你坐飞机怎么样 婉婉摇摇头 算了吧 费油 上次怀孕都吐槽油费又涨价了 苏季周 家里都买得起飞机了 还在乎那一点油钱 亲爹都忍不住拍拍小团子的后脑勺 婉婉抱着脑袋 气哼哼地看着自己老爹 回到别墅 老爷子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只不过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爷爷 你怎么了 婉婉看着老爷子 脸色漆黑 感觉下一秒就要打人的模样 婉婉下意识地抱紧自己的屁股 忍不住道 爷爷 你不会要打婉婉吧 老爷子哭笑不得 轻轻在小孩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忍不住道 我打你干什么 你还说不打我 婉婉撅着嘴抱着屁股 小脸有些委屈 这模样 瞬间让老爷子心情大好 逗着小孙女玩了一会儿 老爷子这才看向苏继周 沉声道 刚才老五和老六的班主任打电话 说他们在学校打架 昨天送进医院说 把人家孩子打骨折了 让我们待会儿去学校一趟 不可能 苏继周想都不想就道 我儿子我清楚 先不说老五 就说老六 平时一心想着学习 怎么可能去打人 老爷子忍不住道 你两个儿子 现在全年级倒数第一 苏继周 什么时候的事 老爷子冷哼一声 已经连续蝉联三年的倒数第一了 苏继周一脸不敢相信 要知道自己儿子在没出世之前 可是当年的中考的第一名 老五就不说了 脑子变傻了 但是老六不应该啊 可是即便这样 苏继周仍然不敢相信 我马上就去学校看看 说完 就准备站起身去学校 晚晚一定要去看哥哥 连忙到 爸爸 我也要去 苏继周 晚晚你在家休息 晚晚摇摇头 我不要吗 我要去给五哥六哥撑场子 有那么一刻 苏继周觉得自己女儿像混社会的 也不知道 晚晚师父都教了什么 我要去吗 最终 老父亲还败在了小团子 懦记记的小奶音下 想到立马就要看见自己五哥六哥 原本还有些困意的晚晚 在车上怎么也睡不着 爸爸 五哥是什么样子啊 很高 很壮 很聪明 那六哥呢 很高 很壮 很聪明 于是 晚晚怀着异常期待的心情 跑到了教室里 晚晚跑得特别快 老父亲 在身后压根就跟不上 晚晚一下子就找到了高三一般的位置 在门口的时候 探出一个脑袋找哥哥 这时候 老师还在一扬顿挫地讲着英语课 然而学生们没有一个听的 因为都被突然出现的小团子 给吸引住了 小团子点着脚尖 在周围看了一圈 终于 在最后一排 看到了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 晚晚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 彼时 班主任李曼都还没发现小团子进来 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课 结果一转身 就看到自己的学生都在往后面看 寻着目光看了过去 李曼就看见一个小孩 站在苏星满和苏承奇的面前 苏星满也注意到了面前的小团子 他觉得眼前的小团子有些熟悉 眼前莫名的有些好感 六个 五个 晚晚一说完 直接就飞奔了过去 苏星满靠得晚晚最近 下意识伸手接住 哪知道小团子蛮劲竟然这么大 要不是他后面靠着墙壁 不然指不定就倒地上了 你怎么来了 苏星满听到晚晚的声音 才后知后觉 这是家里好不容易盼回来的小宝贝 爷爷说 你们被请家长了 没看到现在是在上课吗 出去 晚晚话音戛然而止 苏星满眉头一皱 目光冷冽地看着班主任 少年轻轻地拍了拍小团子的后背去 轻轻地对着李曼说了一句对不起 晚晚这才意识到了眼前的不妥 虽然对李曼不喜欢 但还是不住地点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就出去 晚晚说完赶紧跑出了教室 但跑出去后还站在门外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五个六个 突然 他的目光看向了第一排 怀玉 张怀玉震惊得不行 他看到小师伯的第一眼 还以为晚晚是来找他的 结果下一秒 晚晚就朝着最后一排跑过去 甜甜地叫了一句五个六个 现在小师伯正叫自己 张怀玉下意识从座位上站起身 朝晚晚的方向行了一个礼 小师伯 晚晚摆摆手 怀玉失职不必多礼 快点认真学习吧 张怀玉抬头看了一眼黑板上面的钟表 轻声道 李老师 现在已经下课了 其实今天一上午 已经上了三节李曼的英语课 而中途这位老师 一次也没让休息 李曼累不累他不知道 但是他累了 倒是真的 正好刚才刚才李曼的眼神 让他有些不喜欢 被张怀玉一提醒 李曼脸色有些不大好 不少同学也怨气冲天 纷纷道 老师 我要去上厕所 我也要去 老师 下课吧 李曼的行为 在班上早就引来了大家的不满 大家是学霸 但又不是学习的机器 休息时间没有就算了 连厕所也不让上 众人早就受够了 李曼气得不行 直接把书本摔到了讲台上 道 闹什么闹 我不这样 你们能考上大学吗 下课 说完 李曼就气冲冲地从教室门口出去 从婉婉身边走过的时候 还气狠狠得看了他一眼 婉婉抬头看着这位老师 挠了挠后脑勺 只不过这位老师一走 婉婉又跑回了教室 爬到了苏星满的大腿上 六哥 我好想你 你怎么都不回家看婉婉呀 苏星满还没说话 不少女同学都围了过来 苏同学 这是你妹妹吗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这不是婉婉吗 姐姐好喜欢你啊 小团子 姐姐有糖你要不要吃 没一会儿 兄弟二人的课桌前 已经推满了一桌子的零食 就连班上的男孩子都来了 婉婉一口一个漂亮姐姐 帅气哥哥 直接让班上不少人沦陷 苏星满 苏同学 你能不能把你妹妹给我抱抱 她冷着脸 把婉婉抱在怀里 一只手拍了拍苏承奇的肩膀 苏承奇眼神还在神游 忽然 目光看到了婉婉 眼神突然一亮 婉婉 五个 两个智商 只有三岁的兄妹二人 声音一声比一声大 颇有bybus的节奏 苏星满 要不要我给你们两个人 一人点一把香 婉婉疑惑地抬起头 啊 苏星满没说话 只是看着婉婉额头上的包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怎么这么久了 这个包还没消下去 婉婉下意识地伸手碰了碰 婉婉你怎么了 苏承奇看着婉婉脑袋上的小包 抱着婉婉轻轻地呼了一下 哥哥给你吹吹 吹得就不疼哦 婉婉看着苏承奇 苏承奇真的很高 而且很壮实 寸头在他脑袋上看着 一点也不难看 尤其是右眼的眉尾上有一道疤痕 本来应该看起来凶凶的 但苏承奇的眼神纯净 这样看起来多了一丝憨厚 婉婉下意识地利用双眼去看深处 惊觉自己五个六个身上 竟然也有黑雾 婉婉手轻轻一挥 些许的黑雾魂飞破散 苏星满和苏承奇 只觉得混沌的大脑一阵清明 大家也只是在看着小孩一只小手 在两个哥哥面前挥了挥手 唯有张怀玉不一样 他眼睛都看直了 他虽然看不到黑雾 可是就在婉婉挥手的时候 他明显能够感觉 周围减少了一丝阴冷的气息 他看不见 但是却能够感受得到 他小师伯竟然比他想象中 还厉害很多很多呗 很快 婉婉就被两兄弟抱了出去 张怀玉下意识地想要追出去 可却被同桌拦了下来 班长 你刚才也太搞笑了吧 竟然对着一个小孩喊小师伯 这都什么年代了啊 张怀玉脸色一沉 我喊他什么 关你屁事 冯别科文言 脸色也难看起来 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有必要生气吗 我还想问问你 跟那小姑娘怎么认识的呢 我说了 这些事情不是你能问的 张怀玉脸色阴沉的时候 没人敢靠近 冯别科虽然是张怀玉的同桌 可实际上 平日里连话都说不了一句 因此 听着张怀玉说的话 他虽然生气 可是却什么都不敢说 张怀玉走到教室门口 忽然想到了什么 转过头看着冯别科 认真道 以后别在我面前 说苏星满和苏承奇两兄弟 要是被我知道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那可是 他小师伯的哥哥 肯定得好好护着 这么想着 张怀玉便出去了 办公室 黎曼本来还想先教育一下家长 但是在看到苏继周的那一刻 吓得他一句话 也不敢说了 他不敢相信 自己那两个学生的父亲 竟然是苏继周 全国首富 首富的两个儿子 为什么这么低调 李老师 请问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吗 苏继周神色不变 即便是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 但周身的气场全开 颇有一种上位者的感觉 黎曼犹豫了一下 可是一想到 本来就是苏星满 带着自己弟弟打人在先 黎曼又鼓足了勇气 苏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中午 苏星满同学一句话没说 就带着自己哥哥 在厕所堵了高三七班的曹石同学 医院那边的伤情报告显示 曹同学双腿都被打断了 李曼昨天也去看了曹石 那孩子疼得在床上直哼哼 这么想着 李曼更加愤愤不平 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请家长来了解一下情况 以及后续的赔偿 我儿子为什么动手打那个同学 苏继周忽然问道 晚晚站在苏继周旁边 也点了点头 对啊 五哥和六哥 为什么会突然打人呢 总得有个理由吧 离开被这两妇女说得哑口无言 尤其是苏婉婉 见他不说话 一张小嘴之巴巴 老师 你该不会不知道 为什么我五哥六哥要打人吧 老师 你连情况都没了解 怎么就把责任 都推到婉婉哥哥身上呢 你还配做老师吗 李曼哑口无言 他眼神可怜巴巴地望着苏继周 希望他能管管这个没礼貌的小孩 然而苏继周却没有丝毫表示不说 反而抬头 一双黑色的眼睛淡淡地看着他 立马瞬间觉得压力十足 他不禁埋怨道 苏承其脑子有问题 我就不说了 就说苏星满 中考的时候 你第一名入学的 但是从高一到现在 一直都是倒数第一名 而且经常翻墙出现 结识了很多校外人员 你看他那头黄毛 也是偷偷染的 每次生奇 就他最显眼 李曼越想越生气 继续道 每次上课不尊重老师不说 还经常顶撞老师 要不是我压着 他早就被学校开除了 然而说了这么多 苏继州的神色 依旧是淡淡的 他看着站在墙角的兄弟二人 又看了看苏星满的那头黄毛 道 为什么打人 苏星满低着头 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曹石骂老五是傻子 所以 你就带着老五 把曹石打了一顿 苏星满不说话了 他心里有些紧张 不敢看自己父亲的脸色 他自己也有些后悔 但是他的确忍了曹石很久 要不是实在忍不住了 他也不会伺机报复 他 老五 曹石初中时 都是同一所学校的 老五脑袋没受伤之前 成绩都和他并列 一直都是全校第一 而曹石 就是那个全校第二 后来上了高中 老五出了事 醒来后 只有三岁的智商 原本没有这么多人关注的 但是一来高中 曹石便在全校到处宣传 后来 老五被人骗到了教学楼楼顶 差一点就出事了 后来他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曹石教唆的 苏星满内心矛盾 他觉得自己没错 但是面对自己的父亲 还是怂了 只有婉婉 一个人气冲冲地剁了脚 跑过去一手牵着五个 一手牵着六个 大声道 我倒是要看看 哪个兔崽子 敢骂我哥哥是傻子 看我把他打成傻子 苏季周拦都拦不住 婉婉 婉婉回过头 认真道 爸爸 谁都不能欺负我哥哥 谁要是欺负他们 我就往死里揍 他还要套着麻袋打 师父说 这叫神不知鬼不觉 苏季周有些无奈 这些事 爸爸会解决 婉婉半信半疑 但在苏季周的劝说下 已经没有之前的激动了 于是 又把两个哥哥 拉在墙角站着 回到苏季周的面前 婉婉还是有些不放心 认真道 爸爸 你可一定要给五个六个 做主哦 苏季周 好 这下子 李曼的脸色 直接黑成了锅灰 苏先生 你家孩子把人打了 难道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吗 婉婉 李老师 那辱骂我两个哥哥的曹石 现在对着我五个六个 说过一句对不起吗 李曼不说话了 苏季周这才道 既然曹石都没道歉 我儿子恐怕也无法道歉 说完 苏季周站起身 眼神僻逆 至于医药费 我苏家愿意一力承担 但曹石散播谣言 欺辱同学 不知道 学校应该怎么处理 男人声音很冷 如同吉地中的一块寒冰 冷得李曼缩了缩脖子 曹石是教学主任的孩子 更何况他还是受害者 受害者 苏季周冷哼一声 那我两个儿子 就不是受害者了吗 教导主任儿子又怎么样 如果真的欺凌同学 照样给我混蛋 说完 他看了一眼两个儿子 苏星满反应过来 跟在苏季周屁股后面离开了 路上 苏星满低头不语 直到上了车 才低声喊了一句 苏季周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是问道 在学校受欺负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苏季周的确是生气 但生气的地方 并不是儿子 揍了人家的儿子 而是因为这么大的事情 小满竟然没有想 告诉他的打算 老父亲瞬间心情复杂 苏星满欲言又止 倒是婉婉 拍了拍自己老父亲的手 一副通透的模样 哎呀 都是些能用拳头 解决的事情吗 再说了 遇到是回家 就告诉家长 多丢人呀 苏季周怒气瞬间消散 而且被婉婉这话给逗笑了 他忍不住戳了戳 小团子的小酒窝 也不知道是谁 受了委屈 就往大人怀里钻 骂不赢就要让大人 跟着一块儿骂 打不赢就让大人 帮着一块儿打 婉婉眼神疑惑 爸爸你说的是谁啊 瞧着婉婉死不承认的样子 苏季周轻哼一声 除了你还有谁 婉婉睁大了眼睛 大喊冤枉 爸爸 可不信冤枉小孩啊 要不是车厢内空间不大 不然婉婉指不定就蹦跋起来了 苏季周被小团子 这死不承认的样子 给逗笑了 苏星满坐在旁边 看着自己父亲和妹妹之间的交流 心里又是震惊 又是高兴 爸 对不起 苏星满低着头 眼神有些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苏季周看着眼前这个儿子 内心极其复杂 短短三年的时间 原来这孩子 已经变了这么多 苏季周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有些难受 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如果不是他 这几年消沉下去 这个家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苏季周说完这句话后 车厢里罕见地沉默了起来 回到别墅 庸人看到这两位少爷回来 愣了一下 赶紧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干活去了 苏启怀 因为公司事情太多 飞机一落地 就开车去了公司 而苏宇时一到别墅 直接倒床就睡 这会儿正睡得正香 晚晚一回到家 立马端着凳子站上去 拿出了很多零食 摆在茶几面前 五个 六个 吃 苏成奇眨了眨眼 吃 说着 就和晚晚一块吃了起来 到了后面 就是苏成奇 一脸惊恶地看着晚晚 苏兴满也皱了皱眉头 不禁问道 晚晚 小孩子不能吃太多零食 为什么啊 晚晚说着 又塞了一把薯片 在自己的嘴里 嘎嘣脆 苏兴满 倒是苏成奇大声道 因为妹妹 你吃得太多了 晚晚一顿 脸上罕见得有些尴尬 他擦了他小嘴 认真说 胡说 晚晚只是比平常小孩的饭量 大一点点而已 说完 真的比了一个一点点的手势 苏成奇又毫不客气地道 晚晚你 真的太能吃了 比我吃得还多 晚晚 苏成奇看 晚晚不说话了 脸色有些慌张 举足无措地 看着面前的小团子 苏成奇因为车祸伤了脑袋 醒来以后 智力只停留在了三岁左右 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车祸后第一次说话 还是几个月前 看到晚晚照片的时候 他虽然不知道 照片里的小团子是谁 但他看到晚晚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 于是在宿舍喊了一声妹妹 从那以后 苏成奇明显正常了很多 至少能听得懂苏星满说话 现在苏成奇因为怕晚晚生气 露出的情绪明显多了不少 此刻 苏成奇看着晚晚不理他 在沙发上急得团团转 妹妹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晚晚看着苏成奇 他觉得 五哥就像个小狼狗 尤其是那可怜巴巴的眼神 一直粘着他 晚晚怎么都生气不起来 但小团子还是站在沙发上 努力支着脖子 插腰说 五哥以后不能说晚晚吃得多了 苏成奇见小团子终于肯跟他说话了 顿时松了口气 虽然脑袋里一片混沌 可还是跟随本心点点头 晚晚见苏成奇点头保证 这才不生气了 那晚晚原谅你了 谢谢晚晚 话音刚落 苏成奇直接弯下腰 把晚晚抱起来 然后向上抛了抛 啊 晚晚吓得哇哇叫 这一幕让苏星满和苏继洲吓了一跳 好不容易把晚晚解救下来 本来以为要好好安慰一会儿才行 没想到小团子竟然亮晶晶地看着苏成奇 五哥 你好厉害啊 差点把晚晚扔到天花板上了 刚才晚晚的确是吓了一跳 因为就差一点点 自己漂亮的小脸蛋 差点就和天花板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苏成奇听到晚晚的夸奖 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 晚晚心里一软 五哥你放心 晚晚一定会让你恢复正常的 晚晚虽然还小 但是苏成奇的种种动作都看得出来 他和正常人不一样 苏晚晚望着苏成奇身上环绕着的阴气 知道如果再不解决 恐怕这团阴气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死气 苏星满最初还不知道晚晚的话是什么意思 直到晚晚从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 拿出了一把金针 真的是一把 牛皮圈里面大大小小上百根金针 纤细的金针在灯光下细细的颤抖 寒气逼人 苏星满瞬间头皮发麻 脚下发软 晚晚 六哥 你帮我摁着五哥 我给他支支脑袋 不是 他下意识看向苏继周 然而自己父亲就像是习以为常一样 甚至走到了苏成奇的旁边 苏成奇仍然一脸懵懂 直到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被扎成了脑袋 吓得差点翻白眼晕过去 好在晚晚及时拉住了对方 晚晚道 五哥 你先别晕 等晚晚拔完针 以后再晕吗 苏成奇被自己满脑袋的金针 吓得哇哇大哭 虽然苏成奇今年已经十八了 但如今智力毕竟只有三四岁 被吓过后哇哇大哭 谁安慰也不管用 即便是他熟悉的苏星满上前 也没办法 晚晚急得满屋子走过来走过去 五哥 你别哭了好不好 是不是晚晚技术不好 把你弄疼了 晚晚又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自己的技术一直都很好的 苏成奇打了一个嗝 摇摇头 不疼 晚晚 那你哭什么 我脑袋变成刺猬了 苏成奇一边哭一边道 这样我就不能抱晚晚了 苏成奇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意眼前这个小团子 他的大脑一片混沌 直到看到晚晚的第一眼 他突然觉得自己像获得心声一样 如今他脑袋上扎了这么多针 就像个刺猬一样 苏成奇表示很委屈 说着说着 又要哭了 但是一个将近一米九的大小伙 哭起来的确拉眼睛 晚晚赶紧捂住了苏成奇要张开的嘴 认真道 晚晚抱抱五哥 说完 直接张开双手 紧紧地环抱着对方 苏成奇眨了眨眼睛 这才没继续哭 半小时后 晚晚拔了针 苏成奇没多久就睡了过去 苏星满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爸 苏继周 晚晚小时候 跟着他师父学了一些医术 他师兄是帝都医院的外科主任 墨金春 墨金春 苏星满皱了皱眉头 他虽然不懂医 但是墨金春这三个字 他多多少少还是听说过的 墨家的公子 好好的家产不继承 高考后学了医 中途又消失了两年 回来后学习了一手中医 墨金春在圈子里 也是个传奇 晚晚的师兄 竟然是墨金春 爸 你不是说晚晚的师父是个道士吗 苏继周 嗯 这只是晚晚师父其中一个马甲 根据晚晚平常说的 估计马甲还挺多 苏星满 晚晚见六哥的模样 忍不住道 六哥 我师父很厉害的 而且晚晚有很多师兄师弟的 不是晚晚吹哦 晚晚的师兄师弟随便拉一个出来 那都是顶呱呱的人物 当然 得寿师弟除外 他以前化福费的福祉太多了 被师父追着打 苏星满 得寿师弟是 苏继周 天师会的会长 说完 就看见儿子一脸崩溃的模样 立马补充了一句 天师会隶属国家 是为国家办事的 苏星满站在原地 只觉得自己 这十八年的人生观和世界 都得冲铸 虽然自己父亲说的不是很明白 但苏星满不是傻子 天师 不就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吗 晚晚见苏星满不说话 还以为六哥不相信自己的技术 六哥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你们平平安的 虽然家里的大人都这么倒霉 但是婉婉一点也不嫌弃 反而道 虽然五哥和六哥 你们两个 马上也要死翘翘了 但只要有婉婉在 阎王都不敢从婉婉手里面抢走你们的 苏星满 他活得好好的 身体被棒 最新体检报告 是昨天才出来的 怎么就离死不远了 或许是看出了苏星满表现在脸上的疑问 婉婉叹了一口气 六哥 你还不知道吧 咱们家被人吓咒了 如果不及时化解 不出一年 你们都得死翘翘呀 而且 五哥的脑袋 不仅仅是车祸这么简单哦 他之所以智力一直不能恢复 是因为他脑袋里有很多阴气影响他 这样一来 五哥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时间久了 等阴气全部侵蚀大脑 那么阴气就会变成死气 婉婉顿了顿 目光如炬地看着眼前的两个大人 到时候 必死无疑 婉婉把家里的情况 又向自己六哥解释了一遍 婉婉间对方还不相信 便问道 一个月前 婉婉送给你的平安符 是不是突然燃烧了起来 苏星满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婉婉一副了然的样子 那是因为六哥你遇到了危险 那平安符是替你挡灾的 婉婉一早 就算出了六哥命令有一截 因此 早早地就把平安符寄了过去 这也恰好帮自己六哥 挡了一次死劫 还有五哥的平安符也烧了吧 婉婉得意洋洋地道 这些都是婉婉自己算出来的哦 苏星满下意识地 捏了捏自己口袋里的平安符 里面的黄符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包黑色的灰灰 对于平安符的燃烧 起初他并不在意 可是在婉婉说完这句话后 苏星满背后布满了冷汗 还有老五在天台 差点就摔下去的那次 这一切 他都以为是巧合 到底是谁 苏星满的眼神冷得掉冰渣渣 右手紧紧地捏着 口袋里的平安符袋子 婉婉耸耸了耸肩 现在还不知道呀 不过六哥你放心 有婉婉在 一定不会让你们有事的 婉婉眼神坚定 只是那小大人一般的模样 直接让苏星满破功 原本还沉重震惊的心情 瞬间被婉婉这么一说 多多少少有些搞笑 苏星满摸了摸小孩的脑袋 你这么小 肯定是哥哥保护你 婉婉皱着眉头 谁说的 婉婉虽然年纪小 但是很厉害的好不好 说完 婉婉撸起自己小拳头 小嘴撅了撅 看着可爱极了 苏星满没办法 无奈地摇摇头 好好好 那婉婉一定要好好保护哥哥 嗯嗯 小孩十分认真的 苏星满抱着自己的妹妹不撒手 得知婉婉真的很能吃后 特意让厨房做了小蛋糕 婉婉喜欢吃草莓 所以阿姨专门在小蛋糕上 摆满了草莓 婉婉一口半个 吃得满嘴奶油 六哥 你的头发 为什么是黄色的 婉婉扒拉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为什么婉婉的头发是黑色的 哥哥的头发是染的 苏星满听到婉婉说自己头发的事情 一时间有些心虚 果然 婉婉眼睛一亮 那婉婉也要染头发 我要染红色 黄色 白色 紫色 婉婉说完 越来越兴奋 苏星满嘴角一抽 你太小了 不能染头发 而且染头发 对身体不健康 既然不健康 那六个 你为什么要染头发 苏星满无言以对 他不知道 该怎么和婉婉说 然而 小孩打算把这件事追究到底 二哥 你带我去染头发吗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待会儿我让爸爸和大哥也去染好不好 苏星满头皮一麻 万分后悔 为什么自己当初要染头发 看婉婉的样子 是铁了心要染 苏星满头疼得捂着额头 等婉婉长大了 六哥就带你染头发 婉婉也不知道 长大还需要多久 但明显被六哥的话哄了进去 乖巧地点点头 好的呀 到时候 让爷爷和爸爸一块去 想到了什么 婉婉继续说 还有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五哥 小吃哥哥和干店 苏星满 好家伙 婉婉这是一锅端啊 网上说得好 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 苏星满本来以为只是孩子的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 婉婉直接把这个沉默记到了成年 到时候 一家人真的整整齐齐地染了一头黄毛 婉婉吃完蛋糕 没一会儿 睡意就来了 然后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婉婉的睡姿可谓厉害 双脚搭在沙发上 但是脑袋悬在半空中 换做普通人 估计早就难受了 可婉婉不一样 睡得特别香 甚至打起了呼噜 苏星满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团子 生怕把小孩给弄醒了 结果小团子在她怀里 只是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后 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婉婉这一睡 可谓是天昏地暗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婉婉都分不清 是早上还是晚上了 婉婉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起来的 没想到准备下楼练剑的时候 发现还有人比她更早 六哥 你去哪儿晚晚看着苏星满一身黑衣 头顶上是一个黑黑的大头盔 此时少年大长腿 正准备跨在机车上 结果晚晚一喊 苏星满下得直接没跨过去 动作十分尴尬 苏星满回过头 就看见小团子小小的一团 穿着一件新带路的睡衣 正眼巴巴地看着她 小团子的眼睛如同秋水 圆圆的大眼睛 让她想起了朋友家里喂的小猫 可爱死了 苏星满停好车 走到婉婉面前 道 六哥出去有事 待会儿回来给婉婉买早餐 回来好不好 婉婉摇摇头 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苏星满背后的黑雾 明明只是一晚上 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死钱 小团子眼神立马严肃起来 点着脚尖 把苏星满的头盔摘了下来 然而看到苏星满面相的那一刻 婉婉心中大害 吓得她连头盔都差点没拿稳 少年的头发微卷 眼神如炬 漆黑如墨 尤其是那性感的薄唇 彰显了高贵的气质 然而现在 婉婉都来不及 欣赏自己六哥的帅气了 因为现在苏星满的脑袋上 围绕了一层又一层的死气 死得不能再死 婉婉下意识掐指 然而掐在一半 手指无论如何 也动不了了 这是 死结 婉婉心里十万个为什么 但小团子此刻心中虽然慌张 但脑袋明显比平时赚得快多了 他明白 现在能救六哥的 只有他了 然而 他内心突然出现一股无助感 他说不清楚为什么 但那是一股从脚底下传上来的良意 六哥 今天你不要出去好不好 苏星满低着头 看见了婉婉眼中闪过的所有清晰 震惊 害怕 恐惧 无助 坚定 恳求 是不是短短的十几秒钟 但小团子的眼神 一时间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最后他还是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揉声道 婉婉 六哥已经和人约好了 今天必须去 改天去城吗 婉婉死死地抱着苏星满的头盔 苏星满很想一口答应 但一想到赛场上 还有这么多人等着自己 只能摇摇头 满眼歉意 对不起 婉婉更着急了 可是婉婉觉得六哥你就要死了 婉婉不想你死呀 见苏星满站起身 立马抱住少年的大腿 婉婉要保护六哥 苏星满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小团子 不管怎么甩都甩不掉 婉婉 六哥 今天有一场比赛 不能失约 文言 婉婉抱着苏星满的大腿想了一下 认真说 婉婉知道啊 所以婉婉也想去 说着 婉婉也不抱自家六哥了 后来直接跑到了机车上坐着 明明还没有机车高 但是婉婉身体腾空 竟然轻轻松松地就跨坐了上去 上车后 婉婉反而还一脸催促道 六哥 走了 苏星满看婉婉这么熟悉的样子 觉得这小团子 估计不是第一次坐机车 婉婉 苏星满还想说什么 却被婉婉的话打断了 六哥 婉婉知道 你不信 但如果我不一起去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小团子说 这句话的时候 太沉重了 尤其是小团子低着头 与其悲伤又害怕 原本软糯糯的声音 都染上了一丝颤音 苏星满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苏婉婉 苏婉婉也的确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他看到苏星满满身死气的时候 他内心是真的害怕 他怕再也看不到六哥 害怕以后再看到六哥 只能是一张照片 无论苏星满怎么说 小团子就趴在机车上 死活不肯下来 苏星满和婉婉斗智斗勇了大半个小时 看了一眼时间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从车库里 拿出了一个小一点的头盔 戴在婉婉头上 坐好了 说完 少年长腿一胯 黑色的机车如同利剑 呼拉一下就飞了出去 郊外破旧的道冠里 门前的两棵槐树 挡住了阳光 密不透风 道冠里没有一点光亮 唯有道台上 白色的蜡烛 照的面前的石像圣人 中年男人 穿着暗红色的明智道袍 在胸前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忽然 他将食指和中指上的符露 扔到半空中 原本还密闭的空间里 不知道哪里吹来了一阵风 紧接着 轰的一下 那血红色的符露 竟然在半空中燃烧了起来